天生贫穴却要养一群吸血的恶魔 只因我转职成为了初代恶魔君王 而台下的校友们预言我终将被恶魔反噬 就连我长度18的昆昆下的都收缩了回去 可台上的校长却不这么认为 众所周知初代职业在自身体系中掌控的绝对的力量 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当即便命令我展示一个技能 随后一招手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等高的特使盗草 我没有多想直接使用虚空诅咒标记盗草人 然后发动诅咒伤害 下一秒我的血量骤跌 因为诅咒伤害本身就是以消耗自身血量为代价 仅仅片刻我终止技能 稻草人背后冒出伤害加30的字眼 见此校长摇了摇头语气之中满是失望 如果这是一个战士系旨意 我的技能经过合理利用之后也算是可圈可点 但恶魔君王的初始生命值比法师还低 技能却是以消耗自身生命值为代价造成伤害 如果在战场上发动这种技能无异于自找死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转职系统已完成阶段性冲动 可谓宿主觉醒恶魔系专属天主 是否觉醒 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莫名声音 系统终于来了 虽然眼下的场合不方便觉醒 但有总好过没有了 另一边校长江庆之看向目 打算向征信地勉力几句 可我眼中满是兴奋 连一丝一毫挫败之色都没有 至此南广第一高级中学的转职大会正式结束 下午最后一节课 校长当众宣布了一个消息 同学们 一周之后就是大考之日 如果你们还想入读高等学府 就抓紧剩下的七天努力升级 提升技能熟练度 从明天开始 南广市的新手升级副本 将对所有新进职业者开放 至于转职生活职业的同学 学校会为你们开放各种生活场景 帮助你们掌握生活技能 等校长走后 校花落青雪走到了我的身边 故此你是初代职业潜力很大 要不然我们组队练剂 我负责杀怪你同旁辅助 这话一出顿时在班里掀起一阵波澜 一众男同学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校花落青雪可是稀有职业冰霜法师 竟然要带我这种垃圾职业升级 面对落青雪的邀请 我并没有欣然应下而是摇头谢绝 随后直接转身回到了家中 简单煮了一碗鸡蛋面 我端进房间的木桌上吃了起来 透过桌案的玻璃 能看到一张高等学府的录取通知书附本 这张录取通知书来自于 神下帝国最为顶尖的上京学府 一年前姐姐顾念考上了上京学府 现在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 所以在顾念离开南广的那天 我就立誓一定要考入上京学府 不为别的 只因为顾念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家人 随后我坐在房子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眉宇之中浮现出了几分焦急与期待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转直系统已完成阶段性出现 可谓宿主觉醒恶魔系专属天主 是否觉醒 我眼眸一亮 终于来了 这一下午系统的提示 每隔一小时就会在脑海中回想一次 碍于场合原因我始终没有理会 现在终于可以做出回应 我心中默念 觉醒 恭喜复主 觉醒恶魔系专属天主 恶魔血脉等级一 燃烧生命值以强化技能效果 获得恶魔系专属被动技能 生命窗区等级一 每集杀一个单位就可以抽取对方10.09生命值 两者之中恶魔血脉这个天赋要求极为苛刻 需要燃烧生命值才能强化技能效果 我看了看自己可怜的60点生命值 但是当看完生命抽取这个被动技能之后 我的嘴角比AK都难压 每集杀一个单位就可以抽取对方10.09生命值 这也就是说只要我不断的杀怪 生命值上限就能持续增加 这么想来天赋的使用条件也不再苛刻 恶魔君王这个新职业彻底稳了 觉醒了天赋与被动技能之后 系统便沉寂了下去 我心念一动 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 一个高大壮硕的身影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聚魔仆丛 他低下头半跪在我面前 这是今天下午我消耗了10点精神 发动技能恶魔契约 将一个魔怪尸体转化为了聚魔仆丛 真是要感谢职业者管理协会的那帮人 为了对我做技能评估 还特意去最近的一家屠宰场买了一头魔怪尸体 我在脑海中打开属性面板 技能死亡汲取 击杀单位之后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化 每次提升自身全属性加一 四维属性之中 敏捷与精神是短板 力量和体质分别是10点 说明这头聚魔仆丛更擅长物理攻击与物理防御 不过职业者协会的那帮人似乎对这个属性并不满意 在那帮人看来 聚魔仆丛只是一个偏向物理系的召唤 并且物理属性也不突出 敏捷与精神更是只有可怜的五点 着实对不起恶魔系初代职业这种身份 而我并没有觉得不同 在技能介绍中已经明示 聚魔仆丛可以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化 虽然他并不知道死亡之力是什么 但很明显这头聚魔是可成长型的召唤 虽然目前看上去非常平庸 但后期的可塑性还是很强 收拾了几样东西 我背上包裹带着这头聚魔仆丛出了门 突然觉醒的天赋与被动技能 让我今晚彻底没了睡 此时我来到了副本入口 温馨提示 由于您是为诸佛职业 本次进入副本将无法获得经验 我没有在意耳边的提示 大晚上连觉都不睡 是冲着那点经验来的吗 我淡淡一笑转身走入副本 下一秒便出现在一处不知名的荒山野岭之中 前方的山路上偶尔窜出几只一级的尖刺巨树 这是一种长得像猎犬那么大的鼠类魔怪 攻击力一般 血量低 但是行动较为灵敏 经常有新晋职业者费了好大力气 眼看着就要将其杀死 结果那尖刺巨树扭头逃窜 钻进一处草丛就消失无踪了 气得不少新晋职业者一边打怪一边破口大骂 所以别小看这些一级魔怪 以巨魔仆丛仅仅五点的敏捷 想要将其击杀却是极难的 我以意念下达命令 去杀尖刺巨树 两米多高的巨魔仆丛瞪着星红的某的 脚下一灯猛地扑向离他最近的一头魔怪 一上来就死死抓住尖刺巨树的前肢 然后以锋利的獠牙羽之搏杀 如此一来尖刺巨树那种打不过就跑的战术彻底失效 二者缠斗在一起 尖刺巨树身上迅速出现了一道道争鸣伤口 巨魔仆丛的死点力量与体质并不算出色 但其嗜血残忍 杀戮已经成为本能 不过六七秒这头尖刺巨树被杀死 恶魔仆丛损失了5%的生命值 虽然无法获得经验值 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生命值上限提升了10点 我心中一阵激动 这时巨魔仆丛对着地上那具魔怪尸体探手一转 一个黑色光斑从魔怪尸体中飞出 迅速没入巨魔仆丛体内 巨魔仆丛低吼一声 生命值迅速恢复 四维属性也获得了一点的提升 然后他迅速杀向另一头尖刺巨树 这一幕看到我嘖嘖撑起 看来刚才那个黑色光斑 应该就是技能介绍中提到的死亡之力 不再多想又消耗了10点精神力 将地上的一只魔怪尸体转化为了新的巨魔仆丛 随后两头巨魔仆丛开始在尖刺巨树的栖息地中疯狂杀戮 此时我坐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开始冥想 以此来恢复精神 下午的时候他做不对的 正常状态下一小时可以恢复两点精神 但在冥想状态下这个效果直接翻倍 随着一道道提示出现 两头巨魔仆丛在尖刺巨树的地盘里嘎嘎乱杀 我在冥想之余感到一阵无奈 由于新晋职业者身份还未生效 今晚无论杀多少魔怪都不会获得经验 不过我也没有在意 毕竟不是奔着经验来的 15分钟之后 我的生命值已经提升了到了1000点 和最初的60点生命值相比 此时的我可以说是经历了脱胎晃骨的概念 如此厚实的血量足以与八级肉坦相披免 而两头巨魔仆丛跑向更远处 固执皮镇的击杀新的魔怪 第二天清晨新手副本一处山奥附近 我走到三级魔怪羊角蟹的尸体旁边 恶魔契约发动 羊角蟹尸体迅速被一层黑色能量减覆盖 我刚恢复满的精神又从15点掉到了5点 下一秒一头青皮獠牙的魁梧巨魔仆从破角处 随后来到我面前单膝跪下以示臣服 我向身后一指 巨魔仆从迅速冲向不远处堆积如小山的魔怪尸体 身后已然站着八头身形魁梧的巨魔仆从 经过了一整晚的搏杀 每一头巨魔仆从的力量与体质都达到了145点 生命与敏捷也达到了125点 虽然我神情中透着一股疲累 甚至还因为大量消耗精神导致头脑微微发昏 但一切都是直断的 经过巨魔仆从们一整夜的奋战 仅仅一级的我已经将生命值堆到了一万之举 这是什么概念 60级的肉坦算上套装加成 血量才能突破一万点 纵观职业者历史 恐怕再也找不出这等妖孽的存在 这还是因为寻找魔怪耽误了一部分时间 否则我的生命值还会更高 而我心里却并没有多少激动 此时我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天赋上 恶魔血脉等级一 燃烧生命值以强化技能效果 也许是因为生命抽取这个被动技能太过逆天 居然不能强化 我只能将目标放在自己目前所掌握的两个嘴动技能上 考虑了片刻 我决定先强化虚空诅咒 毕竟这是我目前唯一掌握的伤害技能 因此这个技能必须要支冷起来 强化虚空诅咒 我念头一动 下一秒生命值瞬间燃烧了100点 虚空诅咒等级加1 强化一次仅仅燃烧100点生命值 看来这消耗也不大嘛 我面露喜色 全然忘了昨天还是一个只有60点生命值的小翠鱼 继续强化 生命减200 虚空诅咒加2 第二次强化所燃烧的生命值竟然比上次多了一位 看来事情好像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继续强化 这一下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五次强化 生命值竟然直接掉了1200点 真是烧血啊 我咬牙切齿一阵肉疼 不过一想到背包里还有江庆之送我的初级治疗药水 心中也就稍微好受了点 大不了等会儿用药水把燃烧的生命迅速补充回来 想到这里我下意识看向自己的属性了 这一看心中咯噔一下 原本的1万已经变成了7600 随即我猛地反应了过来 燃烧生命不是燃烧生命值 这燃烧生命 损失的可是生命上限 想通了这些 我一咬牙又进行了两次强化 前前后后七次强化 总计燃烧9600点生命 这些生命值对一级的我来说足够用 我也是怀着极为郁闷的心情 看向自己的技能面板 主动技能虚空诅咒 标记48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对目标造成7点诅咒伤害 我眼眸一亮 原先的郁闷这才消退了几分 经过六次强化 虚空诅咒的技能范围从10米扩张到了480米 原本的1比1患伤变成了现在的1比7患伤 也就是说 现在的我可以用诅咒标记480米范围内的任何目标 然后消耗100点生命值 对目标造成700点伤害 也就是说我可以站在原地 直接秒杀一名距离我480米之远的六级战士 而这只需要消耗100点生命值 我也是扫了一眼 身后那八头如同小山般的巨魔扑子 每一头的思维属性都高达100多点 恶魔君王终于有点初代职业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是早晨6点15分 将巨魔扑从收入了恶魔空间后 便往副本出口方向走去 等我再次来到这里时 副本外人满为患 随意瞥了一眼 全是所有转职成功的学生都出现在了这里 学生们都已经按照指定的区域站好 我也回到了自己班级的队伍中 笑花落轻雪身为班长站在队伍前方 当看到姗姗来迟的我走进队伍之后 那张美艳动人的俏脸还稍显平定 江庆之作为今天的带队老师 正在为南广义中的学生激活 新进职业者的身份信息 而就在这时突然一个身影走来 来人正是第二高中的校长冯建平 一中与二中之间竞争激烈 事成水火 最近几年每次大考一中都是一马当先 惹得二中校长冯建平一直在心里憋着一口气 而他也是带着一名稀有职业雷霆法师出现 他扫了一眼姜庆之 不动声色地走到机器旁边 给二中的学生激活职业者身份 昨天他听到消息 那个出自于新体系的初代职业恶魔君王 似乎表现得极为平庸 连职业者管理协会都对其不屑一顾 江校今年大考的状元究竟花落谁家 有兴趣比一比吗 朱建平语气中带着强烈的自信 原因无他 雷霆法师这个职业 不论是从强度还是稀有程度上看 都吻压冰霜法师一头 至于那个初代职业恶魔君王 朱建平心中满是亲密 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霸 副本外我站在队伍中 一道道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身上 其中充斥着各色复杂的情绪 就在这时一道修长而挺拔的身影 出现在我面前 你就是顾瓷 那位转职成恶魔戏初代职业的天才 我目光微态 看向面前这个比我稍微高出半头的俊逸少女 我是二中的陆又明 等下进入副本里 你要不要一起组队 我微微诧异 领队的笑话落清雪 也下意识向这边看了过来 周围的同学们更是目光一亮 二中的陆又明 那个稀有职业雷霆法师 我摇了摇头直接拒绝 陆又明脸色顿时一沉 一众同学见到这种场景当即噤声 生怕惹到二中的第一天才 我撇了撇嘴 在场之中 唯有我发现了对方眼底那似难以掩饰的笑容 这人压根就不是来找茬的 我淡淡问道 你平时不看课本 副本通关难点手册第一单元里面提到 实际以下的副本不建议阻碍刷拐 你不知道吗 陆又明表情一致 脸色顿时精彩了起来 别看他转职成了稀有职业 其实他一直都是个学渣 故词这么难记的知识点你都能记住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不愧是能够转职恶魔系初代职业的男人 我愿称你为意中最强 陆又明脸上的阴沉瞬间化作大笑 同时还对我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就在此时江庆之宣布 职业者信息已经激活成功 七点之后新手升级副本就会正式开放 随后叫来几名老师给学生们分发武器 紧接着我便进入副本 眼前场景一阵变幻 我又出现在了昨晚那处荒山野岭之中 前方不远处就是尖刺巨鼠的栖息地 我将聚魔仆丛全部召唤出来 然后将手中的长枪给了其中一头 一声令下八头聚魔仆丛 向着前方的栖息地加速猛充 高达125点的敏捷 虽然不能说是来去无风 但绝对是身形矫健 持枪的那头聚魔仆丛最先找到目标 他挥动长枪凶猛刺处 仅仅一击一头尖刺巨鼠就死在了地上 成功击杀尖刺巨鼠 经验加十 伴随着耳边的提示 我的生命也增加了十点 八头聚魔仆丛就像是毫无感情的杀戮机器 高达145点的力量让他们视如破竹 不停地奔走在荒野上寻找魔怪 所有的尖刺巨鼠都是被秒杀 没有例外 不过五分钟 我的经验就增加了40% 这种效率简直高到离谱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这新手升级副本最多也只能够待一天 一旦等级达到八级 就得去野外刷怪升级 我找了一片草地作家 开始通过冥想来恢复精神 半小时后 一道金色光芒从我身上绽放 升级了 按照常理来判断技能等级提升 所转化出来的恶魔也应该有所提升 由于升级的关系我的精神已经毁满 我走到一头尖刺巨鼠尸体旁发动技能 将其转化成了一头二星巨魔 这下我立刻发现了不同之处 恶魔契约等级二的消耗增加了 原本发动一次技能需要10点精神 现在则需要15点 转化出的巨魔奴从浑身上下 都是高高隆起的肌肉 看上去也更加孔无有力 我心中大喜不望 原本还觉得巨魔奴从初始属性孱弱 带起来很费劲 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原地起飞 我立刻发动技能 用仅剩的15点精神 又转化了一头巨魔奴从出来 现在巨魔奴从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石头 石头巨魔冲进了二级魔怪 凶猛猎犬的栖息地中 碰到一只杀一只 所向无敌 凶猛猎犬的数量 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消解 我在原地坐下并没有质得一门 而是通过冥想的方式恢复精神 要想考入上京学府 至少要将等级提升至15级 因此每多一头巨魔奴从 我的升级速度就会加快一回 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提升巨魔的数量 5分钟后 石头巨魔奴从就将尖刺巨鼠杀得一干二级 我脚下一阵金光绽放 又升级了 此时生命已经堆到了3300点 使恶魔奴从的全属性再次提升30点 再加上巨魔奴从可以从死亡单位体内 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怀 所有巨魔奴从的力量 体质都已经突破了200点 我随意找了两只魔怪尸体 发动技能 刚刚升级回满的45点精神 瞬间掉到5点 两头巨魔奴从黑色能量减中走了出来 我看了过去 对着两头新的巨魔奴从极为满意 由于属性不断提升 曾经的短板如今也不短了 我一声令下 12头巨魔奴从发出圣人的嘶吼声 迅速向着三级魔怪 血爪豺狼的栖息地进发 面对三级魔怪 以巨魔奴从们高达235的力量与体质 直接掀起了一场摧枯拉朽的屠杀 按照这个速度 估计10分钟后他就可以升到4级了 至于大多数的普通人 第一天能否升到3级都够强 越往后升级将会越来越慢 因为随着等级的提升 将要面对的魔怪也越来越强 升级所需的经验也会成倍增加 普通职业者能在7天之内升到8级就已经及格 此时副本外一众高中校长 此时分成了两个派系 也不知道哪个小崽子 能第一个通关新手副本 肯定在稀有职业里面找吧 最先通关的肯定是稀有职业 不错 月神是稀有职业空间法师 当初仅用了一天半通关新手副本 去年的顾念则是用了两天 这么说的话 我更看好二中的陆又明 虽然义中的洛青雪是冰霜法师 但雷霆法师明显更主杀法 杀伤力更强 那可不见得 别忘了义中今年出了个初代职业 恶魔系初代职业恶魔君王 别只忘了 职业者管理协会的人 已经对这个新职业做了评估 只能说是出人意料的差 那可是恶魔系初代职业恶魔君王 就算差 又能差到哪去 那我就给你讲讲 恶魔君王的唯一一个伤害技能 续空祖众 是一个一比一换血的技能 但是恶魔君王的初始生命值是六始 朱建平听着旁边几个校长的话 神色之中满是得意 江笑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二中的陆又鸣应该会 第一个通关新手副本 江庆之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建平凶 陆又鸣虽然优秀 但我们意中的洛青雪 未必就会输给他 朱建平目光狡狭道 既然你我各执一眼 那不如请在场的 其他几位校长做个见证 不知道江笑敢不敢 当着众人的面与我赌一把 江庆之眉头微微一皱 他支持洛青雪 是因为他是一中校长 但客观来看 雷霆法师的杀怪能力 的确是要穿过冰霜法师 这两个学生之中 究竟谁会第一个通关新手副本 说实话他心里也没谱 怎么这就怕了 洛青雪可是冰霜法师啊 难不成江校对自己的学生 还没有信心 朱建平在旁边神色也遇到 江庆之双眼一瞪 虽然明知道朱建平有心给他挖坑 但没到最后一刻 他又怎会服输 一中在南广第一的位置上 坐了五年 还从没怕过谁 说吧 你想怎么赌 既然江校如此自信 那我们以一个初级技能卷轴 作为赌注 而周围一众老师双眼报道 不可思议的看了过来 朱建平你还真是老坚俱华呀 不过一想到能让江庆之吃饼 其他几个校长也都偷偷笑了起来 毕竟初级技能卷轴 可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 新进职业者等提升到十级 就能学习新的技能 而一个初级技能卷轴 价值十万神下笔 如果放在黑市上 价格还会更高 冯建平的这个举动 无疑是想要给陆又明 多一份抵御 最终江庆之与朱建平 以一本初级技能卷轴 作为赌注 如果洛清雪 第一个通关新手副本 则朱建平败 如果陆又明 第一个通关新手副本 则江庆之败 败者要自掏腰包 拿出一个初级技能卷轴 赠予第一个通关副本的 学生以示嘉奖 这个赌约有另外几名校长 做见证人 朱建平脸上露出 毫不掩饰的喜色 而他的学生陆又明 如果能多一个初级技能 将来考入上京学府的 几率也会大一些 江庆之眼中稍显平静 他对于洛清雪 当然是充满自信 但一想到顾此 他眼底就浮现出几分甘忧 他将自己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在他心里能够将自己的学生 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者 这是件令他无比自豪的事 顾此转值成了全新的恶魔戏 并且还是初代职业恶魔君王 这本来是件大好事 但谁能想到恶魔君王的评估结果 竟然是那么的差强人意 简直愧对于初代职业之名 就在这时一道挺拔身影 突然从远处走来 江孝 不好意思 我有事耽搁 来晚了一步 江庆之朝来人招了招手 顾凡 这边起 骆不凡 南广市骆家长子 骆清雪的大哥 骆不凡走至近前 与旁边几名校长也打了声招呼 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坐下 江庆之给骆不凡到了杯茶 顾凡 清雪已经转值为 稀有职业冰霜法师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骆不凡摆了白手 有江孝在 我哪还有不放心的 主要是我今天刚回南广市 顺道过来看看 像骆不凡这样的大家族 核心成员 平时都是日理万机 几乎无瑕顾家 江庆之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以清雪的资质 入读高等学府 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冲一冲 最好能考进上京学府 我们家也是这个想法 只不过我听说清雪与贵孝 一个名叫顾慈的学生关系微妙 就怕他因此分心耽误了大考 骆不凡说着眉头微微皱起 他敏锐地发现 当他说出顾慈这个名字的时候 周围几名校长 下意识地转头看了过来 江校 骆公子所说的那个顾慈 该不会就是你们 义中那位恶魔系初代职业吧 一名校长在旁边问道 恶魔系 职业者体系中哪来的恶魔系 骆不凡下意识问道 顾凡 你刚回南广 有所不知 将近之战略性地喝了口茶水 脑海中飞快地组织措辞 昨天转职大会上 我们义中出现了全新的体系 经过职业者管理协会鉴定 将这个新体系命名为恶魔系 而顾慈 就是那个学生 什么 那个小子开创了职业者的新体系 恶魔系 名字这么拉方 想必绝对弱不了 这么看来 那顾慈倒也勉强配得上我家清雪 骆不凡微微惊诧 心中对于顾慈的偏见顿时一扫而空 骆公子此言差矣 冯建平不以为然 站起身子说道 职业者从来都是以实力论高低 什么时候只听一个名称 就可以断定强弱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太乐观 骆不凡神情微变 心情冷静了几分 冯孝说的也对 新的体系只不过是以前没见过 但并不代表就是最强的 我看今后不能让这小子 与我家清雪走得太紧 骆清雪可是南广洛家的掌上明珠 骆不凡身为大哥 可没少为骆清雪感情上的事操心 这一点我不赞同 我可是听说 顾慈那个孩子转职的 可是恶魔系的初代职业 初代职业 在座的各位应该知道是什么分量吧 一名校长开口 他主要是反驳朱建平的观点 并不在意顾慈与骆清雪的纠纷 初代职业 骆不凡眉头一条 显然是大吃一惊 他出身于大家族 自然知晓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既然能转职成为初代职业 想必那顾慈也是人中龙凤 这种天纵之姿如果能做我妹子 那我骆不凡也勉强认可 骆不凡堂而皇之地说着 脸色没有丝毫尴尬 江庆之神情古怪的看了骆不凡一眼 心中一阵思寸 骆清雪的这个哥哥 是不是杀怪杀的脑袖斗 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听到骆不凡对初代职业的感应 朱建平又站出来 初代职业代表的什么自然不必多说 但是我得到消息 职业者管理协会那边 对顾慈这个初代职业的评价 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骆不凡听吧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有史以来评价最低 南广洛家也是世家大族最重生命 既然如此 我是断不会同意 顾慈与我妹妹继续发展下去 他话音落下 周围几名校长进阶神色复杂的看了过来 骆公子 你这么反复横跳 脸都不会红吗 而这时的新手副本里 三级魔怪血爪豺狼的栖息地上失衡便宜 伴随着最后一头血爪豺狼被巨魔仆从击杀 我脚下一阵金光绽放 又升级了 进入副本还不超过一个小时 已经升到了四级 我目光看向前方的荒野腹地 十四头巨魔仆丛嘶吼着冲杀而去 荒野腹地之中游荡着大量低级魔怪 从四级到六级不等 虽然难度有所增加 不过这在巨魔仆丛高达235点的力量 与体质面前完全没有任何挑战性 即便是六级魔怪 在巨魔仆丛的力爪与獠牙之下 最多也只能支撑三秒 尤其是巨魔仆丛还可以从魔怪尸体中 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化 杀怪效率每时每刻都在缓慢地提升 十四头巨魔仆丛分散在我的四周 如同杀戮机器般不知疲倦的疯狂收割 任何出现在视线范围内的魔怪 都逃不过这小屠杀 半个小时后 我升到了五级 生命也堆到了九千点 我用六十点精神转化出了两头巨魔仆丛 此时身边已经有了十六头巨魔仆丛 在我的刻意控制之下 巨魔仆丛的力量与体质的平均值 已经达到了330 现在的巨魔仆丛 即便面对七级魔怪 也能在两秒之内解决战斗 十六头巨魔仆丛毫不留情的大杀特杀 经验也随之水涨船高 进入密林之后 魔怪的密度明显提高 密林中复杂的地形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职业者与魔怪的行动 但这对巨魔仆丛 330点的平均体质来说 简直如履平地 毕头头魁梧壮士的高大身影 在密林深处横冲直撞 他们化身最凶猛的林间狩猎者 不知疲倦地收割着魔怪的生命 推平密林之后 我率领巨魔来到了一处山谷边缘 看了看自己的经验值 已经升到七级 生命也堆到了16600点 巨魔仆丛也随之得到提升 如今我身边的巨魔数量 已经扩增到了20头 击杀的魔怪越来越多 巨魔仆丛吸收了更多的死亡之力 实力越发强大 我跳往前方 接下来的这座山谷 就是新手副本的最后一张地图 然而伴随着我踏入山 一头八级魔怪铁爪屋 就从某个不知名的山洞中跳出 这是一种因为翅膀退化 而无法飞行的鸟类魔怪 当他发现外敌入侵之后 力笑一声 猛地冲着队伍最前面的那头巨魔扑杀而去 巨魔扑从就像是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 当那头铁爪屋就扑置进前时 他毫不留情地连续挥动力者 仅仅一秒就将这头八级魔怪当场击杀 吸收了铁爪屋就尸体的死亡之力后 巨魔扑从迅速寻找下一个目标 他们肆无忌惮地冲进山 星红的双眼无比冰冷地审视着周围的一草荫 一旦发现目标上去就是免杀 没有任何例外 幸好这群铁爪屋旧的翅膀退化无法飞行 否则绝对不会这么顺利 我看着十八头巨魔扑从宛如砍瓜切菜一样 对铁爪屋旧发起屠杀 也不冥想了 反正冥想对于精神的恢复也比不上升级来的款 我打开经验面板 击杀一只铁爪屋就只能带来0.12%的经验增长 按照这个数据来估算 大概还要在这片山谷中停留40分钟才能升到8级 8级之后 新手副本的boss就会出现 等击杀了boss 就可以出成击杀野外的魔怪 由于人为因素 新手副本里的魔怪被击杀之后只能提供经验值 并不会爆装备与道具 但是野外不同 在野外击杀魔怪就有几率爆出装备与道具 很多神级装备 珍贵材料或者技能卷轴都是从野怪身上爆出来 进副本三个多小时就已经升到了7级 按照这个速度 今天下午我就能升到10级 到了10级就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但是初级技能卷轴是个大问题 职业者的技能学习有三种途径 一是考入学府 无论是初等学府还是高等学府 都开设有职业技能课程 二是使用技能书 可以指定学习本职业的某个技能 三是使用技能卷轴 可以随机学习本职业的某个技能 但是有一定几率学到已经掌握的技能 像我这样的初代职业 在职业者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 所以无论是考入学府 还是使用技能书 都无法学到本职业的技能 因此使用技能卷轴 是我学习新技能的唯一途径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山谷中的铁爪乌就很快就被杀得所剩无几 40分钟后 我脚下一阵金色光芒绽放 顺利升到了八级 此时生命已经堆到了24700点 我身边20头巨魔的力量与体质 已经提升到了535点左右 秉洁与精神则是515点左右 如今恶魔大军已经初步成长起来 别说是在新手副本 就算是在野外近郊都足以横行无击 我消耗了90点精神 继续用铁爪乌就的尸体 转化出两头巨魔蒲丛 新转化出的巨魔蒲丛属性逆天 当初不被管理者协会看好的巨魔蒲丛 如今仅凭力量与体质 就拥有了越级击杀的能力 这还不算后续利用死亡之力强化提升 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呼啸声响 随之一股强大的气息 自高空压迫而下 我仰头看去 只见一头巨大的飞禽魔怪出现在高空中 新手副本的Buff出现 我二话不说 立刻释放了一个最基础的探讨术出去 铁池乌就王 等级8 一众巨魔站在我身边眼头朝天 发出愤怒的咆哮 他们是物理近战单位 根本无法接触到高空中的铁池乌就王 看得见打不到 这就令一众巨魔蒲丛极为恼火 我被一众巨魔拱位在中间 念头一动 手持长枪的那头巨魔蒲丛 立刻做出一个标准的投掷动物 就像是投掷标枪一样 钢铁长枪化作一道黑影 在巨魔蒲丛高达565点的力量之下 铁枪化作一道黑色闪电 瞬间便飞射至铁池乌就王进前 那头乌就王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下意识要挥斥闪躲 一道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响起 铁枪刺在了后转那宽大的翅翼之上 乌就王的身体顿时急速下跌 我的眉头一挑 眼底浮现出一抹惊讶 不愧是铁池乌就王 以巨魔蒲丛高达565点的力量 都无法用铁枪刺穿其事 真是不负铁池之名 看来想要将其从天上打下来的想法 在那一对铁池之下是彻底行不通 瞬间铁池乌就王在空中稳住身形 他立刻切换进攻姿态急速俯虫 目标就是那名投掷铁枪的巨魔蒲丛 铁池乌就王袭来 巨魔蒲丛们不惧反省 一个个魔拳擦掌 星红的瞳孔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当那道急速俯虫的巨影与地面 仅剩十几米距离时 站在最前面的那头巨魔蒲丛双膝弯曲 猛的发力 地面顿时被震出大片珠网一样的细腻裂纹 而那头巨魔蒲丛则如同炮弹一样 向高空弹射而出 铁池乌就王的双爪无间不摧 但是当其抓在巨魔蒲丛那青黑色皮肤上时 却只留下了几道淡淡的白衣 铁池乌就王惊诧地叫了一声 他本想着直接以利爪洞穿巨魔蒲丛的身体 然后再将其撕裂分尸 却没想到那青黑色的身躯竟然如此强悍 脸皮都没破一点 还震得他双爪生疼 他连忙挥动翅膀指住俯虫去世 试图重回高空 然而一道道黑影如炮弹般弹射而起 地面上的巨魔蒲丛们哪会放过这个机会 一转眼就跳到了铁池乌就王巨大的身躯上 他们疯狂地挥动利爪与獵牙 铁池乌就王就被解决 随着新手副本Boss铁池乌就王的生命之归零 我脚下金光绽放又升级了 击杀豹获得的经验直接让我升了一级 不过转念一下也就没有过多惊讶 毕竟在新手副本里击杀魔怪不会掉落装备 因此在击杀副本Boss之后给予大量经验 应该算是一种变相的补偿 副本外早上七点副本正式开启 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 江庆之 冯建平与骆不凡以及一众校长还在副本外 新手副本会持续七天 他们不会一直守在这 按照往年的惯例 校长们会在上午集中处理一些副本工作的手稳 等中午聚餐之后再各自返回学校 此时几位大老爷正在商议着中午去哪里下馆的事 骆不凡没有赶在副本开始之前见到骆清雪 本来已经打算离开 但是一想到几位校长中午的聚餐 就厚着脸皮留了下来 这时副本外的一面信息墙上光芒璀璨 随即一行红色大字出现在了上面 恭喜学生编号12345成功通关新手副本 用时四小时23分 打破历史记录 与此同时新手副本外的入口 网场上响起了与之对应的播报 有学生通关 怎么会这么早 难道是系统出错了 江庆之等人神色一正 连忙小跑前往信息强处 四小时23分通关新手副本 这在职业者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骇人成绩 毕竟连神下帝国最有希望晋升神级法师的月神 当初也是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才成功通关 因此几名校长的第一反应是系统出错 而不是查看通关者信息 与副本系统负责人问询之后 确认成绩无误 江庆之等人满眼震惊地站在了信息墙前面 学生编号12345是谁 学生信息是以编号的形式录入系统 这时候众人眼前一母黑 谁都不清楚这位打破副本记录的学生究竟是谁 那还用说肯定是陆又宁 也只有雷霆法师那种主战杀伐的稀有职业 才能做到这种地位 朱建平身后一名校长神色激动的开口 那可不见得我妹妹转职的冰霜法师 同样为稀有职业 若真要论起来 不见得会差他几分 若不凡对了回去 语气充满不屑 江庆之正在核对着一本学生信息编号册 朱建平站在他身侧 神情名众 随着江庆之的手指从那一串编号上向右平移 落到了一个让他无比熟悉的名字上 是顾瓷 江庆之眼皮一跳 仔细看了一眼学员编号对应的那个名字 脸上浮现出一股难以置信的神色 就在不久前 他还在担心顾瓷能否顺利完成副本 毕竟在众人印象中 恶魔君王这个职业表现得太过拉宽 而如今顾瓷以四小时二十三分的骇人 成绩完成了新手副本的通关 此举无疑是说明了恶魔君王 这个初代职业究竟有多么强大 消化了这份震惊之后 江庆之微不可查地笑了笑 这才是初代职业该有的样子 朱建平内心的震惊丝毫不比江庆之少 自从得知了职业者管理协会 对于这个新职业的评估之后 他就已经将恶魔君王这个新职业彻底忽视 以恶魔君王那么差劲的表现 陆又明的雷霆法师一定能够将其碾压 甚至成为南广式的状元都不无可 但现在冯建平嘴角微微抽动 此刻他才知道 他错了 以顾瓷四小时二十三分完成新手副本首杀的恐怖战则 别说区区一个稀有职业雷霆法师 就算是加上洛青雪的冰霜法师一起 也只能望其向北 他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之中一片复杂 本以为今年二中出了陆又明这个雷霆法师 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可是到头来还是被一中远远甩开 这万年老二的滋味 着实不好受 洛不凡看到顾瓷这个名字 与其他几名校长一样愣了半天 似乎大脑中只剩下了一片空白 两久 洛不凡干咳一声 这个打破记录的学生竟然是顾瓷 朱孝 你怎么看 听到洛不凡发问 朱建平老脸顿时一红 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说道 这么看来 很可能是这个孩子 在职业者管理协会的评估中 隐藏了实意 否则他绝对无法打破副本记录 想来也是 否则以恶魔君王如此害人的成绩 怎么可能会被职业者管理协会 评为有史以来最差的初代之一 另一名校长出言说道 我看未必 还是等顾瓷出来找他问问 江庆之说了一声 将手中那本名册收了起来 一脸期待地看向副本路口处 就算是顾瓷故意隐藏了实力 可职业者管理协会的那帮人 怎么可能会被一级职业者护用 这个逻辑根本讲不通 听到江庆之的话 其余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在这里瞎猜又有什么用 想知道真实原因 等顾瓷从副本出来一问不就清楚了 朱孝 顾瓷也是一中的学生 现在他完成了新手副本的首杀 那么说好的初级技能卷种 我明明转职成为了初代恶魔君王 却被同学们嘲笑我会被恶魔反噬 只因我天生贫血 想要加点技能力量 就要给恶魔献祭鲜血 而他们并不知道 我只要每击杀一个单位 就可以永久增加血量 于是我提了一壶开水 跑到蚂蚁窝前 然后我便开始献祭鲜血 提升技能力量 见此身为四大校花之手的洛青雪 也主动邀请我组队进入新手副本 我直接摇头拒绝 因为我此事已经通关 想要获得更多的经验 就要去野外练剂 我转身走至城门前 而我身上穿着的校服 将身份暴露无遗 这明显是一个刚转直的高三学生 守城的年轻卫兵 见到我这个学生打算出城 正要上前阻拦 却被陈卫队长挡了下来 队长 你拦我做什么 那小子明显是个想混出城的学生 陈卫队长一巴掌 拍在年轻卫兵的后脑勺上 学生怎么了 人家就算是个学生也已经九级了 你连初等学府都没考上 参军这么久了才升到八级 有什么资格去拦别人 我现在并不能隐藏自身信息 那年轻卫兵仔细一看 像是大白天见了鬼一样难以置信 不可能 今天才是副本开启的第一天 怎么会有学生升到九级了 这还是人吗 另外几名年轻卫兵闻言 扭头向我看了过去 眼神之中满是艳羡 此时成为队长好心叮嘱 这位同学 野外的魔怪比新手副本的更加狡诈残茫 战斗中要时刻留意周边情况 千万不要分心大意 我只好微笑着点了点头 穿过彩色光幕来到野外 原本阳光明媚的天空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目光所及尽是黑灰色的宝物 这就是野外 感觉比课本上讲的还要恶劣一些 而这里的魔怪就更加狡诈且强大 不仅要在战斗中小心谨慎 还要提防四周黑雾中随时可能出现的细杀 因此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召唤出一头恶魔仆从在前面带路向着野外行进 不多时远处传来低沉的嘶吼 我目光透过黑雾 依稀能看到一名职业者正在与魔怪搏杀的身影 走了不到五百米 开始有魔怪出没 我看着前方五米左右游荡着的一只人形魔怪 面头一动 下一秒恶魔仆从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而我也上前几 看到了那只魔怪的信息 这是一头身躯大片腐烂的十级丧尸 面对这种魔怪 一般职业者如非有十足的把握 轻易不会开战 但这份顾虑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 在恶魔仆从高达五百六十五点的力量面前 十级的腐毒丧尸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恶魔仆从一个冲刺便出现在了那只腐毒丧尸面前 不到两秒 战斗结束 击杀十级腐毒丧尸 经验加三百 杀了一只腐毒丧尸 我对于十级野怪的强度也有了了解 心念一动 二十四头恶魔仆从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这些恶魔仆从以我为中心向四周发散 开始主动寻找魔怪 由于黑雾的存在 野外能见度非常低 一转眼的功夫 二十四头巨魔仆从全部消失在了黑雾之中 这一刻新的问题暴露出来 事业受阻我对于巨魔仆从的掌控马上就弱了下 黑雾弥漫之中 连我也不清楚巨魔仆从距离自己多远 只能模糊地感应一个大概方向 这种失去掌控的感觉令我眉头微微皱起 黑雾还真是一个棘手的东西 随着几道提示跳了出来 我扫了一眼并没有让巨魔仆从失去物品 这种十几野怪掉落的材料一般都是烂大街的白色材料 如果不是数量特别大的话 也卖不出什么好价格 而这些大块头只穿着一件兽皮衣 如果拾取了物品势必会影响杀怪素 不多时提示出现的频率开始加快 一条条消息飞速滚动 目前的速度推算了一下 估计再过一小时就能升到十几了 看来野外的魔怪密度远超新手富贵 否则我的经验不可能提升的这么快 我心中一阵庆幸 这野外对别人来说是危机四伏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炼其胜利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七天之内应该可以升到十五级 上经学府我来定义 就在我的警惕稍微松懈时 突然闻到一股恶臭从旁袭来 我心下一领连忙看去 只见一只斧毒丧尸 不知何时从他左后方偷袭而来 那丧尸速度极快 只一转眼的功夫就跑到了我身边 一瞬间斧臭为扑面而来 一只斑驳肮脏的手掌出现在我的事情 就在我即将被那只丧尸抓到的前一秒 毫不犹豫地释放了目前所掌握的唯一的伤害技能 虚空诅咒标记144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对目标造成15点诅咒伤害 瞬息之间 我的生命值掉了200点 而那只斧毒丧尸急速袭来的身形突然一致 紧接着就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量静止摔倒 秒杀十级魔怪 现在所有的恶魔仆从全都散落在四周的黑雾中杀怪 我敢孤身一人行走在黑雾笼罩且危机四伏的野外 靠的就是两点 血够厚 技能够强 经过了七次强化与九次升级 在我如今高达25800的生命面前 虚空诅咒的最大伤害直接突破了30万 别说区区一只十级魔怪 就算是三十级的魔怪出现 也绝对是一击必杀 绕过掉落在脚下的那块腐肉 我一脸戒备的继续向前走去 虽然无法精确感知恶魔的活动 但是我可以发送指令 让恶魔仆从们跟随自己所走的方向不断行进 一小时候周围一公里范围的魔怪几乎都被清空 我脚下也随之绽放出清光 随后我查看面板心中一阵感叹 天赋与被动终于升级了 恶魔血沫等级2 燃烧生命以强化技能效果 不过不难猜出应该是燃烧生命之后 对技能的强化效果提升 至于具体提升多少 还需要实际验证 再看向被动技能 生命抽取等级2 每击杀一个单位可抽取对方15点永久生命值 接着我看向主动技能 虚空诅咒的范围更广 伤害更高 患伤比例达到了1比16 倒是恶魔契约出现的变化 令我眼前陡然一亮 恶魔契约等级时 将一个死亡单位转化为恶魔战士 恶魔战士可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化 我立刻发动技能 精神力瞬间掉了55点 草地上已经死亡的丧尸尸体 突然被黑色能量紧包 下一秒一头体破雄壮 身高接近3米的恶魔战士破点而出 恶魔仆从的资质提升 进化为了巨魔战士 就在这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从前方传来 我凝神看去 只见黑雾之中 一只比辅毒丧尸更加高大的人形魔怪 正向这边跑来 我立刻扔了个最简单的探测树上去 沉沦女妖 15级 精英怪 生命只剩163 一只精英魔怪 还是残血的 我双眼顿时一亮 精英怪比普通的魔怪更加强大 击杀后有很大几率爆出强力装备 向来都被称作小猫子 野外茫茫 遇到残血的魔怪并不稀奇 但是遇到残血的精英怪 这运气就好得过分 这只精英怪的敏捷属性并不低 想来是被其他职业者杀成残血 趁机闯入黑雾逃到了这里 我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管他是谁的怪 现在竟然送上门来 哪有不杀的道理 恶魔战士会议 从身后的被篓中拿出一杆长毛 舞动起两米多的长毛冲上前去 刺上而下 奋力刺出 精当打造的矛头瞬间洞穿了那只只剩下一百多点生命值的沉沦女妖 将其直挺挺地扎在地上 毫无悬念地秒杀 击杀15级沉沦女妖 精英怪 经验加4800 掉落物品 金色沉沦之宫 击杀一只斧毒丧尸的经验值是300 而击杀沉沦女妖 精英的经验值则是4800 直接暴涨16倍 若是能一直蹦出精英怪 那我应该明天就能升到15级 可惜精英怪极为罕见 课本上有过讲解 在野外地带 平均每3000只普通魔怪之中 才会出现一只精英怪 若是精英怪随处可见 我也不用深入黑雾 去寻找魔怪秘籍区 我低头看向地上那个 露刻着金色纹路的黑木长弓 眼眸不由的一亮 金色武器装备 虽然我只是一名新晋职业者 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学校学习 心中十分清楚 金色装备是多么的珍贵罕见 看来自己的运气 真是好到爆肠 正要捡起长弓查看属性 一道散发着强烈含义的 兵剑破空而来 这种情况都不需要我发出命令 恶魔战士本能地刺出长矛 直接点向那只急事而来的兵剑 兵剑破碎 恶魔战士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 手持长矛 一双腥红的瞳孔死死盯着前方 这时两道人影两前一后 从黑雾中走出来 我看了一眼通过衣着 就能判断出对方的职业 走在前面的是一名战士 后面那个则是法师 那名战士手持长剑 怒气冲冲地走上前来 小子 我们打了半个小时 才将这头精英怪打成残血 居然被你给截火了 当他看到我身边那头 身高三米恐无有力的恶魔战士后 脸上迅速浮现出一抹戒备之色 立刻与我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 年轻人虽说野外的魔怪是无主 但是你抢了这只 被我们打成残血的精英怪 这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那名法师装扮的青年男子 站在对面说道 我目光瞥向那两人 就像是在看两个傻 不合适 那什么才合适 幸亏他能瞬间反杀那只精英怪 若是换成其他十级职业者 恐怕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杀死 不能杀怪 只能被杀 这才叫合适吗 野怪本就是无主 你们没本事盯紧自己的怪 反倒来我这里找茬 我脸色异了 说话之间已经将散落在野外的 那二十四头巨魔仆从 收入了恶魔空间 若是这两人继续不识好歹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那个战士怒喝一声 直接提剑瞪着我 你抢怪还要理了是吧 当我这个战士是吃干饭的 我看你才十级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们俩已经二十级了 抢怪的是本就是你的不对 所以地上这几样物品都归我 你再赔偿我们五十万 今天我可以饶你一命 那名法师手中拿着一本深蓝色的魔法书 语气中的威胁不言而喻 职业者的世界里 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更何况这里是野外 杀人越货的绝佳场所 旁边的战士听了 脸色一喜 连连点头 他一过来就注意到了地上 那把散发着淡金色光辉的长弓 明显是一件金色武器装备 若是挂到交易系统上 绝对是一百万钱 所以这件装备一定要拿下 而那赔偿的五十万也要拿下 我听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眼底却闪过一抹不屑 击杀精英怪算是捡了个便宜 而金色长弓又不符合我的执意 让出去也就让了 他没有意见 但赔偿五十万是什么鬼 饶自己一命又是什么鬼 是我恶魔君王拿不动到了 还是你们战士 法师开始挑了 一时间双方陷入僵持 就在我打算照出全部巨魔服从率先下手之时 前方的黑雾中再度走出两道人影 这里是什么情况 找到那只精英怪了吗 一道明媚的轻音传了过来 我抬起目光神情不由的微微一致 只见一位身材妖娃的游物 嵌影穿过黑雾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这是一位身穿精良皮甲的职业者美女 另外两个战士与法师被这么突然一刺激 眼底满是火热抑制不住的丑派难堪 你是谁 是你杀了我们的精英怪 美女游物看到我脚下零零散散的掉落物品 两道柳叶弯眉顿时微微促起 在他身后跟着一名眼神凌厉身悲俱见的青年男子 重剑士 是战士职业下的细分职业 以牺牲速度与灵巧来换取高额的伤害 不错 他先袭杀我 我便杀了他 美女游物听罢低下头皱眉思索 他身边那名重剑士则是面无表情 一语不乏 那名战士此时反应了过来 淼淼小姐 不管怎么说 是这小子抢了我们的精英怪 今天他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那可是我们打了半个多小时 才将那只精英怪打成残血 结果却被人截胡 若是今天不让他付出代价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苏淼淼并未认真听那几人的话 他一双美眸落在地上 那把镌刻着金色纹路的黑木长弓之上 沉沦之弓还是金色品质的 这件武器终于爆出来了 他美眸泛起一阵意外 俏脸之上是毫不掩饰的喜色 为了得到这把沉沦之弓 他已经在野外刷了两天了 然后他主动提出和解 似乎有了这把金色长弓 精英怪被抢去也无所谓 精英怪的经验你已经拿到手 那么这把沉沦之弓和地上的物品就归我 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 没有理会地上那几样物品 转身向黑雾深处走去 突然那名法师脸色一沉 直接释放了一记兵剑术射向我的后背 刚才他已经说了要让我赔偿五十万 若是把人放走了 那岂不是到手的鸭子飞了 巨魔战士一拳将那击射而来的兵剑打成粉碎 瞪着那名法师低沉咆哮 我转身眼中一片冷练 如果换作另一个十级的新晋职业者 一定会被那兵剑术打中 不死也要受伤 我看向那名法师 话语之中毫不客气 你在找死吗 那名法师神色之中满是玩味 就凭你一个十级的小杂碎也敢说这种话 可笑 仿佛我在他眼中只是一个随手就能碾死的小蚂蚁一样 他掌心流淌着魔法之光 瞬间便形成了一支全新的兵剑 箭头直指不辞 拿出五十万座补偿 否则这野外就是你的坟地 这时苏淼淼突然开口说道 那头精英怪不用在意 现在金色品质的沉沦之功已经到手 我要你们立刻护送我赶回城市 法师怒喝瞪了一眼我 闭脸不悦地转身离开 旁边那个战士虽然没有说话 显然他只是暂时不动手 但这件事并不会轻易了解 我没有在意这些 若是有人执意送死 不介意送对方一程 只有我知道苏淼淼为那个法师争取到了一切生机 若不是他出言止歌 那个法师此时已经死在了巨魔战士的长矛之下 我转身带着巨魔战士向黑雾深处走去 提示接连滚动 经验值迅速增长 30头巨魔战士在黑雾中开始疯狂杀戮 之前与那两名战士法师对抗时 我已经将全部巨魔仆丛收入了恶魔空间 随时准备着将那两人杀死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当我将一众巨魔从恶魔空间照出时 之前那24头巨魔仆丛竟然晋升了 从恶魔仆丛晋升成了恶魔战士 所以我如今他挥下是整整30头恶魔战士 以恶魔战士超高的属性 面对这些10级的野外魔怪 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到一击毙命 只一个照面就将魔怪击杀 虽然杀怪效率大大提升 但是10级之后升级所需的经验也大大提升 因此我的升级速度不仅没有变快 反而比之前还慢了一大截 粗略算了一下 现在至少要杀三个小时才能升一击 巨魔战士本能式的找怪 像是不知疲倦的杀戮机器 死亡汲取这个技能虽然只是一击 但是巨魔们每杀一只魔怪 都能通过吸收死亡之力强化自身 不仅得到全属性加五的增长 自身状态也有所恢复 因此我直接当起了甩手掌柜 坐在一棵大树的树叉上 吃起了随身携带的干粮 我最开始想的是把巨魔战士们留在野外杀馆 自己回城休息 但是发现不论走到哪里 巨魔战士始终都只在附近一千米的范围之内活动 仿佛是有一道无形的界限在限制着他们的活动范围 所以只能放弃了独自回城的想法 填饱肚子后我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值 已经10级了 其他职业这时候已经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看来得想办法买一张初级技能卷轴才行 虽然目前所掌握的两个技能已经够用 但身为职业者谁不想拥有更多的技能 技能书和技能卷轴都可以为职业者提供技能学习的机会 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技能书可以指定学习某个技能 但是技能卷轴则是随机学习某个技能 甚至使用技能卷轴学到已经掌握的技能也大有能在 一本初级技能书价值50万 而一张初级技能卷轴则价值10万 如果使用初级技能卷轴学到了已经掌握的技能 那10万块就直接打水漂了 这时我感到经验增长的速度相比刚才已经慢了很多 说明附近一公里范围内的野怪已经被杀得寥寥无几 如果还停留在这里 升级速度将会大打折扣 我看了一眼指南针 确认方向之后正要跳下树茶 一阵急促而稀疏的脚步声突然传来 寻声看去只见一个背垮长弓 身穿皮甲的娇妹茜影冲破黑雾 正向着这边急速跑来 虽然只是随意看了一眼 但我还是认出了那个性感游物的身份 除了之前遇到的苏苗苗 应该再也没有哪个女子能与之相短 只是她不是回城了吗 怎么又出现在了这里 我没有出生 现在连等级都没刷上去 不想招惹平白无故的麻烦 可是苏苗苗仿佛是专程来找我们 那道黑色茜影静直向这边跑来 一转眼就已经站在了我所在的这棵树下 你有回城卷轴吗 借我一个 回城卷轴那可是价值一百万的一次性消耗命 有了回城卷轴在遇到毁灭性危机的时候 就可以将自己传送回城市 带着这东西关键时刻可以抵一条命 我只是一个穷学生 生活费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哪里买得起回城卷轴这种东西 我坐在树上向下看了一眼 没有 苏苗苗却是根本不信这束说辞 在她看来我不是没有回城卷轴 而是不想给她 回城卷轴可是野外行走的必须品 你怎么会没有 我不白拿 你开个价吧 不管多少都行 我必须马上回城 她语气中透出一股强烈的急切与忧虑 既然回城卷轴是野外行走的必须品 那你怎么会没有 我毫不客气的冷言相机 不禁瞥了一眼下方的女人 果然是凶大无脑 苏苗苗翘脸浮现出几分恼怒 我把回城卷轴给了别人 否则我怎么会没有 你快点打开回城卷轴带我一起走 否则被那两个败类追上来我们都得死 他们可是真的会杀人 我收起指南针从树叉上跳下来 我真的没有回城卷轴让你失望了 随后不再理会苏苗苗 独自往黑雾深处走去 苏苗苗神情一致 不敢相信我竟然会这么绝起 从小到大 所有围在她身边的异性 无疑不是对她关爱有加 但是眼前这小子 怎么会对自己如此大伦 虽然她从不以美貌自觉 但此时此刻 我的行为不禁让她产生了自我怀疑 苏苗苗摇了摇头 清空了脑海中冒出的 这些不合时宜的想法 就在刚才她出高架雇佣的战士 与法师背叛了她 那两人不仅要抢夺她身上 这件金色长弓 还试图对她做那种龌龊的事情 幸好关键时刻 重剑士挺身而出拼死抵抗 这才为她换来了逃跑的机会 想到这里苏苗苗一双美眸微微发红 她还记得最后时刻 那名重剑士脸色苍白地 倒在血泊中的肠子 如果不是那两个败类急着追杀自己 恐怕那名重剑士已经死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虽然伤得很重 但我已经把仅剩的一张 回成卷轴给了她 如果她能够顺利回成 应该就能得到治疗 苏苗苗又看向前方 我那不紧不慢的步伐 翘脸顿时浮现出一抹气脑 后面那两个败类马上就要追来 这小子居然还是一副 漫不经心的姿态 这不是找死吗 他连忙追上去催促的 追杀我的那两人马上就来了 你赶快逃 我头也不回漫不经心的说道 你也说了是追杀你的 我逃什么 他们若是敢对我动手 今天就是他们的死期 我语气平淡至极 苏苗苗神情一致 大为恼火 区区一个十级的新晋职业者 就敢如此嚣张 你到底知不知道 二十级的战士与法师 联合起来有多可怕 就在这时稀疏的脚步声 从后方传来 苏苗苗回头看去 翘脸顿时白了几分 我也听到了身后的动静 转过身来眼神一片平静 与此同时散落在周围的 三十头巨魔战士请客间 被收入恶魔空间 随时准备降临 对面黑雾中走出 两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之前遇到的 那名战士与法师 苏苗苗翘脸 阴沉正要说话 紧接着黑雾中 又走出了第三个身影 苏苗苗娇躊猛的一颤 美眸中满是不可知情 你骗我 他看着从黑雾中走出的 那名重剑士心中一阵复杂 神色之中既恼怒又悔恨 重剑士的眼神冰冷残酷 就像是一头冷血的毒蛇 如果不这样 你又怎么会交出回城眷主 苏苗苗气得破口大骂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前往野外 为了稳妥起见 他才高价雇佣了这三个职业者 却没想到这三人 竟然对他起了歪心思 为了防止他使用回城眷主 竟然和起火来演他 苏苗苗悄悄悄扯了一下我的依据 我真没有回城眷主 我看了苏苗苗一眼眼中 闪过一抹不耐烦 早都说了没有你还要问几点 别人说假话也你你就信 这边说的真话就不信 苏苗苗看向我神情一致 对这位大小姐而言 他很难理解我没有随身携带回城眷主 是因为付不起那一百万的飞鱼 不过他已经确认了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随即那张俏脸又苍白了几分 他没再多说将背上的沉沦之功拿在手里 眼神之中满是戒备之色 既然你没有回城眷主 那就赶紧逃 苏苗苗玉手搭在弓弦之上 精纯的黑暗元素凝聚成一道若隐若现的黑色剑影 突然一道充满不屑的冷喝声响起 黑雾中的那三道人影迅速上前 现在才想逃 晚了 与此同时另外的法师与重剑士也迅速站定 三人的站位呈现一个三角形 将我与苏苗苗包围起来 话音落下那三人的包围圈开始收缩 我说过 你们要是敢对我动手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我的神情无比平静 苏苗苗听罢一脸无奈 神色复杂地看向我 你一个十级的职业主 哪来的勇气敢对抗三个二十级职业主 还今天就是他们的死期 我看今天是你的死期还差不多 苏苗苗很想责怪这小子 但仔细一想若不是他太自以为是 又怎么会害得对方陷入这个绝境 现在他们俩已经被对方三人包围 彻底封住了去路 眼下的情况只能在这里做拼死一搏 虽然他是稀有职业暗夜游侠 但毕竟只有十三级 就算加上我这个十级的小弟 也没有任何逆风翻盘的可 等下我会使用技能来牵制他们 如果你能找到逃命的机会 千万不要有任何犹豫 这次你若能逃过这一劫 以后遇事一定要沉着冷静 千万不要再像今天这样冲动鲁莽 想不到我苏苗苗竟然会被这三个败类逼入绝境 真是耻辱 苏苗苗语气中满是不甘 美眸之中更是一阵气氛 我看着那三人脸上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 三个二十级的职业者而已 你至于这样吗 此时对方三个职业者的包围圈已经彻底收缩好 那三人都带着冰冷的杀鸡看向苏苗苗 至于我则是直接被无视了 他们都是二十级职业者 随便一人都有秒杀十级职业者的能力 所以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其中那个法师转过身来 一脸冷笑地看着我 小子 你抢了精英怪本就有错在先 我让你赔偿五十万已经是对你仁慈了 你竟敢与我作对 现在你可曾后悔与我为敌 战士力喝一声 提起大剑迈步走向我 苏苗苗剑撞手中的长弓已经拉成满月 瞬间锁定了那名战士 黑暗元素凝聚成的剑矢 陡然爆发出强烈的魔法波动 黑暗剑矣 一剑射出黑色剑矢 瞬间分裂成六只充满黑暗气息的元素剑矢 一剑化六可造成六倍伤害 六只元素剑矢携带着强大的破坏之力 如同黑色闪电般猛烈迅击 一转眼便来到那名战士面前 与此同时战士身上爆发出一阵灿烂的金光 金光由虚转时 瞬间化作一面半透明的光盾 挡在战士面前 技能发动 勇气之盾 六只元素剑矢竞数打在金色光盾上 战士躲在后面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只是那面光盾上的金色稍显暗淡 战士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轻蔑 二十几打十三几本就占有优势 更何况他是一名战士 正面对抗之下 苏淼淼这个游侠逃不到任何好处 他不断开弓 黑色的元素剑矢如同连珠炮弹射了出去 也幸亏他是稀有职业暗夜游侠 又有金色品质的沉沦之功 这才能将那名战士死死压制 令其无法上前半步 忽然一道冷笑声响起 你们跑不掉了 而法师与重剑矢从另外两个方向逼了上来 看来我白天时候就应该顺手杀了你 免得你在这里爱手爱脚 法师目光冰冷地看向我 苏淼淼听到法师的声音 美眸之中浮现出几分交集 此时他全力示威只能勉强压制那名战士 至于另一边的法师与重剑矢则则无暇顾及 法师冷冷笑道 死到临头了 还有功夫管一个闲人 我告诉你今天你们两人都得死 话音落下他手中的魔法书 陡然传出一股强烈的魔法波动 四周气温骤然降低 一根近乎一米长的银白兵剑从虚空中凝聚出来 我念头一动一头手持长矛的巨魔战士凭空出现 法师不屑地冷哼一声 区区召唤物 我随手可破 一挥手 那根近乎一米长的巨大兵剑闪烁着冰冷寒芒急速射出 这可不是普通的兵剑术 而是二十级才能学的高级兵剑术 就算不能一击毙命 也可以将目标动成冰雕 苏苗苗撬脸一遍 连忙中断技能就要拉着我向旁边躲闪 没了黑暗剑雨的压制 那名战士大喝一声 发动技能冲撞 如同一头发狂的猛兽冲杀而来 另一边的重剑是脚步沉重 黑色重剑在地上拖出一道粗重的凹痕 他双手抓住剑底 猛然挥起那柄巨大的黑色重剑袭杀而来 重剑一字斩 黑色重剑以横扫一切之势 向着苏苗苗与固词二人斩去 苏苗苗心中一惊 退无可退 危急之下 他以自己的身体挡在我面前 试图承受这剂恐怖的斩击 就在这时两头手持锋利长矛的巨魔战士 出现在了苏苗苗身侧另外两个方位 三头巨魔战士就像是三座小山 将我与苏苗苗隔绝在内 危急之下 他以自己的身体挡在固词面前 试图替他承受这剂恐怖的斩击 就在这时 两头手持锋利长矛的巨魔战士 出现在了苏苗苗身侧另外两个方位 三头巨魔战士就像是三座小山 将固词与苏苗苗隔绝在内 兵剑袭来 被巨魔战士一毛击碎 空气中顿时爆出大片冰晶 发动冲撞技能的战士 则是被巨魔战士一拳击飞 摔出了五米之远 重剑式挥出的一字 斩落在巨魔身上 发出金属般的撞击声 强大的反阵力 直接腾得他双手发麻 连那柄黑色巨剑都脱手而飞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巨魔战士瞪着星红的瞳孔 高大魁梧的身躯 守在固词与苏苗苗之前 在黑雾之中极为阴森可步 令人望而生畏 怎么会 法师脸色微白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固词只是一个十级的新晋职业者 按理来说 他的召唤物等级最高也就是十级 绝对不可能超过这个等级 但是 哪个十级召唤物 能够一击打碎二十级的高级兵剑术 战士和重剑士 也是满眼的震惊 他们本以为可以随手秒杀这三头召唤物 谁知竟然会强大如斯 就在这三人满心惊悸之时 一道道黑影出现在黑雾之中 法师发现异常 连忙向天空扔出一个照明术 一个巨大的光球升空 将周围映照得如同白昼 下一秒 包括法师在内 那三人的脸色一片煞白 因为 整整三十头巨魔战士 已经将他们彻底包围 另一边 苏苗苗也惊呆了 他一双美眸圆凳 青眼红唇 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他与那三人一样 从一开始就认为巨魔战士不堪一击 但他却没想到 这些看上去丑陋猙獰的召唤物 竟然会如此强大 一击打碎二十级的高级兵剑术 甚至连重剑士的重剑一字斩 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你管这叫十级召唤物 简直强得离谱 强得离谱也就罢了 怎么数量也多得离谱 看着 突然那一头头 突然出现的巨魔战士 苏淼淼艰难地咽了咽喉咙 沙 故此眼神冰冷 轻轻吐出了一个字 下一秒 巨魔战士盯着那三人 星红的瞳孔胸光大放 法师脸色大变 连忙催动魔法书 第一时间给自己加了一个冰晶护盾 冰晶护盾是冰技法师最常用的防御技能 随着等级越高 冰晶护盾越坚固 防御力也就越强 据说神级冰技法师施展出的冰晶护盾 其防御力相当于一件暗金色品质的防具 几乎就在冰晶护盾刚毅形成的瞬间 一柄急事而来的长矛就刺在了上面 噼里啪啦 让冰技法师引以为傲的冰晶护盾 连一秒都没挡下 瞬间就碎成漫天冰茶 而那长矛微势不减 破了冰晶护盾之后 静止刺向法师的身体 刺了 矛头锋利无匹 瞬间刺穿心脏 给那法师来了个透心凉 扑通 二十级的冰系法师倒在地上 双眼圆瞪 致死都不相信 他会被一头召荒物秒杀 仲剑士看着法师死在眼前 都顾不上去 捡刚才脱手而飞的黑色巨剑 转过身去撒腿就跑 然而他刚跑出两步 一柄长矛急射而去 瞬间就将他后心刺穿 二十级仲剑士 死 法师与仲剑士相继惨死 战士已经吓得亡魂直冒 他不敢逃跑 生怕一转身 就被巨魔战士的长矛刺的对穿 大佬 求你饶我一命 我不是有意要害你 都是他们逼我的 他看向顾瓷的方向 直接跪下磕头 痛哭流涕 大佬 求你放过我 只要你饶我一命 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是你的 话音刚落 一柄长矛飞速袭来 直接刺穿了他的头颅 顾瓷眼神带着几分冰冷 神情略显僵硬 杀了你 你的所有东西也是我的 第0022章第一次都是这样 长叔一口气 顾瓷压下心里的不适 神情中的僵硬 也略微缓糊了几分 第一次杀人 若说没有心理负担 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若不反击 就一定会被人所杀 在生存和死亡之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至于最后那位重见士的求饶 借用穿越前一句耳熟能详的话 原谅他是上帝的事 而顾瓷要做的 就是送他去见上帝 三个二十级职业者 全都死了 苏淼淼一脸震惊地 看着地上的三具尸体 美眸中浮现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从头到尾 顾瓷仅仅只是发出了一道指令 随后就站在原地冷眼旁观 这场差距悬殊的战斗 他赢得也未免太轻松了吧 他下意识又看了一眼 顾瓷的职业信息 恶魔君王 这个职业 以前从没听说过 你是传说职业 苏淼淼小心翼翼问道 不是 苏淼淼点了点头 这次他没有怀疑 毕竟神下帝国 已经几十年没出现过传说职业了 不知道暗地里有没有 至少在明面上没出现过 他理所当然的 将恶魔君王 当作了稀有职业 一念及此 他心中又是一阵失落 大家都是稀有职业 十三级的他 拿着金色品质的沉沦之功 才能勉强压制二十级的战士 而十级的顾瓷 却是轻而易举 就杀了三个二十级职业者 这差距 未免太大了吧 这时 巨魔战士来到顾瓷面前 扔下一地的装备与道具 故此特意让巨魔战士 抱了那三人的储物戒指 这才调出了装备和道具 获得蓝色装备避火长剑 获得蓝色装备避火战靴 获得蓝色装备避火战甲 获得紫色道具回程卷轴 这就是我的回程卷轴 苏淼淼不丁在旁边说道 当时他以为重剑是为了保护他 而身受重伤 所以才将仅剩的这个回程卷轴 交给对方 结果那名重剑士 在面对巨魔战士的时候 连使用回程卷轴的机会 都没有就死了 现在是我的 顾瓷回了一句 毫不客气地将那张卷轴拿在手中 这是他的战利品 断然没有还回去的道理 苏淼淼没有说什么 区区一个回程卷轴 他当然不会在乎 更何况 顾瓷还从那三个败类手中救了他 现在顾瓷将卷轴收下 他心中也没有意义 可是下一秒 顾瓷的举动 就令他有些疑惑了 你有初级技能卷轴吗 我用回程卷轴跟你换 顾瓷将那卷轴递了上来 苏淼淼愣了片刻 若不是看对方一脸认真的模样 他几乎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用一个价值不菲 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回程卷轴 换取廉价的初级技能卷轴 苏淼淼美眸中闪过一抹一色 换倒是可以换 但是 怎么会有这种操作 顾瓷虽然缺钱 但是递上那几件蓝色装备 与其他零零碎碎的材料加在一起 差不多也能卖一百万左右了 回程卷轴的确价值不菲 但是对于眼下来说 它最需要的还是初级技能卷轴 多一个技能 不仅是对生命安全的保障 也是对升级速度的提高 没有理会散落一地的装备与材料 故此从苏淼淼手中 接过了一个物品 初级技能卷轴 介绍随机获得30级以下的 对应职业技能 有可能获得已掌握的技能 从表面来看 这东西与课本上描述的基本一致 他按照老师讲过的方法 释放自己的精神力激活卷轴 下一秒 卷轴表面绽放出宛如水波荡漾般的 暗红色光滑 仿佛火焰与黑暗的交织 萦绕在他的身边 光芒大胜 获得主动技能恶魔契约LV10 面前出现一道提示 身边暗红色的光滑迅速脸去 这么快 学到新技能了吗 苏淼淼在一旁露出好奇之色 快 故此没有在意这个字眼 摇了摇头 一般初次使用技能卷轴 有很大概率会获得以掌握的技能 所以 故此也没有特别失落 没关系 第一次都是这样 你再调整一下状态 再试一次 价值十万块的初级技能卷轴 在苏淼淼看来 像是不要钱一样 他二话不说 又递给了故此一个 故此意外地看了对方一眼 不知道这个女人 随身带着这么多卷轴 是什么打算 暗夜游侠虽然属于稀有职业 但也有对应的技能书 应该不存在 用到大量技能卷轴的情况 疑惑归疑惑 他还是大大方方地 接过了卷轴 平心静气之后 他再次探出精神力 卷轴上突然绽放出 宛如水波荡漾般的 暗红色光滑 火焰与黑暗互相交织 再次萦绕在故此身上 一时间光芒大胜 获得主动技能恶魔契约 LV10 又重复了 故此摇了摇头 周身暗红色的光芒 随之脸去 没关系 再试一次 苏淼淼又递上来一个 初级技能卷轴 非常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嗯 故此也没有客气 再次接过卷轴 以精神力激活 暗红色光芒璀璨 随后大胜 获得被动技能生命抽取 LV2 又重复了 给你 再试一次 故此接过卷轴 获得主动技能 虚空诅咒 LV10 故此一阵无语 他目前总共就掌握了 三个技能 结果使用初级技能卷轴之后 直接把三个技能 全都重复了一遍 这针对性 是不是太强了一点 还不行 来 再试一次 苏淼淼见状 柳眉一条 又递上来了一个 初级技能卷轴 故此也不含糊 接了过来 这一次 他信心满满 连开三个卷轴 将他掌握的三个技能 全都过了一遍 那接下来 轮也该轮到新技能出现了吧 他深吸口气 再次将精神力探出 卷轴激活 光芒璀璀璨 暗红色的光滑 再度如水波般荡漾开来 火焰与黑暗 彼此交融 萦绕在他的身上 这一刻 故此周身光芒大胜 获得主动技能 恶魔契约 LV10 还来 车轮战士吧 故此不禁皱起眉头 这技能卷轴的 开出新技能的概率 真是低到令人发指啊 第0023章精神链接 又重复了 故此吐出一口气 心中一阵郁闷 一连开了五个初级技能卷轴 相当于直接烧了50万 却连新技能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怎能不让人郁闷 再试一试 苏淼淼笑了笑 又拿出一个初级技能卷轴 对着故此颠了颠 故此接了过来 继续以精神力激活 暗红色的光芒再次绽放 获得被动技能 生命抽取 LV2 又是这样 还让不让人学新技能了 再来 苏淼淼二话不说 又递来一个卷轴 获得主动技能 恶魔契约 LV10 获得主动技能 虚空诅 LV10 获得被动技能生命抽取 LV2 又开了四个初级技能卷轴 还是没有学到新技能 故此的脸色都有点黑了 初代职业 不能通过技能书 学习新技能 必须要这么烧钱吗 姐 最后一个 苏淼淼随身只带了十个初级技能卷轴 这是最后一个 如果还学不到新技能 就没办法了 故此点了点头 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 从价值上来看 一个回程卷轴 恰好可以换十个初级技能卷轴 刚刚好 他探出精神力 第十次激活卷轴 暗红色的光芒 如水波一般荡漾开来 火焰与黑暗必须交融 互相萦绕 故此周身开始绽放出璀璨光滑 极尽炽炼 获得被动技能精神链接 LV1 终于成功了 提示出现的那一刻 故此心底升起强烈的激动 虽然只是一个被动技能 但是在经历了九次失败之后 总算成功学到了新技能 精神链接 LV1与你的召唤物 进行精神链接 可获得召唤物所处的环境信息 看过介绍 虽然只是一个被动技能 但也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故此将三十头巨魔战士 向外散开 成米字形 分布在自身一公里范围之内 随着每一头巨魔战士不断走动 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起来 有了精神链接这个技能 再配合他强大的精神力 故此完全可以将 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石井地形 呈现在脑海中 这也就是说 从今以后 他的感知 可以在黑雾中 额外延伸一公里 从之前的两眼一抹黑 到现在清楚地感知 自身一公里范围内的风吹草动 这个技能 无疑是给他带来了 更多的操作空间 以前巨魔战士 一旦深入黑雾 就从他视野中彻底消失了 只能通过恶魔契约的联系 来感应一个模糊的方位 但现在 他可以清楚地知道 每一头巨魔战士在哪里 在做什么 甚至还可以利用巨魔战士 从远处拉管 或者去探测一些未知地带 故此非常满意 在他高达335的精神力之下 30头巨魔战士的视野 再加上精神链接 相当于给他带来了上帝视角 这简直可以称之为神迹 见到顾瓷半天没说话 苏淼淼笑着问道 怎么样 看来这次终于 学到新技能了吧 学到了 顾瓷点了点头 眼中露出几分感激 也多亏了有苏淼淼在 若是换一个人 很大概率不会随身携带 这么多的初级技能卷轴 那就好 看来你的运气还不算太差 说着 他将一枚银闪闪的戒指 交到了顾瓷手上 诺 这枚储物戒指给你 否则那一地的装备和材料 你也没法带回去 顾瓷接过戒指 拿在手上仔细把玩了 这东西 他掩馋好久了 储物戒指对广大职业者来说 几乎是人手一个 武器防具可以不及时换新 项链手镯等饰品 甚至可以没有 但是储物戒指 绝对是必不可少 否则杀怪之后 爆出的那么多材料与装备 该怎么处理 总不能随身提这几个行李 相杀怪吧 因此 储物戒指的价格也不算高 一般白色品质的储物戒指 在十万块以内就可以搞定 储物空间有110个立方 蓝色品质的 至少50万 储物空间有50个立方左右 紫色品质的 则是100万起步 储物空间至少100个立方 故此使用精神力 给这枚储物戒指 打上了他的精神印记 这样别人就无法使用 这枚戒指存取物品 随后他将精神力探入其中 嘶 他震惊了 这个储物空间具体 有多大他不确定 但是绝对比学校的足球场还要大 并且大的不是一星半点 震惊之余 他立刻看向了储物戒指的名字 堕落回想金色 竟然是一枚金色品质的储物戒指 金色品质的储物戒指 你是不是拿错了 故此眼中浮现出一阵意外 这枚戒指挂在交易系统上 绝对价值上百万 苏淼淼就这么送出来了 这是我在堕落密林杀怪时候 爆出来的储物戒指 送你了 苏淼淼笑了笑 美丽之余更显豪横 拿金色装备送人 不得不说 这种灰金如土的阔气 在顾慈心中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顾慈本想推辞的 但是对于苏淼淼这种人来说 送出的东西 是绝对不会收回的 他没再多说 戴上戒指 将那一地的装备与材料 收进储物空间 对了 你怎么会随身携带这么多的技能卷轴 帮人带的 那你全都给我用了 没关系 等回到城市再买就是了 也没多少钱 顾慈不说话了 也许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吧 学校斜对面 有一家牛肉拉面馆 15块一碗的牛肉拉面 他也只是在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才舍得去吃一次 而且 每次吃完之后 还要把汤全部喝完 才舍得放下碗筷 然而 100万巨款 在苏淼淼这位大小姐口中 却只落得个 也没多少钱的惨淡名声 正当顾慈心中感慨唏嘘的时候 苏淼淼接着说道 对了 你实力这么强 等你升级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 什么忙 等你有空了 能不能进一次堕落密林副本 在噩梦难度下 击杀boss堕落猫妖王 有几率掉落金色材料 堕落猫妖王之眼 如果你有幸得到那个金色材料 我愿意出高价收购 高价收购 100万在这位大小姐眼中 都只是洒洒水而已 这个高价究竟能有多高 你说的高价收购 具体是多少 苏淼淼伸出娇柔玉手 五根如青葱般的手指 微微翘起 五百万 也没多高啊 不 是五千万 第0024章回见 苏淼淼爆出价格后 气氛顿时陷入凝滞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应该就是说的这个时候吧 你怎么不说话了 半生 苏淼淼扑闪着大眼睛问道 没什么 突然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事 顾慈说吧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捡来几节干枯的树枝点燃篝火 柔和的火光跳动起来 周围也不再那么黑了 有了精神链接 与散布在外的三十头巨魔战士 别说在野外点燃篝火了 就算是开篝火晚会 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对了 堕落猫妖王之眼的事 你到底帮不帮忙 苏淼淼想到了之前的问题 接着问道 我不打包票 不过 如果我有幸得到了那个材料 一定会把它留给你 13集的堕落密林副本 限制门槛是10集 顾磁现在就能进去了 副本的难度比野外更高 但是杀怪所获得的经验也更多 所以 就算苏淼淼不提多 落猫妖王之眼的事 顾磁也早有打算 前往堕落密林副本走一趟 原因无他 夜晚降临之后 野外魔怪的刷新时间太长了 比白天降低了好几倍 巨魔战士放出去接近一个小时了 他的经验只增长了一趴 这个升级效率 已经突破了历史新低了 所以他决定 野怪和副本 哪个都不能落下 两个都要抓 两个都要杀 听到顾磁的话 苏淼淼的一双大眼睛 顿时笑成了月牙状 那就一言为定了 你这么厉害 一定比别人更有几率 获得堕落猫妖王之眼 苏淼淼在火堆前 抱着膝盖坐了下来 却丝毫没注意到 这个姿势与低度 又令他胸前露出大片春光 顾磁的目光 差点又掉进 那道幽深的沟壑之中 他面不改色地坐下 与苏淼淼之间 隔着一个火堆 苏淼淼神色诧异地 看了顾磁一眼 不知道顾磁 为什么要坐到对面去 他也没有问 可能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习惯吧 他看向顾磁 透着篝火的映照 打亮着那个 五官轮廓分明的 俊美面旁 冰山美南 一个突兀的词语 出现在苏淼淼的心中 虽然顾磁从 言谈举止上 并没有透出冷漠之态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总能感觉到 顾磁身上 散发着一股 巨人千里的冷漠 他很确信 这并不是庄的 而是一种 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清浪 看了一会儿 他的目光 又落在顾磁身上 那件略显老旧的校服之上 这是一件高中校服 左边胸口的校灰上 还印着南广 第一高级中学的字样 这说明顾磁是个高中生 还没毕业 你打算考拿所高等学府 苏淼淼饶有兴致地问道 上京学府 顾磁直接开口 嗯 虽然上京学府 是帝国 入学难度最大的高等学府 但是我觉得 这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问题 苏淼淼的话 还是有些保守了 其实他可以更自信一点 把应该二字去掉 以顾磁的升级速度 若是连他都考不进上京学府 那上京学府 今年就不用招生了 你对放逐之路了解吗 在上京学府内 这是一条被无数天之骄子 苦苦追逐的试炼之路 苏淼淼美眸微微眯起 校音音说道 每一位上京学府的学员 都无比可求 能够踏入放逐之路 只有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才能将自身潜力最大化的发掘出来 放逐之路 是成为至强者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 如果你能进入上京学府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争取到踏入放逐之路的资格 也许是出于无聊 苏淼淼兴致勃勃勃地 和顾磁讲了起来 顾磁对于上京学府 并不是很了解 索性就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时不时也会问上 一两句心中的不解 以前顾磁想去上京学府 只是因为姐姐顾念 考入了上京学府 其他信息 她知道的并不多 但现在 经过了苏淼淼的讲解 她对于上京学府 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讲了大概能有十几分钟 苏淼淼似乎是休息够了 从篝火前缓缓站起身子 她粉拳紧钻 毫无形象地伸了个懒腰 挺翘浑渊的傲人曲线 在火光的映衬下 净显妩媚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嗯 回见 顾磁点了点头 丝毫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坐在地上 开始以冥想来恢复精神力 苏淼淼翘脸微正 表情之中浮现出几分恶然 回见 本小姐天生丽质 现在要一个人从野外回城 你就仅仅只是 一个回见 这要是换成其他男人 早就争着抢着 要当护花使者了 这种木头 还真是少见 苏淼淼气地笑了 没再说什么 转身便消失在了黑雾之中 以他暗夜游侠的职业 再加上一个回城卷轴 就算遇到危险 也有自保之力 六个小时后 顾磁结束冥想状态 旁边的篝火 已经熄灭多时了 深夜已至 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黑暗 几乎可以说是 伸手不见五指 顾磁下意识 看向经验面板 经过了六个小时 他也只是 长了三趴的经验 由此可见 夜晚的野怪刷新频率 是何等的缓慢了 唯一的收获 也就是 他的精神从五点恢复到了172点 现在每次使用 恶魔契约的精神消耗 已经高达55点 于是顾磁又用旁边 那三具尸体 转化出了三头巨魔战士 精神从172 又掉到了7点 33头巨魔战士 在四周的黑雾中行走 在精神链接的被动能力之下 每一头巨魔战士 都变成了他的眼睛和耳朵 一公里之内 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的掌控 站起身 顾磁在指南针河地图上 看了一会儿 开始往堕落密林副本的方向行进 击杀11级辅毒丧尸 经验加300 击杀12级恐怖丧尸 经验加350 掉落物品 辅毒指认白色 提示断断续续的出现 经验值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归宿 缓慢增长着 顾磁脱去校服 穿了一件精神加15的智慧长袍 随后起身 开始往堕落密林副本的方向前进 他计划着等抵达堕落密林附近的时候 最起码也应该升到11级了 然而他却草率了 越靠近副本 人越来越多 野怪的数量反而更加少了 当他来到堕落密林副本之外时 还是没有升级 等级1093.57% 第0025章完美通关的条件 堕落密林副本 入口广场处 虽然已经到了凌晨 但近百名职业者 三五成群地聚在这里 正在发布着一条又一条组队通告 来来来 下副本了 普通级 这边还缺个法师 素来 本人15级顿战 打普通级副本 哪个队长带一带 噩梦级 缺战士与坦克 16级以下误扰 有肉有伤害 缺一个辅助 通关噩梦级 马上发车 再往里走 广场中心是人流密集处 好几名职业者 已经摆开了地摊 各式各样的武器防具 与任务材料多不胜数 故此随意扫了几眼 发现这里的价格比之业者管理协会交易系统上的价格 普遍贵了30%左右 他略微异想 也明白了其中缘由 毕竟堕落密林在野外深处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想在这里买装备材料的人 肯定都是急需 所以 只能任由卖家做得起价 穿过人群 故此来到副本入口处 开始查看副本详情 堕落密林副本的难度 分为两个T级 普通级与噩梦级 故此确认了好几遍 也没有发现深渊级的选项 这不由得让他心中一阵疑惑 他十分清楚地记得 副本的难易程度 可分为三个T级 分别是普通级 噩梦级 和深渊级 但是 为什么这堕落密林副本 没有深渊级呢 既然想不通 故此也就没去深究 副本之内的魔怪 是经过强化的高等魔怪 就算是比起野外的精英怪 也不遑多让 普通级的堕落密林副本 如果要实现完美通关 至少要有一只平均等级 在十六级的职业者小队才行 如果不追求完美通关 最次也得是平均等级位 十三级的职业者小队 虽然十级也可以进入副本 但进副本 就要面临生死搏杀 哪个职业者想不开 会带一个十级的拖油瓶在身边 人群中 故此那一席校服分外扎眼 一道最低级的探测术 悄然落在他的身上 十级 恶魔君王 难道又是个不知名的稀有职业 旁边一名穿着银灰色铠甲的 年轻男子走上前来 语众心常说道 小兄弟 我劝你 还是抓紧时间去野外练级为好 以你这个等级进入副本 估计连一分钟都撑不下来 就被猫妖杀死了 故此看了那人一眼 同样也是一个探测术抛了过去 一个十五级的骑士 职业者之间互抛探测术 是再常见不过的举动了 虽然不算礼貌 但也不至于冒犯 大家都有了一个最基本的默契 只是用探测术 查看一下对方的等级与职业 并不算侵犯隐私 故此淡淡一笑 没有理会对方 他选择了噩梦级的堕落密林副本 然后只身走入了副本入口的空间漩涡内 提示噩梦级堕落密林副本尚未解锁 如需解锁 请先通关普通级堕落密林副本 且需达成完美通关条件 故此微微一正 这才反映过来 不能直接进入噩梦级堕落密林副本 想要打噩梦级副本 必须先通关普通级 并且还要完美通关 果然是一个愣头青 竟然妄想直接进入噩梦级副本 刚才那骑士在一旁幸灾乐祸道 小兄弟 我是真心劝你去野外杀怪 幽暗密林副本真的不适合你 没有人会带一个十级的累赘 去副本里面与魔怪搏杀 也许是因为骑士说话的声音大了一些 周围一些离得比较近的职业者 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还有几个心直口快的人 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 小子 你不要在这里碍眼啊 十五级以下的弟弟 我们根本不考虑 恶魔君王 听都没听过 区区十级也赶来堕罗密林副本 我看你真是邪命长了 当众人知道顾瓷的等级之后 纷纷露出轻蔑鄙的姿态 言语之中更是充满不屑 顾瓷并未在意耳边的闲言碎语 他重新选择了普通级的堕罗密林副本 然后又查看了一下完美通关的条件 普通级堕罗密林副本完美通关条件 一通关时间不得大于三十分钟 二通关时的生命值 不得低于自身总生命值的75% 三必须击杀副本内的所有魔怪 窒息了完美通关的条件后 顾瓷走进了副本入口的空间漩涡 下一秒 他的身影消失 被传送进了副本 什么情况 那个十级的小子进副本了 一个人进副本 我去 他怎么敢 难不成他是来自寻短见的 没有那么夸张吧 我怎么感觉他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哼哼 十级的菜鸡单刷十三级副本 还信心十足 这不扯淡吗 年轻其事与旁边几个人 又是一顿冷嘲热讽 言语之中充满不屑一顾 更多的人 则是站在一旁看热闹 他们虽然 没有说话 但也是打心眼里认为 顾瓷是在找死 堕落密林 可不像新手副本那么温和 这里面随便一只小怪 都堪比野外的精英怪 一旦入内 面临的将是你死我活的杀戮 可惜很多新进职业者 被堕落密林十三级的标签 蒙蔽了理智 每年因为狂妄自大 而在副本中失去生命的 新进职业者 比比皆是 但这些人之中 并不包括顾瓷 眼前白光一闪 他成功进入了 普通级堕落密林副本 脚踩在深褐色的坚硬土地上 身边全是高大茂密的阴暗丛林 空气潮湿 阳光也透不进来 地上还残留着 暗红色的干涸血迹 气氛压抑至极 他下意识 向前方一处开阔地带走去 与此同时 身后不远处的草丛里 一只体长接近两米的灰毛毛腰 悄无声息地窜了出来 他四肢沉稳有力 利沼深深刺入泥土之中 一双幽绿色的瞳孔 盯着顾瓷的背影 不带丝毫感情 冰冷至极 顾瓷步伐平缓 似乎根本没注意到 身后的危险已然来临 灰毛毛腰化身为林间狩猎者 他四肢微微弯曲 骤然发力 猛地向前方 那个身影扑杀而去 他张开血盆大口 两排锋利的尖牙 如刀刃般寒芒肆意 毫不留情地咬向顾瓷的后搏梗 第0026张力 找猫腰 就在那只灰毛猫腰起跳的瞬间 搜 一点寒芒乍现 锋利的长毛刺破空气 划出一道尖锐的破空声急射而来 紧紧一击 就在灰毛猫腰的腹部 留下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 哼 灰毛猫腰落在地上一个翻滚 转过身来 静一不定地盯着四周茂密的丛林 口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 这时 密林中传来一阵响动 数十头青皮獠牙的魁梧身影 缓步走出 正是顾瓷刚一来到副本 就召唤在密林中潜伏着的巨魔战士 十集之后 他可以在召唤时 让巨魔战士出现在指定的地方 不过这个范围 仅仅之局限在自身15米之内 竟然没有秒杀 副本里的魔怪 果然比野怪更加强大 顾瓷小小地惊讶了一下 然后扔了个探测数落到 那只灰毛猫腰身上 利爪猫腰强化 等级13 力量900 敏捷700 体质700 精神300 技能碎骨铁爪 果然 强化怪的属性 比普通的野怪 高出好几倍 尤其是力量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000点 如此高的属性 足以碾压同级别的战士了 这么看来 单刷副本的难度的确不小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外面广场上 占了那么多人 全都在喊着组队招人 除非是等级远远超出当前副本 否则还真是没可能完成 单刷副本的壮举 但是这个问题 对顾瓷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就在他扔出探测数的刹那 一头巨魔战士 已经冲了上去 举起锋利的长矛 毫不犹豫地向其刺去 力爪猫腰 虽然以敏捷与力量著称 行动迅猛 但是巨魔战士的属性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 因此 无论他如何躲闪 也无法从巨魔战士 锋利的长矛下逃脱 不过三秒 那头力爪猫腰遍体鳞伤 死在了血泊中 击杀13级力爪猫腰 经验加2250 收到提示 故此心底一阵畅快 击杀一只13级野怪的经验 只有450 但是击杀一只13级 副本强化怪的经验 竟然高达2250 获得的经验增加了5倍 在这里杀一只怪 相当于在外面杀5只 而杀一只魔怪的时间 也就比野外多了1.5至2秒 这样一对比 效率骤增 故此没再多想 将恶魔空间中 剩余的巨魔战士 全部召唤了出来 一道指令下去 33头巨魔战士 悍然冲向前方的密铃 搏杀声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 所过之处催枯拉朽 尸体遍地 没有一只野怪 能从巨魔战士的长矛之下幸免 击杀13级力爪猫腰 经验加2250 获得猫腰指甲乘3 击杀13级力爪猫腰 经验加2250 获得猫腰力尺乘5 提示滚动起来 经验也如做火箭般迅速暴涨 故此跟在巨魔之后 将所得的材料 收进储物戒指 这些材料 虽然都是最普通的白色品质 但是也有不少人在收购 故此之前在野外 没有失去掉落的材料 是因为它背包空间有限 且没有储物戒指 但现在不一样了 它全身上下唯一的一件金色装备 就是储物戒指 因此 只要是魔怪掉落的物品 不管品质如何 只要能卖钱 它都一股脑收了起来 密林之中错综复杂 视野受阻 伴随着巨魔战士不断推进铺开 故此的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 在精神链接的介入下 上帝视角开启 巨魔战士不再像以前一样各自搏杀 而是由组织的协同作战 隐怪巨怪寻找角度 再发动技能 穿刺之至LVE指出金刚长矛 对十米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200%的穿透伤害 冷却时间五分钟 密林之中长矛如雨 在200%的穿透伤害之下 利爪猫妖成片成片的死去 不过三分钟 故此脚下便绽放出了金色的升级光环 姓名故此 职业恶魔君王唯一 等级110.15% 生命值51600 51600 力量116 敏捷116 体质116 精神485 装备智慧长袍白色 恶魔空间33110 天赋恶魔血脉LV2 被动技能生命抽取LV2 精神链接LV1 主动技能虚空诅咒LV11加7 恶魔契约LV11 恶魔血脉LV2燃烧生命值 以强化技能效果 生命抽取LV2每击杀一个单位 可抽取对方15点永久生命值 虚空诅咒LV11加7 标记168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 对目标造成17点诅咒伤害 恶魔契约LV11 将一个死亡单位 转化为巨魔战士 巨魔战士 可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化 故此立刻查看面板 力量敏捷与体质增加了20点 精神则是增加了150点 这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随着等级的提升 属性的增幅也会越来越大 所有职业者都是这样 并不是他独有的特权 技能方面 虚空诅咒的提升非常平稳 没什么好说的 恶魔契约 现在没转化一头巨魔战士 需要消耗60点精神 故此立刻消耗了480点精神 将地上八只魔怪尸体 转化成了巨魔战士 在死亡汲取的强化之下 所有巨魔战士的力量与体质 均已突破1400大关 八头巨魔战士 加入了巨魔大军 在密林中疯狂杀戮起来 这时 故此反而清闲下来 之前在野外 他需要时刻警惕 黑雾之下隐藏的危机 因此 一直没有去试验恶魔血脉 LV2在升级之后的变化 但现在有了精神链接的被动效果 他随时可以看到 自身一公里范围内的任何情况 也就不用担心 密林之中 会突然出现什么隐藏的危险 虚空诅咒 已经被强化了7次 所以现在 故此开始了第八次强化 生命减9600 虚空诅 LV11加8 每次强化技能效果 燃烧的生命 都是前一次的两倍 第七次时 他燃烧了4800点生命 今天第八次 直接烧掉了9600的生命 他也没有惋惜 第一时间看向了技能面板 虚空诅咒 LV11加8标记 204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 对目标造成20点诅咒伤害 可以可以 非常不错 之前 每次强化技能 标记范围提升120米 诅咒伤害提升一点 天赋升到二级之后 强化技能 标记范围提升360米 诅咒伤害提升三点 继续强化 生命减19200 虚空诅咒 LV11加9 继续强化 当前生命过低 强化失败 第0027张 堕落猫腰 当前生命过低 强化失败 强化失败 故此微微惊恶 下意识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 生命值7800 7800 4 只剩7800点生命了 他嘴角一阵抽搐 燃烧生命 不愧是燃烧生命啊 仅仅两次强化 就将51600的生命值 烧得只剩下7800了 简直恐怖如斯啊 他叹了口气 看向技能面板 虚空诅咒 LV11加9 标记240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 对目标造成23点诅咒伤害 不错 很满意 受限于生命值过低 也就只能到这里了 顾茨又将自己的属性面板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原本欣慰的目光 微不可查地闪过一抹不喜 还有一点美中不足 力量116 敏捷116 体质116 精神535 前三个数据 不是以0或者5结尾 看上去怎么就那么别扭 身为一个强迫症患者 顾茨决定 下次回程之后 一定要在交易系统上 查查增加自由属性点的物品 好歹也要将那三个116 提升到120 否则真是要逼死强迫症了 关闭了属性面板 顾茨跟在41头巨魔战士后面 继续朝着密林深处前进 为了达成完美通关条件 巨魔战士在密林中 展开了地毯式的扫荡 每一头力找猫妖 都被无情杀死 根本无处可逃 约莫五分钟后 密林中最后一只力找猫妖 被长矛刺穿心脏 顾茨的经验一路暴涨 已经到了41.36% 这种效率 简直快得无法想象 密林深处的魔怪 变成了堕落猫妖 也是强化怪 并且比力找猫妖更强 堕落猫妖强化 等级14 力量1100 敏捷900 体质900 精神500 技能狂暴撕药 虽然密林深处的魔怪变强了 但是巨魔战士 在杀光了所有力找猫妖之后 平均属性也提升了125点左右 现在每头巨魔战士的力量 与体质均易突破1500点 敏捷与精神 也达到了1480点以上 面对更加强大的堕落猫妖 巨魔战士的杀怪效率 还是一如之前 平均两秒左右 就能击杀一只魔怪 速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击杀14级堕落猫妖 经验加3050 获得堕落猫妖指甲乘三 跳出提示 故此看了一眼 14级的堕落猫妖 比13级的力找猫妖经验值 多了800 这么一来 它的升级速度 又提高了不少 密林深处 巨魔大军如同死神的镰刀 毫不留情地收割着每一只堕落猫妖的生命 这一路推进势如破竹 没有任何阻碍 很快 巨魔大军就杀光了密林中 所有的堕落猫妖 抵达了密林尽头 接下来 就要面对最终 BOSS堕落猫妖王了 故此看了一眼经验值 已经增长到了85.67% 虽然增幅很大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就算击杀BOSS也 没法再升一级了 毕竟堕落猫妖王 只是15级的BOSS 不可能提供那么多的经验给他 密林尽头枝叶繁茂 光线几乎都被层层叠叠的树叶隔绝在外 阴森黑暗 极为压抑 一只身长三米多 壮如牦牛的黑毛猫妖 从密林中窜出 呲牙咧嘴的拦在巨魔战士面前 嘴里发出刺耳的低吼声 终于杀到BOSS了 故此精神一阵 第一时间扔了个探测数出去 堕落猫妖王强化BOSS 等级15 力量1500 敏捷1500 体质1200 精神1000 技能召唤堕落猫妖 BOSS分为四种 分别是普通BOSS 强化BOSS精英BOSS和领主BOSS 根据探测数的信息 眼前这头堕落猫妖王就是第二种 到了这里 单刷副本的难度 已经毫无保留地体现了出来 一个15级的强化BOSS 力量与敏捷高达1500 如此变态的属性 对于任何一个同等级的职业者 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职业者的等级 没有超过副本特别多 基本上都会选择组队杀BOSS 否则单刷副本的成功率 将无限趋近于零 不过 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 显然不适用于固词 只见巨魔战士们手持长矛 毫不犹豫 冲向了前面那头堕落猫妖王 这头强化BOSS的属性虽然强大 但仍旧比巨魔战士要低了一筹 固词心里想着 念头一动 41头巨魔战士 齐齐举起手中的长矛 瞄准前方的堕落猫妖王 奋力致出 既能发动 穿刺之质 长矛如雨 倾向下 搜 搜 每一杆长矛 都精准刺在了堕落猫妖王的身上 面对这一波 陡然暴增200%的穿透伤害 堕落猫妖王 浑身鲜血淋漓 生命值骤然降至30%以下 哼 堕落猫妖王 发出一声充满愤怒的咆哮 她是这片密林的王者 何曾受过如此恐怖的伤害 也许是因为生命执咒减给她 带来了强烈的威胁 她体表绽放出一层鲜艳红光 紧接着 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分别出现在了她左右两侧 技能发动 召唤堕落猫妖 下一秒 成群的堕落猫妖 从空间漩涡中跳了出来 好几百只堕落猫妖 黑压压一片 一转眼就散布在四周的密林中 将顾此与一众巨魔战士团团围住 一时间 密林中到处都回荡着 堕落猫妖的嘶吼声 此起彼伏 压抑至极 堕落猫妖王 置身于数百只堕落猫妖的拱位之中 一双幽绿色的瞳孔 死死盯着一众巨魔战士 杀鸡四翼 在她左右两侧 两个空间漩涡 还在源源不断地继续召唤 这就是堕落猫妖王的可怕之处 堕落密林副本的通关难点 就是要及时打断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 一旦让其成功发动技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堕落猫妖王将会源源不断地召唤 越来越多的猫妖 到了那种地步 对于千辛万苦来到 BOSS面前的普通职业者来说 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噩梦 在此之前 许多职业者 都是因为没能及时打断 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 从而被成百上千的堕落猫妖围攻 最终被活活耗死 这种通关重难点 一般都属于机密 要在特殊渠道花大价钱才能买到 所以 顾慈对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此时 他看着密林中越来越多的堕落猫妖 脸上露出了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 刚杀完了密林中的所有猫妖 正愁经验不够升级 现在堕落猫妖王又召唤了几百只出来 怎么说呢 这种感觉就像是刚一打瞌睡 立马就有人来送来了枕头 第0028章恐怖的诅咒伤害 太及时了 还有什么 能比堕落猫妖王的这个技能更及时吗 顾慈本以为这堕落猫妖王 只是一只15级的boss 就算将其击杀 所获得的经验也无法满足升级的需求 但现在看来 他还是草率了 堕落猫妖王召唤过来的 那是堕落猫妖吗 不 那可是活生生的经验 神技 这个召唤技能绝对是神技 顾慈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以后堕落猫妖王负责召唤猫妖 巨魔战士负责杀怪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杀 还没等秘灵中的那些堕落猫妖有所动作 顾慈就发出了指令 巨魔战士手持长毛 毫不畏惧地冲向秘灵中 那片黑压压的阴影 堕落猫妖的力量与体质 分别是1100点和900点 在杀穿了堕落秘灵之后 巨魔战士的四维属性 已经强化到了1600点上下 堕落猫妖的数量虽然多 但在巨魔战士高额的力量与敏捷之下 始终保持着 两秒击杀一只的稳定效率 再加上可以吸收死亡之力 恢复状态与强化属性 这使得一众巨魔战士越战越勇 一亿敌多也不在话下 击杀14级堕落猫妖 经验加3050 击杀14级堕落猫妖 经验加3050 获得堕落全杖蓝色 堕落猫妖死伤大片 故此的升级速度不断攀升 经验暴涨 87% 88% 89% 而另一边 副本BOSS堕落猫妖王 隐藏在一处密铃之中 维持着身侧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也不知 那只堕落猫妖王 释放技能是什么原理 两个空间漩涡 竟然还没消失 并且源源不断地 跳出堕落猫妖 密铃中到处都是猫妖身影 铺天盖地 杀不完 根本杀不完 最开始 一头巨魔战士 只需要面对八九只猫妖 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但随着战斗的持续 每头巨魔战士身边围绕的猫妖数量 也不断攀升 从几只到十几只 再到二十多只三十多只 猫妖数量越来越多 战斗也变得越发吃力 现在 几乎每头巨魔战士的身边 都围绕着四十多只堕落猫妖 即便每击杀一只魔怪 可以吸收死亡之力 恢复状态 却也无法阻止巨魔战士身上 越发密集的争獰伤口 不行 再这样下去的话 巨魔战士会被越来越多的猫妖活活耗死 虽然巨魔战士是召唤物 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伴随自己一路走来的巨魔战士死在这里 故此眉头悄然皱起 这一刻 他隐隐体会到了 之前那些没能通关的职业者 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堕落猫妖时 是怎样的绝望 这是一个游戏的世界 但世界却不是游戏 不能通关副本 结局就只有死 故此当然不会像普通职业者那样 绝望地死在这里 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发动技能 虚空诅LV11加9 标记240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 对目标造成23点诅咒伤害 即便堕落猫妖王 此时隐藏在密林深处 正在被上百只堕落猫妖拱卫着 但虚空诅咒的标记 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下一秒 故此的生命值 骤减3000点 直接对堕落猫妖王 造成了高达69000点的诅咒伤害 哦 密林深处传来一阵尖锐刺耳的哀嚎 堕落猫妖王 仅剩30%的血量 击杀15级堕落猫妖王 惊艳一万 掉落物品 堕落法袍紫色 掉落物品 堕落长靴紫色 掉落物品 堕落权杖紫色 掉落物品 堕落猫妖王指甲成三 由于距离太远 暂时还无法失去堕落套装 故此也没有着急 喝了一瓶初级治疗药水 目光看向了虚空中 那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当堕落猫妖王死了之后 两个空间漩涡一阵扭曲 随后也在那到最后的哀嚎声中 消失无踪 终于停止了 只要解决了源头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在被动技能精神链接的作用下 故此的精神 与每一头巨魔战士连通 他念头一动 巨魔战士不再战装杀怪 而是挥舞着长矛跑动起来 在密林中打起了游击战 堕落猫妖王的死 并没有令密林中的 堕落猫妖产生任何变化 他们仍旧不遗余力地 围攻着41头巨魔战士 但是 在巨魔战士近乎1600点的敏捷之下 一向以速度与爆发著称的堕落猫妖 却是连巨魔战士碰都碰不到 而巨魔战士 则化身为密林中的黑色幽灵 每次出手 都会带走一只堕落猫妖的生命 虽然杀怪效率降低了 但是巨魔战士身上 密集可怖的伤口 开始快速恢复 还剩15分钟 普通级堕落密林副本 完美通关的条件 一通关时间不得大于30分钟 二通关时的生命值 不得低于自身总生命值的75% 三必须击杀副本内的所有魔怪 由于被动技能生命抽取 已经升到了二级 现在每击杀一只魔怪 可以获得15点永久生命值 在顾瓷杀穿堕落密林之后 它的生命值 就已经从7800点 累计到了52800点 刚才发动虚空诅咒 只消耗了3000点生命值 连总生命值的10%都不到 副本的结算 是以它离开副本的那一刻开始 所以 接下来它只需要面临一个挑战 那就是能否在15分钟之内 杀光密林中剩余的堕落猫妖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游击战导致杀怪效率变低了 但是巨魔战士的数量可不能小觑 即便从现在开始 巨魔战士每分钟只杀三只猫妖 那么15分钟之后 41头巨魔战士也能杀死1845只猫妖 不说这密林中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猫妖 即便游击战效率低下 巨魔战士也不可能每分钟只杀三只猫妖 过了一会儿 顾此脚下绽放出一片金光 它12级了 生命值已经堆到了53250点 力量敏捷 体质增加20点 精神则增加150点 它立刻用周围的猫妖尸体 转化出九头巨魔战士 刚毁满的635点精神 一转眼就只剩下50点 这九头巨魔战士的初始力量与体质已经达到了1630点 敏捷与精神则是1610点 属性着实强大 顾此利用精神感知了一下 之前那41头巨魔战士 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而且 在技能死亡汲取的强化下 属性也有了新的提升 停止游击 全力杀猫妖 顾此一声令下 50头巨魔战士掉转矛头 气势汹汹的冲向猫妖群落 杀戮再起 第0029章 你什么时候十二级了 十分钟后 所有的堕落猫妖被屠戮一空 50头巨魔战士在密林中飞速奔走 不断将地上掉落的物品送到顾此面前 然后被收入储物戒指 获得堕落猫妖指加成16853 获得堕落猫妖利爪成13485 获得堕落长靴白色成65 获得堕落长剑蓝色成12 顾此脱下了原先那件白色的智慧长袍 换上了刚才从堕落猫妖王身上 爆出的紫色装备堕落法袍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套装 不过他并没有激活套装的想法 之所以穿上堕落法袍 是因为这件装备 可以为他提供15%的精神恢复效果 现在 他的恶魔空间 足以容纳120头巨魔战士 但受限于恶魔契约的精神消耗不断提升 实际转化出的巨魔战士 连恶魔空间的一半都没有 这件长袍 虽然仅仅只能提供15%的精神恢复 少是少了点 但总归是聊胜于无 将所有的掉落物品 收入储物戒指之后 故此离开了副本 开始结算 一通关时间不得大于30分钟 已完成 二通关时的生命值 不得低于自身总生命值的75% 已完成 三必须击杀副本内的所有魔怪 已完成 通关评定SSS 恭喜您 您已解锁噩梦及堕罗密林副本 提示出现时 故此已经被传送到了副本之外 堕罗密林副本 不同于之前的新手副本 它只有一个出入口 那就是副本的入口广场 所以 故此现在正站在副本外的入口广场上 随着他的出现 周围的人下意识看了过来 随即 一道道充满震惊与诧异的目光 落在了他的身上 有人出来了 咦 这不就是 刚才那个想单刷副本的小子 不错 应该就是他 本来以为他会死在里面 想不到竟然用传送卷轴出来了 传送卷轴 真是败家啊 从他进去到现在都不到半个小时 不对 他怎么十二级了 还有 他的衣服 紫色堕罗法袍 只能通过击杀boss掉落 难道说 我的天 不会吧 他竟然单刷了堕罗密林副本 故此一脸平静 从人群中穿行而过 对于身边众人的诧异 与惊现 视若无睹 副本存在冷却时间 不论本次是否成功通关 下次进入副本 必须间隔十二小时 所以 即便他解锁了噩梦及堕罗密林副本 也不能立刻进去 现在是凌晨五点多 野怪的刷新速度 还没恢复过来 这种时候 去野外刷怪 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他想了一下 打算先回城 把储物戒指里的装备与材料卖了 于是往堕罗密林的传送阵走去 这次下副本令他受益匪浅 不到半个小时 就从十级升到十二级 这件事传出去 简直就是骇人听闻 在职业者历史上 还从没有人 能够在新手副本开启的第一天 就达到如此地步 接下来只要不出意外 上京学府的录取通知书 绝对是唾手可得 不过这次在副本中的遭遇 也让他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 目前为止 他所掌握的四个技能之中 两个主动 两个被动 还没有能够进行群体攻击的技能 巨魔战士虽然数量不少 但主要 也是依靠一对多的单攻模式杀怪 如果下次再遇到堕落猫妖王 那种技能持续时间越长 召唤物就越多的情况 恐怕情况还会变得棘手 虽然在最后关头 使用虚空诅咒 成功击杀boss 但也因此 打断了对方的召唤技能 没有了新的堕落猫妖出现 虽然压力减小 但也致使他损失了大量的经验 所以故此决定 回程去卖装备与材料 等赚到了钱 再多买几个初级技能卷周 试试看 能否再学到一个强大的群攻技能 其实只要能学到群攻技能就行 就算不强大 也不要紧 以故此现在高达 53250点的生命值 技能强不强大 还不是他说了算 回程之后 他直奔职业者管理协会而去 除了击杀堕落猫妖王 掉落的那三件紫色装备之外 故此将储物戒指内的物品 全都挂在了交易系统公开售卖 至于那三件紫色装备 不是他不想卖 而是要等后面凑齐了套装之后 再卖一个更高的价格 做完了这些之后 故此便回家了 接下来 职业者管理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会负责跟进那些 挂上交易系统的物品 如果成功卖出 协会这边会扣除成交额的一% 作为手续费 并且 这个手续费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他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意见 毕竟就算他有意见 这笔手续费的金额 也不会因为踏而降低 洗过澡之后 他躺在床上打开交易系统 发现挂上去的物品之中 堕落猫妖指甲 已经全部卖出去了 总共赚了6万多块 应该是某个工会买下的 那1万多个堕落猫妖指甲 对世家来说太小气 对个人来说 又太多了 再赚3万多块 就可以买一张初级技能卷轴了 希望明早醒来会有新的金帐 以顾慈如今的体质与精神 就算是一天一夜不睡觉 也没有任何影响 他躺在床上 以冥想代替睡眠 在堕落法袍的效果下 精神力开始迅速恢复 一眨眼 顾慈被早上7点的闹钟叫醒 冥想了一个多小时 此时他只觉得神清气爽 精神恢复到了68点 等去了野外击杀魔怪 又可以转化出一头巨魔战士 打开交易系统 又卖出去了两件白色装备 近账2万多块 目前只卖了8万多块 连一个初级技能卷轴都买不起 算了 先去野外刷怪要紧 交易系统并不是及时售卖的 有人买 他挂在上面的东西才能卖出去 在家里干等着 起不到任何作用 故此正打算出门 外面就响起一阵清脆的敲门声 他眼中浮现出几分疑惑 这大清早的会是谁来找他 打开门 两个穿着深灰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 站在门外 江校长 冯校长 你们找我有事 顾慈看着突兀出现的江庆之 与冯建平二人 神色愈发疑惑了 顾慈 没想到你只用了四个多小时 就打通了新手副本 还将等级升到了九级 真是 江庆之的话还没说完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彻底呆滞了 冯建平盯着顾慈 揉了揉眼睛 一张脸上满是惊恶 顾慈同学 你什么时候十二级了 第0030章死亡侵蚀 江庆之与冯建平站在门口愣了 大概半分钟 才逐渐接受了 顾慈已经升到十二级的现实 对于这种打破职业者历史记录的升级速度 顾慈也没有多说 只是将之归结于初代职业的特殊性 四 不愧是初代职业 恐怖如斯 江庆之体会到了 到西凉气是什么感觉 对了 二位校长 不知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 听到顾慈发问 两位校长神情中的惊讶 才缓缓退去 江庆之轻了轻嗓子 开口说道 呃 是这样的 由于你在新手副本的成绩非常优秀 我和冯孝决定以私人的名义 赞助你一个初级技能卷轴 顾慈神情微变 一头雾水 赞助 他疑惑地问道 不错 其实就是 鉴于你在副本中优异的表现 而给的奖励 你不要多想 冯建平眉眼和煦地说着 若不是江庆之老拿之前的赌约说事 他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自掏腰包 来资助顾慈的 不过当他看到顾慈的等级之后 态度立马就变了 顾慈同学 想不到你这个初代职业 竟然如此强悍 今年的新手 副本才刚到第二天 你就已经升到十二级了 看来今年的南广市状元 非你莫属了 冯建平语气中满是叹服 不服不行 他们二中的陆又明 昨晚从新手副本出来时 才升到五级 一中的顾慈 现在就已经十二级了 这一天就拉开了七级的差距 他该如何应对 本来我和朱孝 还以为这个初级技能卷轴 对你用处很大 现在看来 充其量也就是锦上添花罢了 江庆之语气中一阵感慨 若是他早知道 顾慈已经十二级了 绝不会如此寒称地 拿着一个初级技能卷轴过来 执教二十多年来 天才他见过不少 但是像顾慈这么天才的人 还真是绝无仅有 江孝 朱孝 这个初级技能卷轴来得太是时候了 谢谢你们 顾慈没有推辞 接过卷轴 心情大好 本想着通过卖装备材料 赚钱买技能卷轴的 现在钱还没赚吧 两位校长却送上了一个卷轴 真是雪中送他 见到顾慈直接收下了卷轴 两位校长的脸上也露出了笑意 行了 升级要紧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加油吧 今年你们南广一中 肯定要在全国大考上出风头了 两位校长叮嘱了几句便离开了 坐进车里 朱建平的心中满是羡慕嫉妒 十二级啊 仅仅一天就从一级升到了十二级 这得是多么的天才 不 这种精彩绝艳的天赋 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啊 这是妖孽 想到这里 朱建平一阵痛心疾首 这样一个妖孽 怎么就被一中收去了 他没好气地看了一眼江庆之 只见江庆之此时一脸的自豪 嘴角比枪炮尸的枪都难压 好像他才是那个一天升到十二级的人 朱建平心中一阵不适滋味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语气诚恳道 江孝 我这还有个不情之情 能不能让顾磁在不耽误升级的情况下 抽空带带我们二中的陆佑明 江庆之诧异地看了朱建平一眼 此人向来都是一只好斗的攻击 可从没用如此恳切的姿态 与他说过话 看来着实是被顾磁打击得不轻啊 嗯 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 回头我和顾磁说说 看他是什么意思 好 那就麻烦你了 无奈 顾磁看着手中的初级技能卷轴 心中是又激动又紧张 卷轴是有了 但一想到上次 那低到令人发指的成功率 他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管他呢 诚与不诚先试了再说 他平复心态 以精神探入卷轴 伴随着精神波动 熟悉的暗红色的光芒 如水波荡漾开来 火焰与黑暗营绕在他身边 彼此交融 一阵璀璨光滑从卷轴中绽放 极尽赤裂 转眼就将顾磁吞没 获得主动技能死亡侵蚀 LV1 竟然成功了 人品大爆发 顾磁心中狂喜 上次他可是 足足用了十个初级技能卷轴 才学到了新技能 想不到今天一次就成功了 而且学到的 还是一个主动技能 死亡侵蚀 LV1释放死亡之种 附着一个目标 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一趴的真实伤害 若是直接击杀目标 死亡之种可再分裂一次 并造成等额伤害 先简单理解一下技能 如果死亡之种造成伤害后 可以直接击杀目标 则死亡之种分裂一次 再多附着一个目标 并对新的目标 造成与之前等额的伤害 也就是说 这个技能如果用得好 可以在短时间内 对两只魔怪造成伤害 不过造成的伤害值 就有些让人无语了 六十级的顿战 穿上一身肉装 最多只能将生命值 堆到七千处头 一趴的最大生命值 也就是七十左右的真实伤害 这还是六十级的肉弹 如果换成十二级的普通职业者 造成的伤害 最多也就十几点 这个技能 若是给了顿战 或圣骑士之类的职业者 基本上没用 若是给了法师 或刺客之类的职业者 那就彻底废了 但是给到顾瓷 那绝对是稳了 自身一趴的最大生命值是多少 以顾瓷现在的生命值来算 也就是五百三十二点五的真实伤害 这个数值初看之下 并不怎么令人惊喜 但是别忘了 顾瓷的被动技能生命抽取 已经升到了二级 这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 大大提升生命上限 不止如此 他的天赋恶魔血脉 同样也升到二级 他开始燃烧生命强化技能效果 生命减一百 死亡侵蚀LV一加一 生命减二百 死亡侵蚀LV一加二 生命减三百 死亡侵蚀LV一加三 生命减六百 死亡侵蚀LV一加四 生命减一千二百 死亡侵蚀LV一加五 故此燃烧了两千四百点生命 一口气将死亡侵蚀强化到了加五的效果 再看技能介绍 死亡侵蚀LV一加五 释放死亡之种附着一个目标 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一趴的真实伤害 若是直接击杀目标 死亡之种可再分裂十五次 并造成等额伤害 释放的第一个死亡之种 不计算在分裂之内 分裂一次是一 分裂两次是一加二 分裂三次是一加二加三一次类推 分裂十五次 那就是120 也就是说 死亡侵蚀这个技能强化五次之后 死亡之种可以再附着120个目标 这还只是强化五次的效果 若是继续强化下去 效果还会更加炸链 逆天 绝对逆天 只要将技能不断强化下去 早晚有一天 他能一人灭万敌 浮尸百万 流血千里 不外如是 他心情大好 推门而出 大不留心地向城外走去 D0031章属性暴涨 生命暴涨 顾慈并没有出城 而是来到了城门附近的传送镇处 从野外使用传送镇回城是免费的 但是在城市里使用传送镇出去 需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这也是职业者管理协会 考虑到野外情况复杂 而给予的一点小帮助 支付了一千块 顾慈通过传送镇 来到了堕落密林 现在副本还处于冷却时间 他只能在副本周边的野外刷罐 昨晚下了一次副本之后 顾慈现在已经看不上 这些野怪带来的经验了 之所以来到野外 一是为了通过击杀野怪 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值 只有生命值足够多 他才可以放开手脚来强化技能 刚才只给新技能强化了五次 熟食有些可怜了 二是击杀野怪的同时 巨魔战士也可以吸收死亡之力自我强化 只要巨魔战士自身属性上去了 以后再遇到类似 堕落猫妖王的猫海战术 也就不怕了 念头一动 五十头巨魔战士出现在身边 然后一头扎入了沉重的黑雾之中 搜寻野怪 击杀十三级巡猎猫妖 经验加四百五十 击杀十三级巡猎猫妖 经验加四百五十 掉落物品 猫妖皮毛 提示开始滚动 故此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 看都不看经验了 之前在副本里 击杀一只十三级的利爪猫妖 可以获得两千二百五十的经验 现在杀一只十三级野怪 仅仅只有四百五十的经验 这差距可真是大的有些离谱 他坐在地上 以冥想恢复精神 有五十头巨魔战士 巩围在周围 再配合被动技能精神链接 他丝毫不担心黑雾中的威胁 夜幕降临 故此中断了冥想 并不是他恢复得差不多了 而是有人来了 很快 黑雾中传来脚步声与交谈声 有远即近 五名职业者穿破黑雾 出现在了故此视线之中 这五人之中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身穿银灰色盔甲的年轻男子 是一名骑士 这名骑士神情中 带着几分疲惫 身上的盔甲劣迹斑斑 在他身后 四名职业者 均是面露疲态 有两人还带着轻伤 明显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苦战 故此的目光 从那几人身上扫过 认出了为首的 那个年轻骑士 昨晚在副本入口处 就是此人最先劝他离开副本 当他没有理会对方的劝告之后 那个骑士 还带着周围的人冷嘲热讽 故此肯定不会因为一点口舌之争 就去对那个骑士出手 他从来都不屑于 去计较那些琐碎杂事 他坐在原地 重新闭上双眼 恢复冥想状态 另一边 那五名职业者 也发现了故此 我们就先在这里修整一下吧 年轻骑士率先开口道 他认出了故此 而且很清楚 故此是一个能够单刷 堕落密林副本的大佬 他们五人刚刚经历了一场苦战 状态不佳 能够在危机四伏的野外 遇到这种大佬 真是万幸 另外四人听到骑士的话 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这附近也不知是因为什么 野怪数量非常洗手 平时在黑雾中走几步 就能遇到野怪 但是自从走到这处地方之后 已经有好几分钟 没有看到野怪出没了 而且不远处 还有另一名职业者 坐在地上修整 说明这里还是很安全的 这种好地方 用来小气一下 最适合不过 很快 那五人升起了篝火 又从储物戒指里 拿出了早已腌制好的肉块 穿在铁签子上 围着篝火烤肉 空气中飘来 阵阵烤肉香气 故此已经在野外冥想了一天 还没来得及吃东西 以他现在的体质 一天不吃饭 也不会觉得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何禅 其实是两回事 虽然他不饿 但在闻到烤肉的香气时 却不由得口舌生惊 就在这时 那名年轻奇事 端着一盘烤好的肉 走了过来 大哥 你还记得我吧 之前我有眼无珠 说话不经大忙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这烤肉 是我家祖传秘制的 试过的人都说好 我想着给你送一盘尝尝 算是聊表歉意 无妨 故此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 年轻奇事笑了笑 将烤肉放下 转身又回到了篝火处 老黄 你认识那个人 什么职业的 怎么不叫过来一起聊聊 不用了 虽然认识 但也不是很熟 老黄摆了摆手 又拿出几串生肉 坐在篝火旁烤了起来 虽然他刚才主动去道歉了 但却不想邀请顾慈坐过来 毕竟 那可是一个能单刷 堕落秘林副本的大佬 让那样一位大佬坐在旁边 这顿烧烤还怎么吃 另一边 顾慈在检验了 烤肉没有问题之后 也在一边大块朵移起来 就像刚才说的 呃 和馋是两回事 不饿 不代表不馋 这肉烤的焦黄油亮 味道微辣中带着鲜香 不煽不腻 外酥里嫩 一口咬下去 焦素嫩滑咸鲜和麻辣带得 为了一种极致的享受 令人欲罢不能 食用白色品质烤羊排 生命恢复速度提升5% 精神恢复速度提升5% 持续时间30分钟 顾慈神情微动 这烤肉竟然还能提升恢复速度 看来那个年轻骑士家中 还有一个转职生活职业者的长辈 吃完烤肉之后 顾慈便离开了 为了保证巨魔战士的刷怪效率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要换一个地方 经过了一百天的杀戮 50头巨魔战士的四维属性 全都突破了3300点 乍一看 属性增幅很大 换算下来 每头巨魔战士 大概也就杀了300多只怪 主要是因为寻怪和平凡换地方 浪费了大量时间 否则这么长的时间 每头巨魔战士的四维属性 完全可以突破5000点 来到了一处新的地方 巨魔战士再度冲进黑雾中寻找魔怪 而顾慈 则是找到了九只魔怪尸体 用刚刚毁满的精神力 又转化了九头巨魔战士出来 巨魔战士增加到了59头 队伍越发壮大 深夜 副本的冷却时间终于结束了 顾慈几乎一整天 都在以冥想恢复精神 巨魔战士 现在已经增加到了65头 而且 每头巨魔战士的四维属性 已经突破了4500点 就算进入噩梦级副本 也能够横行无际了 在巨魔战士长达一天的杀戮之后 顾慈的生命值 也堆到了惊人的488250 有了如此高额的生命做支撑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进入噩梦级副本了 召回散步四周的巨魔战士 故此往副本入口广场走去 第0032章强制检查 来到入口广场 此时副本周围多了不少人 走近一看 一群手持武器 身穿统一服饰的职业者 正守在副本入口外 正在进行某种盘查 广场上的职业者脸色难看 似乎是碍于对方的视力强大 一个个怒目相向 满脸屈辱 都给我听好了 从副本出来的人 必须上交储物道具接受检查 若是有人胆敢反抗 那就别怪我们传奇工会不客气了 一名手持大剑的魁梧战士 站在副本入口旁边 神情之中满是桀骜 想让我上交储物手镯 不答应 储物戒指是我的个人隐私 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上交 传奇工会 你们简直太放肆了 职业者们虽然出言抗议 但并没有人敢真的动手 毕竟传奇工会人多势众 而且装备精良 他们这些没有组织的职业者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抗议人群中 其实老黄看到顾瓷的身影 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 神色大喜 大佬 你可算来了 传奇工会这群人 简直太混账了 老黄穿过人群 快步来到了顾瓷身边 什么情况 顾瓷问道 传奇工会 在打堕落猫妖王掉落的 那个金色材料 堕落猫妖王之眼 但是这个材料的掉率极低 连万分之一都不到 他们担心这个材料 被其他职业者得到 就派人驻扎在这里 堕落猫妖王之眼 又是这个材料 之前在职业者管理协会的 任务系统上 就发现了这个悬赏任务 昨天遇到的苏淼淼 也在找这个材料 现在传奇工会 也在找这个材料 堕落猫妖王之眼 就这么抢手吗 这个金色材料有什么用 顾瓷继续问道 他可是记得 苏淼淼愿意出5000万的高价 来买这件材料 说明这东西 肯定不是一般的金色材料 堕落猫妖王之眼 镶嵌在武器上 可以使武器品质提升一级 并获得一个技能堕落真眼 堕落真眼 有一趴的几率 看穿敌人弱点 并造成十倍伤害 你想想 若是给一件金色武器 镶嵌堕落猫妖王之眼 直接就可以得到 一件暗金色武器 暗金色武器啊 那可是多少职业者 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极品装备 听老黄这么一说 那堕落猫妖王之眼 的确不是一个 普通的金色材料 不过这对固词来说 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镶嵌了堕落猫妖王之眼的武器 仅仅只有一趴的几率 造成十倍伤害 但虚空诅咒 只要成长起来 完全可以造成百倍千倍的伤害 因此 这堕落猫妖王之眼 对他来说 也不过就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金色材料吧 传奇工会之所以搞这么大阵仗 就是因为他们的少会长 马上就要参加全国大考了 如果能随身带一件 暗金色品质的武器进入考场 入读上京学府 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老黄的语气之中充满羡慕 虽然大家都是职业者 可人家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天生就在罗马 而他们却只能当牛做马 听完事情经过之后 顾瓷并没有将传奇工会的人 放在眼里 强制检查所有人的储物道具 那他们 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 顾瓷面不改色 缓步向着副本入口走去 大佬 你怎么不说话 嗯 你去那边做什么 看到顾瓷走向副本入口 老黄心中一领 连忙出言劝阻 虽然顾瓷有能力单刷堕落密林副本 但传奇工会势力庞大 精锐众多 单凭他一个人根本无法抵抗 顾瓷没有理会身后的老黄 毅然走向副本入口 他虽然平时不怎么说话 但内心甚是孤傲 只要是他决定的事 没有任何人可以动鸟 周围的职业者们 见到顾瓷走向副本入口 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眼神充满震惊地看了过去 看来还是有人试食物的嘛 不错 你比他们聪明得多 那名传奇工会的战士冷笑一声 阴冷的目光扫了一眼顾瓷 并未阻拦 毕竟顾瓷现在是要进副本 传奇工会强制检查储物道具 是从副本出来之后的事 然而没等顾瓷多走几步 那名战士目光一宁 双眼仔细打量起顾瓷身上的法袍来 紫色品质的堕落法袍 只有击杀堕落猫妖王 才能掉落这件装备 小子 你击杀过堕落猫妖王 战士手持大剑 横在顾瓷身前 神情一片冷冽 关你什么事 顾瓷看都没看那名传奇工会的战士 嗯 战士双眼一瞪 脸色不悦 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 竟然敢用如此轻蔑的语气跟他说话 小子 你很狂啊 看来你的确是击杀过堕落猫妖王 既然如此 马上交出你的储物道具给我检查 战士目光阴冷 死死盯着顾瓷 语气之中充满命令的意味 周围 一群身穿同样服饰的职业者 悄然逼近 不过几个呼吸 就将顾瓷包围了起来 这些人都是传奇工会的成员 等级均在二十级以上 有肉盾 有输出 有辅助 职业搭配非常均衡 是一个成熟的战斗队伍 而且 每个人都穿着一身蓝色品质的套装 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这就是加入工会的好处 有资源 有等级 有装备 只要你肯为工会卖命 好处自然少不了 看到顾瓷被传奇工会的人围了起来 之前还在抗议的那些职业者 纷纷闭上了嘴 不敢再说话了 他们心中清楚 真要动起手来 传奇工会的人 绝对能将他们虐杀十次了 顾瓷扫了一眼围在身边那几人 随后看向面前的那名战士 让开 战士没有动作 而是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我给你个忠告 立刻把储物道具交上来 否则你的下场会很惨 我也给你个忠告 马上让开 否则 死 顾瓷眼底浮现出几分寒芒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了 野外生存的核心 就是森林法则 若是这些人铁了心 要逼他交出储物戒指 那他只能将麻烦彻底解决 第0033章替身稻草人 顾瓷话音落下 一道探测术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战士得到了顾瓷的信息 顿时满眼不屑地笑了起来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一个十二级的小鳖三 我一个技能就可以秒杀你 咦 恶魔君王 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职业 难道又是一个冷门的稀有职业 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马上下跪道歉 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战士话音落下 在场众人先是一阵惊诧 随后目光怜悯地看向了顾瓷 见到顾瓷敢于和传奇工会叫板 他们一开始都以为 顾瓷是个高等级的强者 却没想到 竟然是个十二级的小鳖三 十二级 还没副本的级别高 你有什么底气 威胁传奇工会的人 这时 旁边一名传奇工会的辅助 一脸比一道 可笑 一个十二级的新进职业者 竟敢威胁二十八级的战士 活得不耐烦了吗 辅助话音落下 传奇工会的其他人 也纷纷出言嘲讽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 来跟传奇工会叫板呢 没想到 是个十二级的垃圾 小子 你最好马上下跪道歉 否则你今天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哼 敢威胁传奇工会的人 我看你纯粹是找死 先前那些抗议的职业者 也看不下去了 一个个摇头叹息道 小子 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惹传奇工会 你是怎么敢做出这种蠢事的 就是 你还是快点下跪道歉吧 虽然有些丢人 但好歹能保住性命不是 老黄站在人群里 也是焦急喊道 大佬 不要冲动 千万三思啊 顾慈没有理会耳边的闲言碎语 他目光微抬 眼底浮现出一抹灵力寒芒 给你三秒 不让开 就是死 听到顾慈的话 战士轻蔑一笑 然而 当他对上顾慈眼中 那抹冰冷的寒芒时 竟没由来地感到后心发凉 一股突如其来的寒意 从他后心直窜天灵概 瞬间便出了一身冷汗 杀意 战士心中一灵 一脸惊诧地看着顾慈 双眼之中满是不可置信 一个十二级的心境职业者 释放出的杀意 竟然连他都要为之心惊胆战 这怎么可能 你 战士心中升起几分巨异 破天荒地想要逃离此处 然而 这毕竟是大庭广众之下 周围几百人的目光 都关注着这边 他身为传奇工会的 二十八级主战职业者 若是临阵脱逃 不只会遭到工会的严厉惩罚 还会因为这件事 永远都被钉在耻辱柱上 混账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就杀了你 他发动技能 重击 大剑之上 爆发出灿烂的赤色光芒 伤害暴涨 毫不留情地向顾慈斩去 脸上还带着笑意 在他们看来 这个技能足以将顾慈秒杀 死 顾慈语气冰冷地吐出了一个字 技能死亡侵蚀 发动 一枚黑色的死亡之种 凭空出现 附着在了战士身上 迅速释放死亡之力 侵蚀战士的生命 顾慈现在的生命值 是488250点 在死亡之力的侵蚀下 战士瞬间遭受到了 4882.5的真实伤害 砰 重击被打断 轮起的大剑脱手而出 战士身形一个裂剑 差点摔倒在地 怎么回事 你究竟做了什么 战士脸色苍白 一脸惊骇地看着顾慈 没死 顾慈微微皱眉 这个战士竟然扛住了死亡 轻蚀造成的4882.5的真实伤害 怎么可能 28级的战士 生命值绝对不会超过3000 他是怎么扛住 4882.5的真实伤害的 不好 旁边的辅助 最先察觉到了异常 治疗术和护盾 第一时间就丢在了战士身上 下一秒 一名肉坦就冲了上去 挡在了战士前面 法师的法杖上 爆发出强烈的魔法波动 一个灼热的大火球 瞬间成形 轰然砸向顾慈 在大火球形成的瞬间 刺客反手持刀 悄然进入了隐匿状态 消失无踪 仅仅一瞬间 其余四名职业者 就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从保护战士 到以大火球攻击顾慈 每个人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动作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不得不感叹 这真是一支配合娴熟 训练有素的战斗小队 不仅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战士 还以火球术压制顾慈 让他不能继续发动攻势 顾慈迅速走位 躲开了那几仓促袭来的大火球 眉头却仍旧紧紧拧起 难道是替身稻草人 他双眼一亮 想到了这个道具 二十八级的战士 最多也就两千多的生命值 不可能在承受了 四千八百八十二点五的 真实伤害后还是惨险 唯一的解释就是 那名战士已经死过一次了 金色品质道具 替身稻草人 免疫一次死亡 并在重生之后 恢复十%的生命值 怎么可能 我的稻草人没了 战士这才反应过来 苍白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稻草人没了 身边四人听到 皆是一脸骇然地看向顾慈 这岂不是说 眼前这个十二级的新进职业者 竟然拥有秒杀 二十八级战士的恐怖伤害 快 快杀了他 战士一脸惊恐地指着顾慈 浑身上下止不住地颤抖 那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肉毯先是给自己身上 叠了一个护盾 又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件紫色品质的盔甲穿上 随后发动技能冲向顾慈 法师也动了起来 这次不是普通的火球术 而是在经过短暂的吟唱之后 释放了他目前 掌握的最强技能 烈焰风暴 浓郁的火系元素 化作一道充斥着赤裂与暴虐的火焰风暴 疯狂地向顾慈席卷去 与此同时 刺客从虚空中跳出 解除隐匿状态之后的第一次攻击 可对目标造成两倍的伤害 他一脸冰冷 双眼之中杀意暴涨 挥动黑色匕首 毫不留情地刺向顾慈后心 危急之中 顾慈双眼沉浸如水 再次发动技能 死亡侵蚀 黑色的死亡之种附着刺客身上 以死亡之力侵蚀刺客的生命 瞬间造成4882.5的真实伤害 没有任何意外 那名刺客动作一致 生命值瞬间清零 死在了顾慈脚下 成功击杀刺客 死亡之种分裂成了120个 在顾慈的精神控制下 传奇工会的职业者们 全都被死亡之种附着在身上 并且受到了与之前等额的真实伤害 扑通扑通 一具具尸体倒在地上 周围60多名传奇工会的职业者 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一瞬间全部死亡 第0034章送给你们了 传奇工会所有人当中 等级最高的 就是之前那名28级的战士 因此死亡之种造成的4882.5的伤害 直接秒杀一整片 不止那五名 对顾慈发动攻击的职业者死了 传奇工会的其他职业者 顾慈也没放过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这是他穿越之前 在网文小说里看到的 同样适用于此时的场景 原本打算冲撞而来的那个肉坛 此时躺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了 烈焰风暴 在失去了法师的精神支撑之后 崩散为漫天火焰缓缓消失 战士这次是真的死了 替身稻草人可不是大白菜 这种金色品质的道具 珍贵无比 以他28级的实力 能得到一个已经是运气逆天了 故此眼底闪过几分惋惜 心里有些肉疼 有一个替身稻草人 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如此珍贵的道具 竟然被那个战士就这么浪费了 早知道就先报了战士的 储物戒指再说 不过现在晚戏也没什么用啊 他目光平静地看向 先前抗议的那帮人 那群人见到顾慈的目光看来 顿时脸色发白 齐齐向后退了几步 很明显 顾慈既然有实力 秒杀传奇工会的所有人 那么秒杀他们这群散人 自然也不在话下 尸体上的装备和储物道具 送给你们了 说吧 他转身进入副本 卧槽 太恐怖了 我还以为他要杀人灭口 这是哪里来的狠人 竟然一个技能 就秒了传奇工会所有人 那些人死得太诡异了 浑身上下没有一个伤口 竟然就这么死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 你们看着吧 传奇工会是不会放过他的 不错 等这件事传到传奇工会耳中 他的下场一定很惨 就在众人窃窃私语的时候 年轻骑士老黄 走到了那名28级战士的尸体旁 从地上捡起了战士之前使用的大剑 好家伙 这竟然是一把紫色品质的武器 传奇工会的人都这么负得流油吗 嘿嘿 我老黄终于有一把紫色品质的装备了 老黄大笑一声 毫不犹豫地将那把大剑收入了储物手镯 随后他又去巴拉战士身上穿的铠甲 虽然每个职业都有不同的装备 但是战士与骑士 在某些装备上是可以通用的 老黄的动作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对了 刚才那人是不是说过 尸体上的装备和储物道具送给我们了 一道突兀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 没有人回答 下一秒 所有人都是呼吸急促 双眼发红 争先恐后地扑向了传奇工会那些人的尸体 疯狂拾取地上尸体上的装备武器手势 也不知是谁爆开了一个储物道具 大量装备道具材料散落在地上 又惹得人群一阵哄强 每个人都是一副面红耳赤的样子 壮如蜂魔 拼命抢夺散落在地上的无主之物 毕竟在野外或是副本里 冒着生命危险杀怪 也只能得到白色装备与材料 但现在轻而易举 就能得到大把的蓝色装备与材料 甚至还有几个运气好的 抢到了紫色装备与材料 这怎能不让人疯狂 故此进入了噩梦及副本 这里的魔怪全都是精英怪 比之前遇到的强化怪还要强大不少 65头巨魔战士冲进蜜灵 手持长矛 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巨魔战士的四维属性 已经突破了4500点 无论是蜜灵外围的立掌猫妖 还是密林深处的堕落猫妖 在锋利的长矛下 全都是一击毙命 击杀14级堕落猫妖精英 经验加4800 获得堕落猫妖牙齿乘2 在等级相同的情况下 击杀强化级堕落猫妖 经验提升是3050 击杀精英级堕落猫妖 经验则暴涨至4800 故此算了一下 在噩梦及副本 杀一只精英怪 大约抵得上再也外杀11只怪 经验就像是做火箭一样 蹭蹭上涨 十多分钟后 所有的猫妖都被清空 每头巨魔战士的思维属性 又增长了125点 而故此的生命值 则暴涨了24375点 故此来到了密林尽头 堕落猫妖王出现 之前击杀的堕落猫妖王 虽然体型较大 但也知道巨魔战士膝盖那么高 可眼前这头 体长9米多 身高3米多 几乎与巨魔战士一样高了 故此眼中流露出一份凝重 立刻扔了个探测树上去 堕落猫妖王精英BOSS 等级15 力量4500 敏捷4500 体质4200 精神4000 技能召唤堕落猫妖 这是一头精英BOSS 四维属性比之前的强化BOSS 提升了3000点之多 故此没有犹豫 一声令下 巨魔战士发动技能 制出手中的长矛 穿刺之质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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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矛如雨点般密集 精准无误地刺在堕落猫妖王身上 后 后者爆发出七粒惨叫 尖锐的阴波阵的密铃 沙沙作响 巨魔战士这一波技能 瞬间打掉堕落猫妖王一半的血量 故此在后面看着 心中一阵亚然 在普通级副本的时候 巨魔战士一波技能 可是直接打掉了堕落猫妖王 几乎70%的生命值 但是在噩梦级副本 巨魔战士数量变多了 属性暴涨了 一波技能 反而只打掉了堕落猫妖王50%的血量 不愧是精英BOSS 各项属性比之前都强大了数倍不止 不过纵是如此 在顾此眼中 这只堕落猫妖王 仍旧逃不过死路一条 一声令下 巨魔战士迅速从被篓中 抽出新的长矛 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围着堕落猫妖王发起猛攻 在巨魔战士的围攻之下 堕落猫妖王的生命值迅速跌落 不过几分钟就从50%跌到了30% 甚至马上就要跌破30%了 就在这时 堕落猫妖王突然发出一声 充满愤怒的咆哮 他周身绽放出红光 这是要发动技能的前兆 如果换成其他职业者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发起猛攻 第一时间打断堕落猫妖王的技能 买过攻略的人都知道 通关堕落秘灵副本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第一时间打断 堕落猫妖王的技能 否则一定会被铺天盖地的 堕落猫妖硬生生耗死 但是顾瓷却并没有这么做 他念头一动 巨魔战士纷纷停止攻击 任凭堕落猫妖王 在眼前发动技能 很快 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出现在堕落猫妖王身侧 成群成片的精英 及堕落猫妖 从其中跳出 嘶吼着 疯狂地扑杀向巨魔战士 第0035章达成隐藏条件 成群的精英型堕落猫妖 被召唤出来 巨魔战士再次发动攻击 虽然巨魔战士的属性暴涨 击杀猫妖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但时间一长 每一头巨魔战士身边 都围绕着四五十只堕落猫妖 他们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 战斗开始变得吃力起来 眼看着巨魔战士 开始落入下风 顾瓷毫不犹豫地发动技能 他并没有像上次那样 用虚空诅咒 直接击杀堕落猫妖王 而是发动技能 死亡侵蚀 黑色的死亡之种 落入猫妖群落 然后对一只堕落猫妖 造成了顾瓷当前 生命值一趴的真实伤害 顾瓷的生命值 现在已经堆到了 五十一万四千一百十五点 一趴的伤害 也就是五千一百四十一点 一只平平无奇的精英怪 又如何能够承受 如此恐怖的伤害 一只堕落猫妖悄然死亡 随后那个死亡之种 分裂成了一百二十个 迅速附着在了其他猫妖身上 等额伤害爆发 下一秒 一百二十只堕落猫妖 瞬间死亡 故此继续施放技能 又一个死亡之种 进入猫妖群落 击杀一只堕落猫妖后 紧接着又带走了一百二十只猫妖 在死亡侵蚀的技能效果下 堕落猫妖成片成片的死亡 不到一分钟 每头巨魔战士身边 就只剩下了十二三只堕落猫妖 击杀十四级堕落猫妖精英 经验加四千八百 击杀十四级堕落猫妖精英 经验加四千八百 获得猫妖心脏成三 提示飞速滚动 目不暇接 之前的经验条只是缓慢上涨 现在则是攀升了一大截 从六趴直接暴涨到四十八趴 不到一分钟 就获得了四十二趴的经验 这升级速度简直离谱 传出去恐怕都能吓死人 堕落猫妖王惊恐得看着这一幕 根本不知道那铺天盖地的猫妖群 怎么就只剩下了一百多只 他继续保持着召唤技能 召唤更多的堕落猫妖 从那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中跳出来 然后迅速加入战斗 故此不再发动技能 任由猫妖持续增加 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 对其他同级别的职业者 来说就是最无解的噩梦 因为随着猫妖越来越多 最终会将所有人活活耗死 但是这在顾瓷眼中 却成了快速升级的不二法门 别人是来打副本 他却是莱卡Bug 在精神链接的作用下 顾瓷开启上帝视角 掌控全场 巨魔战士此时压力骤减 几乎每秒钟都能击杀二十三只猫妖 伴随着不断吸收死亡之力 它们身上密集的伤口 开始迅速恢复 自身属性也迅速提升 实力越发强大 随着时间的持续 周围的猫妖数量又多了起来 当猫妖数量超出了 巨魔战士的承受能力之后 顾瓷锁定了一只堕落猫妖 再次发动技能 死亡侵蚀 那只猫妖瞬间被秒杀 随后死亡之种迅速分裂 附着在了周围一百二十只猫妖身上 等而伤害爆发 一百二十只猫妖又被秒杀 顾瓷目光冰冷 手上缭绕着黑色能量 接连释放死亡之种 附着在一只又一只堕落猫妖身上 在一阵哀嚎声中 成片的猫妖开始死亡 转眼之间 猫妖尸体堆积如山 几秒之后 每头巨魔战士身边 就只剩下了十几只堕落猫妖 顾瓷看了一眼惊艳 又暴涨了45% 现在他的总经验 已经增长到了93% 顾瓷心情大好 精英BOSS果然给力 这堕落猫妖王 只要再来一波 就能让他升到13级了 然而就在这时 他耳边传来一道 充满虚弱感的嚎叫 寻生看去 只见那堕落猫妖王 此时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 在他身侧 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徐徐停止旋转 然后消失在虚空中 这就完了 顾瓷眉头一挑 心里一阵郁闷 眼看着就要升到13级了 这堕落猫妖王 突然就不行了 唯了 就这 好歹也在坚挺一波啊 眼看着堕落猫妖王 进入了虚弱状态 顾瓷彻底无语了 算了 今天不行 那就明天 反正离大考之日 还有五天 在这之前 肯定能升到15级的 巨魔战士应付剩下的猫妖 绰绰有余 故此再次以上帝视角俯视全场 大概五分钟后 所有的猫妖全部死亡 巨魔战士们发动技能 以一波穿刺之志 结束了堕落猫妖王的生命 击杀15级堕落猫妖王精英 惊艳两万 获得物品 堕落法袍金色 获得物品 堕落腰带紫色 获得物品 堕落猫妖王之新紫色 掉落了一件金色装备 故此心情大喜 就在这时 提示又跳了出来 恭喜您达成隐藏条件 击杀堕落猫妖王的所有召唤物 恭喜您成功解锁 深渊及堕落密林副本 解锁深渊及副本 故此精神一震 眼底迸发出一抹兴奋 难怪之前一直没有 堕落密林的深渊及副本 原来 是要达成隐藏条件才会出现 而这个隐藏条件 就是击杀所有被堕落猫妖王 召唤出来的堕落猫妖 此时 饶式故此 已经成功达成目标 还是不禁在心底感慨 这个深渊及副本的解锁条件 简直是务必苛刻 这也就是它 若是换了其他人 绝对会被铺天盖地的 堕落猫妖耗死 难怪这个堕落密林副本 一直都没有深渊及 由于您成功解锁深渊及副本 获得本次通关总经验的50% 作为奖励 提示再度跳出 故此还没来得及欣喜 经验突然暴涨 脚下绽放出一片金光 升到13级了 升级所需的经验 变得更高了 不知道下次进入深渊及副本 能不能升到14级 这次升级算是意外之喜 毕竟他也没有预料到 解锁深渊及副本后 会获得额外的经验奖励 清点收获之后 故此召回巨魔战士 退出副本 副本外的广场上 一片荒凉 彻底成为了一个无人区 看着空空如也的广场 他嘴角微微勾起一丝笑意 之前顾瓷在这里 杀了所有传奇工会的职业者 但是并没有收取装备 与储物道具 所以 那帮散人 必然会在他离开之后 出手抢夺 既然抢了传奇工会的装备与道具 那些人自然是要处理尸体 清理痕迹 然后远走高飞 否则日后被传奇工会找到他们 那将是杀身之祸 顾瓷环是四周 确认周围没有任何人 随后只身走入黑雾之中 消失不见 第0036章发布悬赏 二天上午 堕落密林副本的入口广场上 又聚集了一批新的职业者 每天都有不同的职业者 会因为各种原因来组对下副本 不只是堕落密林 任何一个副本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 在场的职业者 全都没有察觉到这里的异常 不多时 一群人来到了副本的入口广场上 走在最前的是一个掌香俊俏 衣着华贵的少年 他就是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吴紫义 只不过 此时的吴紫义 脸色有些不悦 为了得到堕落猫妖王之眼 他特意从工会里 调派了一对精英过来 守在副本入口处 对每个通关副本的人做盘查 本来事情的进展还挺顺利的 但是今早他起床之后 就联系不上那一对人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亲自过来走一趟 看看那些人 究竟在这里搞什么鬼 嗯 我们传奇工会的人呢 不是派了一对人过来助手吗 怎么连人影都不见 从今早就开始联系不上他们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一刻 不只是吴紫义 连带着他身后那几个随从 也感到不对劲了 少会长 我有一个猜测 不知当不当讲 吴紫义身边 一个面向阴逸的阴沟鼻男子 突然开口 有屁快放 吴紫义双眼一瞪 眼中满是不耐烦 嗯 我猜测啊 会不会是那对人 已经找到了您要的东西 可他们没能抵挡金色材料的诱惑 带着东西逃了 少会长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个屁 你们是猪脑子 一个堕落猫妖王之眼 他们六十多个人要怎么分 吴紫义一脸怒容 气愤之下 对那两人一人抽了几巴掌 去私下问问 看看这里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几名随从迅速散开 混入周围的职业者群体内 打探风声 不多时 他们又汇聚到了吴紫义身边 少会长 我问过了 这些人都是今天刚到这里的 对昨天的事根本不清楚 我也是 问了好几个人 都说是今天刚来的 我也没找到 昨天来这里下副本的人 听到几人的话 吴紫义的眉头 顿时凝在了一起 他的心底 突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少会长 我知道了 是刘海龙 一定是他搜到了您要的东西 然后杀了其他人 带着宝贝逃了 刘海龙可是二十八级战士 无论是我们工会的人 还是来这里下副本的职业者 都没能力逃过他的毒手 吴紫义阴沉着脸 不止他们工会的人失踪了 连昨天的职业者也失踪了 这未免太蹊跷了吧 难道真是那个名叫 刘海龙的二十八级战士 杀人灭口 然后写保潜逃 你们立刻去给我发布通通告 悬赏包括刘子龙在内的六十多人 一旦收到与他们有关的消息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吴紫义说罢 冷哼一声 皱着眉头带人离去 故此通过野外的传送阵 回到了城市 洗澡之后躺在床上 打开交易系统看了一下 昨天挂上去的那些装备与材料 已经卖出了六十多万 单工和群工的技能 他都已经掌握了 所以目前对于初级技能卷轴的需求 通讯器跳出了一个提示 故此点开看了一眼 是江庆之发来的消息 大概意思就是问他 能不能在不耽误升级的情况下 抽空带一带洛清雪 与陆又明这两个同学 带洛清雪升级他还能够理解 毕竟两人都是一中的学生 如果两人都能顺利考入高等学府 那也是江庆之脸上有光 但陆又明 可不是一中的学生啊 天底下还真没有白吃的午餐 故此想到了昨天那个初级技能卷轴 立刻便反映了过来 难怪朱建平会心甘情愿地掏一半钱 帮他买技能卷轴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呢 毕竟是成了这份情 他也没想着拒绝 白天是副本的冷却时间 趁着这段时间 他要让巨魔战士击杀野怪来刷属性 这么一来 刚好可以带着那两人去野外 反正野怪的经验太少 他也看不上 早晨七点多 故此来到了城门附近的传送镇 洛清雪与陆又明二人 已经等候多时了 洛清雪今天穿着一件精致的冰蓝色发袍 手上是一本魔法书 他的肌肤白皙如雪 一双美眸如同黑药石般闪闪发光 乌黑的长发如黑瀑布般流淌而下 充满活力 他站在传送镇旁边 发袍与长发随风飘动 勾勒出若隐若现的身材曲线 吸引着路过的异性频频侧目 当看到顾瓷的身影时 那张精致的俏脸上 毫不掩饰地浮现出几分欢喜 陆又明大大咧咧地坐在地上 身上是一件最普通不过的校服 若是换成不知情者 根本无法将稀有职业雷霆法师 与这个平平无奇的学生联系在一起 他手上的魔法书 此时已经换成了一件蓝色品质的法杖 这是朱建平破例从二中的装备库中 帮他借出来的 用完了还要还回去 终于来了 陆又明也看到了顾瓷的身影 他站起身子向前面迎了上去 落轻雪见状 自然而然地也跟了过去 顾瓷 没想到吧 最终我们还是要一起组队练集的 陆又明笑哈哈地走上来打招呼 还没忘记 上次他主动提出 组队被顾瓷拒绝的事 然而 当他看到顾瓷的等级之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化作震惊 你 你怎么十三级了 十三级 落轻雪也看到了顾瓷的等级 那张俏脸同样凝固了 来之前 江青之与朱建平 只是告诉他们 与顾瓷组队去野外杀怪 并未透露 有关顾瓷等级的事 此时这二人看向顾瓷 那表情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这几天 他们也听说了 职业者管理协会 对新职业恶魔君王的评估 是差强人意 所以他们 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等级比顾瓷高 甚至在见到顾瓷之前 他们一度以为 是学校为了照顾顾瓷 才让他们与顾瓷组队的 但是现在他们明白了 这哪儿 是他们照顾顾瓷 分明就是让顾瓷来带他们 顾瓷 你怎么十三级了 骆青雪下意识问道 怎么十三级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 不是游手就行吗 顾瓷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那两人的等级 都是十级 走吧 我们去野外 第0037章 不需要你们动手 对于野外 顾瓷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三人通过传送阵来到野外 黑雾弥漫之中 也怪得低吼声若隐若现 哥们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陆又铭看着传送阵旁边的标识牌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我们不是 应该前往城外荒野吗 怎么会来到堕落密林 这里的野怪等级太高了 虽然击杀经验也高 但是打起来太吃力了 骆青雪语气凝重地说道 堕落密林附近的野怪 基本上都是十三级起步 1415级 占了很大一部分 偶尔还会遇到少数十六级的 这对仅仅十级的骆青雪 与陆又铭来说 难度着实大了一些 没错 就是这里 顾瓷淡淡开口 同时创建了一个队伍 将二人拉了进来 队长顾瓷十三级 队员骆青雪十级 陆又铭十级 经验分配模式 平均分配 物品分配模式 队长分配 好了 就在这里杀怪吧 组队成功 顾瓷召唤出巨魔战士 降临在黑雾中 向四周散开寻找野怪 升到十三级之后 他的精神又得到了150点提升 现在是785点 所以巨魔战士的数量 又多了11头 已经达到了76头 而他则是坐在了 一节低矮的树桩上 在身边二人诧异的目光中 从储物手镯里 端出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 吃了起来 由于储物手镯里 没有时间的流动 即便顾瓷已经从城市 来到了野外 那碗面还是冒着热气 顾瓷 你不要命了 这里可是野外 黑雾之中 随时都会有魔怪出现 千万不能大意 洛青雪撬脸凝重地叮嘱道 哥们儿 我看还是换个地方吧 虽然击杀十三级野怪 获得的经验更多 但这对我们的消耗太大了 升级速度也会变慢 根本不是长久之计 陆又鸣也在旁边劝说道 无妨 也不需要你们动手 不辞一边吃一边说道 那就更不行了 洛青雪袖没紧促 摇头说道 如果仅靠你一个人 升级的速度将会更慢 不要浪费时间了 还是尽快去城外荒野吧 是啊 虽说是你带我们升级 但我还是想亲自击杀野怪 这样也好 增加一些实战经验 陆又鸣继续说道 就在这时 一道提示跳了出来 击杀13级力爪猫妖 经验加150 击杀一只野外的力爪猫妖 可以获得450的经验 由于顾瓷现在处于组队模式 击杀野怪的经验 会在三个人之间平均分配 因此 他只得到了150的经验 他神色平静 连看都没看那道提示 他在噩梦集副本里 击杀精英级力爪猫妖 每只获得4800的经验 现在这150的经验 在他眼里 着实有些微不足道了 同样的提示 也出现在了骆清雪 与陆又铭的眼中 二人的经验条 也随之出现了轻微的增幅 嗯 哪里来的经验 陆又铭一脸惊叉地看向四周 只觉得一阵莫名 怎么回事 天上掉经验 骆清雪表情危正 随即想到了 顾瓷还有一个召唤技能 顾瓷 是你的召唤物杀了野怪 他小心翼翼问道 不错 我说过了 其实不需要你们动手 可是 就算你能指挥召唤物去杀怪 这效率也不会提高多少 毕竟就只有你和召唤物 两个在杀怪 而我们却有三个人 我不杀怪 啊 那就只有召唤物 一个去杀怪 这效率岂不是更慢了 谁告诉你 我只有一个召唤物了 顾瓷话音落下 击杀十三级力找猫腰 经验加一百五十 击杀十三级力找猫腰 经验加一百五十 击杀十三级力找猫腰 经验加一百五十 掉落物品 猫腰指甲乘三 提示接二连三地跳出来 猝不及防 目不暇接 骆清雪和陆又鸣两人 呆呆地看着 稳步上涨的经验条 久久无法从震惊之中 回过神来 按照正常速度 他们最早也要等到 今晚才能升级 但是按现在的情况 估计最迟中午就可以了 陆又鸣 站在原地愣了半天 不知在想什么 神色之中满是复杂 还有牛肉面吗 给我一碗 最终他叹了一口气 走到顾瓷身边 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不是要亲自杀怪 磨练实战经验吗 故此抬起目光 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 刚才我没得选 现在我只想吃碗面 陆又鸣尬笑着坐了下来 如果能躺平 鬼才愿意去拼命 好熟悉的味道 你这是在学校门口 那家牛肉面馆买的吧 给我也来一碗 洛青雪美眸晶莹 笑盈盈地走了过来 那抹笑一发自内心 真诚而甜静 其中隐隐还透出几分骄傲 嘿 我说洛大笑花 不就是杀怪有人带了吗 你至于这么开心吗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洛青雪白皙的双颊 迅速飞上两朵红霞 他下意识看了顾瓷一眼 见到后者并没有听出些什么 这才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然而下一秒 他心中却又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失落 诺 吃面 顾瓷又拿出了两碗 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出来 三人分别坐在树桩的三个方向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中午 洛青雪与陆又鸣升到了十一级 晚上 他们的经验又增长了30%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夜晚的野怪 刷新频率大大降低 升级速度比白天慢了好几倍 顾瓷便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洛青雪与陆又鸣也是欣然点头 今天的升级速度 是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洛青雪美眸之中更是神采意义 越往后 升级越来越慢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很快他就可以追上顾瓷的等级了 将两人送到传送阵之后 顾瓷开始清点今天的收获 经过白天的冥想 他又转化出了九头巨魔战士 现在他身边的巨魔战士 已经多达85头 而他的生命值 也暴涨到了一百万两千三百二十五点 直接突破了百万大关 百万 如此浑厚的生命值 这在职业者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不知道深渊及副本 又是什么难度 顾瓷这样想着 很快就来到了副本入口广场 现在的堕罗密林 对其他职业者 仍旧只开放前两个难度 只有等顾瓷成功通关深渊及副本之后 这个难度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 故此走上前去 信心满满 选择了深渊及 以他那堪称恐怖的血量 就算不带巨魔战士 也能将深渊及副本彻底杀穿 下一秒 他身影瞬间消失 进入副本 第0038章 林主级堕落猫妖王 深渊及副本之中 没有立掌猫妖 一出场就是堕落猫妖 而且还是15级的堕落猫妖 15级的堕落猫妖 全都被强化成了林主级 属性翻倍 与之前的精英级 根本就是两种魔怪 强大异常 不过这份强大与巨魔战士 比起来就差远了 在野外杀了一天的野怪 现在每一头巨魔战士的 四维属性都直比9000点 属性恐怖的令人发指 巨魔大军所向披靡 大大缩短了他刷怪的时间 只见那冲在最前的巨魔战士 一毛刺出 锋利的长矛 直接洞穿猫妖头颅 一击毙命 击杀15级堕落猫妖领主 经验加5700 获得堕落猫妖颈破成2 看到提示出现 顾此眼底迸发出一抹兴奋 击杀一只领主级堕落猫妖 能够获得5700的经验 只要杀两只 获得的经验就上万了 深渊及副本 完全就是一个炼击圣地 顾此一声令下 巨魔大军一路横推 所向披靡 力量更强 速度也更快 不到十分钟 就已经杀穿了密林 巨魔战士来到密林尽头 只见一只体型巨大的 黑色猫妖正蓝在前方 有多大 那只猫妖四脚着地 大概有两层楼那么高 它张开血盆大口 不断发出低沉的咆哮 声音如雷霆哄响 震得大地颤动不已 顾此在巨魔战士的拱位之下 来到镜前 第一时间扔了个探测树上去 堕落猫妖王领主BOSS 等级16 力量7500 敏捷7500 体质7200 精神7000 技能闪避猫妖 咆哮召唤堕落猫妖 领主及BOSS的四维属性 比精英级整体提高了3000点 虽然在数值上 比不过巨魔战士 但是由于 领主及BOSS的特殊性 他的生命值与防御值 都远超巨魔战士 顾此仅仅是看了一眼 并没有过多在意 领主及BOSS又能怎样 杀就完了 他发出一道精神指令 所有巨魔战士 立刻高举手中的长矛 然后发动技能穿刺之至 嗖 嗖 嗖 长矛如雨 向着堕落猫妖王所在 急刺而去 堕落猫妖王嘴里 酝酿出一道黑光 仰天咆哮 嗖 音波仿佛有了实质 化作黑色半透明的空间连衣 影响那急速刺来的 85杆长矛 碰 碰 碰 几乎一半的长矛 被音波震飞 剩余的长矛眼看着 就要刺在堕落猫妖王身上 却被后者以灵巧的走位 又躲开了大半 嗖 堕落猫妖王 被十几杆长矛刺中 发出一声痛叫 只被打掉了5%的血量 不辞目光一宁 这灵主级堕落猫妖王 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85头巨魔战士的一波技能 最后竟然只造成了5%的血量伤害 堕落猫妖王咆哮一声 一跃而起 如同猛虎下山 毫不留情地扑杀像 离他最近的一名巨魔战士 碰 巨魔战士的体型 虽然比堕落猫妖王小 但其只比9000点的力量与体质 却是硬生生止住了那猛烈的冲击 哼 那头巨魔战士怒吼一声 迅速抽出背后的长矛 悍然无味地杀像堕落猫妖王 后面的巨魔战士也冲了上来 猛的一跳 纷纷爬到了堕落猫妖王的背上 迅速发动猛攻 巨魔战士的力量 比堕落猫妖王的体质 要高出近2000点 每一记掌矛刺出 都能给其造成大量的伤害 堕落猫妖王不断甩动身躯 在密林中疯狂跳窜 试图将那些巨魔战士 从身上甩下来 然而巨魔战士 早就以长矛刺入他的血肉 只要他的动作幅度稍稍变大 锋利的长矛 就会在他身上 破开一道道猙獰的伤口 堕落猫妖王痛苦地嘶吼 没过多久 身上就已经鲜血淋漓 其他巨魔战士并没有闲着 不过几十秒钟的时间 他们就将堕落猫妖王团团包围 长矛锋锋利无比 毫不留情地 刺在堕落猫妖王四肢上 不多时就已经皮开肉战 在数量众多的巨魔战士面前 体型大法而成了劣势 这和以多咬死像是一样的道理 顾茨心中一阵感慨 之前一直都是堕落猫妖王 在对他使用猫海战术 今天他总算能报这个仇了 随着堕落猫妖王的血量不断锐减 他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力笑一声 他浑身迸发出一阵星红光芒 召唤堕落猫妖 顾茨非常配合地叫停了巨魔战士 似乎生怕巨魔战士的攻击 打断了召唤技能 下一秒 虚空中出现了两个空间漩涡 漩涡中黑影丛生 成群的领主级堕落猫妖 从其中跳出 刚一出来 就向着周围的巨魔战士扑杀而去 故此满意地点了点头 命令所有的巨魔战士 放弃堕落猫妖王 全力击杀猫妖 不多时 密林中的猫妖铺天盖地 乍看之下 大概有上千只只多 疯狂地围杀巨魔战士 几乎每一头巨魔战士身边 都有四五十只猫妖 不断发动攻击 巨魔战士成长到了现在的地步 已经能够轻松应对这庞大的猫海战术 故此坐镇后方 以精神链接统帅战场 掌控全局 他一脸淡然地看着巨魔战士 在猫妖群落中疯狂杀戮 并没有发动技能从旁帮助 毕竟巨魔战士每击杀一只魔怪 都能够汲取死亡之力 强化自身属性 若是发动技能 虽然可以迅速灭杀这群猫妖 但是却让巨魔战士 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击杀十五级堕落猫妖领主 经验加五千七百 击杀十五级堕落猫妖领主 经验加五千七百 掉落物品 堕落猫妖镜破成一 场面太乱了 巨魔战士在猫妖海洋之中 砍瓜切菜般的疯狂万杀 根本顾不上 拾取掉落在地上的物品 经过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 猫妖尸体堆积如山 数量开始逐渐减少 召唤技能结束了 堕落猫妖王 此时陷入了虚弱状态 趴在地上 若不是那巨大的身躯 还在伴随着呼吸而起伏 绝对会被当作一只死猫 要结束了 深渊级副本 其实也没什么难度 相较于之前的 普通级噩梦级副本来说 这次副本通关 的确是太过顺利了 连一丁点危机都没遇到过 其实深渊级副本并不简单 否则也不会是深渊级 只不过经过了 连续两天的野外杀怪之后 巨魔战士的属性接连暴涨 而且数量也比之前多了二十头 此时他的实力与两天前相比 完全是天差地别 所以即便是进入了深渊级副本 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压力 没过多久 堕落猫妖王 死在了巨魔战士的长矛之下 击杀十五级堕落猫妖王领主 惊艳三万 掉落物品 堕落猫妖王之眼金色 掉落物品 堕落法杖紫色 掉落物品 堕落猫妖王金破紫色 第0039章 堕落猫妖王之眼 堕落猫妖王被击杀之后 又一条提示跳了出来 恭喜您成功通关 堕落密林副本已完全解锁 本次冷却时间过后 堕落密林深渊级副本 将正式对外开放 作为副本首通者 您将额外获得 本次通关总经验的50% 作为奖励 提示出现的那一刻 故此经验暴涨 脚下随之战 放出一片金色光芒 他十四级了 故此精神一震 眼底涌上一抹兴奋之色 十级之后 每提升一级 所需的经验 都是之前的数倍不止 他昨天才升到了十三级 原本还想着 至少要等明天 再进一次深渊副本 才能升到十四级 却没想到 完成了深渊级副本首通之后 竟然又额外获得了 50%的经验奖励 深渊级副本的经验 本来就很高 再算上这50%的经验加成 直接就将他的等级 推到了十四级 故此心情大好 神情中悄然浮现出一抹期待 以后如果能解锁 更多的隐藏副本 那升级速度 还不得上天啊 他看向地上掉落的物品 开始清点收获 物品名称堕落法杖金色 等级15级 物品属性精神加150 法术伤害加35% 施法速度加35% 施法消耗减35% 施法冷却减35% 法杖技能本命召唤 消耗75点精神 召唤一只强化 即堕落猫妖出战 持续十分钟 金色品质的法杖本就抢手 而且还能召唤强化级 堕落猫妖出战 几项属性综合下来 效果简直横扫 20级以下的所有法杖 最重要的一点 仅仅15级就能使用 这对一些出身于世家 或者大工会的少爷小姐来讲 绝对充满着致命的诱惑 顾次估计了一下 这件装备 如果挂在交易系统上 底价绝对在800万以上 800万啊 他的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 放在三天之前 别说800万啊 800块对他来说 都是一笔巨款 然而现在 他随手打出的一件装备 就能卖出一笔天文数字 如此悬殊的差距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将法杖收入戒指 他看向了另一样物品 物品名称 堕落猫妖王金破紫色 物品介绍 击杀魔怪后 掉落的一种特殊资源 可用于喂养或强化宠兽 金破这东西 对猎人或者召唤师 为主的职业者 才有大用 顾次没有细砍 直接将之收入戒指 堕落猫妖王之眼 竟然还真被我得到了 顾次捡起地上 那枚幽绿色的宝石 拿在手中仔细端下 物品名称 堕落猫妖王之眼金色 物品介绍 击杀魔怪之后 掉落的能量金盒 镶嵌在武器类装备上 将会获得 难以想象的提升效果 原来是金盒啊 堕落猫妖王之眼 是一颗猫妖眼球 这个金色材料的悬赏 现在还挂在 职业者管理协会的 任务系统上 悬赏金额 更是高达一百万 甚至传奇工会之前 派人守在副本入口 也是为了这个材料 不过顾次 已经承诺过苏淼淼 如果得到了这个材料 一定会优先卖给他 这与苏淼淼说 要出五千万 来收购 堕落猫妖王之眼的事 没有任何关系 钱不钱的无所谓 顾次主要还是觉得 顾次网传宋镇所在方向走去 准备回城 南广的气候闷热潮湿 他身上的衣服 早就被汗湿了 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但是绝对不能不洗澡 离开副本广场的时候 几名身穿统一服饰的职业者 在人群中盘问着什么 顾次一眼就认出了 那些是传奇工会的人 想来也是在调查昨天的事 他神情平静如水 与一名传奇工会的职业者 擦肩而过 离开了广场 昨天那些传奇工会的人 去哪儿了 这根本不是 顾次要操心的问题 那些抢到装备的人 自然会用尽一切办法 去毁尸灭迹 传奇工会总部 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内 会长吴红 听着吴子义的汇报 神色之中一片平静 看不到任何情绪波动 这么说 从今早开始 我们传奇工会麾下的 那六十多名职业者 就彻底消失无踪了 传奇工会虽然不是什么 只手遮天的顶级势力 但也不是任谁都能拿捏的 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吴红用审视的目光 看向吴子义 父亲 我也梳理了一遍 那六十人中 等级最高的是 二十八级的战士刘海龙 两千五百二十六级的职业者 也不在少数 在南广市境内 能够悄无声息地抹去 这样一支队伍的势力 不在少数 但是有动手理由的 以我来看 只有两个 哦 继续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传奇工会的宿敌 征途工会 吴子义开始了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这次为了得到 堕落猫妖王之眼 我们派出了六十人的队伍 去驻守堕落密林副本 这样的动作 根本瞒不住征途工会 传奇工会 本就与征途工会积怨已久 而堕落密林副本 又恰好在征途工会的 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我认为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 第二个呢 吴红不置可否 继续问道 第二个 则是南广市职业者管理协会 如果我们传奇工会 得到了堕落猫妖王之眼 那无异于 是工会的整体实力得到提升 可这并不是职业者管理协会 想看到的 所以他们才暗中出手 将传奇工会 驻扎在堕落密林的人员 全部带走 也只有他们出面 才能轻而易举地 带走我们的人 吴红听罢 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这次我们有六十多人 不翼而飞 若是征途工会 他们的确有这个能力 但绝没有这个魄力 至于职业者管理协会 若是他们出面 的确可以翘无声息地 将刘海龙等人带走 但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 做这件事 吴紫义听到这里 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的确 若真是职业者管理协会的 那帮老爷们的意思 又怎么会在事后 连个通知都没有发出 这根本不符合 老爷们的做事风格 沉思片刻 吴红摆了摆手说道 紫义 你马上就要大考了 不要再因为这件事分心 往后几日 专心升级即可 至于工会的人 突然失踪的事 我会另外派人深入彻查 能一下子令这么多人消失的 无影无踪 想必对方肯定不是一般人 说到这里 吴红的语气陡然冰冷下来 不过不管是谁 既然敢对我们 传奇工会的人下手 就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0040章 惊艳宝石 二天早晨 当顾慈抵达城内 传送镇的时候 洛青雪与陆又鸣二人 均是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什么时候十四级了 洛青雪精致的脸上 满是震惊 美眸中浮现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距离大考之日还有三天 顾慈就已经升到了十四级 这怎么可能 昨晚 顾慈没有多说 毕竟这还牵涉到 解锁隐藏副本的事 真要讲起来 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真是个怪胎 陆又鸣在一旁 神色古怪地看着顾慈 心里郁闷至极 昨晚回城之前 顾慈还是十三级 而他们都还是十一级 本想着今天再杀一些野怪 肯定能够缩短 与顾慈之间的差距 却没想到 仅仅一晚上不见 顾慈竟然就升到十四级了 十四级与十一级 差距竟然越拉越大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说职业者越往后 等级越难提升吗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升级了 陆又鸣原本是激动的 兴奋的 对于今天的野外之行 是充满憧憬的 此时却被打击得怀疑人生 他搭拉着脑袋 就像是被双打了的茄子 上京学府的录取限是十五级 十四级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 顾慈已经一只脚踏入上京学府了 这么快的升级速度 简直骇人听闻 走吧 今天继续去堕罗密林 顾慈没有在意 那二人目光中透露出的异样情绪 他率先走上传颂阵 旁边两人连忙压下各自的心思 快步跟了上去 支付费用之后 传颂阵的光芒亮起 三人来到了野外 升到十四级之后 巨魔战士又增加了十二头 现在顾慈的恶魔空间之中 足足有九十七头巨魔战士 快要破百了 他念头一动 所有的巨魔战士冲向黑雾 挥舞着锋利的长矛 开始寻找野怪 骆青雪雨入又名 找了个地方坐下 对于顾慈的杀怪模式 他们已经习惯了 不多时 击杀提示接连跳出 经验开始浮动上涨 两人眼神之中露出喜色 暂且将刚才所受到的打击 抛却脑后 顾慈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 击杀一只野怪 也就是几百点经验 再经过三人平均分配 真正获得的经验 也就一百多点 这与副本里 动辄大几千的经验相比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若不是因为副本 还处于冷却时间 而野怪 又刚好可以给 巨魔战士刷属性 他才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两个小时后 骆青雪升到了十二级 陆又明看了过去 神色一阵诧异 昨天他们两人 是同时从十级升到十一级的 现在他距离十二级 还差五十趴的经验 怎么骆青雪就升级了 两人基础进度一样 获得的经验也一样 为什么骆青雪 竟然提前了那么多 你怎么升级了 陆又明不可思议地问道 我有经验宝石 骆青雪轻描淡写地说道 经验宝石这种道具 珍贵异常 价值不菲 大多数时候 只在世家工会等 大势力之间流通 像顾瓷与陆又明 这些平民出身的职业者 在此之前 根本听都没听过 经验宝石是什么 顾瓷见到骆青雪的 升级速度快了一倍 饶有兴致地问道 就是这个 骆青雪拿出了一枚 鸽子但大小的椭圆形玉石 递在了顾瓷面前 顾瓷看去 哪欲视为明黄色 晶莹剔透 表面还散发着淡淡的微光 物品名称晶艳宝石紫色 物品介绍佩戴之后 可在12小时内 额外提升100%的晶艳加成 额外提升100%的晶艳加成 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 骆青雪本来是想将这晶艳宝石 留到下副本的时候再用的 但是经过了昨天之后 他感觉 以顾瓷带他们刷怪的速度 好像与下副本获得的晶艳 差不了多少 毕竟如果他下副本的话 肯定是要找五人队的 也就只能拿到五分之一的副本经验 于是 他便将晶艳宝石佩戴了出来 顾瓷脸上浮现出淡淡的惊讶之色 陆又明更是一脸艳羡地看了过来 课本上怎么没讲过这种东西 顾瓷继续问道 晶艳宝石的制作 需要用到很多稀有材料 其中品质最次的 也价值数百万 制作成本极高 因此 并不在普通大众之间流通 高中课本自然也不会设计 能额外提升100%经验加成的物品 而且还不在普通大众之间流通 这就是世家子弟的底蕴吗 顾瓷眼底顿时一阵火热 虽然他解锁了深渊极副本 能获得更高的经验 但身为一个职业者 谁不想获得更高的经验呢 如果有了经验宝石 下副本之后 就能获得双倍经验 这无异于 是增加了一次下副本的机会 这东西 可以卖给我吗 顾瓷试探性地问道 虽然洛青雪之前已经说了 经验宝石不在普通大众之间流通 但他还是想试一试 你想要的话 直接拿去就好了 洛青雪奄然一笑 美眸之中光彩盈盈 啊 直接拿 洛大笑花 那能不能也送 不是 能不能也借我一个 大考之前保证还你 陆佑明神情略显尴尬 试探性在一旁问道 他和洛青雪本就不熟 若不是因为经验宝石的效果太过强大 他是绝对不会如此突兀地开口 洛青雪看了过去 神色平静地摇了摇头 并非我不见 只是这经验宝珠 是我父亲给我的 仅此一个 洛青雪淡淡说着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陆佑明呕了一声 失望地点了点头 洛青雪虽然平时并未表现得多么冷傲 但是 他身为南广洛家的掌上明珠 身份优越 自然是不屑于说谎的 只有一个 故此眉头微微皱起 心到这下可不好办了 若是还有其他的 不管其价值多么珍贵他 也会想办法买来 但仅有一个的话 他总不能将洛青雪的物品 占为己有罢 看到顾慈脸上泛起难色 洛青雪美眸中 闪过一抹狡黠的光芒 顾慈 你也不必为难 我父亲之所以给我经验宝珠 就是希望我能考入上京学府 如果你能在大考之前 带我升到15级 这经验宝珠你大可拿去 大考之前 带你升到15级 顾慈在心里盘算着 现在距离大考之日 还剩三天 想要带着洛青雪 从12级升到15级 虽然有些难度 但并非不能做到 兄弟 等我升到12级之后 你就带着洛大笑花 一个人刷怪吧 少一个人 你们分道的经验也就多一些 陆又明大大咧咧地说道 以现在的速度来看 估计再过三个小时 就能升到12级了 12级就能够入读高等学府 陆又明对此已经很知足了 虽然他转职了 稀有职业雷霆法师 但他并未像顾慈一样 将上京学府当作目标 他的目标 其实就是考入一所高等学府就行了 而且接下来还有三天时间 即便是他不跟顾慈组队 至少也还能再升一级 这样一来 他不仅可以入读高等学府 而且还有了挑选的余地 这在他看来 就已经很满足了 第0041章加倍偷了 下午 陆又明升到了12级 离开队伍之后 顾慈又送给了他一把 蓝色品质的堕落法杖 陆又明拿到堕落法杖的那一刻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着转 职业者的装备并不便宜 陆又明平民出身 以他家的经济条件 若是给他配一把蓝色品质的法杖 绝对是要倾家荡产了 就连他现在手上的法杖 都是从二中的装备库里借出来的 法杖本身伤害低不说 大考过后 还要还回去 到时候 他就只能用比现在这个 更差劲的白色装备了 现在好了 有了顾慈送他的堕落法杖 短时间内 他不用再担心装备的问题了 陆又明对顾慈一阵感恩戴德 之后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顾慈带着洛青雪往堕落密林之内走去 虽然他看不上击杀野怪的这点经验 但那些经验 对现在的洛青雪来说 却是刚刚好 密林里面的野怪 以1617级居多 偶尔还能遇到18级的 这让只有12级的洛青雪 体验到了越级击杀的快感 获得的经验 也比上午提升了一倍 洛青雪将经验宝石给了顾慈 不过顾慈并没有佩戴 经验宝石 只能提供12个小时的双倍经验加成 上午已经被用了三个小时了 所以顾慈打算 等到晚上下副本的时候再用 双倍经验的时间 是以职业者佩戴的时间为准 再也外用 无异于是最大的浪费 咦 你竟然有堕落 回想这种金色储物戒指 是堕落密林副本里掉落的吗 洛青雪惊讶地看向顾慈指间的储物戒指 不是 别人送的 顾慈淡淡说道 拿金色装备送人 好大的手笔 洛青雪嘖嘖称奇 随即问道 男的女的 女的 洛青雪翘脸微微变色 音调不受控制地提高了几度 嗯 故此点头 你还嗯 洛青雪笑眉微微促起 内心不由地泛起几分愁绪 他脸色略微不悦地问道 谁啊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你不认识 前几天在野外杀怪遇见的 杀怪遇见的 陌生人 一见面就送你一件金色装备 也许是因为我就过他一命吧 还有救命之恩 洛青雪 银牙轻咬 心中别提有多么郁闷了 这感觉就像是几天不见 突然的指甲 被人给偷了 一见面就救了人家一命 我们高中三年 怎么没见你就过我一命 洛青雪越想越气 冷哼一声 脚下加快了步速 独自一人往前走去 嗯 故此目光微抬 隐隐感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却想不明白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到了晚上 也怪得刷新频率直线降低 洛青雪看了一眼经验值 已经涨到了35%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他的语气略显冷清 还因为家被偷了的是闷闷不乐 晚上如果没其他事的话 我带你去刷副本 故此淡淡说道 距离大考只剩下三天时间 要想帮洛青雪 从12级升到15级 故此只能想到下副本这个方法 下副本 洛青雪俏脸威正 他不是 没有想过下副本 只是冰霜法师 属于主战类职业 一般在队伍中 都是负责伤害输出 而他现在根本没有成长起来 伤害低得可怜 这样的角色如果担当输出 根本打不出伤害 副本过程也就会变得异常煎熬 我现在等级这么低 哪个队伍肯要我 洛青雪小声说道 不需要找队伍 我带你就行了 你带我下副本 就我们两个 嗯 洛青雪想了片刻便同意了 他知晓顾瓷的为人 既然顾瓷已经开了这个口 那他一定是有着十足的把握 副本冷却结束的时间 在凌晨四点多 这个时间不早不晚的 让洛青雪听了 不禁秀眉微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顾瓷最开始来到野外的时候 是白天杀野怪 晚上下副本 这样恰好可以错开夜晚野怪 刷新频率低的问题 由于第一次下副本 是凌晨四点多 后续副本 就都是在这个时间更新了 约好时间后 洛青雪说 这是他第一次下副本 要回城做一些准备 顾瓷正好打算回家洗澡了 也就跟着一起回城了 洗过澡之后 躺在床上 他打开了交易系统 经过了两天 之前挂上去的东西 九成都已经卖出了 他的账户余额 也暴涨到了接近200万 仅仅两天时间 就赚了接近200万 顾瓷不由地想到 转职大会当天 江青雪说的一句话 只要成为职业者 就已经甩开了 这世上99%的普通人 那些没有成功转职的人 将会以普通人的身份 进入社会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将迎来996 007 甚至是全年无休的沉重工作 干着几千万上亿的大项目 每个月只能赚几千块维持生计 那种一眼就能看到未来的人生 再顾瓷 看来比面对99级的魔怪 还要恐怖 一阵感慨之后 他又开始查看属性面板 昨晚在深渊疾附本中杀的猫妖 再加上今天白天杀的野怪 他的生命 已经堆到了140万9725点 即便这是自己的生命值 顾瓷也从心底感到一股震撼 140多万 这要是传出去 绝对害人听闻了 是时候买一件隐匿属性的道具了 若是被人知道了我的生命值 肯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随后 他又看向技能面板 虚空诅咒已经强化了9次 于是他又燃烧了38400点生命 进行了第十次强化 虚空诅咒LV14加10标记 288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值 对目标造成29点诅咒伤害 加9变成了加10 故此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让强迫症看来顺眼多了 死亡侵蚀这个技能 目前只强化了5次 他便一口气燃烧了74400点生命 又给强化了5次 死亡侵蚀 LV3加10释放死亡之种 附着一个目标 造成自身最大生命值一趴的真实伤害 若是直接击杀目标 死亡之种可在分裂32次 并造成等额伤害 由于死亡侵蚀是12级才学到的新技能 所以当前技能等级是3级 除开释放的第一个死亡之种不算 分裂一次是1 分裂两次是1加2 分裂三次是1加2加3 分裂32次 就可以迅速附着528个目标 造成的伤害则是12969点 故此点了点头 心满意足 进入冥想状态 第0042章横推深渊级副本 凌晨4点15分 故此与洛青雪 来到了堕落密林副本的入口处 为了先将洛青雪的等级提升至15级 故此又让洛青雪带上了经验宝石 组队完成 队长故此 14级7.68% 队员洛青雪 12级56.42% 经验分配模式平均分配 物品分配模式队长分配 故此开启副本 直接跳过普通级与噩梦级 选择了深渊级难度 洛青雪见此 目光一凝 翘脸微微发白 等一下 你选错了 然而他话音刚落 就被顾瓷拉着 走入了空间漩涡 二人的身影瞬间原地消失 眼前场景突变 洛青雪置身于一片阴影茂密的丛林 这才恍然发觉自己 已经身在副本之内了 前方一处半米高的草丛里 三只堕落猫妖缓步走出 目光冰冷地向着这边逼近 洛青雪下意识扔了个探测树过去 翘脸顿时一阵苍白 这竟然是一只统领级魔怪 虽然等级是15级 但是属性却比外面遇到的野怪 强大了数倍不止 你怎么会选择深渊级副本 这里的魔怪太强大了 我们根本打不过 快撤 洛青雪话音落下 手里已经出现了两个传送卷轴 昨晚他说 第一次下副本 要回去准备一下 现在一看 的确是有备而来 放心 这些猫妖不用你动手 洛青雪一阵诧异 不用自己动手 难不成他要一个人刷身冤疾副本 这怎么可能 故此面色自若 经过昨天一天一夜的精神恢复 他的恶魔空间里 已经转化了120头巨魔战士了 而且通过吸收死亡之力 巨魔战士的思维属性 再次暴涨 已经突破了13000点 所以 今天的副本推进 应该比之前的任何一次 都更加快速 他将巨魔战士全部找出 分散在密林中 开始去寻找魔怪 刺 那三只正在逼近的猫妖 突然间猫躯聚颤 身体瞬间被锋利的长矛刺入 心脏也被冻穿 在巨魔战士 13000点的力量面前 三只堕落猫妖瞬间死亡 击杀15级堕落猫妖领主 经验加5700 击杀15级堕落猫妖领主 经验加5700 击杀15级堕落猫妖领主 经验加5700 组队情况下 洛青雪本来只能得到2850的经验 但是由于 他佩戴了经验宝石 有了100%的经验加成 因此才得到了5700的经验 三道提示突兀跳出 洛青雪的经验调猛地 向前冲了一劫 洛他看着那三头 冲向密林深处的巨魔战士 眉眸之中满是震惊 那可是三头领主级 堕落猫妖啊 怎么就被固词的召唤物秒杀了 这些就是你的召唤物 怎么会这么强大 他下意识扔了个探测 数落在巨魔战士身上 却发现 只能探测到巨魔战士的名称与等级 其他信息一概没有 他本意是想查看巨魔战士的属性 却没想到根本探测不到 这究竟是什么召唤物 为什么会这么强 洛青雪星底涌起强烈的不真实感 这样的巨魔战士 顾瓷竟然有120头 就算是召唤师 也没有如此恐怖吧 能有这样一支巨魔大军 难怪在野外时候 他什么都不用做 也能让自己和陆又明的经验飞涨 你的传送卷轴可以收起来了 跟我走 顾瓷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迈开脚步向前走去 就在洛青雪愣神的这会儿功夫 巨魔战士们 已经清除了前方300米范围内的全部魔怪 并且还在以更快的速度 继续向前推进着 饶氏洛青雪出身于世家大族 也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他跟在顾瓷身后 一路所见 全部都是领主级 堕落猫腰的尸体 根本没有一个活物 这一刻 他的世界观都被颠覆了 偌大的秘灵 仿佛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这还是深渊极副本吗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简单了 巨魔战士也不见了踪影 毕竟他们的敏捷 全都超过了一万三千点 纵使秘灵的环境再复杂 对他们来说 也是如履平地 如果不是有一千米的范围限制 估计巨魔战士 现在已经推到秘灵深处了 他竟然可以单刷副本 恶魔君王 这就是初代职业的强大吗 越往秘灵深处走 洛青雪越觉得不可思议 他这个稀有职业 统领及猫妖都打不过 但顾慈已经成长到 能够单刷副本了 不 单刷似乎不足以形容顾慈的强势 应该说是横推副本 这就是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吗 前几天 学校里到处都是风言风语 顾慈转职的恶魔君王 被职业者管理协会评定为 有史以来最差的初代职业 连落青雪 也因为这件事 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而现在 如果顾慈横推堕落 密临深渊及副本的事传了出去 恐怕当初来给顾慈 做评估的那帮人 全都都被上处分 有史以来最差的初代职业 真是笑话 你们来好好说说 一个能横推深渊及副本的初代职业 是如何被评定为最差的 落青雪走在后面 头颅微微抬起 俏脸之上浮现出 毫不掩饰的骄傲之色 他的目光落在顾慈 那修长挺拔的背影上 一双美眸之中 光彩盈盈 走快一点 不然会耽误到前面的推进 顾慈回过头说道 耽误前面的推进 是因为顾慈与召唤物之间 有距离限制吗 落青雪呕了一声 连忙脚下加快步伐 一路锁过 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着的 堕落猫妖尸体 连带着击杀猫妖之后 掉落的物品与材料 也随处可见 掉落的物品都不减吗 落青雪下意识问道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这一路上 至少看见了三四件蓝色装备 这些东西随便卖出去 都是几十上百万一件的 杀了BOSS之后统一捡 顾慈丹丹说道 他一直都是击杀BOSS之后 才让巨魔战士 将掉落的物品全部捡回来 否则巨魔战士 又没有储物法宝 若是击杀之后 再捡起掉落物品 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就有很大影响 大概七八分钟之后 两人走到了密林尽头 只见120头巨魔战士 手持长矛 正在疯狂地围攻 堕落猫妖王 领主及BOSS 我们已经走到副本尽头了 落青雪一阵恍然 见到顾慈点头 只觉得整个人 就像是做梦一样 散了一会儿不 深渊及副本就快打完了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就在这时 堕落猫妖王的血量 降至三十怕 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猛的一声咆哮 阴波震退了身边 十几头巨魔战士 随后他跳到一片空地上 周身绽放出鲜艳红光 他要召唤堕落猫妖了 落青雪见此 美眸之中一阵惊慌 堕落秘灵的副本攻略 他可是认真研读过的 故此 快 立刻打断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0043章再加上仰慕 打断堕落猫妖王的技能 故此摇了摇头 并没有像落青雪所说的那样做 下一秒 堕落猫妖王身侧 出现了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漩涡之中黑影虫洞 很快 一只接一只的灵主及堕落猫妖 从其中跳出 太迟了 落青雪见此 翘脸微白 神情之中一阵沮丧 故此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巨魔战士 打断堕落猫妖王的技能 如果你打断召唤技能 这场战斗 就会有惊无险的结束 但是现在 落青雪不再继续说下去了 神情之中一阵沮丧 迄今为止 还从没有哪个二十级以下的职业者 能从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之下 全身而退 这次的副本 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为什么不打断他的技能 故此面色微变 与其差一道 要是打断了 我们还怎么升级 他向前一指 巨魔战士迅速冲了上去 与那些被召唤出来的 堕落猫妖杀作一团 落青雪柳眉一条 眉眸之中满是不可置信 升级 难道故此是故意不打断 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 就是为了能击杀更多的猫妖 这也太害人听闻了 真是一高人胆大 看到故此眼底的平静 落青雪也暗自放下心来 既然故此有这个把握 那他便选择无条件的相信 猫妖逐渐多了起来 很快 每一头巨魔战士身边 都围绕着五六十只领主级 堕落猫妖 这次故此没有在旁边观看 而是发动技能 将一颗缠绕着黑色能量的死亡之种 投入了猫妖群落 随着一只猫妖突兀死去 死亡之种迅速分裂 一转眼就附着了528只猫妖 伤害爆发 悄无声息的 528只猫妖也瞬间死亡 伴随着那群猫妖彻底死亡 洛青雪脚下绽放出一片金光 他升到13级了 故此眼含欣慰地点了点头 没有犹豫 继续发动死亡侵蚀 只有先将洛青雪的等级提升上去了 他才能放开手脚 去杀怪升级 死亡之种接连飞出 猫妖群落中 成片成片的猫妖突兀死去 洛青雪才刚刚升到13级 经验条又开始了紧喷式的暴涨 他棱在原地 心脏砰砰直跳 震惊地无以复加 本以为那120头巨魔战士 就是故此最大的仰仗 却没想到 从故此掌心中 飞出去的那颗 毫不起眼的能量种子 竟然会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伤害 仅仅一颗能量种子 就能瞬间杀死 528只堕落猫妖 这究竟是什么神迹 几秒之后 上千只灵主及 堕落猫妖死在地上 尸体堆积如山 这像是14级职业者 能做出来的事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20级职业者 在这里也只能自愧不如 很快 猫妖数量锐减至1000出头 故此不再释放技能 将战场重新交给巨魔战士 之所以这次突兀出手 是因为马上就天亮了 等天一亮 野外的魔怪 又会恢复正常的刷新记录 到时候 正好还可以带着落清雪 去野外练集 想要在三天之内 将落清雪从12级提升到15级 那就要尽可能多的 积魔怪怪获得经验 不管是副本的 还是野外的 只要能长经验 通通击杀 因此 白天的时间也不能耽搁 顾慈看了一眼经验蓝 长福只能说是一般 组队分去了一半经验 升级的速度反而变慢了 不过没关系 当物知即是现将落清雪 带到15级 以后 他还可以用经验宝石 去打等级更高的副本 落清雪从升级的惊喜中 回过神来 看向顾慈 你之前就是这样下副本的吗 一个人横推 他语气中 还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毕竟刚才经历的一切 对他来说太不真实了 这可是堕落密林深渊级副本啊 嗯 顾慈点了点头 做出回应 落清雪听罢 内心一阵惋惜 顾慈只是平民出身 就已经做出了 如此精彩绝艳的成绩 难以想象 如果他是某个世家的子弟 又将会是何等的 惊世骇俗 别的不说 如果顾慈像他一样 一开始就拥有经验宝石 只怕到大考之日 绝对能升到17级了吧 17级啊 比上金学府的录取线还要高出二级 那个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毕竟如今 被誉为神下帝国 最有希望晋升法神的月神大人 当初就是以17级之资 被上金学府录取的 如果顾慈真的能够以17级之资 出现在大考之日 到时候不止难广市 甚至整个南越行省 都将为之沸腾 想到这里 落清雪眼中的顾慈 似乎变得高大了几分 虽然顾慈无法与月神大人 那种绝世天才比肩 但他出身平民 却能轻轻松松碾压世家子弟 这份天资 不能说是绝无仅有 但也绝对是精彩绝艳了 如果说之前 落清雪对于顾慈的态度 只是出于喜欢与欣赏 那么从此刻起 还要再加上一条仰慕 没过几分钟 堕落猫妖的数量又多了起来 为了尽快通关副本 顾慈再次出手 毫不犹豫地发动死亡侵蚀 死亡之种 接连不断地投入猫妖群落 几个呼吸之间 近乎九成被召唤出来的 堕落猫妖全部死亡 堕落猫妖王的召唤技能 还在持续 但是已经能看出 召唤出的猫妖数量 在逐渐减少 不多时 堕落猫妖王一声哀嚎 停止技能 进入虚弱状态 而此时 周围的堕落猫妖 也仅仅只有六百多只 巨魔战士 清理了余下的所有猫妖 然后才冲上去 围杀堕落猫妖王 最终在一轮穿刺之志的 密集长矛下 堕落猫妖王的血量 彻底清空 这就完了 洛青雪如梦初醒 下意识看了一眼 自己的经验进度 已经超过了六十趴 按照这个速度 只要再下一次副本 它应该又能升级了 走吧 野怪差不多该刷新了 顾辞说罢 将堕落猫妖王 掉落的物品 收了起来 第一次带队的时候 就说好了 经验平分 掉落物品全部归它 掉落的物品 不外乎老三样 装备材料与金破 其中也就是一件 金色掌靴比较值钱 至于堕落猫妖王之眼 这次肯定不会有了 想来那种效果 逆天的金色材料 绝对是掉率非常低的 上次它之所以能得到 是因为完成了 深渊级堕落猫妖王的 首杀奖励 以后估计 这头堕落猫妖王 被击杀上千次 都未必能再次掉落了 第0044章 给BOSS恢复状态 洛青雪适时 将金燕宝石取了下来 不佩戴的时候 是不计算双倍时间的 清点收获之后 故此召回巨魔战士 两人退出副本 开始往野外的密林深处走去 看了一下面板 本来他预计 这次下副本能将经验 提升到50%以上 结果只有36% 按照目前的情况 他至少要再下两次副本 才能升到15级 也就是说 按照现在的进度 等大考之日那天 他和洛青雪 刚好能够升到15级 这个速度对他来说 着实是慢了一大截 不过 为了拿到经验宝石 也不是不能接受 虽然会短暂地影响升级速度 但是以后 再用经验宝石去刷副本 轻而易举 就能弥补现在的损失 别人下一次副本 少则一小时 多则34小时 但故此几乎每次都在15分钟左右 就能打通副本 经验宝石在他手中发挥的效用 是在别人手中的七八倍之多 不多时 两人身边的黑雾 变得浓重起来 密林深处 基本上都是1617级的魔怪 洛青雪行走在黑雾之中 不仅没有丝毫胆怯 反而翘脸上洋溢着明媚的笑意 有那120头巨魔战士 在密林中杀怪 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做看经验增长便是了 想到这里 洛青雪的脚步 也不由得轻快了几分 故此察觉到了这个变化 也没有在意 他的精神 时刻与巨魔战士相连接 黑雾中的任何变化 都被他看在眼里 一旦周围有野怪出没 根本不需多说 巨魔战士 会率先击杀利他最近的魔怪 击杀野怪的经验太低了 洛青雪看着经验提示 百无聊赖地说了一句 有道是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尝到了副本的高额经验之后 野怪在他看来 已经变得索然无味 嗯 故此点了点头 终于有人懂他了 两人在野外 一连刷了十几个小时的野怪 渴了就喝几口水 饿了就从储物手镯里 端出两碗牛肉面 反正故此现在 已经有了小两百万的存款 再也不用为吃不起牛肉面 而发愁了 很快 夜幕降临 巨魔战士的数量 增至130头 四维属性 也暴涨至18500点 野怪刷新频率逐渐降低 故此与洛青雪 也停止了刷怪 打算回程休整 第六天 距离大考来临 只剩下了最后两天 凌晨4点15分 两人来到了 堕落密林副本外 组队完成 选择深渊及副本 确认光芒亮起 两人一前一后 走入空间漩涡 再次进入副本 洛青雪美眸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它就像上次一样 一个技能都没放 全程都是跟在 顾瓷身后赶路 经验如同 做火箭一样迅速提升 一个稀有职业冰霜法师 在副本中消耗最多的 竟然是体力 这上哪说理去啊 八分钟后 密林中的堕落猫妖 全部被剧魔战士 清理干净 十二分钟后 所有召唤出的 堕落猫妖 也被杀光 堕落猫妖王 也随之 进入了虚弱状态 就在剧魔战士 掉转矛头 准备去送堕落猫妖王 最后一程的时候 洛青雪突然叫住了 顾瓷 等一下 他走上前来 一双美眸之中 金光闪烁 顾瓷 你有没有试过 不杀 这只堕落猫妖王 为什么不杀 顾瓷疑惑问道 如果我们给他 恢复状态 你说他能不能 再释放一次召唤技能 洛青雪神秘一笑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张卷轴 终极治疗卷轴 看清楚了卷轴的名字 顾瓷心中一惊 随即豁然清醒 是啊 自己怎么没想到 可以这样操作 如果继续给这只 堕落猫妖王恢复状态 没准他状态恢复之后 还可以再放一次召唤技能 厉害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顾瓷对洛青雪 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他是穿越者 在他眼中 早就把魔怪 当成了游戏数据 先入为主的概念 让他认为 BOSS就是用来杀的 但洛青雪不同 在他眼中 每一只魔怪 都是有生命的 和人一样 堕落猫妖王 每次发动召唤技能之后 就会进入虚弱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他的各项属性 都会大大降低 不能再发动技能 那如果给他进行治疗 并且驱散虚弱状态 是不是堕落猫妖王 也可以像人类一样 恢复过来 再次发动技能呢 所以 洛青雪才想到了 给BOSS恢复状态的方法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 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可以先试试 他眉眸中 闪过几分跃跃欲试的光彩 说吧 他拿着终极治疗卷轴走上前去 卷轴的使用方法大同小异 都是以精神力探入 激活 然后发挥效果 他将堕落猫妖王 设定为终极治疗卷轴的治疗目标 随后激活 圣洁的白光从卷轴表面爆发 照耀在堕落猫妖王身上 他身上猙獰的伤口逐渐愈合 血量也缓慢回升 连虚弱状态也被驱散了 卷轴真的有用 洛青雪心中 长舒一口气 翘脸浮现出几分庆幸 给Boss使用治疗卷轴 这件事即便是 放在职业者历史上 都极为炸裂了吧 不多时 白光逐渐衰弱 卷轴的治疗术释放完成 在治疗术的作用下 堕落猫妖王的生命值 恢复到了50% 连负面效果也被驱散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 四肢着地 头颅高高抬起 正在以一种冰冷的目光 审视着顾瓷二人 杀 顾瓷没有犹豫 一声令下 早已等候多时的巨魔战士 纷纷冲了上去 围着堕落猫妖王 穷追猛打 在130头巨魔战士的围杀之下 堕落猫妖王的生命值 又开始飞速锐减 没过多久 就跌破了30% 哦 再次感受到生命威胁 堕落猫妖王 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道愤怒的咆哮 他纵身一跃 突破巨魔战士的包围 跳到了一处空地上 紧接着 星红的光芒 从他身上绽放而出 这是要发动召唤技能的前奏 成了 顾磁眼底 迸发出一抹喜色 立刻命令巨魔战士 停止攻击 下一秒 两个巨大的空间漩涡 出现在堕落猫妖王 左右两侧 漩涡之后 黑影从动 一只接一只的 统领及堕落猫妖 从其中跳了出来 第0045张帮BOSS爆兵 顾磁与洛青雪相视一眼 神情之中满是喜色 堕落猫妖王 第二次发动召唤技能了 那是不是说 只要准备足够多的治疗卷轴 就能一直在副本中杀下去 这样一来 青燕不就源源不断了吗 召唤技能施放成功 巨魔战士又重新发起进攻 他们挥舞着长矛 冲向堕落猫妖群落 再度掀起厮杀 击杀15级堕落猫妖统领 经验加5700 击杀提示再度跳出 洛青雪的笑容 愈发明媚动人 他现在才13级 如果不算上现在这次 以他的速度 还需要再下两次副本 才能升到15级 也就是说 不止明天 他还要在大考当天的凌晨4点多 再下一次副本才行 但是现在不用了 只要能够保证 堕落猫妖王的状态 他就可以留在副本里 做看经验飞涨 你还有多少治疗卷轴 顾瓷突然问道 不多 我只带了三个 三个中级治疗卷轴 按照市场价 折合1500万神下币 这还较不多 顾瓷心中暗暗则舌 饶食他现在已经小有身价 不用为钱而发愁了 还是被洛青雪的豪横 深深震撼了一把 不过他有所不知 三个中级治疗卷轴 其实不是洛青雪买的 而是家族为他配置的资源 他出身世家 生活优越 但真正能够调动的资金 却是十分有限 若是真论起来 估计他还没有顾瓷有钱呢 三个 那足够了 顾瓷点了点头 心中开始盘算起来 简单来说 一个中级治疗卷轴 可以让堕落猫妖王 抱一波兵 三个中级治疗卷轴 按照之前的经验来看 推完这三波猫妖之后 洛青雪也就可以升到十五级了 接下来 顾瓷就可以经验宝石独自刷怪了 明天是大考之前的最后一天 这样一来 他还可以趁着明天 再单独刷一次堕落密林副本 虽然只有一次 但只要准备好充足的治疗卷轴 再配合经验宝石的加成效果 他的经验将会迎来一次大爆发 很快 第一波堕落猫妖被全部杀光 洛青雪也在这个过程中 升到了十四级 与顾瓷的等级追平了 伴随着堕落猫妖王 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哀嚎 他倒在地上 进入虚弱状态 洛青雪走上前去 激活卷轴 充满治愈气息的白光 照耀在堕落猫妖王身上 生命之回升 虚弱状态也被驱散 堕落猫妖王 发出一声尖锐的力笑 重新站了起来 一双冰冷的眸子 冷冷扫视眼前这群巨魔战士 巨魔战士不再观望 第一时间发起冲锋 围着堕落猫妖王再度发起猛攻 很快 堕落猫妖王的生命值 又降到了30%一下 他周身爆发出鲜艳红光 开始施放召唤技能 在顾瓷的指挥下 巨魔战士纷纷停下攻势 等到成群的堕落猫妖 从空间漩涡跳出 他们才手持长矛冲了上去 杀戮再度开始 巨魔战士毫不留情地展开屠杀 如此 两人的经验再度飞涨 五分钟左右 眼前的堕落猫妖 已经寥寥无几 洛青雪看向顾瓷 只见后者脚下绽放出 金色的升级光芒 你怎么又升级了 15级 洛青雪不由地惊呼一声 他才刚刚追凭顾瓷的等级 却没想到 顾瓷一转眼又升级了 这速度也太不可思议了 顾瓷点了点头 他在14级 已经卡了两天多了 再加上这次堕落猫妖王 又爆了两波兵 升级不是应该的吗 很快 堕落猫妖又屠戮干净 洛青雪拿出了最后一个 终极技能卷轴 走向趴在地上的 堕落猫妖王 五分钟后 130头巨魔战士 以一波穿刺之质 带走了堕落猫妖王 洛青雪脚下 绽放出一片金光 他也升级了 15级 击杀15级堕落猫妖王统领 金焰加3万 获得堕落长剑金色 获得堕落盔甲紫色 获得堕落猫妖王金破紫色 洛青雪取下金焰宝石 交给顾瓷 随后目光落在地上 那件金色品质的堕落长剑之上 目光之中满是失望 如果能掉落一件 金色品质的法杖就好了 你说的是这个吗 顾瓷念头一动 储物戒指里 那只金色的堕落法杖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洛青雪听到顾瓷的话 下意识看了过去 物品名称堕落法杖金色 金色品质的法杖 顾瓷竟然有一只 金色品质的法杖 这件装备 如果挂上交易系统 绝对价值上百万了 洛青雪压下心中的惊诧 只觉得越来越看不透顾瓷了 你怎么会有金色品质的堕落法杖 第一次击杀深渊及boss掉落的 那你怎么不用 洛青雪问完这句话 也有些忍俊不惊 他想起来这些天的杀怪 顾瓷好像从来都没有使用过装备 不是他没有 更主要的原因 应该是用不着吧 这只法杖我用不着 顾瓷也没有含糊 直接将法杖递了过去 我杀怪不靠装备 你如果想要的话 尽管拿去吧 一只金色品质的法杖 谁不想要 谢谢 洛青雪翘脸绽放出一抹笑意 满眼欢喜地 将这只金色的堕落法杖收了起来 退出副本之后 洛青雪心情大好 没想到他后来居上 等级既然已经超过了顾瓷 距离大考还剩下一天半的时间 终于升到15级了 洛青雪主动脱离队伍 这个升级时间比他预计的早了太多 现在他已经达到了上金学府的录取线 如果大考之日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他入读上金学府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顾瓷却并不想止步于此 能不能借我些钱 借多少 最好你有多少就借多少 洛青雪微微一正 还从没见过这样子借钱的 我最多只能向家族透支500万 那就500万 我一周之内给你还清 顾瓷添加了洛青雪 在职业者管理协会注册的账号 后面就可以通过这个账号 直接转账到他的余额里 两人先后升到了15级 也不想再去野外杀怪了 通过传送阵回到城市之后 二人互相道别 分别之后 顾瓷并没有回家 而是往职业者管理协会的方向走去 他的戒指里 还有两件金色装备 十几件紫色装备 与几十件蓝色装备 如果全部挂上交易系统 估计能卖好几千万 只要今天能把这批装备卖了 事聊卷轴就不是问题了 第004六章降价处理 走进职业者管理协会 顾瓷来到了寄售处 将装备清单与报价 一同交给工作人员 金色品质装备 一千万一件 紫色品质装备 一百万一件 蓝色品质装备 十万一件 还有各种材料与道具若干 都比市场价便宜不少 这位先生 您的所有物品 全都打算按照最低价的出售吗 继售处的工作人员抬起头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顾瓷 如此大规模的降价售卖 损失的金额 至少也要上百万了 不错 我急用钱 越快出售越好 优先接受用终极治疗卷轴兑 顾瓷也想过换成初级治疗卷轴 但毕竟治疗对象 是一只深渊级的boss 虽然仅仅只有15级 但是其生命值与人类的15级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换成初级治疗卷轴之后 又无法达到适合的治疗效果 那就得不偿失了 听到顾瓷的话 工作人员微笑说道 既然如此 您是否接受 将所有的物品 统一售卖给职业者管理协会的交易平台呢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们会立即给您支付货款 可以直接卖给交易平台吗 是的 我们买下您的装备之后 会重新评估定价 然后上线交易系统 站在您的角度 这样效率更高 省去了等待物品出售的时间周期 价格呢 价格可以按您这份清单上的来 好 那就直接卖给平台吧 顾瓷点头 工作人员这边立刻开始结算 其实顾瓷的售价 完全可以再高一些 但是他急需大量资金 购买终极治疗卷轴 也就没有在意那些细节 毕竟终极治疗卷轴 一个就价值500万 这里费尽心思地讨价还价 挤出来两三百万根本没用 有那时间 还不如多杀几只魔怪 如果爆出一件蓝色装备 一百多万不就回来了 几分钟后 工作人员将一份加盖了 职业者管理协会印章的 结算清单递了上来 先生 总货款为4100万 明细列在了清单上 请您查收 工作人员语气之中充满尊敬 如此年轻 就能拥有4000多万巨款 职业者的赚钱速度 还真是让人羡慕 好 不用支付了 全部拿来买终极治疗卷轴 工作人员点头 立刻开始操作起来 4000万换成了8个终极治疗卷轴 再加上落清雪 借给他的500万 一共买了9个 感谢光临 欢迎您下次再来 工作人员送走了顾慈 脸上的微笑 逐渐化作狂喜 以低于收购标准的价格 买下了价值如此巨大的货物 这一单最少 也能给他带来4万块的提成 转翻了 他兴高采烈地哼着歌 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认真工作 工资有没有涨 他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说上一句 有 未来可期啊 从职业者管理协会出来之后 顾慈没有去野外 而是回家了 自从转职之后 他几乎将90%的时间 都用在了杀怪升级上 现在趁着副本还在冷却 也是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了 第七天 早上9点多 顾慈来到了 堕落密林副本的入口广场 经过昨天一天的修整 巨魔战士 如今已经扩增到了142头 穿过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顾慈来到副本入口处 满心兴奋地开启了副本 有经验宝石与终极治疗卷轴在手 这一次 他的等级将迎来一个突飞猛进的提升 晚上7点 是新手副本的关闭时间 到时候 所有没出来的学生 都会被强制传送到外面的入口广场上 从下午开始 已经有学生陆陆续续退出副本 也有零零散散的学生从野外回来 他们聚在广场上 互相展示着自己的等级 诉说着这七天里各自的经历 江庆之与冯建平等一众校长 也出现在了广场上 站在角落耐心地等待着 明天就要大考了 这七天过得可真快啊 也不知道 那些前往野外的学生 现在是什么等级 急什么 之前已经通知了学生们 第七天晚上七点在广场集合 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他们了 希望明天的大考这群孩子 会给我们个惊喜吧 今年前往野外升级的 有三十多个学生 南广市高等学府的录取率 应该会有所提升 对了江校 你们学校 那个顾瓷 不是第一天就升到了九级吗 现在多少级了 是啊 我看顾瓷入读上京学府 是板上钉钉的事 没准还能搞个省状元的名头 回来 江庆之淡淡笑了笑 表示他向来沉稳持重 此刻的神情之中 也浮现出了几分毫不掩饰的骄傲 上京学府的录取现是十五级 纵观整个帝国 唯有阅神大人 是以十七级之姿 考入上京学府的 我看 顾瓷很有可能 与阅神大人的记录持平 什么 江校 你这玩笑开得是不是太大了 十七级 难道你想说 顾瓷的天赋 足以比肩阅神大人 江庆之笑着 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其实他想说顾瓷 很可能会超过穆宁月的记录 但是考虑到穆宁月 毕竟是神下帝国 最有希望晋升法神的存在 身份高贵 因此他才没有直说心中的想法 江校 你中午是不是出去喝酒了 几个菜啊 连比肩阅神这种话 都能让你说出来 就是 你江校平时也不是这样 怎么今天就开始飘了 其他几个校长打着去调侃 直接把江庆之的话 当作笑话听了 唯有朱建平 站在旁边一语不发 神色之中满是羡慕与嫉妒 别人不知道顾瓷的天赋有多强大 他可是亲眼见过的 他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那几个校长 眼中一片轻蔑 笑吧 尽管笑吧 现在笑得有多开心 等会儿打脸就有多疼 不多时 又有学生出现在了广场上 之前嘲讽江庆之的那位校长 眼睛一亮 诶诶 又来了一位 是我们五中的学生 那位学生满脸红光地走入学生聚集区 直接将自身信息展露出来 李翔 十二级 神射手 看到等级 那位校长心情大好 毕竟十二级就可以入读高等学府了 五中也不是什么名列前茅的高中 能出一位高等学府的人 才就顶了天了 快看 那不是我们二中的刘从心吗 刘从心也是从野外回来的 身边还跟着一只被驯化的魔怪 他像是一名凯旋的将军 大大咧咧地将自身信息展示出来 刘从心 十三级 猎人 朱建平目光一亮 神色之中一阵满意 看着学生逐渐回归 江庆之不由的神情微动 他目光眺望远处 眼底闪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兴奋与期待 第0047长 你怎么知道我十四级了 傍晚 霞光绚烂 一大半太阳都沉入地平线之下 余下的残阳 正散发着微弱光亮 绝大部分学生 都已经从新手副本 或者野外返回 正在广场上 互相交流着 初次成为职业者的心得 几位校长们 也在暗中 攀比着各自学校的学生等级 不过毫无疑问 大部分升到1213级的学生 都是出自一中 比例之大 几乎占了学生总数的七成之多 至于14级 目前还没有人达到 江校 不对劲啊 我们二中的陆又明 到现在还没回来 朱建平眺望着城门方向 与其中是 毫不掩饰的交集 再等一会儿 我们一中的顾瓷和骆青雪 也还没有回来 江庆之的浓眉微微皱了一下 虽然看上去 还是面色自若 但心中也不免一阵担忧 怎么回事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可千万不要在野外出事了 他这并不是多余的担心 几乎每年都有学生在新手副本 或是在野外被魔怪杀死 新手副本的魔怪 普遍偏弱 死亡率极低 不过不代表没人死亡 可野外就不一样了 别说这些学生 就连一些经验丰富的职业者 也有可能葬身野外 一想到这里 江庆之的脸色 不由地僵硬了几分 就在这时 他的视线中 出现了一道靓丽倩影 是洛青雪 他下意识喊了一声 僵硬的脸色 也略微舒缓了几分 旁边几名校长听到声音 纷纷寻声看去 洛青雪似乎用了 某种隐匿道具 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 展露自身信息 不过这点微末伎俩 在一众校长的眼中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神下帝国的官员 选拔体系 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要求 以校长为例 能够任职高中校长的 必须要是40级以上的 二转职业者 因此 旁边几名校长的目光 纷纷落到了江庆之身上 江庆之自然知道这是何意 洛青雪是他的学生 其他人就算好奇 也不会越过他去查看 洛青雪的信息 他也不含糊 手指一伸 一道简单的探测术 飞了出去 这下 其他几位校长纷纷出手 一道道探测术 悄无声息地 落在洛青雪身上 在巨大的等级差距面前 隐匿道具直接失效了 洛青雪 15级 冰霜法师 校长们没有说话 而是互相对视一眼 皆是在各自的脸上 看到了鲜艳之色 故此还没出来 洛青雪则是15级了 意中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 15级 达到了录曲线 这已经是一只脚 踏入上京学府的大门了 只要明天的大考中 不出什么意外 入读上京学府 是十拿九稳的事 不错 稀有职业 再加上世家资源 七天之内升到15级 也算是不负众望了 江庆之点了点头 目光之中满是欣慰 校长 您见到顾瓷了吗 洛青雪在广场上扫视一圈 没见到顾瓷的身影 于是走上前来问道 顾瓷 他还没回来 江庆之目光下意识 看向城门方向 一抹担忧 又悄然从眼底浮现 纵使顾瓷之前 表现得十分惊艳 但毕竟还只是一个学生 这么晚还没从野外回来 难道是真出了什么意外 嗯 那应该快了 洛青雪翘脸直上平静 礼貌地向一旁退去 江庆之见词 略微意外 有关洛青雪与顾瓷之间的风言风语 他可没少听说 顾瓷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不担心他吗 江庆之下意识问道 担心他 洛青雪翘脸微正 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还需要人担心吗 洛青雪的话 令江庆之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 什么叫他 还需要人担心吗 那可是野蛙呀 连一些老手职业者 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死在野外 顾瓷一个学生 为什么不需要人担心 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突然 朱建平语气急促地说了一句 江庆之寻声看去 两道人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正是顾瓷与陆又铭 早上顾瓷刷完副本 又在野外遇到了 还在杀怪的陆又铭 为了帮他快速升级 于是就带他 去杀米林深处 那些1617级的野怪 所以才耽误到了这个点回城 朱建平快步走了上去 他眉头皱起 面色略微不悦 陆又铭 你在搞什么鬼 为什么这么晚才从野外回城 陆又铭则是露出了一脸诧异的神色 啊 校长 你怎么知道我14级了 朱建平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 一脸无语 我有问过你等级吗 还是我没长眼睛不会看 其他校长文言 忽略了陆又铭现眼包的本色 纷纷看向他的信息 陆又铭 14级 雷霆法师 朱建平前一秒 还是沉着脸 此刻 却是喜出望外 陆又铭虽然转职稀有职业 但由于其出身平民家庭 前妻在野外 是很难吃得开的 没有足够的资源辅助 能达到13级 已经是一个平民的极限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 他竟然升到了14级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陆又铭是所有学生中 唯一的14级职业者 即便他不能入读上京学府 其他高等学府的大门 也会无条件为他敞开 甚至还会为他开设很多优待条件 除了江庆之以外 其余校长进阶神色复杂地 看向朱建平 二中竟然出了一个14级职业者 还真是令人意外 随后 他们将目光看向了顾瓷 顾瓷身上 也带了一个隐匿道具 是陆又铭昨天在野外 击杀了一只 隐藏BOSS之后爆出来的 他留着没用 下午得知顾瓷需要之后 便送了出去 江庆之二话不说 率先释放探测术 其余几位校长也纷纷跟上 在巨大的等级差距面前 顾瓷的隐匿道具同样失效 他的信息被一众校长轻松获取 顾瓷 十八级 恶魔君王 江庆之眼皮一跳 饶食他已经预料到了 顾瓷会大放异彩 也不禁被这个等级狠狠地震撼到了 朱建平侯截动了洞 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执教二十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十八级的学生 妖念 果然是妖念 另外几位校长的脸色 就更加精彩了 那表情就像是白日撞鬼一样 一副不可置信的神色 古中的校长甚至还怀疑 是探测术出问题了 接连放了好几个探测术落在顾瓷身上 直到他注意到 旁边几位校长脸上的震惊之色 才意识到 顾瓷真的是十八级 这个小子 竟然在七天之内 升到了十八级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即便是阅神大人 当年也没这么变态吧 第0048章大考基地 校长们一个个眼眸绿光 就差把顾瓷当场拆开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构造了 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竟然成为了十八级职业者 不管他后期还会不会依旧这么强势 但这一刻 这个记录足以被载入史册了 竟然见证了历史 江庆之脸上的震惊逐渐退去 一脸平静地走上前 人到得差不多了 去集合吧 顾瓷点了点头 三人迅速往广场中心走去 江庆之此时心情大好 意中向来都是吻压其他各大高中 这一次有十五级的洛青雪 就已经是拔的头筹了 再加上十八级的顾瓷 那就是成绩炸脸 直接起飞了 现在没有人会怀疑 顾瓷能不能入读上京学府 只要洛青雪能在大考中正常发挥 今年南广义中 将会有两位考入上京学府的天之骄子 这个成绩 今年的南广义中 将会彻底扬名南岳行省 其他几位校长看向江庆之 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羡慕之色 南广义中这次要出名了 江庆之的地位也将水涨船高 顾瓷那个妖孽 怎么就被义中收了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 等所有的学生全部回归之后 一众校长开始带着各自的学生返程 明天就是大考之日了 今晚要让学生们尽早休息 以免影响大考的发挥 大家今天早点回家休息 明早七点准时到校 学校会激活传送法阵 统一送大家前往考场 如有迟到 后果自负 考场设置在下南军区 辖下的一处军事训练基地 保密级别非常高 军方以外的人 原则上不得入内 也未有每年的大考之日 所有登记备案的考生 经过背景审核之后 才被准许进入其中参加考试 考完之后 又会被立即传送回各自学校 不能有丝毫逗留 而考试过程 也是由军区的军官全程把控 这一晚 故此像往常一样 以冥想代替睡眠 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在他心里 入读上京学府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甚至是状元省状元 在他看来 也一如反掌 不过他对这些并没有太深的执念 之所以要考上京学府 只是因为姐姐顾念在那里 不过自从听了苏淼淼上次的介绍之后 故此便想去上京学府 见识见识那条令 无数天之骄子 屈之若鹜的放逐之路 现在他的恶魔空间里 足足有165头巨魔战士 在等待召唤 并且 每头巨魔战士的四维属性 均已突破2万点 而且 单弓与群弓的两个技能 都已经成长起来 伤害恐怖 再加上这些天 在野外无休止的刷怪 他的生命值 也超过了170万大关 他很想知道 如今的实力 究竟能在放逐之路上走多远 第二天 故此在6点45分时来到了学校 操场上已经有很多同学在等候着了 故此的性格比较冷淡 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因此就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等待着 而骆青雪 则是处在众人的追捧之下 身边围满的男女同学 互相之间有说有笑的 与故此的孤身一人 形成了鲜明对比 见到故此出现 骆青雪美眸之中 露出欢喜之色 不再与身边那几人交谈 迅速来到故此身边 看来经验宝石与你最适合不过了 短短两天 你就升到了18级 经验宝石是有时间限制的 因此 杀怪效率越高 经验提升的也就越多 以骆青雪如今的实力 算上寻怪与杀怪的时间 至少 也要68分钟 才能在野外杀一只魔怪 但若是同样的时间给故此 至少也能杀上百只魔怪了 再算上经验宝石的加成 这个效率绝对堪称恐怖 一天 故此轻描淡写地吐出两个字 第六天卖了装备之后 他休整了一天 直到第七天早上八点多 才从家出发前往野外 再扣除 你带路又名杀怪的时间 其实也就小半天吧 骆青雪美眸中 浮现出几分轻目之色 不论是两天一天 还是小半天 这都已经远远超出了 普通职业者的能力范围 若不是之前亲眼见到过 顾瓷的杀怪效率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 有人能做到这种地步 顾瓷点了点头 没再说话 你要考上金学府是吧 骆青雪问道 嗯 那再好不过 也许进了学府之后 我们还能继续做同学 骆青雪展颜一笑 那份笑意之中 却透出一丝 微不可查的勉强 顾瓷十八级入读上京学府 那可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它却只是十五级 虽说达到了录曲线 但似乎距离顾瓷的脚步 越来越远了 很快 所有参与大考的同学 都到期了 江庆之将一众学生 带入体育馆内 场馆中心 七天前搭建 转职法阵的地方 此刻已经搭建好了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 这一届转职总人数 只有八十多人 也就平常两个班的人数 不算多 传送法阵 完全可以一次性 将所有人送达考场 江庆之缓步 走到法阵边上 接下来 大家有序进入法阵 站好队形之后 我会激活传送法阵 将你们送至考场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 大考虽然重要 但是其重要程度 远不及你们的生命 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一定要优先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只有活着 你们的未来才会拥有无限可能 说话之间 同学们已经按顺序走入传送法阵之中 并站好了位置 江庆之点了点头 他最后一个走入传送阵 并激活法阵 银白色的光芒 从法阵悬傲复杂的纹路之上绽放 耀眼 赤脸 转眼便将所有人吞没 这里就是军事基地 故此站在人群中 此刻他们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上 而传送法阵则是 搭建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巨型训练场上 训练场四周 近百名穿戴着黑色制式装备的军人职业者 正在严密地把守 他们面容冷峻 目光冰冷 只是远远看一眼 就能感觉到 每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着一股强烈的铁脸气息 南广义中的学生 走下传送阵之后 就被几名军人职业者 带到指定区域等候 而传送阵上光芒不断 来自南越行省 辖下各个城市的考生 分正在分批次传送而来 大约半小时后 传送结束 训练场上 占满了来自不同城市的考生 大考即将开始 第0049章秘境之眼 训练场上 一众校长已经离开 所有考生 均已在指定位置就位 大考开始 在近千人的期待之中 一直由金色星云组成的巨大树眼 从天而降 一道不掺杂任何 感情色彩的声音 突然响彻开来 仿佛来自远方 又像是在耳边响起 充满着力量与威严 让人不由自主地 生出沉浮之意 秘境之眼 所有考生抬头看去 脸色微变 身躯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 原来大考 是在秘境中进行 故此收回目光 内心一阵悚然 那巨大树眼 充满灰红之感 其中的金色星云 缓慢移动 仿佛蕴含着 某种射人心魄的恐怖力量 树眼中心 由万千星光组成的瞳孔 深邃无影 仅仅望之一眼 就令人目眩神迷 毫无情绪波动的声音 再次响起 所有考生听令 现在开始进行规则讲解 不同职业在大考中 进入的秘境各不相同 主战类职业 进入战斗秘境 生活类职业 则进入生活秘境 秘境的难度 分为普通级 噩梦级与深渊级 难度越高 所得到的积分也就越多 本次大考的成绩 将按照积分排名 考生所获得的积分 也可以在学府中 转换为学分 本次大考中除了考生 自身穿戴的装备之外 所有物品道具 均不得带入 现在 请所有考生 立刻将自身装备之外的 物品道具 收进储物空间 大考过程中 储物空间将被封锁 无法使用 如有发现在大考中 携带道具者 直接取消考试资格 大考规则宣读完毕 现在 所有考生准备 秘境即将开启 听完考试规则之后 所有考生原地站定 神情之中满是凝重 秘境之眼 就在众人头顶 其中散发出的 强大威压令 每个人都心有余悸 吴子义也站在场中 他将随身携带的 几样道具 收进储物戒指中 一脸谨慎小心 不敢有任何大意 此时的他 完全没有了 往日里 嚣张跋扈的 传奇工会少会长的样子 故此默默地 将领口的一枚 金色文章摘了下来 这就是陆又明 送他的那个隐匿道具 既然所有道具 都不允许使用 这隐匿道具 自然也包括在内 三分钟后 秘境之眼的表面 绽放出璀璨光滑 万千金色流光 自瞳孔中散发而出 向着下方考生 积涉而去 考生编号 2023年11月17日 携带高级冷却药剂 取消大考资格 考生编号 2023 1561 携带终极治疗卷轴 取消大考资格 考生编号 上千名考生之中 总有几个不长眼的 试图通过作弊 蒙混过关 却被秘境之眼识别出来 毫不留情地 取消其大考资格 更多的学生 则是被金色流光 没入体内 随即身影瞬间消失 秘境之眼 表面的光滑逐渐隐没 玄庭于训练基地上方 不再有任何变化 唯有其内部的金色星云 还在缓慢移动 另一边 基地指挥室内 几名身穿军装 气势厚重的中年男人 正坐在一个巨大的屏幕面前 这几名军官 都是下南军区的高级军官 等级最低的也已经75级 同时 他们也是本次 南越行省大考的考官 王江 这是那个初代职业的资料 请您过目 文职人员将一份纸质材料 递给了坐在最中间的 那个中年男人 无论是他所坐的位置 还是他双肩上 那对代表着一星战将的奸章 都昭示着此人的身份地位 非同一般 而他 也正是本次负责 南越行省大考的 主考官王虎城 故此 18级 恶魔系初代职业 恶魔君王 职业者体系 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年了 想不到这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恶魔系 短短七天 就从一级升到18级 若是再多给他几年时间成长 我人族阵营 必将再添一位超级强者 王江 因为初代职业 已经三百多年没出现了 所以我们 将他的秘境等级定位传说级 您看是否可行 可 另外 根据考试数据 再做一次恶魔君王的评估报告 并与职业者管理协会的评估报告 做比对分析 王虎诚吩咐了几句 又低头看向桌上一打厚厚的材料 谁也没注意到 当他提到职业者管理协会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抹强烈的不屑之色 故此 被金光送入了秘境中 此时在他面前的 是一只皮肤血红 身披兽皮 与骸骨的沉沦女妖 在女妖手上 一只兽骨制作而成的法杖 正散发着熊熊火焰 法系魔怪 故此也不含糊 让一头巨魔战士身先士卒 与沉沦女妖互相对峙 在精神链接的被动效果下 即便巨魔战士挡在他正前方 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他的视野 考试任务 爱击杀十八级魔怪 沉沦女妖 提示出现的瞬间 沉沦女妖动了起来 他手中的兽骨法杖 爆发出强烈的火系元素 肉眼可见的火焰 正在空中汇聚 瞬间便凝聚成了一颗炽热的火球 So 还不带对方的火球术发射过来 巨魔战士手中的长矛 已经击视而出 没有用技能 就是以最原始的方式 将长矛投掷出去 下一秒 沉沦女妖被锋利的长矛 冻穿头颅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死在了地上 秒杀 故此眼神平静 巨魔战士的思维属性 已经突破两万点 秒杀大考之中的魔怪 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事 这一路杀来 基本上90%的魔怪 在巨魔战士手下 都是一击必杀 对于这种事情 故此早已司空见惯 秒杀 指挥室内 几位考官的脸上 则是露出强烈的震惊之色 这是什么召唤物 怎么会这么强 秒杀 竟然秒杀了 怎么回事 秘境等级设定失误了 没有 故此所在的秘境 是按照传说级职业来设定的 当前魔怪强度为基础属性的两倍 不同的职业者 在大考中面对的秘境难度 也各不相同 根据职业品级 划分为四个强度 普通与中级职业所在的秘境中 魔怪强度为基础属性 加25% 高级职业所在的秘境之中 魔怪强度为基础属性 加50% 以此类推 稀有职业 魔怪强度为基础属性 加100% 而传说级职业 魔怪强度 则是基础属性 加200% 这也就是说 故此刚刚面对的 是两倍强度的沉沦女妖 若是击杀还可以理解 但秒杀 他怎么做到的 第0050章第五难度 初代集 考试成绩 是根据对战中 一系列的表现进行评分的 包括弹不限于快速反应战术 运用进攻技巧 弱点打击等等 虽然魔怪的强度 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对于经过 九年系统化学习的职业者来说 只要保持正常发挥 就肯定能将之击杀 从这个过程中 考官也能找出 职业者本身还存在的不足之处 并予以指证 可是现在 故此都没出手 仅仅一个召唤物 就将魔怪秒杀了 这该怎么评分 在职业者大考的记录中 还从没有过这种先例 怎么办 几位考官不由地将目光 落在了坐在最中间的王虎成身上 他是下南军区的一星战将 又是南越行省大考的主考官 该怎么评点 应该由他来拍板 王虎成身为一省大考的主考官 自然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屏幕 感受到了好几道目光向自己看来 他放下了手中正在审核的一份资料 看向身边那名稍显年轻的军官 什么情况 旁边的军官立刻将刚才的记录回放一遍 王将 故此面对的是十八级的沉沦女妖 魔怪强度为基础属性的两倍 但是那只魔怪 竟然被他的召唤物秒杀了 年轻军官在旁边解释道 秒杀有点意思 王虎成摸了摸下巴 饶友兴致地看完了视频中的画面 他将双眼微微眯起 作思所撞 既然传说级的秘境 无法测出他的实力 那就将魔怪强度 调整为基础属性的五倍 再给他重新考试 若是重考之后 他仍就是秒杀魔怪呢 另一名考官立刻问道 大考的目的 是为帝国选拔优秀人才 而非是为了挫败考生 如果他连五倍基础属性的魔怪 都能秒杀 那他就是本轮考试的首名 那积分怎么算 是按传说级的二百积分 还是 那名考官脸上泛起难色 初代职业 在帝国大考的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 自然不能循规蹈矩 以常理事职 我为本次南越行省大考的主考官 可针对大考过程中的特殊事件 行使特事特办的权利 在此 我提议为本次的大考秘境 增设第五个难度 初代集 秘境中的魔怪强度 为基础属性加五百% 满分为五百分 王虎诚说吧 向左右两边看了看 做询问状 几名考官思索片刻 纷纷点头赞同 稀有级职业对战的魔怪属性 加一百% 满分为一百 传说级职业对战的魔怪属性 加二百% 满分为二百 那么初代职业满分为五百 也并不突兀 王虎诚点了点头 语气坑枪 既然没有意义 我宣布 顾词之前的考试成绩作废 现在将秘境设定 调整为初代集 重新考试 是 大考秘境中 顾词在击杀了 那只沉沦女妖之后 就站在原地等待提示 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这时 地上的魔怪尸体突然消失 下一秒 又一只十八级的沉沦女妖 出现在了之前 那具尸体所在的位置 与之前相比 这只沉沦女妖身上 散发出的气息 明显强大了数倍 考试任务 爱击杀十八级魔怪沉沦女妖 提示出现 顾词心中稍微纠结了一下 为什么是考试任务 而不是考试任务二 不过他也没多想 管他呢 干就完了 下一秒 巨魔战士 再度制出手中的长矛 那只十八级的沉沦女妖 虽然拥有五倍的基础属性 但巨魔战士那一矛 至少两万点的力量 搜 长矛画做一道银灰色闪电 瞬间洞穿了沉沦女妖的头颅 没有丝毫意外 再次秒杀 一众考官的眼皮狠狠跳了一下 再次被震惊了 又是秒杀 他这召唤物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有这一头召唤物在 简直堪比龙骑士的巨龙了 初代职业 真是恐怖如斯 考官们将目光落在王虎成身上 等待着他的决策 考试继续 威严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王虎成做出表态 主战职业第一轮考试结束 本轮考试人数484人 合格人数365人 伴随着提示跳出 每个人都收到了成绩排名 故此积分500 凌峰积分100 骆青雪 积分90 故此排在第一名 500分的成绩醒目至极 像是一记王诈 令所有考生心脏砰砰直跳 第二名的凌峰是个陌生人 不过骆青雪能排在第三 还真是意外之喜 从第二名往后 考生的积分 开始成阶梯式下降 到了11名开外 全都只得了10分 成绩平定 不仅与战斗技巧有关 战斗时间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即使击杀了魔怪 但若是战斗时间不达标 同样会得到低分 TMD 那个第一名 是个变态吗 就算是传说级秘境的上限 也只有200分 他的500分是怎么来的 秘境设定 是出bug了吗 第一名应该是我才对啊 吴紫义看了一眼 自己排在第六的名次 心中一阵窝火 有传奇工会的庞大资源 做后盾 纵然他是个十足的顽固 也已经升到了15级 这次大考 他可是奔着前三去的 怎料 这才第一轮考试 就被甩出了前五名之外 此时 绝大多数考生 在看到了顾茨的成绩之后 第一反应 都是数据错误了 毕竟在整个神下帝国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在第一轮考试 就得到500级分 洛青雪看着成绩排名 美眸之中一阵复杂 好厉害 竟然能在第一轮得到500分 我和他之间 差距越来越大了 陆又鸣穿着一身黑色堕落法袍 双眼瞪得像统领一样 这就是初代职业吗 我这稀有职业 在他面前 已经烂打街了 故此眼神平静 一副风轻云淡的姿态 他已经18级了 与那些15级的小屁孩 有什么可比较的 这时 提示再次出现 考试任务二在规定时间内 尽可能多得击杀魔怪 注意 本轮考试将在规定时间内 无限制刷新魔怪 若视力有不足 可随时放弃考试 若考生选择放弃 则以当时成绩为准 第0051章二轮考试 二轮考试的提示结束 所有考生脸色悄然变化 什么叫规定时间内 无限制刷新魔怪 意思是 杀不完 只能一直杀到历劫 然后放弃 规定时间是多久也没有明说 那就真是煎熬了 对于普通职业者 这的确是不小的消耗 但对故此来说 无所谓 一只魔怪是杀 一千只魔怪也是杀 干就完了 普通与中级职业 每击杀一只魔怪积分加三 高级职业积分加五 稀有职业积分加十 传说职业积分加二十 而故此的初代职业 则是积分加五十 虽然职业品级越高 获得的积分也就越多 但高分并不是那么好赚的 毕竟想拿高分 就得面对更强的魔怪 故此击杀一只魔怪 能得五十积分 但同样强度的魔怪换给其他职业者 绝对只剩下被反杀的下场 不仅一分都得不到 还有死亡的风险 第二轮考试 哼 从这一刻起 第一的位置被我预定了 你们谁都别想超过 吴紫义妈撒着那队 覆盖了他半只手臂的重装拳套 眼中战意盎然 这是一副紫色品质的重装拳套 也是他父亲吴红送给他的成年里 他是主战类 稀有职业圣堂舞者 在装备上紫色品质的武器 他有信心可以在第二轮考试之后 冲进前三名 无限制刷新魔怪 骆青雪翘脸之上浮现出一抹凝重 对于法师类职业来说 其实他更擅长以高额的伤害 快速解决战斗 消耗战可并不讨喜 不过 他也并不气馁 除了自身不俗的实力之外 他手中还有那把金色品质的堕落法杖 法杖附带一个技能 可以召唤一只堕落猫腰为他出战 这将使他的压力大大降低 稳扎稳打即可 骆青雪星中落寞说了一声 虽然他出身世家 又转职稀有职业 但他从不以天之娇女自居 以他的等级与实力 虽然与第一无缘 但绝对可以名列前茅 进入上京学府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 这次大考 他不求突破 只求稳定 第二轮考试 竟然是无限制刷新野怪 看来收割的时间到了 看来第二轮结束之后 我有很大几率可以登顶首名 林峰 十五集 转职系有职业暗影刺客 目前排名第二 他的职业 拥有强大的晋升爆发能力 擅长寻找弱点一击必杀 在他看来 第二轮考试 就是他的收割盛宴 秘境外 训练基地的接待室内 南越行省的各大高中校长 汇聚于此 江校 那个顾词就是新体系的初代职业 五百分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得了 南广义中这下绝对要火 而且还是大火 你们看看 前三名里 有两个都是江校的人 这次他想不火都不行啊 没天理了 江校手下竟然出了一个初代职业 哪来的这逆天运气 耳边的恭维声 一阵接一阵 江庆之校的表情 都有些僵硬了 朱建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里像是憋着一股气 尤其是 当他看到陆又鸣 排在第十一位的成绩 心中越发不是滋味 唉 真是七我二中无人啊 经过短暂的准备时间之后 第二轮考试开始 故此对面 沉沦女妖尸体已经消失 一个空间漩涡凭空出现 紧接着 空间漩涡内黑影闪动 一只浑身遍布灵甲的人形怪物走了出来 怪物睁开双眼 幽绿色的瞳孔之中 迸发出强烈的嗜血杀意 直冲故此而来 这种时刻 不需要他指挥 巨魔战士迅速冲了上去 锋利的长矛 静直刺向怪物头颅 故此也没闲着 抬手扔出一道探测术 沉沦死魔 等级十八 力量三千 敏捷两千 体质两千 精神一千 这属性比普通的十八级魔怪要强不少 但又不是强化怪或精英怪 看来这秘境中的魔怪属性 是被调整过的 也就是说 这些魔怪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魔怪 大考秘境中的魔怪 好像真的如同游戏数据一样 击杀之后不会获得经验 也无法用被动技能抽取生命 连巨魔战士 也无法从魔怪尸体上 汲取死亡之力 巨魔战士 手持长矛 猛地向前刺出 沉沦死魔 只有两千点体质 怎么挡得住巨魔战士两万点的力量 扑 一毛爆头 那只沉沦死魔都来不及反击 直接变成了一具无头尸体 尸体倒在地上逐渐淡化 然后缓缓消失 三十秒之后 空间漩涡中走出第二只沉沦死魔 巨魔战士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就在那只沉沦死魔刚一出现 仅仅走了两步之后 巨魔战士的长矛 已经急刺而来 一击毕命 第二只沉沦死魔也死了 接下来 巨魔战士手持长矛 就站在空间漩涡的对面 只要有魔怪从空间漩涡中走出 第一时间就会被长矛暴头而亡 一出现 即死亡 干脆利落 故此见此 找了一块空的坐了下来 太无聊了 这大考的难度 比堕落密林深渊及副本还要简单 指挥室内 几名军官透过屏幕 看着故此的表现 脸上浮现出极为怪异的神色 这究竟是什么召唤物 为什么会这么强 它的技能名字叫恶魔契约 难道召唤物是传说中的恶魔 不管它召唤的是什么 这个职业 可真是强得离谱啊 目前为止 故此仅仅只施展了一个恶魔契约 就已经在大考中处于无敌之资了 那还有其他的技能呢 会不会更加变态 几名军官震惊了片刻 见到王虎成对此并不发表言论 便又转而关注其他的职业者去了 洛青雪有金色品质的堕落法杖在手 伤害提升 消耗降低 即便是在消耗战的情况下 压力也小了不少 虽然无法像顾瓷那样秒杀 但它将空间漩涡周围变成冰霜区域 沉沦死魔的体表 冻结了一层薄冰 移动速度大大降低 根本追不上它 然后它用堕落法杖 召唤出强化级堕落猫妖 基本上两三秒就能解决一只魔怪 虽然堕落猫妖只能存在十分钟 但在这段时间里 它只需要维持一个基础的冰霜技能 就可以轻松斩获大量魔怪 这也算是变相减少了自身消耗 第0052章退出还是继续 与洛青雪的稳扎稳打相比 吴紫义的画风就有些彪悍了 他带着一副重装拳套 毫无顾忌的施放技能 几乎每隔几秒就会打出一次暴击 将围在他身边的几只沉沦死魔 打得节节败退 他目光冰冷 表情中透着十足的凶狠与桀骜 圣唐舞者没有华丽的魔法 只有拳拳倒肉的猛烈攻击 虽然攻势凶猛 但状态也在同步下滑 这样下去只怕他撑不了多久 圣唐舞者虽然是稀有职业 但也经不住如此消耗吧 有勇无谋 这是很多近战职业的通病 一打起来就不带脑子了 几名军官的语气中 透出毫不掩饰的失望 既然第二轮考试已经明确了 将会无限制刷新魔怪 却又没有给出规定时间 那么就意味着 这将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要减少消耗 才能最大限度地击杀魔怪 否则像吴子义这样杀红了眼 毫无克制 最后状态消耗一空 就只能放弃出局 点评之后 军官又将关注点 放在了凌峰的表现上 与吴子义拳拳倒肉的凶猛 彪悍不同 凌峰身如鬼魅 幽灵般出现在魔怪身后 对其弱点进行强力打击 一击之后 他飞速退开 绝不恋战 将刺杀进行到了极致 游走在五指沉沦死魔之间 他的动作行云流水 丝毫没有迟滞 体力的消耗 也被他降至最低 他手中的匕首每次击出 都能精准地对魔怪 造成弱点打击 直接打出平时23倍的强力伤害 以目前表现来看 凌峰对于细节的把控 远远超出无子一数倍 不过十几分钟 指挥室里的几名军官 就将所有考生的表现 都看了一遍 同时 心里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评判 走完流程化的工作之后 几名军官的关注点 又重新放在了顾瓷身上 当他们看到顾瓷的考试画面之后 脸色瞬间就变了 这小家伙 有些太放肆了吧 他在干什么 现在大考 都还没结束 他竟然在秘境中睡觉 要不然再给他上难度吧 我见不得他 这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顾瓷用后脑枕着双手 躺在一处缓坡上闭目小气 虽然他闭着眼 但是由于精神链接的存在 他还是能够通过 巨魔战士的视野 看到周围的一切 巨魔战士守着空间漩涡 只要野怪一出现 就直接将其秒杀 顾瓷落了个清闲 百无聊赖之下 就躺在旁边的草地上小气 在神下帝国大考记录中 这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考试睡觉的吧 太过分了 他以为他是校长啊 想在哪睡在哪睡 一名军官没好气地说着 若不是他没有权限 当场就要给顾瓷上难度了 王虎成自从刚才拍板决策之后 就没再表态 不过当他看到顾瓷的考试画面时 表实他一向以冷酷严肃著称 虎目之中 也不禁闪过一抹饶有兴致的光彩 大考睡觉 亏他做得出来 将这个画面给他记录档案 接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魔怪的数量迅速积累 五分钟后 一名战士职业的考生 因为重伤 宣布放弃考试 在这之后 放弃考试的人数多了起来 并且逐渐递增 甚至还出现了几例死亡 没有明确考试时间 再加上无限制刷新魔怪 这在无形中 考验着每一位考生的体力 与心理承受力 在正常情况下 状态不足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道具 没有道具 也能原地休息 但眼下这种情况 显然是不适用的 累了就硬撑着 没状态了 就干耗着 魔怪数量不会停止增长 反而会越来越多 45分钟后 那些还没放弃的考生 面对眼前黑压压一片沉沦死魔石 心中的绝望与压抑 几乎要将他们逼疯 考试结束 现在开始结算 请各位考生原地休整 好险 我差点就要放弃了 终于撑下来了 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呼 终于结束了 提示出现之后 所有魔怪瞬间消失 考生们如释重负地摊坐在地 一个个面色微白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们的体力与精神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 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能够撑到现在 属实是极为不易 洛青雪的翘脸上 微微泛白 有金色品质的堕落法杖在手 他的消耗已经降至最低 但纵是如此 那无休止的魔怪 还是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压抑与窒息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打算放弃考试了 我吸 终于结束了 要是再不结束 今天恐怕要死在这里了 吴紫义躺在地上剧烈喘息着 浑身贪软得如同烂泥一样 他脸色苍白如纸 感觉整个人都快要废了 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如果不是因为圣唐武者是武道职业 基础体力远超同级别职业者 以他那个打法早就状态耗尽了 但纵是如此 吴紫义现在也站不起来了 就算能站起来 也无力使用技能 战力更是实不存一 结束了 故此从地上坐了起来 姿态轻松自然 第二轮考试 他完全是躺过去的 即便是巨魔战士 一直在杀怪 状态的消耗也微乎其微 本轮考试人数365人 其中116人应受伤死亡 或主动放弃取消考试资格 合格人数249人 成功晋级下一轮考试 警告 下一轮考试难度将继续提升 为避免伤亡率过高 考生可选择主动放弃 看到提示 考生们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本轮考试已经有人死亡了 下一轮考试难度还会提升 继续考试 死亡的几率将会大大提升 就此放弃 却又于心不甘 一时间 所有考生的脸上 都露出挣扎之色 我放弃 片刻之后 一名考生终于下定决心 伴随着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 出现在了外界的训练场上 能走到这一步 即便是退出大考 以他的成绩 也足以入读高等学府了 没必要再去以命相搏 我退出 就到这里吧 我尽力了 在这名考生之后 陆陆续续 又有近百名考生选择了放弃 不过更多的考生 则是一脸坚定地 选择了继续考试 第0053章阁下 又将如何应对 本轮考试人数365 合格人数181人 随着一众学生做出选择 第二轮考试的合格人数 也确定下来 不算考试中 因为受伤死亡 或主动放弃 而被取消考试的116人 又有68人 在考试之后选择放弃 几名军官面无表情地 看着一切 没有赞扬留下的人 也没有鄙视放弃的人 毕竟每个人 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紧接着 第二轮考试的成绩 也公布了出来 顾瓷 总积分3000 凌峰 总积分400 骆清雪 总积分380 吴子义 总积分340 顾瓷位居榜首 一期绝尘 遥遥领先 什么情况 第一名的顾瓷 竟然积分达到3000之多 这不可能 凌峰双眼盯着成绩排名 眉头拧在了一起 眼中满是疑惑 第二轮考试 时长45分钟 总共出现了50只沉沦死魔 以最高档的传说及职业为例 击杀一只魔怪 获得20积分 击杀50只 也才1000积分 再加上第一轮考试的500积分 顾瓷怎么可能会达到3000分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一般在第二轮考试中 就算是稀有职业 也就只能拿30万零400分 凌峰这次超常发挥 击杀了40只魔怪 破天荒地拿到了400分 虽然不能说是前所未有 但这个成绩 放在最近五年以来 绝对是首屈一指 不可能 3000分 这绝对不可能 他作弊 这一定是作弊 吴紫义眼前一黑 差点被顾瓷气得背过气去 这一刻 他坚定不移地认为 顾瓷肯定是考官的亲戚 或者是上面有人 否则他的积分 怎么能那么夸张 其实不止吴紫义 绝大部分考生 对于顾瓷的积分 都表露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毕竟这个得分 已经超出他们的认知了 总分100分 你得100分没毛病 但你得200分 那就是明摆着的黑幕了 毕竟上线就在那里 眼看着一众考生情绪消极 甚至有了失控的态势 几道提示事实出现 为了保证 本次大考公平公正 现特此说明 考生顾瓷 恶魔系初代职业 恶魔君王 由于初代职业的属性 非同一般 本次大考临时增设 第五难度 初代级 初代级的魔怪强度 为基础属性的五倍 每击杀一只魔怪 积分加50 以上决策 皆以上报 帝国大考审议会 并被议会通过 若有异议者 可在大考之后 前往当地考物管理协会 另行咨询 看到提示 一众考生恍然大悟 初代职业 击杀一只魔怪 获得50积分 虽说顾瓷面对的是 五倍基础属性的魔怪 但这积分 未免也太高了吧 个别考生在心中 纷纷不平 殊不知 顾瓷面对的魔怪 若是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算用出最强攻击 都破不了魔怪的防御 不过连帝国大考审议会 都通过了 对于初代职业的特殊安排 他们若有异议 又有什么用 这时候 第二名的凌峰 双眼微微眯起 顾瓷当前的总分是3000分 减去第一轮考试的500分 也就是说 他第二轮获得了2500分 魔怪可以获得50分 当凌峰在心里算出答案时 眼皮陡然一跳 顾瓷竟然击杀了50只魔怪 他这是将第二轮大考之中 出现的魔怪 全部杀光了 这小子是妖念吗 初代职业 竟然如此强悍 这一刻 不只是凌峰 绝大部分考生 都已经通过总积分 反推出了顾瓷杀怪的数量 所有人都被这个结果 震惊得无以复加 他一个人击杀了 考试中的所有魔怪 这怎么可能 他们目瞪口呆 宁愿相信 故此是作弊 毕竟这听上去 可信度更高一些 他们都是从第二轮考试中 走出的佼佼者 在那种体力 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之下 每多杀一只魔怪 难度都将会成倍的提升 怎么会有人 可以杀光所有的魔怪 心里虽然疑问重重 不过明眼人都知道 想要在神下帝国的 大考中作弊 是根本不可能的 按神下帝国律 大考作弊者 格杀物论 谁敢在大考之中作弊 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更何况大考的画面 全城都有监控 并且 考官还是 下南军区的 高级军官亲自担任 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下 作弊 根本不可能 基地接待室内 将庆之此时 激动的浑身颤抖 甚至都说不出话来 三千分啊 故此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他执教二十多年 见识过几十万名考生 却从没有谁能取得 如此骇人听闻的高分 即便是当初的慕宁月 及如今的月神大人 也只是在第二轮之后 拿到了五百六十的总分 去年的顾念 则是五百三十分 故此的三千分 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江庆之手足无措地站在窗边 目光透过玻璃窗 看向玄庭在半空中的 秘境之眼 脸上的喜色 久久无法退去 就在这时 秘境之眼 那由万千星光组成的瞳孔 突然闪烁了一下 秘境内 所有考生身上 同时绽放出一层赤亮白光 瞬间又消散于无形 白光闪烁之后 所有考生的疲惫消失 精神回满 状态彻底恢复 考试任务 三击杀一只 BOSS魔怪 用时最少者获得的积分最多 第一名积分加五百 第二名积分加三百 第三名积分加一百 第四名之后 积分加五十 若十分钟之内 未能击杀BOSS 考试失败 考试过程中 被BOSS击杀 考试失败 所有人状态回满之后 第三轮考试开始 这一次出现了BOSS魔怪 虽然也是杀怪 但相较于之前的难度 瞬间就攀升了好几倍 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 积分加三百 才能拿到第一名 获得五百分 从第四名往后 积分加三百 击杀BOSS统一 只能得到五十分 单杀BOSS 虽然说这些考生 都是主战职业 但现在的他们 哪有单杀BOSS的实力 光是听到这个考试任务 一众考生 就不由地后背声寒 看来这个考试 不仅是要考验 极限输出能力 还要考验 极限生存的能力 毕竟只有活着 才能对BOSS造成伤害 若是一不小心 被BOSS打死了 不仅考试失败 连小命都丢了 先前极度顾辞 得分高的那些人 纷纷露出喜色 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初代职业击杀一只魔怪 获得五十积分 OK 没问题 若是初代集密镜中 出现一只五倍强度的BOSS 阁下又将如何应对 第005四章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指挥势中 几名军官的脸上 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意 基础属性强化五倍的BOSS 看来这小子遇上大麻烦了 BOSS的属性 本身就是普通魔怪的数倍不止 基础属性在强化五倍 这 也不一定 没准这只强化五倍的BOSS 也能被他轻松击杀 别忘了 他可是初代职业 几名军官各执一词 意见不一 王虎城正在服案 签署一份军务文件 对于身边几人的分歧充耳不闻 欲待王冠 必成其重 恶魔君王既然是初代职业 若是连这点强度都受不住 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初代职业又如何 面对强化五倍基础属性的魔怪 这下 我看你怎么死 看完提示 五子一脸上露出了阴侧侧的冷笑 身为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他向来都是心高气傲 这次大考 他可是奔着第一名去的 最不计也要杀入前三 然而实际却是 他和顾瓷之间差了2500多分 只能排在第四名 15级BOSS的生命值是5万多 属性强化五倍之后 生命值暴增至25万以上 然而 10分钟之内 若是不能击杀BOSS 就会被判定考试失败 故此 我倒是很想知道 你要怎么做 才能在10分钟之内 击杀一只生命值在25万以上的BOSS 五子一的嘴角 勾起一丝得意的笑容 他心中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故此应该无法通过这一轮的考试了 10分钟 要打掉25万的生命值 平均每分钟要造成2.5万的伤害 这怎么可能 以15级的实力 就算是把武器撸出火星子 也做不到 在众多考生之中 心怀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绝大部分人 一想到顾瓷将要独自面对 25万生命值的BOSS时 下意识就认为 他的大考之路走到尽头了 其实不然 顾瓷并不是众人想象的15级 他是18级 所以那些考生们 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18级的BOSS魔怪 基础生命值是6万 经过5倍强化之后 各项属性暴增 生命值也飙到了30万以上 所以他面对的问题就是 如何在10分钟之内 击杀一只30多万生命值的BOSS 前方的空间突然扭曲 一阵变换 随后 顾瓷视线中出现了一只 青黑色躯干的巨大树妖 他没有犹豫 第一时间扔了个探测树上去 沉沦树妖王强化BOSS 等级18级 生命值31万 力量8500 敏捷100 体质8500 精神500 技能生命复苏 数妖求龙 扫了一眼探测树的信息 故此眼神没有丝毫波澜 难怪官方敢让一群15级的 新晋职业者单独击杀BOSS 原来如此 虽然这只数妖王的力量 与体质高达8500点 但是其敏捷却只有一百点 比一般15级的职业者 还有所不如 这还是强化五倍之后的属性 若是在稀有极密境中 这只BOSS的敏捷属性 只有40点 这种情况下 只要在对战之中 谨慎小心 哪怕是最普通的职业者 也有很大几率 可以躲过BOSS的攻击 若是换成暗影刺客 那种偏重灵敏 与爆发的职业者 完全可以凭借自身优势 与这只BOSS正面对抗 31万的生命值 8500的力量与体质 100的敏捷 再加上10分钟的规定时间 找一只高攻高防 而又行动缓慢的BOSS魔怪 来考验考生的极限输出能力 官方的那些人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顾慎微微点头 他已经摸清了 第三轮考试的核心要点 那么接下来 就只需要明确一件事 如何在10分钟之内 击杀一只拥有 31万多生命值的BOSS 顾慎一脸风轻云淡 这不是游手就行吗 这时 沉沦树妖王 摇晃着巨大的身躯走了过来 他茂密的树冠之上 绽放出一道青黑色光芒 随即 顾慎脚边的土地突然翻开 一根根成年人 手臂粗细的树藤 破土而出 瞬间形成了一个囚龙 将顾慎困在其中 技能 树妖囚龙 沉沦树妖王成功 用技能困住顾慎 他兴奋地大吼一声 挪动着巨大的身躯 极为缓慢地向前走去 指挥室内的军官们 见到这个场景 纷纷摇头叹息 完了 顾慎一不留神 竟然被树妖囚龙控住了 他怎么会犯 这种低级错误 这树妖囚龙坚韧异常 就算是同级别的战士 也无法打破 只要树妖王追上来 他绝对是死路一条 唉 可惜了 就算是初代职业 面对基础属性强化五倍的 BOSS也只能束手就擒 故此置身于树妖囚龙中 却不像身陷险境 眼神平静地没有一丝波澜 既然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杀BOSS 那就 想到这里 他毅然发动技能 续空诅咒LV18加石标记3360米范围内的目标单位 消耗一点生命 对目标造成33点诅咒伤害 经过前些天的疯狂杀戮 故此的生命值 现在已经堆到了170万以上 他立刻标记沉沦树妖王 同时消耗1万点生命 对其施加诅咒伤害 1万点生命 转换成诅咒伤害 就是33万 沉沦树妖王 还处于抓捕猎物的兴奋之中 丝毫没有意识到 死神的镰刀 已经落在了他的头顶 下一秒 诅咒伤害爆发 直接清空了沉沦树妖王的31万生命值 那巨大的树区突然一致 仿佛遭到某种重击 轰然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死了 指挥室内 几位军官进阶露出震惊之色 就连坐在最中间的那位一星战将王虎城 也罕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秒杀 他怎么可能秒杀沉沦树妖王 这是什么技能 竟然如此恐怖 一个技能打出31万多的伤害 这太夸张了吧 几名军官面面相去 神情僵硬 过了小半课 才平复了心底的震惊 原本以为顾瓷被树妖囚龙控住了 已经是身陷险境 谁能想到他一个技能 竟然秒杀了沉沦树妖王 那可是基础属性强化五倍的 BOSS啊 换成同等级的其他职业者 根本连打都打不动 如此强悍的BOSS 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被秒了 这是不是太儿戏了 第0055章太慢了 纵然几名军官难以置信 但不得不接受沉沦树妖王被秒杀的现实 他们皱着眉头 不再说话 极为默契地将目光 看向了其他考生的考试画面 凌峰仗着暗影刺客的敏捷优势 几乎无视了沉沦树妖王的攻击 他以灵活的走位 避开树藤的抽打 然后借机绕后 进行弱点打击 每次攻击 至少都会造成两倍伤害 甚至有几次 还会爆发出多倍伤害 洛青雪使用堕落法杖 召唤出了一只堕落猫妖吸引火力 他自己退在稍后的位置 以冰霜魔法进行攻击 吴紫义则是将武道职业的特性 发挥到了极致 他带着重装拳套的铁拳 如雨点般 打在沉沦树妖王的躯干上 拳拳倒肉 以强硬的攻势发起搏杀 同时时刻警惕着树妖王的攻击 每一位考生都在用尽全力 与boss战斗 除了顾瓷 他始终都是那么轻松写意 好像这大考在他眼里 都秒杀boss了 还不给这小子上难度 难不成就 让他这样躺赢下去 王将 顾瓷这个情况太不寻常了 您看 稍安勿躁 本次大考才刚进行到一半 王虎城直接打断了 那名准备发言的军官 虽然顾瓷表现得极为优异 但若是现在就下论断 不免为时尚早 见到王虎城这个态度 其他几名军官也不说话了 大考共有五轮 目前第三轮还没结束 真正的难度 是在第四轮和第五轮 顾瓷的实力 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相信本次大考到了后半段 自然就会见分校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几乎有一半的考生 失去了进行第四轮考试的资格 有人被boss杀死 有人主动放弃 绝大多数人 都是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击杀boss 获得晋升资格的 只剩下了92人 本轮考试人数181人 合格人数92人 顾瓷 总积分3500 林峰 总积分700 洛青雪 总积分480 吴紫义 总积分390 陆佑铭 总积分310 顾瓷往下扫了一眼 发现陆佑铭排在第八名 雷霆法师 在稀有职业中 都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排在第八名 算是屈才了 如果不是因为陆佑铭出身平民 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 只怕这次大考前三名之中 绝对有他一席之地 吴紫义看到顾瓷 仍旧稳坐第一 气得他一拳砸碎了身边的巨石 TMD 连基础属性强化五倍的 BOSS都杀不死你 你这要牛逼 还来参加大考干吗 如果顾瓷出局 他就能顺利挤进前三了 接下来 要是能在第四第五轮之中 一军突起 夺得第一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这一切 都是建立在顾瓷出局的情况下 若是顾瓷不出局 那三千五百的总积分 谁能撼动 第四轮要开始了 我就不信你 还能在第四轮中坚持下来 吴紫义握紧双拳 脸上的冷色越发强烈 警告 下一轮考试难度将继续提升 为避免伤亡率过高 考生可选择主动放弃 劝退的提示再次出现 这一次 仅仅只有五名考生选择了放弃 这个时候放弃 以他们的成绩 也足以入读 帝国排名中上的高等学府了 五名考生退出秘境 其余考生身上 白光一闪而逝 状态再度回满 与此同时 提示出现 考试任务4 在十只BOSS的围攻下进行反杀 反杀最多者 积分最多 将十只BOSS全部反杀者 积分翻倍 第一名积分加1500 第二名积分加1000 第三名积分加500 第四名之后 积分加100 本轮考试限时90分钟 规定时间内 未能击杀BOSS者 考试失败 考试过程中 被BOSS击杀者 考试失败 看完规则 故此心中已经了然 第四轮考试 同样是考验极限生存 与极限输出 但这难度的提升 可不是一心半点 在一般情况下 想要从十只BOSS的围攻下 进行反杀 这绝对是痴人说梦 不过 若是换成 沉沦术妖王这种BOSS 那就另当别论了 只要利用好他 敏捷属性的短板 还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嘿嘿嘿 十只基础属性 强化五倍的BOSS 故此 你这第一名 也当得够久了 这一次 我看你怎么死 无子一脸上 浮现出强烈的喜色 在他看来 也许上一轮 是顾瓷运气好 侥幸从那只 沉沦术妖王的魔爪下逃脱 但这一轮 在十只BOSS的围杀下 绝对再无任何侥幸 顾瓷要不然死 要不然出局 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可以令他 顺利击身大考前三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的目标 是本次大考第一 从这一轮开始 他要发力了 第四轮考试开始 秘境中 顾瓷前方的空间 不断扭曲 很快 十只沉沦术妖王 从虚空中显出身影 挥舞着粗大的枝干 缓慢挪动 向这边杀来 这一轮考试 是比击杀数量 而不是比击杀时间 因此 顾瓷没再发动 虚空诅咒 巨魔战士 拿起手中的长矛 以矛头对准一只 术妖王 猛地投掷出去 基础投掷 直至沉沦术妖王的 基础属性 被强化了五倍 生命值暴涨至三十一万 因此 巨魔战士这一击 并没有直接杀死他 只是将他的躯干洞穿 术妖王的生命值 有所下降 但这并不影响他 继续向顾瓷杀来 但那仅仅一百点的敏捷 与巨魔战士 两万多的属性一比 就太过可笑了 一击得手 巨魔战士并未停顿 瞬间就从身后的被篓中 抽出一杆新的长矛 矛头对准 那只树妖王 再次投掷而出 扑 树妖王的躯干 再次被冻穿 巨魔战士没有停顿 再次抽出一杆长矛 毫不犹豫地投掷出去 不过十秒 被篓中的三十只长矛 全部止出 那只沉沦树妖王的血量 也被清空 而此时 剩余的九只沉沦树妖王 也仅仅向前 行进了两米的距离 这已经是他们最快的速度了 太慢了 故此摇了摇头 现在他的恶魔空间中 还有164头巨魔战士 原本他还想再多照出几头的 但是沉沦树妖王的速度 在巨魔战士眼中 就相当于静止不动 一头巨魔战士在这里 绰绰有余了 第005六章重盾假释 仅仅两三分钟的功夫 十只沉沦树妖王 全部被巨魔战士杀死 指挥室里的几名军官 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 一只召唤物连杀十只BOSS 怎么可能 他那头召唤物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属性是不是太变态了 他才十八级就这么强 这是要逆天吗 顾磁看着那十只树妖王尸体 叹息着摇了摇头 这就是大口 还没有堕落密林的深渊疾腹 本来的有挑战性 巨魔战士 已经将所有制出的长枪 收入了贝勒 他站在顾磁边上 充满戒备的目光 不断向四周巡视 顾磁整着手臂 重新躺在了先前那处缓坡上 双眼微微闭合 太无聊了 这小子 他又睡了 真是岂有此理 先让他得意一会儿 我倒要看看第五轮 他还能不能这么轻松 几名军官随即看向 其他考上的画面 排在第二的凌峰 此时已经陷入了苦战 虽说暗影刺客 比较偏重敏捷 凭借着速度的优势 完全可以与 沉沦树妖王正面抵抗 但一下子面对十只boss 不禁让他感到力有不歹 法师战士游侠 都有群攻技能 但是刺客没有 他只能单对单地刺杀 因此 当树妖王的数量多了之后 他的处境就变得极为艰苦 反观落清雪这边就不一样了 他从天空释放冰锥树砸下 不断对树妖王造成伤害 命中之后 还能施加冰冻状态 这使得树妖王 原本就缓慢的速度 变得更慢了 这种状态下 就算不用堕落猫妖去拉仇恨 他也可以一边发动技能 一边与boss群拉开安全距离 无子义这边的画风 与其他人都不一样 他抡起一副重装拳套 冲向了离他最近的 一只树妖王 一边攻击一边防御 攻势凶猛 此时的他 如同一头人形暴龙 一亿敌石竟然不落下风 周身充满不可抵挡的狂暴气息 与这几名稀有职业者不同 那些普通与中高级职业者 根本无法抵挡 实质boss的围攻 一开始 还有考生抱着侥幸的心理 然而 当他们设身处地地感受到 实质boss究竟有多么可怕之后 纷纷在第一时间选择放弃 到了这一步 考试的难度 已经不是中低品级的职业者所能承受的了 很快 大量考生出现在了外界的训练场上 这些在第四轮考试中 被刷下来的考生 虽然失败了 但是一个个脸上 却浮现出兴奋的神色 以他们如今的成绩 完全可以 入读神下帝国排名最为顶尖的 那十二所高等学府 怎么会蹦出十只boss魔怪 真是变态啊 这还是考试嘛 我怎么感觉 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 可惜了 我还以为我能撑过第四轮考试呢 传送出来的学生 站在训练场上互相议论着 这其中就有陆又铭的身影 就到这里吧 若不是有顾瓷 送我的这身堕落套装 恐怕我上一轮就被淘汰了 陆又铭理了理法袍上的褶皱 兄弟 你刚才口中说的顾瓷 难道就是 现在排在第一名的那个 你认识他 旁边一名战士下意识问道 不错 我认识他 话音落下 旁边十几位考生 纷纷转头看了过来 眼中满是惊讶 陆又铭注意到了周围的目光 头颅微微扬起 一脸傲娇 指着手中的法杖 对众人说道 看看 蓝色品质堕落法杖 顾瓷送我的 随后 他又指了指身上的长袍 蓝色品质堕落法袍 也是顾瓷送我的 接着 他指向脚下的长靴 蓝色品质堕落长靴 还是顾瓷送我的 现在你们知道 我跟顾瓷的关系有多好了吧 周围一众考生的眼神瞬间变了 神情之中满是惊讶 这三件蓝色套装全是顾瓷送你的 那当然 他是你爹 唉 你说话能不能放尊重点 不好意思 他是您爹 训练场上的考生越来越多 指挥室之内的画面 则是越来越少 五分钟之后 还留在第四轮考试中的考生 只剩下五人 分别是顾瓷凌峰落清雪 吴子义 以及后来居上的左霄 左霄 十五级 中顿假释 几名军官此时正在看着左霄的考试画面 一个个脸上流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 中顿假释不同于普通的顿战 也是一个稀有职业 左霄是一名身高两米 体型壮硕的男生 他双手拿着一块两米多高 一米多宽的巨型中顿 正狠狠地砸向面前乃只树妖王的驱赶 一击得手 造成的伤害却少得可怜 随后 五根坚韧的树藤 从他背后发起偷袭 左右两边又有粗大的树枝呼啸而来 他双手抡起巨顿 猛地向后拍出 笨拙的巨顿 以他身体未轴 横扫周边 竟然硬生生拍飞了那几只树妖王的攻击 而左霄仅仅是受到了一点 微乎其微的反阵伤害 你打不死我 我也打不死你 双方陷入了极为胶着的拉锯战 这个叫左霄的 这样僵持下去 有什么意义 中顿假释 这就是那个比肉顿还肉的职业 也不知道九十分钟之后 他能不能磨死一只沉沦树妖王 几名军官点评了几句 微微动容 将目光看向了吴子义所在的考试画面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蓄之后 吴子义在与树妖王的搏杀中 没有丝毫疲态 反而越战越勇 似乎是气势积攒到了一个巅峰 他手上的拳套 陡然绽放出一阵紫色光芒 随即 一股可怕的能量波动 从他双拳之上缓缓一出 他的武器只是紫色品质 怎么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波动 一名军官神情微动 看着吴子义手上的重装拳套 入出惊讶之色 吴子义双拳碰了碰 眼底浮现出一抹兴奋之色 五圣全套 虽然只是紫色品质的装备 但是一旦叠满100层气势 就可以给穿戴者 添加五圣附体的效果 对于武道职业来说 一旦激活五圣附体效果 那便是 有我无敌 五圣附体在30分钟之内 获得500%的武力加成 并在此期间 无视技能冷却 效果结束后 进入虚弱状态 自身生命值与全属性 削弱50% 武力 是对于武者实力总的称呼 获得五倍的武力加成 武子一周身气势爆发 宛如武圣在世 他低喝一声 悍然冲出 毫不畏惧地杀向 那十只沉沦树妖王 第0057张摩再来袭 故此躺在缓坡上 时间缓缓流逝 他虽然闭着眼睛 但是一直都没睡 以他的精神属性 就算三天三夜不睡觉 都不会感觉到丝毫困意 之所以躺在地上 只不过是想换个舒坦点的姿势 度过这段时间 很快 九十分钟到了 提示出现 本轮考试人数九十二人 合格人数九人 看到这个提示 所有人不禁心头猛颤 这淘汰率也太高了吧 故此 总积分六千五百 洛青雪 总积分两千四百八十 林峰 总积分一千七百 武子一 总积分五百九十 左肖 总积分四百五十 故此林峰洛青雪 以及武子一四人 都击杀了十只沉沦树妖王 因此 他们都获得了积分翻倍的奖励 由于洛青雪是法师 擅长群功 所以比林峰更早通关 因此 第四轮成绩出来之后 他上升到了第二名 林峰则是调到了第三 武子一在四人当中 是最后一个通关的 排在第四 此时他正瘫在地上 脸上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当他激活了五圣附体的效果之后 武力值暴涨五倍 直接将那十只沉沦树妖王 打得节节败退 那时的他威风凛凛 宛如五圣降临 大杀四方 凶猛如虎 即便五圣附体的效果 有时间限制 他也有把握在三十分钟之内 击杀十只沉沦树妖王 可这件事坏 就坏在沉沦树妖王的技能上面 树妖球龙是个控制技能 几乎每一位考生 都已经领教过了 这个也在武子一的考虑之内 就是沉沦树妖王的另一个技能 生命复苏 这个技能不仅是被动技能 还是触发式的 条件就是 当沉沦树妖王的生命值 低于三十%时 有几率触发生命复苏 这个触发式技能 没有冷却时间 只要满足条件 满足几率就能触发 所以 武子一就在这里栽了跟头 当他杀到只剩下 最后一只沉沦树妖王时 那只树妖王 既然运气爆棚 只要生命值易低于三十% 必定会触发生命复苏 所以在五圣附体的那三十分钟内 他有一大半的时间 都是与最后那只沉沦树妖王 胶着在一起 在激活五圣附体效果之前 他已经消耗了46分钟 再加上后面的30分钟 第四轮考试 他总共用时76分钟 这个效率 在前四名之中 绝对是垫底的 第四名集以后 只能拿100积分 武子一因为击杀 十只沉沦树妖王的原因 也得到积分翻倍的奖励 最终获得了200积分 而左肖就没这个好运了 虫顿假设 这个稀有职业的特色 就是高防低攻 他出色的防御力 让他在十只沉沦树妖王的围攻之下 坚持了整整90分钟 而他那拉胯的攻击力 则是在持续不断进攻了90分钟之后 才堪堪摸死了一只沉沦树妖王 那只沉沦树妖王 如果有独立意识的话 肯定已经崩溃了 90分钟 你知道这90分钟 是怎么过来的吗 左肖指盯着那一只树妖王 用刮沙一样的伤害 整整刮了90分钟 苍天啊 那只沉沦树妖王之所以能被击杀 很可能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精神伤害 最终 左肖如同一匹黑马 杀入了本次大考前五名之列 位列第五 而他也在通过第四轮考试之后 成功拿到了100积分 排在他之后的五人 也都击杀了一只沉沦树妖王 获得了100积分 白光在九人身上一闪而逝 所有人的状态全部回满 就连虚弱状态中的五子翼 也彻底恢复过来 只要他再次击聚100层气势 就又可以激活五生附体的效果 可恶 故此没有出局就算了 我自己竟然也发挥失常了 那只沉沦树妖王 是专门针对我的吗 五子翼缓缓从地上做起 脸色阴沉如水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第五轮 只要我能在第五轮中逆袭而上 就一定可以夺得第一 五子翼咬牙切齿 眼神中一片坚定 第二名 以我现在的成绩 入读上经学府 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洛青雪看着手中的堕落法 这样低声说着 若不是故此给了他 这根金色品质的法杖 估计他根本撑不过第四轮考试 可恶 竟然掉到了第三名 凌峰皱起眉头 其他主战职业 都有群攻技能 唯独他这个刺客 只能一只一只的杀怪 浪费了太多时间 不错 往年最多只有两到三人 进入第五轮考试 今年竟然有五人 这说明我人族的整体实力 正在缓慢提升 终有一日 人族将不再忌惮魔怪的肆虐 几名军官看着 仅剩的五个画面 语气中饱含欣慰 既然如此 准备进行第五轮考试 一直沉默的王虎城 竟然罕见的出言表态 唯有通过第五轮 才能筛选出 延续人族气韵的绝顶强者 希望这肆虐数百年的魔灾 能够终结在他们 这一代人的手上 考试任务V魔灾来袭 你每击杀一只魔怪 就会分裂出两只魔怪 请你坚持到最后 终结这场魔灾 稀有职业每击杀一只 强化级魔怪 积分加二十 每击杀一只精英级魔怪 积分加一百 每击杀一只统领级魔怪 积分加二百 初代职业每击杀一只 强化级魔怪 积分加五十 每击杀一只精英级魔怪 积分加二百五十 每击杀一只统领级魔怪 积分加五百 本轮考试无时间限制 杀光所有魔怪者获得胜利 考试过程中 被魔怪击杀者 考试失败 第五轮考试 受到魔灾之力的影响 会分裂出两只魔怪 分裂出的魔怪 不受原本等级与品级的限制 可能一只十五级魔怪死后 会出现两只十八级魔怪 也可能一只强化级魔怪死后 会出现两只精英级魔怪 两只精英级魔怪死后 又会出现四只统领级魔怪 在这种情况下 杀的魔怪越多 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 相应的 获得的积分也就越多 因此 即便是顾瓷 现在已经积累了六千五百的总积分 但若在这一轮考试中失利 排在后面的几人 还是有很大可能将他超越 所以 吴紫义才会在第四轮考试失利之后 将赌注压在了第五轮考试上 一旦第五轮考试开启 或许目前的排名 就会被彻底颠覆 第0058章你 竟然藏桌 秘境内 顾瓷面前的虚空一阵扭曲 一只沉沦死魔跳了出来 这只魔怪刚一出现 就发现了顾瓷 他大吼一声 迅速向着顾瓷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顾瓷也将探测术扔了出去 一只强化级的沉沦死魔 纵然是基础属性 得到五倍的强化 在他眼里也太弱了 顾瓷眼中不见丝毫波澜 与此同时 巨魔战士立刻上前 长矛猛地刺出 一击便让那沉沦死魔爆头而亡 无头尸体倒在地上 分化成了两团黑色虚影 虚影迅速具现 一转眼就变成了两只沉沦死魔 巨魔战士没有停顿 长矛接连刺出 瞬间便将那两只沉沦死魔杀死 然而那二具尸体倒在地上 又分化成了四团黑影 黑影迅速具现 一转眼 又变成了四只沉沦死魔 不过这四只沉沦死魔 依旧不是巨魔战士的对手 一个呼吸之间就被全灭 随后四只沉沦死魔 又分化成了八只 并且 其中一只竟然还是精英级魔怪 不过这对巨魔战士来说 还是没有任何威胁 很快 八只沉沦死魔 死在了长矛之下 又迅速分化出了十六只 十六只沉沦魔怪 低吼着向他冲来 其中又有两只精英级魔怪 杀不完 故此眉头一挑 眼中浮现出几分诧异 按照这个规律 等杀到第十波 他将要面对一千零二十四只魔怪 而且 其中不乏精英级 甚至是统领级魔怪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毕竟恶魔空间中 还有164头巨魔战士等待召唤 再也不济 他还可以发动死亡侵蚀 以他如今一趴的生命值造成伤害 一个技能就能秒杀五百二十八只魔怪 但是 其他职业者是如何应对的 像凌峰那种刺客 一只一只的杀 岂不是要杀到累死 洛青雪虽然有群攻技能 但魔怪是无穷无尽的 他能一直杀下去吗 就在故此思考之间 巨魔战士已经将16只魔怪全部击杀 嗯 那是什么 故此目光一瞥 发现一团白色光点从魔怪尸体上掉落 走近看去 白色光点如同受到某种吸引 迅速没入了他的体内 瞬间 他体内传来了一股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是 恢复状态 这一刻 故此心中顿时了然 第五轮考试 击杀魔怪之后 有几率掉落像刚刚那样的白色光点 吸收光点之后 可以恢复状态 因此 即便后期出现成千上万的魔怪 其他职业者 也是有机会撑到最后的 这时 16只魔怪尸体 已经分化成了32只魔怪 故此眉头微皱 果然又翻倍了 他没有让巨魔战士 第一时间上去击杀 毕竟魔怪数量越来越多 仅仅一只巨魔战士 击杀效率太低了 指挥室中 几名军官看到故此停了下来 不约而同地露出笑容 哼 傻眼了吧 这一批有32只魔怪 他一只召唤物 又有什么用 不止如此 下一批就是64只 再下一批是128只 我看他还睡不睡得着 前四轮考试都是躺赢的 到第五轮 也该他出出力了吧 通过几军官的对话 不难听出 他们对顾瓷 已经忍了很久了 现在能看到顾瓷 在第五轮考试中吃饼 一个个顿时念头 通畅了起来 然而顾瓷 却要让这几名军官失望了 他念头一动 又一头巨魔战士被召出 两头巨魔战士 二话不说 手持长矛 冲向那32只魔怪 疯狂杀戮 什么情况 他怎么还有一只召唤物 不可能 能有一只如此强悍的召唤物 就已经逆天了 他竟然有两只 他竟然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如果不是第五轮的魔怪 数量暴增 只怕他还要一直这样藏下去 几名军官对于顾瓷的表现 彻底无语了 这是什么场合 大考啊 其他职业者恨不得 发挥出12分本事出来 你竟然藏桌 不过几个呼吸 32只魔怪被禁数杀光 不留丝毫喘息的机会 顾瓷视野中 又出现了64只魔怪 他神色自若 再度照出两头巨魔战士 总共四头巨魔战士 悍然冲上前去 对那群魔怪 开始了凶残的猎杀 指挥视中 几名军官的眼中 迸发出强烈的震惊 四只召唤物 什么情况 他竟然有四只 他竟然还在隐藏实力 这么说 也许他现在留有余地 那岂不是说 他很可能不只有四只召唤物 其他军官都不说话了 顾瓷的情况 真是一次次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种妖念 根本不能用常理来对待 这小子 越来越有意思了 王虎城目光微抬 看着画面中的顾瓷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64只魔怪 很快就被四头巨魔战士解决 随之而来的 便是128只魔怪 顾瓷也不含糊 又照出了六头巨魔战士 加上之前那四头 再度向魔怪群落杀去 接下来 256只魔怪 512只魔怪 杀得越快 魔怪分化的数量也就越快 相应的 获得的积分也就多 短短几分钟 顾瓷就已经杀到了第九批魔怪 他的积分 也从6500 暴涨到了54150 而剩余的考生之中 进度最快的 也才杀到第三批魔怪 最慢的 还在与第一只魔怪 互相磨血 没错 说的就是左销 顾瓷这边 伴随着魔怪数量不断暴涨 165头巨魔战士 全部被召唤了出来 指挥室中 军官们一个个双眼圆瞪 不可置信地 看着顾瓷的考试画面 165只召唤物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召唤师 也没有这么变态吧 这还怎么考 第五轮考试 总共只有十批怪物 现在开考连五分钟都不到 他就已经杀到了第九批 我不懂 他这种实力 来参加大考干嘛 直接走特招路线不行吗 几名军官脸上满是郁闷 唯独坐在中间的 王虎成眼中绽放金光 隐隐流露出兴奋之色 王将 您这是旁边一名军官 注意到了王虎成的眼神 出言问道 小雪 刚才是你说的特招路线吗 王虎成目光如炬 炯炯有神 令得那个被称作小雪的军官 都不敢与他对视 王将 我只是信口 不用说了 你们立刻准备对顾瓷进行加试 就按特招考试的难度来 嗯 给他准备高等学府的特招考试 可我们 不 是我下南军区的特招考试 第0059章SSS及特招考试 准备下南军区的特招考试 听到王虎成的话 几名军官神情呆滞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可是 王将 顾瓷是学府的人 他的志愿也不是军校 我们如果将他招入军方 难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不错 如果学府那边追究起来 兴许会闹出不小的动静 左右两名军官在旁边劝道 对于南越行省的大考事务 下南军区只是负责监考 根本没有特招录取考生的权利与资格 但凡参与了大考 在录取信息公布之前 那都是学府的人 即便王虎成是下南军区的一星战将 也无权以军队的名义 从大考考场上特招任何学生 哪怕是全国排名倒数第一的考生都不行 更何况 故此此时已经展露出了状元之姿 一旦成绩上报 那绝对是学府力保的核心人物 无妨 我是南越行省大考的主考官 有特事特办之权利 你们尽管听命行事 事后若是学府那边追责 我一力承担 纵观整场大考 王虎成几乎很少说话 但只要他说话了 必然是带着强势与命令 没有丝毫转环的余地 之前破例新增出待机难度是如此 现在要以军区特招考试 招收顾辞 亦是如此 几名军官虽然面露难色 但也无奈地点头应试 现在是王虎成给他们面子 才会在这里走一个商量的过场 若是王虎成 直接以一星战将的身份发号施令 他们又怎敢不从 王将 您准备让顾辞参加哪个等级的特招考试 S级还是SS级 神下帝国的军方特招考试 分为三个难度等级 由高到低 分别是SS级 SS级和S级 不同难度等级的考试 在军方对应的职能部门 也各不相同 一般都是S级与SS级居多 如果能顺利通过 就可以直接被赋予军级 进入军方的职业者部门 或参与重大军事行动 至于 SS级特招考试 他们根本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 那是最高级别的特招考试 以他们的级别 还接触不到 而且 他们也不认为 被称为神下帝国军方 最神秘的 SS级特招考试 会对一个高中生开放 然而下一秒 王虎成的回答 就令几名军官大跌眼镜 SS级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几名年轻军官 眼皮猛的一跳 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向王虎成 什么 虽然顾磁在这次大考中 表现得十分优秀 但也只是一个高中生 王虎成到底是怎么想的 竟然打算让一个高中生 参加下南军区的 SS级特招考试 这些年来 关于SS级的传闻不在少数 但大多数都是空学来风 做不得真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所有成功通过 SS级特招考试的人 全都人间蒸发了 虽然说起来神秘 但对这些军官来讲 都是老生常谈了 真正让他们震惊的 王虎成 竟然将他手上 唯一的一个 SS级特招名额 给了顾瓷 按照神下帝国军方规定 只有战江级以上的 高级军官 才有资格推荐 SS级特招考试的人选 并且 每位高级军官 每年只能推荐一个人 想不到王虎成 竟然有如此魄力 毫不犹豫地 就将自己手上 唯一的名额 给了顾瓷 王将 SS级特招考试的考场 设置在深渊战场 您的意思是 要将顾瓷送入深渊之中 深渊 即是魔怪所在的世界 深渊世界 与当前这个世界 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只能通过传送的方式抵达 SS级特招考试 是精益求精 是为神下帝国 培养铁鲜利刃的 强力手段 之所以将考场 设置在深渊之中 就是为了以战场的血与火 模拟出真正的强者 不错 去准备吧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王虎成沉声说道 几名军官互相看了看 脸上肌肉微微抽动 疯了 这王虎成肯定是疯了 他竟然要将一个高中 都还没毕业的孩子 送去深渊战场 他就不怕事情败露之后 受到帝国军事 裁决会的指控吗 这件事 故辞他愿意吗 他的意愿并不重要 击杀魔怪 终结魔灾 这是每一位 神下帝国公民的终生使命 完成SS级特招考试 加入军方 报效帝国 这将是无比崇高的荣光 他一定不会拒绝 几名军官文言互相看了看 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现在顾此此时 正在进行第五轮大考 以秘境之眼的能力 完全可以在考试结束后 将骨头放在深渊战场 这对几名七十级的军官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秘境内 第十匹魔怪已经出现 足足1024只沉沦死魔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精英级与统领级 面对如此多的魔怪 放在其他考生 估计早就被吓破了胆 但这对顾此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与堕落猫妖王召唤出的 成千上万的猫妖相比 这一千多只沉沦 死魔实在太小刻了 165头巨魔战士 冲向了魔怪群落 他们如同一股 锐不可挡的黑色洪流 所向披靡 摧枯拉朽 短短几分钟 便将一千多只沉沦死魔 全部击杀 嗯 怎么没有新的魔怪出现 要结束了 等了几分钟 直到所有沉沦死魔的尸体 全部消失 也没有新的魔怪出现 大考应该快结束了 考试提示 是击杀所有魔怪 阻止魔灾 现在已经没有新的魔怪出现 那就代表着 魔灾已经被终结了 之所以还没出现提示 应该是 还有其他考生 没有完成考试 想到这里 顾慈收回了多余的巨魔战士 只留下一头 在身边站岗放哨 他则是重新躺在那片缓坡上 等吧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他心中想着 双眼缓缓闭合 然而 就在他躺下之后没多久 一个空间漩涡 从天空中突然出现 一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 破空而出 此人身姿鼻挺 气势厚重 宽阔的后背上 伸出三对巨大光翼 欲空而立 他目光灵力 刚一出现 就看向了下方的顾慈 与此同时 顾慈睁开双眼 猛地起身 巨魔战士 第一时间看向高空中 那个欲空而立的挺拔身姿 手握长矛 星红的瞳孔中满是戒备 顾慈站在巨魔战士身后 抬头看去 目光凝重 一副如灵大敌的姿态 你是谁 第0060章 也许我并不高尚 你是谁 几乎就是顾慈话音落下的瞬间 高空中的那个人影 突兀消失了 下一秒 王虎诚出现在了顾慈面前 他身穿笔挺的军装 目光宛如刀锋般凌厉而霸道 顾慈目光一宁 他认出了眼前这个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 眼中的戒备 迅速化作一抹惊恶 你是 王江 王虎诚身为下南军区最年轻的一星战将 又兼任南越行省主考官一职 他的名字对顾慈来说 早已经是如雷贯耳 别的不说 就连南广义中图书馆的展墙上 都还挂着王虎诚 升任一星战将时的肖像照 顾慈 你很不错 王虎诚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他看向顾慈 目光之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 这个年纪 这个等级 属实不易 在认出了他一星战将的身份之后 还能保持如此冷静 单单是这份定力 就在同龄人中极为罕见了 王虎诚点了点头 将目光落在了旁边那头巨魔战士身上 眼底迅速闪过一丝诧异 这召唤物 我竟然看不透他的属性 王虎诚内心一阵惊疑 这种事情 他还是头一回遇到 他是七十五级的战士 在巨大的等级差距面前 他本应该轻而易举地 看穿十八级巨魔战士的属性 然而此时在他眼中 只能看到巨魔战士的名称与等级 其他信息竟然一概没有 怎么会这样 他内心哑然 下意识将目光看向了顾词 这一看 眼底的差异更加强烈了 顾词 十八级 恶魔君王 只能看到名称与等级 没有任何属性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 隐匿道具 不可能 在进入秘境之前 秘境之眼会自行排斥 所有携带道具的考生 就比如 一开始在训练场上 失去考试资格的那几位 而在进入秘境之后 储物道具 就会由于规则的原因 被彻底封锁 那就更没有使用道具的机会了 这小子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王虎称眼底 逐渐浮现出了 不加掩饰的疑惑 由于初代职业的特殊性 其他职业者 只能通过探测数 看到顾词的名称与等级 而无法看透他的属性 这一点连顾词自己也不知道 否则之前 他就不会从陆佑鸣那里 要来隐秘文章了 两个男人就这么凝视着 相顾无言 有多不错 两久 顾词开口打破了这份沉默 嗯 王虎称微微一正 随即反应了过来 却又不说话了 刚才说你很不错 你就接着问有多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吗 其实 顾词倒不是真的追问 自己有多不错 只是他看王虎称一直不说话 所以想通过这句话 来打破二者之间的沉默 也许是他平时并不怎么爱说话 现在一句话说出去 场面变得更加尴尬了 顾词 你想参军吗 王虎称不再纠结顾词属性的问题 开门见山问道 不想 顾词考虑了一下 给出答复 王虎称眼底迸发出强烈的意外 没想到 顾词竟然将他的提议一口回绝了 堂堂下南军区一心站 将问你愿不愿意参军 这其中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了吧 换成其他同龄人 只怕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热血沸腾了 然后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同时红着眼眶 感谢王虎称的知欲之恩 反观顾词 眼中一片平静 不仅没有丝毫激动 反而直接拒绝 这一下 把王虎称的节奏都打乱了 这年轻人 是不是太过稳健了 你先别急着拒绝 我并不只是让你当的大头兵那么简单 王虎称认为 顾词是理解错了他的意思 于是继续说道 顾词 你是世所罕见的天才 高等学府并不适合你 你应该有属于你的更大的平台 我会举荐你 参加军方特招考试 如果你能顺利通过 就可以加入帝国军方保密级别 最高的特殊部队 由于保密条例 在这里 我不能向你透露 有关特殊部队的信息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摆在你面前的这个机会 对帝国数百万军人来讲 是求之不得的无上荣耀 加入他们 你将成为帝国封碑 肩负着以鲜血与生命 捍卫帝国荣誉的神圣使命 你将化身为黑暗中的利刃 为帝国而战 为人族而战 你将沾染泥泞与斑驳 以血肉之躯 护佑人族永存 有朝一日 魔怪终将灭尽 世界必将光明 而你 顾此 行走于黑暗中的人 终将会光芒万丈 王虎城的声音低沉 而富有雌性 他每说出一句话 其中似乎都蕴含着某种 令人无法抗拒的韵律 说完之后 他便静静地站在那里 目光之中一片平静 等待顾慈的回复 这一次 他相信 顾慈不会再一口回绝 这是你来之前 写好的稿子吗 还是临场发挥的 顾慈果然没有拒绝 而是一脸认真地 问出了这个问题 王虎城脸色 瞬间黑了下来 脸上的肌肉 明显抽动了一下 人与人的沟通 有时候没有用 我问你愿不愿意参军 你问我 这是不是我 事先写好的稿子 还临场发挥 现在的年轻人 到底怎么了 告诉我 你想参军吗 王虎城 没有理会顾慈的疑问 继续问道 不想 这一次 顾慈毫不犹豫地 说出了答案 为什么 王虎城两道浓重的 眉毛皱了起来 我有我所珍视的 什么 我的家人 顾慈平静的语气中 带着认真 上一世他是孤儿 孤苦无依 尝尽人情冷暖 这一世虽然母亲 已经病故了 但他还有姐姐 亲人 亲情 这是他此生 唯一珍视的 王虎城一时雨色 眼中透出强烈的不解 我们的世界 被黑雾所笼罩 魔怪丛生 危机四伏 人族已经被魔灾 侵害了数百年 难道你就不想 为人族 做出什么改变 不想 就因为你有家人 对 难道那些参军的人 都没有家人吗 也许我并不高尚 王虎城 深吸了一口气 牙关紧咬 这小子 还真难搞啊 第0061章 你可以走了 看到王虎城 紧皱的眉头 故此缓缓开口 军人保卫帝国 护佑人族 这种现身精神 崇高且伟大 身为神下帝国的一员 我真的很敬重你们 王虎城的神色 悄然缓和几分 这才对嘛 那 我不参军 王虎城的表情 又是一阵僵硬 母亲三年前病故了 现在我只剩下一个姐姐 虽然她比我大 天赋也比我出众 但她太善良了 从未真正见识过 世间险恶 所以我不能让她 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故此眼中满是认真 语气中不知不觉 带上了几分 老气横秋的味道 如果你答应参军 下南军区可以派出 专业的护卫队 保护你的家人 王虎城一脸正色道 故此摇了摇头 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或许会加入你们 但现在 我只想守护我的家人 王虎城沉默了 她没想到 故此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 竟然会有如此成熟的想法 她默默地站在原地 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 但终究是 没有开口 自从故此出言拒绝的那一刻起 她的眉头就没有舒掌过 身为下南军区的一星战将 她比谁都清楚 故此如今所展现出来的潜力 是何等的精彩绝艳 若是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故此一人 可抵千军万马 唉 两久 王虎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目光中的失落消退了几分 反而又浮现出几分欣慰 故此 你很不错 她说出了这句 两人刚一见面就说过的话 是真的很不错 也许是觉得 之前那句无法准确表达她的想法 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一次 故此没再追问有多不错 她在心中思考 王虎城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你很不错 是真的很不错 这两句话 不是一个意思吗 强调一遍 是想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 我年轻的时候 可跟你不一样 王虎城目光逐渐深沉起来 沉生说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爷爷就死在了魔灾之中 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父亲跟随军队进入深渊战场 达纳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所以 我奶奶和我妈一直都希望我 做个文职工作 安安稳稳地娶妻生子 过一个普通而安定的生活 但我不这么想 魔灾到处肆虐 人族处境岌岌可危 在这末世之中 我又怎么能苟且偷安 我不顾他们的反对 偷偷地报名参军 后来事情暴露了 他们也没有反对 只是看上去不太高兴 在我离家的那天 我妈扶着我奶奶站在家门口 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是默默地看着我 看着我走出家门 看着我穿过马路 看着我坐上前往车站的公交 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是静静地看着 后来我得知 自我参军之后 他们俩经常站在家门口发呆 一站 就是好几个小时 像是丢了魂一样 听到这个情况 我差点都想退伍回家了 但我狠了狠心 忍住了 直到有一次我休假 打算回家探亲 结果却发现 我奶奶已经过世了 我责怪我妈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通知我 她却只是看着我 一句话都不说 说真的 那一次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害怕 那天 我将存了好几年的工资 都给了我妈 之后就回部队了 却没想到 那一次 竟然是我们之间的诀别 故此眉头微微皱起 小心翼翼到你母亲 过世了 不 她走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再见到过她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否还在世 所以 你后悔了 顾慈轻声问道 王虎诚看向顾慈 一双虎目之中目光灼灼 她没有回答是或不是 语气略微低沉 总有些人或者是 要用失去来证明那份珍贵 我当年便是如此 但顾慈 你不一样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想守护自己的家人 这真的很好 既然你有自己的选择 那就坚持下去 至于终结魔灾 拯救人族的事 就交给我们这些军人好了 顾慈一脸意外地看了过去 双眼微微眯起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看起来 不像是这么好说话的人 她语气中透出几分疑惑 我只是不希望同样的遗憾 又一次发生在我眼前 王虎诚眼中浮现出一抹平静 她一挥手 一个空间漩涡出现在了顾慈面前 你可以走了 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走 顾慈没有动作 站在原地 眉头微微皱起 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 可她却又看不出来 就在这时 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身边的空间如同镜面一样 片片碎裂 整个秘境仿佛处在崩塌的边缘 怎么回事 顾慈第一时间看向身边的王虎诚 大考秘境开始崩塌 这可不是小事 是深渊入侵 你快走吧 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处理 王虎诚说吧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深渊入侵可不是小事 这个世界之所以魔灾横行 魔物遍地 就是由深渊入侵造成的 一座城市里爆发深渊入侵 若是不能及时阻止 恐怕整座城市都将沦陷 沦为鬼城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警告 由于突发深渊入侵 请所有考生立刻进入一级戒备 随时准备战斗 警告 由于突发深渊入侵 请所有考生立刻进入一级戒备 随时准备战斗 伴随着提示出现 顾慈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还不待她有所动作 地面颤抖得更加剧烈 周围空间陡然间加速崩塌 顾慈正要往前方的空间漩涡走去 她的身体却突然变得虚幻起来 刚迈出一步 还没碰到空间漩涡 她就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眼前飞掠过无数破碎流光 顾慈身躯僵硬 在无尽星光中急速坠落 几十秒之后 她出现在了一片 充满死寂气息的荒原之上 脚下 焦黑的地面 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 抬头 血红色的上弦月 在夜空中阴森诡异 树枝不尽的魔怪 如丧尸般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焦土 血月 魔怪 这里是深渊 故此皱起眉头 心中生起强烈的不安 第0062章深渊 眼前的深渊 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子血腥味 深渊和考核的秘境可不一样 考核秘境多多少少 还会考虑难度 但这种深渊的难度是未知的 不仅仅是难度未知 深渊世界是扭曲的世界 在这里 一切都不可以用常识来衡量 哪怕是在有经验的老手 进入深渊也不敢松懈 不然一根草 一朵花 甚至是随意打个哈欠 都有可能要人命 因此 第一次进入深渊的故此 根本不敢松懈 十分的谨慎 当然 谨慎不代表惧怕 以他现在的实力 眼前这些魔怪并不具备威胁 谨慎只是怕阴沟里翻船罢了 而四周的魔怪 也很快注意到了故此 他们多数是先愣了一愣 紧接着发出兴奋的嚎叫 封了班奔向故此 对于魔怪来说 人类的血肉是上等的食粮 在这食物匮乏的深渊世界 没有什么比一个活生生的人 更有吸引力 故此准备召唤巨魔战士战斗 就在他精神极度紧绷之时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仿佛是要撕破天空版 震得故此直无耳膜 故此觉得眼前发黑 站都站不稳 亮枪了几步这才站稳 他这还算好的 那些低级魔怪 还没等反应过来 一个个脑浆泪裂 喷出的脑浆和血混合液 到处都是 等他抬头看到天上那东西后 吓得眼睛猛的一阵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他说不上来 那是什么玩意 这魔怪体型太大了 根本看不到边 只知道 魔怪全身散发忧虑的荧光 在荧光的照耀下 深渊显得更加诡异 很吃惊吧 你一定在想 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魔怪 王虎城这一开口 把顾瓷吓了一跳 这才注意到身后有人 他回头一看 王虎城站在他身后 背着手凝视着那巨大的魔怪 而在王虎城身后 几个军人倒在地上 捂着滋滋冒血的耳朵 神情痛苦 表情猙獰 顾瓷眉头紧皱 暗骂自己太过于不小心 身后什么时候有人都不知道 其实也怪不得他 就凭他还能站住 已经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强者 王将 那是什么 我从未见过 其实别说是见过 顾瓷甚至听都未听过 月经 相当于我们世界的月亮 放心 他是少有对我们人族 不感兴趣的魔怪 顾瓷笑着打趣道 想来也是 我们还不够他塞牙缝的 虽说魔怪攻击人族 并不一定是为了口腹之欲 很多魔怪天生嗜血 吃饱了 攻击欲望也很强 但眼前的月经 实在是大过了头 人在他面前和蝼蚁没有差别 恐怕连看都懒得看人一眼 当然 这也不好说 人不也喜欢虐杀蚂蚁曲了吗 王虎城继续说道 你不知道月经很正常 实际上大部分过于强力的魔怪 都不会在课堂上介绍 是为了防止恐慌吗 顾瓷说完 小伙子反应不错吗 是这样 魔怪的恐怖远超常人想象 过于让学生们了解魔怪的恐怖 说句不好听的 万一把学生们都吓住 会影响到军方募兵 王虎城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说道顾瓷 我们人族在魔怪面前 实在是过于弱小 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不是吗 顾瓷咧了咧嘴 这王虎城还是没放弃拉拢自己 都开始贩卖焦虑了 这让他心中多少有些烦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委婉地说道王将 我无心参军 而且我只是个庸才 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王虎城差点没乐出来 看不出来顾瓷还挺会凡尔赛的 俗话说得好 过于谦虚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要是顾瓷都是庸才的话 那这一届的考生全都是庸才 他自虚眼光极准 顾瓷在他眼里就是百年 不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王虎城还想说些什么 争取一番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女人的惨叫声 王虎城见状 立刻带上了直虎 顾瓷 你留下 他刚要说叫顾瓷留下来照顾一下伤员 结果顾瓷没隐望 这让他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苦笑到年轻人 就是有干劲 没多久 顾瓷便寻到了声音远处 只见洛青雪被一群兽人包围 按理说 兽人的实力不强 根本不会是洛青雪的对手 这些大绿皮子体格健硕 是强大与人族鼠背的战士 别看他们武器铠甲简陋 都是实质和皮革制品 但仅凭这些 他们便可轻易地将人族战士的脑袋砸开瓢 不过一旦遇到洛青雪这种远程型的 这些头脑简单的大绿皮子 就不够看了 兽人敏捷属性不够 一般情况下 只需要简单地放风筝 就可以弄死 遇到小规模部落跑 也是来得及的 但很遗憾 洛青雪的运气不怎么样 他周围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兽人 这还不算上洛青雪身旁堆积如山的兽人尸体 一旦形成庞大的部落 展开集团包围战 兽人真正的可怕之处 才算提现出来 这种比较常见的魔怪 邪厚功高 杀死一只 对于寻常职业者来说 都十分吃力 如此数量 对于洛青雪一个新手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谭 此刻兽人们正色眯眯 盯着满身是伤的洛青雪 这看着洛青雪之发抖 洛青雪是知道这些兽人的德行 他们对于任何雌性 都有那方面的欲望 被他们抓住后果生不如死 正当他颤抖地想要自我了断的时候 猛地发现 顾瓷在不远处山坡静静地看着 大喜过往的他 不由地喊道 顾瓷快点来帮我 知道了 顾瓷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冷冷地盯着一众兽人 顾瓷 小心 这些兽人不好对付 谈话间 兽人们已经注意到了顾瓷 被打扰好事的兽人战士们 眼里充满了愤怒 毫不犹豫地杀向了顾瓷 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他们眼里 解决掉顾瓷不过分分钟钟的事 人族什么的 一旦被他们靠近 都是废物 第0063章兽人 想用人海战术赢我 看来今天算你们倒霉 顾瓷冷冷一笑 像兽人这种 靠数量拉优势的魔怪 简直被他恶魔君王刻得死死的 毕竟恶魔君王可是越杀越强的职业 而且不必太考虑蓝和体力 想到这他直接对着冲着最快的兽人 释放了死亡侵蚀技能 然而想象当中的顺杀并没有出现 眼见那只兽人已经腾空跃起 一斧头就要劈下来 顾瓷眉头一皱 不过这点小意外 他倒也不慌 看了一眼那兽人的面板 这才发现还剩下50多滴血 这让他不由地感叹道 兽人这种魔怪 血量是真的变态 有点意思 不过也仅仅是有点意思罢了 眼见的那兽人要得手 顾瓷直接召唤出了一只巨魔战士 在召唤出的一瞬间 巨魔剑士抓住了兽人的脖子 咔嚓一声 静活生生将兽人的脖子扭断 鲜血似箭 如此残忍血腥的一幕 纵使是那些本性残暴的兽人 也纷纷停下了冲锋 愣上那么一愣 他们恐怕做梦都没想到 一向以魁梧壮硕 而令其余种族恐惧的他们 有一天竟然会碰见 可以一只手捏死自己的存在 两米多的兽人们 和眼前这三米多高的巨魔战士 身高差 简直就是半大孩子 与成人之间的差距 而且 巨魔战士的块头也要比兽人大很多 尽管都是那种肌肉魔怪 但是巨魔战士 那宛如小山一般的身体 一看就更结实 这种差距从肉眼上就能分辨得出来 因此 即便是这些没脑子的兽人 也能看得出 巨魔战士要比他们强大得多 当然 这仅仅兽人那笨脑袋 能看出来的东西 其实巨魔战士跟他们的差别 可不仅仅是块头和身高上 在杀戮技巧上 双方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别看巨魔战士块头大 但并不属于只擅长用蛮力的一派 实际上 他们杀戮技巧 也是相当不错的 和那些只会猛打猛冲的大绿皮子 可是有天生的不同 还真是无趣呢 看样子 被称之为勇猛的兽人一族 也不过如此 所谓的勇猛 不过是欺软趴硬罢了 顾慈发出了感叹 他现在的想法就有点欠 就觉得最近遇到的魔怪 都未免太简单一些 想要一些更刺激的 不然就太无聊了 当然 某只大鲸鱼就算了 那玩意已经算是天灾了 不过嘛 以恶魔领主的这个职业的可塑性 有没有一天能跟那只大鲸鱼抗衡 也是说不准的 而一旁落清雪 见顾慈如此轻松 便解决掉一只兽人 心不由地安心了许多 他长说了口气 不再过多于关注顾慈 而是握紧了手中的魔法杖 警惕着四周的兽人 与其担心顾慈 还不如多担心担心自己 他这边情况暂时还算安全 因为这些兽人知道 他已经游进灯窟 所以并不着急进攻 而是一个个都在偷奸耍花 希望同伴先冲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是完全安全的 一旦他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兽人钻了空子 被兽人按住 到时候的后果 可就不堪设想 而至于顾慈那一边 先不说他现在的状态 哪怕是担心 也帮不上什么忙 就单从顾慈的实力来看 只要骆轻雪保护好自己 目前的情况 根本就没有什么 有必要担心的 毕竟顾慈这个家伙 实在是太强了 甚至强过了骆轻雪的想象 骆轻雪知道顾慈强 但怎么也没想到 顾慈解决那兽人 竟如此之轻松 别看骆轻雪 也解决掉不少的兽人 但那都是他一边放风筝 一边慢慢耗血磨血磨死的 要不是因为他带的药剂多 加了一堆BUFF 以及回复了大量血量荷兰 他早就被这群兽人拿下了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考试不让代的药剂 倒不是因为作弊 而是考试结束后刚好换上的 顾慈这边虽然并未太把兽人当回事 但他可不是轻敌的主 为了稳妥起见 他还是交将所有的巨魔战士都放了出来 其实仅仅是一只巨魔战士的话 还是震慑不到兽人的 刚刚那些兽人见到巨魔战士的时候 确实是愣了一下 但那仅仅是愣了一下罢了 但他们好歹也算是合格的战士 不可能因为区区一只巨魔战士就吓破胆的 毕竟他们数量多 一只兽人给巨魔战士一斧头 都能把巨魔战士给剁成肉酱了 因此再愣了一下之后 他们依旧选择果断冲锋 然而当顾慈将所有巨魔战士统统放出之后 那些冲在前面的兽人可就不甘了 固然他们绝顾此手底下这些巨魔战士 无法抵挡他们的群起而攻之 但那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跟这些怪物中的怪物打 他们这些前排绝对会没命的 到时候哪怕赢下胜利 庆祝的也只有他们的同伴而已 至于战士的荣誉什么的 那玩意就凭他们的脑子根本理解不了 因此为了活命 兽人这边罕见地出现了逃兵 有那么一两个兽人直接扔掉手中的斧子 拼命地往队伍里去挤去 这对于兽人军团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 别看只有那么一两个 但恐惧是会传染的 只要有兽人放下武器 不加以管制的话离溃败就不远了 果然见有同伴跑了 越来越多的兽人扔下了武器 眼看兽人军团就要溃散 突然兽人后方传来一声售吼 那些逃命的兽人 吓得一哆嗦 纷纷慌张地捡起了石斧 硬着头皮冲了回去 想必那声音的主人 对于他们来说 比巨魔战士更让他们恐惧 故此没有搭理那些冲上来的杂兵 全权交给巨魔战士们对付 他饶有兴趣地 寻着那声音方向望去 这才发现 那里有一只比巨魔战士的块头 还要大倍的巨型兽人 想想都不用想 那绝对就是BOSS级魔怪兽人酋长 和那些慌张慌慌张张的小弟不同 兽人酋长显得游刃有余 他甚至都懒得多看顾瓷一眼 此刻他正色咪咪地盯着落清雪 流着口水 这浑蛋畜生 想必是压根没有将顾瓷放在眼里 在身经百战的他眼里 顾瓷只是一个稍微强一点的对手罢了 第0064张战利品 见兽人领主这么嚣张 顾瓷也不生气 而是背着手 静静地观察着战局 他倒要看看那兽人领主能做事不管到什么时候 因为不急 顾瓷也没急着放弃能 而是开始整理起战利品 击杀20级兽人俯首 经验加600 掉落物品 白色装备石斧乘1 击杀22级兽人狂战士 经验加650 掉落物品 白色装备石斧乘一精灵乃九成十 鹿肉肉干成15白色装备皮革甲乘1 击杀20级兽人俯首 经验加600 掉落物品 白色装备石斧乘1 掉落物品 白色装备石斧乘一精灵乃九成五 兽人掉落的装备都是垃圾 这一点顾瓷已经猜到了 毕竟他又不瞎 看看那些兽人用的都是什么玩意 要是这些兽人有好装备的话 那能不用吗 又不是那种不会用武器的魔怪 这些白色装备对于他来说没多大用处 如果是以前缺钱的话 倒是还可以收集起来去卖点钱 但是现在他不怎么缺钱 其实没必要靠这个赚钱 不过考虑到浪费可耻 他还是将这些白色装备都扔进了那截中 能慢一点试一点吗 反正他的他那金色及那截堕落回响 空间大到用都用不完 与其留的那么多那么多空间浪费 还不如多色一些垃圾也好 除了那些垃圾白色装备 这些兽人还会掉两样东西 那就是精灵奶酒和鹿肉干 鹿肉干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鹿肉制作成的肉干 这东西是兽人平日里行军的军粮 但粮食对于现在的故词来说 还真算得上是好东西 深渊世界只有打败深渊当中的世界boss才能出去 如果没有人击杀世界boss的话 所有人都出不去 因此什么时候出去是未知数 天知道要在这深渊当中困多久 如果没有粮食的话 困得时间久了 哪怕他的本事再强 都饿死他 而且换个角度想一想 如果这次在深渊中带的时间过长 那大家恐怕都会出现粮食危机 到时候他完全可以凭借 从兽人那里爆出来的鹿肉干 跟别人换一些珍稀的道具 毕竟兽人这里鹿肉干的爆率还是挺多的 根本就吃不完 至于精灵奶酒 这是兽人身上唯一能爆出来的 真正意义上的好东西 精灵奶酒是一种强力疗伤药剂 它的效势恢复使用者30%的血量血量 并临时增加30%的血量上限 这东西对于级别低的来说 用处不大 甚至还不如好一点的疗伤药水好用 对于高级来说 却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毕竟等级越高 属性越强 血量也就越厚 而对于顾磁来说 那简直可以说是量身定做的 毕竟它的技能都是晚血的 精灵奶酒奶酒增加30%的血量 对于别人来说 是治疗药剂 对它来说 对于它来说就是超强buff 只可惜 精灵奶酒的效果只有一层 叠加无效 要不然的话 它在深渊赶横着走 不过很奇怪啊 为什么兽人身上会有精灵奶酒 精灵奶酒听这个名字应该就是 算了 还是别去想 这群畜生兽人究竟干了什么好事 这次的战利品收获 可以说是很不错的 虽说没爆出什么金色物品 但它的职业又不是幸运师 哪有那么好的面 要求太高的话 多少有点贪得无厌 正当顾磁专心致志地 收缴战利品的时候 兽人那边不知为何 发出了欢呼声 这倒是把顾磁吓一跳 还以为出什么大事呢 结果抬头一看 只不过是那些兽人 干掉了一支巨魔战士 这群兽人 仅仅是干掉一支巨魔战士 就高兴得不得了 哪怕他们同胞的尸体 已经堆积成山 但至少这让他们看见了希望 顾磁白了一眼这些蠢货 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后他嘴角一撇坏笑道 我真是有点不忍心 不过还是 让你们认清残酷的现实吧 话音刚落 顾磁发动技能 一兽人的尸体 在兽人们都众目睽睽之下 变成了巨魔战士 当兽人们看见自己同伴的尸体 变成巨魔战士的时候 心态直接崩了 哪怕他们的脑子不好 但也反应过来 这根本就没法打 这实在是太赖了 做梦没想到 他们眼前这些怪物中的怪物 是这么来的 这么搞的话 别说杀不杀都完了 不越杀越多都不错了 这还怎么打 这下兽人们可管不了逃跑的后果 纷纷扔下手中的武器 不管三七二十一掉头就跑 而这次兽人酋长也没有阻止 现在这个情况 是奈何不了顾磁的 这一点兽人领主也意识到 因此 哪怕他很不服气 但还是默许了手下的逃亡 不过这件事情 想必不会就这么结束 兽人是出了名的记仇 撤退只是暂时的 只要顾磁再深渊一天 兽人跟顾磁的恩怨 就不会结束 这些兽人什么时候打回来都可能 清雪 你没事吧 顾磁将骆清雪服了起来 我没事 现在想想你那技能是真的恐怖 你的巨魔战士 岂不是无穷无尽 刚才的战斗 骆清雪看得甚至有点心生寒意 还好顾磁和他 永远不会是敌人 那倒也不是 这技能是需要耗蓝的 不过嘛 要是耗死那群兽人 倒是蛮轻松的 毕竟他们其实蛮弱的 骆清雪咧了咧嘴 你说这话的时候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弱 对于顾磁来说可能是那样 但是对于他来说 那群兽人 简简直是一辈子的噩梦 高宫高防高血量 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 顾磁将骆清雪救出后 二人 顺着顾磁来的原路返回 准备跟王虎城等人会合 现在这个情况 还是大家都聚在一起比较好一些 顾磁自己倒是喜欢单刷 但是骆清雪 现在基本梅兰放不了技能 需要有个稳定的后方可以休息 等回到了王虎城身旁 这边已经多了很多人 其中还有两个医疗职业能力者 正在给那些耳朵受伤的军人治疗 聚集了这么多人 倒是意料之中的事 毕竟发生这种灾难 向军方靠拢 才是明智之举 第0065章傲慢的吴子义 顾磁观察了一下四周的人员 这其中大部分 都是被卷进来的平民百姓 少部分 则是军人跟这次考试的学生 此刻他们都围在一起讨论着什么 顾磁有些好奇 也挤进了人群 这才发现原来 是吴子义在对战一小波兽人 当然 这个时候两个人还不认识 只是知道 有对方这么一号人存在罢了 吴子义对付的这波兽人 比顾磁之前遇见的少得多 算上已经躺在地上的 一共30只 这对于顾磁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数字 但对于观战的大多数人来说 这么年轻 便可以独自对付三十多只兽人 已经可以算得上是 天纵奇才了 我去 这人究竟是谁啊 这么猛 该不会就是这次积分最高的顾磁吧 不是 不过这位也了不得 他是传奇工会的少爷吴子义 那位赫赫有名的吴少会长吗 果然 文明不如见面 吴少会长的实力 比我想的还要强 这小伙子可以啊 兽人那么肉 在他手上也挨不了几拳 这届学生实力是真高 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现在的学生是一届比一届强 当然也并不并非是所有人都对吴子义感兴趣 至少王虎诚就不感兴趣 甚至看了吴子义的表现后 他还无奈地摇了摇头 别看现在吴子义看起来不错 但根据他多年经验 吴子义这种人 真要真要投入实战是活不久的 吴子义出招 根本就不过脑子 能站在今天这个位置 只不过是天赋好 资源获得的多霸了 他能看得出 吴子义在修行之中 根本就没有下功夫 就拿这场来说 以吴子义现在的水平 如果平日里下过苦功 基础扎实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用开五圣护体 就能轻松对付这三十只兽人 再看看吴子义实际上的表现 不仅开了五圣附体 甚至在五圣附体起的情况下 还累得大汗淋漓 实在是毫无技巧可言 那这么来的话 吴子义岂不就是力量强一些 会用技能的大号兽人吗 毕竟都是横冲直撞嘛 这种人获得好职业 简直就是一种浪费 脑子不灵活就算了 还不肯下苦功夫 注定只会昙花一现 然而王虎成的想法 没有读心术的吴子义 是不会知道的 此刻吴子义正杀得开心 他十分享受 这种兽人崇拜感觉 此刻他甚至有一种自大的错觉 觉得自己 要比顾慈还要强 这要是让顾慈知道了 估计得笑死 吴子义对付三十只兽人 都这么吃力 竟然还妄想跟强过于他 等打完之后 吴子义信冲冲 来到王虎成帝面前 王江 你看我的表现如何 他之所以主动揽下 剿灭这一波兽人的任务 主要还是为了让王虎成 对自己刮目相看 他深知王虎成的地位 要是能获得王虎成的青睐 将来必将是前途无限光明 到时候哪怕是顾慈 对于他来说都不值一提 王虎成尴尬地笑了笑 挺不错的 不过 我希望你能更注重技巧一些 他还能怎么说 说吴子义的表现不咋地 真那么说 那他就是不会做人了 吴子义不傻 本来这话 应该能听得出其中的含义 但他这人实在是傲 以至于让他以为 王虎成真是在夸他 王江 老实说 在我的观点 对于我这种近战的角色来说 可以让那些魔怪 怕我就成 此话一出 王虎成脸色都有点变了 这吴子义什么意思 觉得他说错了 当然 王虎成是不会发作的 毕竟要碍于身份 但至少在心中 又给吴子义扣了几分 王虎成是没再多说什么 但吴子义还在那不住嘴 得意忘形的他 竟然开始 拿自己跟顾辞比 王江 我说句不该说的 我觉得吧 就我的水平 其实是在那顾辞之上的 刚刚的战斗你也看见了 我相信 如果是顾辞的话 也是做不到的吧 当然 你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狂言 但我觉得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吧 就是应该豪迈一些 想到什么就应该说什么 他是真被赞赏冲昏了头脑 不过他 还是有点脑子 至少知道 把自己吹牛逼的行为 归为年少轻狂 一旁的骆青雪 是看不下去装逼的吴子义 反驳道 你以为你是在跟街头 混混打架吗 还怕你 我们的对手可是魔怪 像你这个人 早晚要出事 虽说骆青雪说的不太好听 但实际上也算得上 是对吴子义的劝告 和王虎成一样 骆青雪也一眼看出了 吴子义的致命弱点 只不过一个说的委婉 一个说的直接罢了 但吴子义这种人本就不是大度之人 骆青雪这态度 自然不会惯着 不是我说你是谁啊 你是要别以为仗着你是女人 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知道老子是谁吗 老子可是传奇工会 少会长吴子义 骆青雪听得一阵无语无聊 这和你是谁家的 有什么关系 吴子义讥讽道 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告诉你 在我面前给我低调点 我 你可惹不起 这时 刚好来会合的陆又明露 看见这一幕 一时气不过 冲上去替骆青雪打抱不平 怎么 你想干什么 小子 想打架吗 吴子义冷哼了一声 那倒不至于 我可不会为了一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的无名之辈 大打出手 这点大度我还是有的 他当然能从骆青雪的校服 看得出来 骆青雪也是这次考试的学生之一 也知道 既然是参加这场考试的学生 想必实力也不会弱 无名之辈什么的 是故意气骆青雪的 听吴子义这么说 骆青也懒得多打理吴子义 仅仅是给了吴子义一个白眼 可陆又明可就不干了 仗义的他 看不得朋友被欺负 真是瞎了狗眼 无名之辈 你可真敢说 你知道他是谁吗 人家是骆青雪 你名字可排在人家后面呢 吴子义听后心咯噔一声 好家伙 本来只想嘚瑟一下 没想到直接踢到钢板上了 第0066章挑衅 虽说意识到了踢到钢板 但吴子义这种人 把面子看着 比什么都重要 哪里肯轻易就低头呢 因此哪怕知道踢了钢板 他也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嚣张到怎么 考试名次比我靠前 就一定能说明问题吗 一旁的军人 眼看着再吵下去 双方就要打起来 迈开步子 想要拦住二人 但却被王虎诚拦下 并用眼睛 示意那名军人不要管 其实王虎诚蛮 想让骆青雪跟吴子义打上一场 当然这不是因为 王虎诚人品有什么问题 看热闹不嫌是大 而是因为 军队跟学校的教育方式是不同的 军队信奉的是强者 是实用 只要自身实力过硬 不是原则问题倒也无碍 尤其是像王虎诚这种 在前线摸爬滚打爬出来的 要比那些直接从学校升上去的思想上 更活络 更能变通 骆青雪跟吴子义打起来 也倒也未尝不可 就当二人实战锻炼好了 反正不打二人都憋了一肚子火 倒不如发泄出来算了 哪怕不打这一架 两人的梁子也接下了 打一架搞不好 还能不打不相识 把梁子解开 而既然王虎诚不想拦 其余人也自然不会再去拦 纷纷摆出看好戏的架子 其实蛮多人想知道 骆青雪跟吴子义究竟谁更强 而至于被挑衅的骆青雪 见吴子义这般挑衅自己 气得美目瞪着溜圆 嘴里传出嘎吱的咬牙声 什么意思 不服 而此刻的吴子义 别看一副满不在乎 嚣张至极的模样 实际上心里慌得一逼 吴子义清楚 之前的考试 和寻常学校的测验可不同 那都是实打实的实战 骆青雪能比自己高了那么多分 代表人家实力比他弱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但他现在属于骑虎难下 牛逼都吹到这个程度 他宁可被骆青雪暴揍一顿 也要继续吹下去 现在 他也只能希望骆青雪的职业 能被自己克制 于是乎 他硬着头皮说道没错 我就是不服 考试证明不了什么 你不过是幸运罢了 这次考试对于你的职业优势很大 所以才能排到我前面 但实战当中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他纯属在那里胡说八道 其实他对冰霜法师这个职业 根本就不了解 他也不知道 自己说的话别人信不信 反正他自己是不信 骆青雪被吴子义这番话 气得手都在发抖 吴子义竟然将他至今努力 才获得的结果归类与幸运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 张口就胡说八道 好 竟然如此 等我恢复好后 我们来一场公平的比试如何 吴子义转了转眼珠子 嘴角上扬 勾起一丝坏笑 原来如此 看来此刻的骆青雪 已经是油尽灯窟 不然也不会提出改日再战 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过 哼哼 怕了就说怕了 搞什么改日战再战这一套 这话说出来 你自己信吗 不敢打就说不敢打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怕了对吧 怕你 你觉得的可能吗 我的名次可是在你之上 吴子义抱着手 得意洋洋道 这可不好说 不是怕我 你找什么借口啊 你 我可是刚经历一场恶战 改日再战不很正常吗 骆青雪气的恨不得将 吴子义这个小人生吞活泼 吴子义冷笑道 就你刚经历一场恶战吗 难道我就没有吗 大家都看着呢 我可是刚刚解决掉 三十多只兽人 你觉得我体力没有消耗吗 恶战谁没经历啊 我就算你真刚刚经历一场恶战 又怎么样 别拿这个当理由 俗话说得好 冤枉你的人要比你都知道 你有多委屈 这话用在吴子义身上准没错 他十分清楚 骆青雪绝对不是在怕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是骆青雪 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只要骆青雪不敢应战 那难免会落下话柄 让人觉得她是胆怯 果然 经吴子义这么一说 不少人附和了起来 我觉得吴少会长说得有道理啊 我看这小姑娘身上 也没有什么伤吧 还没吴少会长身上的伤多呢 我看就是不敢应战罢了 说底是个小姑娘 也就考试成绩好罢了 实际上真到了实战 还是会怕的 小姑娘说的 也有几分道理 但身为职业者 还分什么状态 难不成状态不好 那些魔怪就会饶人一命 身为一个合格的职业者 什么情况都要面对 所以小姑娘 你要是不行的话 就直接说好了 敢不敢倒是说句话 真是无聊 还等着看热闹呢 在场的围观群众当中 那些军人基本上没有说话的 毕竟他们的一言一行 代表华国 有些事情 是不敢轻易乱说话的 而那些平民百姓的 大多战无子意 乍一看这么多人都战无子意 基本没人为落轻雪发生很不合理 毕竟落轻雪的排名 要成绩要比无子意高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 还算蛮合理的 毕竟对于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 这辈子跟职业者都无缘 大考究竟是怎么考的 并不了解 因此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到 大考多有含金量 而无子意的表现 他们是有目共睹的 受人身为比较知名的魔怪 有多难缠 多么恐怖 他们倒是多数都清楚 因此在他们会觉得 落轻雪是不敢接吴子意的单挑 也很正常 再说 吴子意是什么人 人家可是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传奇工会在这一带 那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存在 就算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谁敢跟吴子意叫板说 吴子意不好 当然落轻雪家族的实力也很强 但落轻雪不是没爆出自己家族吗 落家虽然有名 但落轻雪一个学生 不爆家族名号 平民百姓还真就不认识 这一下就很尴尬了 落轻雪见这么多人 都以为自己胆小怕事 甚至没真本事 气都要气死了 不得不说 吴子意这一招是真觉 如果落轻雪今天不在这里接下挑担 事后人传人 别人真会以为他不如吴子意 第0067张单挑 吴子意见落轻雪脸都气变色了 别提有多得意了 挑衅到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这种书呆子 就是成绩好一些罢了 实战根本就不行 你 落轻雪气得要冒烟了 恨不得现在就答应吴子意的单挑 吴子意看落轻雪愤怒的脸色 就知道记得差不多了 索性再加一把火 他摆了摆手 不行就是不行 以后少跟老子装逼 别以为你是个女的 我就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呀你 以后也别当什么职业者了 找个人嫁了吧 你 你 好 我答应你 现在就单挑 落轻雪忍不住了 虽然理智告诉他 接受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但他有着自己的自豪 有着自己的荣耀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明知道是吴子意给他挖的坑 他也只能跳 吴子意鉴于上钩了 心中不由的窃喜 激笑到一会儿输了 可别哭鼻子 我不会因为你是女的 就让着你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 落轻雪 对于我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你大可以试试 气不过的落轻雪上 前一步就要跟 就要跟吴子意决斗 结果刚迈出步子 就被顾瓷拽了回来 轻雪 你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落轻雪猛的一回头 要强的他被气得眼珠 在眼角打转 委屈巴巴的 不是我想跟那个混蛋一般见识 你也听见了 他把我说得那么不堪 我还能不跟他一般见识吗 落轻雪鼻子一酸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顾瓷今天怎么回事啊 看着他被欺负 一声不吭就算了 现在还拦着他 顾瓷微微一笑 好了 我的意思是 你的身体还没恢复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我去跟他一般见识好了 落轻雪一听 之前的不快 一下子烟消云散 甚至还有一些 觉得有些幸福 他就知道 顾瓷不会不管他 他笑着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我 看着落轻雪跟顾瓷两个人 在那甜甜蜜蜜 五子一觉得恶心 他不耐烦到打不打呀 落轻雪你 可别最后给我来一句 你家男人不让你打 今天就放过我了呀 那话我想 可没人会信 落轻雪一听 脸色微红 什么 什么我的男人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他是对顾瓷有爱慕之情 但两个人现在又不是情侣 顾瓷拦在落轻雪面前 面无表情地说道打 不过是我和你打 五子一白了一眼顾瓷 因为不知道顾瓷是谁的缘故 他根本就没有将顾瓷放在眼里 你跟我打你算什么东西 你排名多少啊 跟我打 陆又明见五子一这么嚣张 心中不满 张嘴就要将顾瓷的身份说出来 你知 还没等陆又明说出第三个字 顾瓷一把捂住了陆又明的嘴 顾瓷可不能让五子一 知道他是顾瓷 要不然到时候把五子一吓跑了 他可就没理由揍 五子一一顿给落轻雪出气了 当然 五子一也不是傻子 见顾瓷将陆又明的嘴巴捂住 自然会觉得奇怪 不是 你捂他嘴巴干什么 顾瓷笑道为什么 怕他把我的大明说出来 吓你一跳 怕到时候你不敢比了 见顾瓷这么说 五子一对顾瓷不屑 又多了几分 他自诩看人极准 顾瓷这种德性的 就是装逼犯 什么说出大明吓死 吓唬他罢了 想到这五子一 不由得冷声讥讽到吹 继续吹 我说今年的牛肉价格 怎么这么贵呢 原来牛都让你吹上天了 跟我玩空成绩 你以为你是诸葛亮啊 顾瓷淡然道 是不是空成绩 只要跟我打一场 不就知道了吗 五子一冷哼一声 说道跟你打 凭什么 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罢了 跟你打都浪费我时间 跟你打 你交代练费了吗 五子一的嘲讽 顾瓷没什么反应 陆又铭倒是气得不打一处来 带练费 你以为很强吗 还带练费 五子一压根不想跟顾瓷和陆又铭扯 他摆了摆手 去去去 你们两个给我一边凉快去 我今天只跟洛青雪打 也就洛青雪 勉勉强强够跟我过几招 剩下的这 像你们这些小杂鱼小喽啰 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顾瓷听后乐道 洛青雪 勉强强能跟你过几招 你是喝醉了 要不是洛青雪 刚经历过苦战还没恢复 收拾你不要太简单 哼 你要带练费可以啊 如果我输了 我给你一千万如何 五子一撇了撇嘴 讥笑到一千万 就这么点 本少爷真的不愿意跟你玩 不过行吧 看在你是个穷鬼的份上 我就勉强指导你 一番好了 洛青雪脸色立刻就阴了下去 一千万不入你眼 那我再加上四千万如何 这下总能入你吴大少爷的眼了吧 哎呦 还有人上赶着给我送的钱啊 好啊 那就那我就跟你们两个玩五千万的 不过嘛 这样 我还要附加个条件 如果这小子输了的话 到时候到时候 就得算你洛青雪也输给了我 如何 五子一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这下好了 不仅可以搏了洛青雪的面子 还可以白赚五千万 想想都说啊 顾慈问道 附加条件可以 不过你说了呢 总不能只有我们这边有附加条件 五子一白了顾慈一眼 你在那说什么胡话呢 我是不会输的 顾慈冷声道别废话 我就问你 如果你要说了该怎么办 五子一指了指身后的巨石 看见没有 那块大石头 要是我输的话 我就围绕那块巨石 雪狗叫爬三圈 如何 顾慈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了王虎诚 王江 我们两个单挑可以吗 可以 不过要点到为止 你懂的 点到为止 懂 顾慈是个聪明人 立刻便心领神会 王虎诚为什么重复两遍点到为止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 王虎诚也看不惯五子一 这是告诉他横点打 不死就行 第0068章不堪一击 在得到王虎诚的同意之后 在军方的安排下 围观的人退到了安全范围之内 魏顾慈和五子一腾出了空间 关于这场单挑 众人议论纷纷 你们觉得谁会赢啊 我觉得是吴少会长 毕竟吴少会长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的 实在是太强了 我觉得不好说吧 不过大概率会是吴少会长 你们可先别把话说得太满 这孩子敢站出来 代表是有本事的 有本事个屁 我看就是个愣头青 想在女生面前表现一番呗 可以了 单挑开始吧 待准备的差不多后 王虎诚宣布了单挑开始 顾慈按照规定 向五子一鞠了一躬 然而在场的人都没想到 当顾慈鞠躬的时候 五子一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朝着顾慈的脑袋 就要给一拳 这突发情况 看围观的陆佑名气的破口 大骂这混蛋 简直王八蛋一个 讲不讲规矩 真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顾慈也是没有没想到 五子一跟他玩这一出 再怎么说 五子一也是个大家族出身 真的没想到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面 还来这么卑鄙的一套 因此 也是愣了那么一愣 眼看就要挨上这一拳了 五子一心中不由的一得意 在他的幻想当中 他仿佛已经看见 顾慈接这一拳之后 倒地痛苦吐白墨那副惨样子 圣唐武士最强大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拳头的爆发力 毫不夸张地说 就他这一拳的威力 放倒一只15级左右的魔怪 不在话下 而就凭顾慈的身板一看 就不像是什么战士型 或者肉盾型职业 毕竟战士和肉盾型职业 往觉醒之后 体质会获得超凡的增强 顾慈这一小胳膊小腿 应该也就是个脆皮职业 这一拳下去 他就怕一件事 那就就是顾慈可别死了 然而 现实却狠狠地给了五子一一巴掌 眼见的那一拳 就要打在顾慈的脸上 危机关头 一只巨魔战士被顾慈召唤到二人中间 那巨魔战士一把按住了五子一 向来无坚不摧的拳头 任凭五子一使出吃奶的劲 都纹丝不动 这一下五子一直接猛逼了 人都愣在了那里 顾慈这召唤的是什么魔怪 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按理说 他身为传奇工的少会长 也算是见多识广 但眼前的东西 别说是见过 连听都没听过 他这么一愣可不要紧 那巨魔战士 可不给他反应时间 直接对着的五子一的脸 就是一拳 喷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便是杀猪般的惨叫 五子一被这一拳打的脸都变形了 紧接着 不等五子一从疼痛能适应过来 巨魔战士一拳接了这一拳 直往五子一的脸上招呼 打着五子一嗷嗷直叫 鲜血四剑 牙都打飞出去了 见五子一被打得这么惨 顾慈不由的冷笑道 不是很强吗 给我亮点本事看看 其实以顾慈的性格 要是正常单挑的话 他肯定不会下这么重的手 但五子一刚刚对洛青雪的行为 已经触及到他的极限 对于他来说 欺负洛青雪人就等于欺负他 那他自然不会对五子一手下留情 反正五子一抗揍 邪后 不用担心打得太狠 把人打死 可恶 你个混小子 别小看我 本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五子一 被这句话点起了怒火 强忍的剧痛 朝着巨魔战士 挥出了没被控制的拳头 然而这一拳并未落到巨魔战士的脸上 顾瓷见五子一还手 立刻照出了另外一只巨魔战士 将五子一另外一只手牢牢地握住 这操作不由地让五子一破口大骂 怎么还有一只 他嘴角一甜 时间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这口鲜血有被打的成分 但更多是被弃的 顾瓷召唤出的魔怪 比兽人难缠得多 可以说 兽人跟这魔怪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本以为一只就已经够难缠了 没想到顾瓷还有一只 当然他做梦都想不到 顾瓷不是有一只或者两只 而是有一群 见顾瓷从头到尾压制五子一 在场的围观团队 一个个都惊讶到大了嘴巴 眼前的情况 是大多数人做梦都没想到的 他们能想到 顾瓷有可能会有优势 毕竟顾瓷敢挑战五子一 那肯定是有点本事的 但他喵的 怎么也不会想到 是这么个 是这么个情况 五子一好歹也是这次考试的佼佼者 竟然被顾瓷压着打 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我的天啊 这这人是谁啊 这小子这要牛逼吗 难怪他敢叫板无子一呢 这实力确实是恐怖如斯 这么强 那那那魔怪是什么东西 那魔怪从来没听说过 难不成是什么新职业召唤物 奈何本人眉眉文化 说不出什么漂亮话 只能说一句卧槽牛逼 顾瓷冷冷地看着吴子一 有些顽腻的他 打了个哈欠 行了 你要是有这点本事 就赶紧输吧 对了 别忘了 把代电费交一下 他不想打了 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而且他也怕再打下去 把人打死了 那到时候是就大了 无子义气地直翻白眼 他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种气 你妹的 老子不服 你用魔怪算什么本事 有种你亲自来啊 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的话站不住脚 人家召唤魔怪 是人家的技能 怎么就不可以用了 这话就好别 非得让远程跟近战 打近战一样 简直是无理取闹 顾瓷坏笑道 看来你还没爱构奏啊 那今天就好好料理一下你 他说完这句话 自己一愣等等 今天是不是拿错剧本了 怎么搞得自己好像 才跟才是反派 料理我 想都不要想 你该不会以为 老子就这点本事吧 无子义说完 直接发动了武神附体 在得到技能的加持之后 他的力量大增 直接将两只巨魔战士 给扔了出去 接着他用充满怒火的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顾瓷 你完蛋了 老子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D0069张狂战状态 顾瓷鼓了鼓掌 面无表情地说道 很不错嘛 这样才有意思 我就知道你不会就那么点实力的 他嘴上说得有意思 但就从他那张臭脸来看 是压根没把吴子义当回事 那吴子义也不傻 自然看得出顾瓷是在嘲讽他 气得脸上青筋都立了起来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 怒到他奶奶的 本来对付你这种货色 没想过要用这招的 他今天算是丢大了面子 之前还嘲讽顾瓷 根本就没有跟他动手的本事 没想到真动起手来 他反而是被暴打的那一方 吴少会长 我劝你还是不要留守的好 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 顾瓷说完 又召唤出两只巨魔战士 而那两只被吴子义 扔出去的巨魔战士 也站了起来 见这一幕 吴子义气的眼珠子 都要瞪出去了 好家伙 没完了是吧 他本以为两只巨魔 已经是顾瓷极限了 没想到顾瓷竟然留了手 好你个混蛋 你还有 你敢再来两只吗 顾瓷听后 嘴角勾勒起一丝坏笑 见顾瓷这笑容 吴子义心咯噔一声 你 你小子不会还真有吧 头一次听这么离谱的要求 看来四肢对吴少会长来说 根本就不够打的 那今天就让吴少会长好好爽爽吧 顾瓷说完 又召唤出了四肢 吴少义都被气得有些无语了 好家伙 顾瓷还真擅长给他惊喜 他奶奶的 八指就八指 别以为凭这些货色 就能与我为敌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吴子义冲了上去 一拳打在了冲在最前面 那只巨魔战士的脸上 他这一拳威力十足 拳头直接陷在了巨魔战士的脸里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巨魔战士打飞了出去 看到这顾瓷不紧不慌 反而激动地鼓起了掌 吴少会长果然厉害 加油 继续努力 吴子义气地破口大骂你个王八蛋 少在那里给我得意 老子早晚叫你好看 他这一骂不要紧 关键是骂的时候分了神 一只巨魔战士找准时机 趁吴子义分神 一拳打在了吴子义的脸上 挨了这一拳 吴子义也跟刚刚的巨魔战士一般 飞了出去 这么快又挨了一拳 这下吴子义是脑得很 脾气上来的他 拿出了一瓶红色发光药剂 故此眉头一皱 立刻从药剂散发着红色幽光 认出了那是什么药剂 战魂灵技 为了一场单挑 你将这么贵重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战魂灵技 所有近战职业眼里的神药 它有两个效果 效果一是十分钟之内 战魂灵技的效果其实并不出众 所谓的狂战效果 是增加50%的攻击力 且免疫疼痛 而在狂战效果结束之后 使用者将在一个小时之内 陷入疲软状态 攻击力直接下降到原来10% 这效果一的效果也就一般 能让使用者激发狂战效果的药剂 技能 甚至是装备 其实是蛮多的 并不是什么稀罕物 甚至效果 比战魂灵技效果一好的 也有很多 但真正要命的是 战魂灵技的效果二 战魂灵技的效果 二是每次受到伤害 则增加一分钟的狂战时间 以及1%的攻击一 这效果二的技能 简直是变态中的变态 跟开挂差不多 当然跟顾瓷的技能比起来 还是小儿科 怎么 你怕了 吴紫义得意洋洋地 喝光了那瓶战魂灵技 之后还不忘嘲讽 顾瓷你知道这瓶多少钱吗 5000万 我猜像你这种货色 这辈子都买不起吧 这是他准备考试中 作弊特意藏好的 为了能把战魂灵技带入考场 他可是没少打点 顾瓷撇了撇嘴 不由的冷笑 不愧是吴少会长 果然是财大气粗 你这简直是在暴殿天物 像战魂灵技这个级别的药剂 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想买的话怎么说 也得去终极拍卖会碰碰运气 也就是说 从理智的角度上来看 无论吴紫义这场单挑 能否赢下来 吴紫义都已经亏大了 赢了也无非就是5000万 到时候想用这5500 再买一瓶战魂灵技可就难了 这是顾瓷这种正常人的想法 但对于吴紫义 这种不差钱的主可不会这么想 他不屑道小爷 我有的是宝贝 和你这种穷鬼可不一样 身为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他可以得到的资源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这也让他养成了极度浪费的性格 对于他来说 哪怕没有那5000万 光是让顾瓷跟洛青雪出丑 都值得他这样做 顾瓷还想说些什么 突然他眼睛猛的一睁 这是什么 狂战原来是这个样子吗 只见吴紫义全身发红 肌肉在飞速膨胀 就连五官都变得猙獰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不仅将顾瓷吓一跳 就连第一次用战魂灵技的吴紫义本人 都没想到 效果会是这般激进 毫无准备的吴紫义 被狂战效果 痛得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捂着脑袋 开始到处乱晃 整个人的形象 十分的鬼畜 顾瓷不傻 自然不会像电视当中演的那样 他一挥手 巨魔战士们便杀向了吴紫义 趁其病 就该要他命 然而巨魔战士的速度 显然比不上吴紫义 适应狂战的速度 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嚎叫 失去大部分理智的吴紫义 彻底陷入狂战状态 此刻他脑内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了顾瓷 因此 他不顾一切地朝顾瓷奔去 路上挡路的巨魔战士 纷纷被他一拳击飞 我要杀了你 吴紫义疯了一般 转瞬便冲到了顾瓷面前 一拳砸向了顾瓷 然而眼见的那一拳 就要打在顾瓷的脸上 王虎成突然出手 按住了吴紫义 够了 吴紫义 你早就输了 狂战状态下的吴紫义 哪里管王虎成的身份 一拳打向了王虎成 王虎成脖子一斜 躲过这次攻击 之后看向身后的 一名法师职业军人 快 施加镇定 遵命 王将 第0070章 你早就输了 身后的法师职业军人 对着吴紫义 释放了法师技能镇静 被施展镇静技能后 吴紫义身上的狂战效果消失了 但他现在那愤怒的样子 看起来和狂战效果 还在 也没多大区别 王将 你什么意思 偏向那小子吗 什么叫我已经输了 吴紫义心中是一百个不服 他刚刚那拳 马上就要打到顾瓷了 到时候 就算不能一拳 KO顾瓷 也足够顾瓷受的 然而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王虎诚竟然出手拦住他 还说什么 他早就已经输了 这不是扯淡吗 当然不服的不止吴紫义 那些看戏的平民百姓们也不服 在他们眼里 这就是王虎诚偏袒顾瓷 哪有这么做的 你说谁赢了就谁赢了 打我们瞎呀 就是 分明就是 你在偏袒 你倒是说说看 吴少会长怎么输了 抗议 这简直比打假赛 还无耻 强行判吴紫义输 面对众人的质疑 王虎诚面色不变 他放开了吴紫义的手 之后说到吴紫义 你看一眼自己的血量就知道了 看血量 王将你什么 等等我这血量 话刚说到一半 吴紫义看了一眼自己的血量 直接把另外半句给噎下去了 他的血量什么时候就仅剩130了 这点血量 对于他们这个等级的战斗 也就是一击的事 一下子 他全都明白过来了 王将 也就是说 王虎诚点了点头没错 你早就要没血了 人家不过是怕打死你 所以一直没给你最后一击把了 吴紫义一症 早就要没了 这怎么可能 就算我开了狂战 不知疼痛 他是怎么扣掉我的血 顾此解释道 还是让我告诉你吧 我的职业不仅仅可以召唤魔怪 还可以通过诅咒 扣掉你的生命值 他留了一个心眼 没有说太详细 吴紫义不是什么好东西 让吴紫义知道太多 他的情报 可能会对他自己不利 这下吴紫义算是彻底明白了 他顷刻间向他泄了气的气球 瘫在地上 双目无神 也就是说 我早就败了 可恶啊 你的技能怎么都这么赖啊 他现在都有点怕了 顾瓷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能召唤出强大的魔怪不说 还能强制扣血 他都没看见顾瓷出招 血就让顾瓷快扣没了 这怎么妨 陆又铭见吴紫义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 倩倩地走到吴紫义面前 拍了拍吴紫义的肩膀 唉 你知道你对手是谁吗 吴紫义推开了陆又铭的手 怒到谁啊 陆又铭指了指顾瓷说道 还能是谁 当然是我的朋友顾瓷 他特意强调 一下自己跟顾瓷的关系 显然这小子十分享受这种 我兄弟特牛逼的感觉 吴紫义这下才反应过来 为什么顾瓷当初 要捂住陆又铭的嘴 意识到被耍了他 气得一把拎起了顾瓷的衣领 王八蛋 哈你 原来你是给老子下了的套 等我钻啊 顾瓷摆了摆手 坏笑道 我说吴少会长 别这么生气嘛 你该不会是想打架吧 头脑被冲昏的吴紫义 想都不想 便怒喝道 老子就是想打架 怎么不行吗 你个混账 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现在动手 会让我很困扰的 困扰什么啊 你个混蛋 困扰怎么才能不打死你啊 此言一出 哄堂大笑 吴紫义脸 刷得一下红了 混账 你给我等着 顾瓷是吧 我们传奇工会不会放过你的 吴紫义撂下狠话 扁灰溜溜的要走 却被顾瓷一把拽住 慢着 你是不是把赌约忘了 吴紫义推开顾瓷 不满到忘什么啊 本少爷是那种 会赖你钱的人吗 回去我就给你了 这破地方 你还能让我给你刷卡不成 钱的是可以放一边 但是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吴紫义说到一半 脸色开始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想起来忘了什么 顾瓷看出吴紫义脸色变化 笑道 看来你已经想起来了 那还等什么 爬吧 陆又明复合道就是 你还没学狗叫呢 想赖账 想都别想 吴紫义一听 汗都急出来了 他抢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顾兄弟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见识 这样 我再多给你五千万 一共给你们一个亿 你们看如何 对于普通人来说 五千万跟学狗叫爬三圈 肯定选择学狗叫爬三圈 但吴紫义又不是普通人 在这个世界 职业者是相当地赚钱的 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 都掌握在职业者手中 像传奇工会 这种地方一霸 手上光是 可流动的资金 都高达几十亿 而像像吴紫义这种少会长 手里怎么也得有几个亿 因此 阿帕一次性拿出一个亿 对于他来说 也有些肉疼 但远远还没有面子重要 当吴紫义 提出以增加五千万 来换取不用学狗 叫爬三圈之后 这个建议后 顾辞第一反应是拒绝的 但他还是第一时间 看向了骆清雪 清雪 你觉得如何 我对钱不感兴趣 故此你看着办吧 这样啊 那看来吴少爷 你还是要爬的 吴紫义都要崩溃了 他激动到手舞足蹈 不是 你们是不是有那个大病 五千万 那可是五千万 你们宁可不要五千万 也要看我出丑 我出丑对你们来说 有什么实际好处吗 骆清雪瞪了吴紫义一眼 我不要什么实际好处 你那五千万我也不缺 我就想看你学狗教不行吗 吴紫义咬了咬牙 环顾了一下四周 内心开始挣扎 他这种人 虽然不是那种说话算术 说了就必须得办的人 但这么多人看着 如果不办 也挺丢人的 更何况王虎成等人也在 要是让王虎成等人 觉得自己 是一个不可信任之人 那自己的前途搞不好 会受很大的影响 怎么办 究竟是爬还是不爬 第0071章 你这不是更浪费吗 好 我叫就是了 望望望望 吴紫义闭着眼睛 围绕着巨石开始叫 听着陆又鸣的笑声 他连死的心都有了 可恶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握紧了拳头 经济的耻辱他记住了 永远不会忘 让他难堪的人 他都会报复回去 尤其是顾瓷 一场闹剧结束之后 王虎成带领众人寻找庇护所 天知道 要在这深渊当中待多久 这种情况 一定要做好 打长期持久战的准备 先找找住的地方 至于食物跟水源 根据汇报上来的情况 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没办法 不是不想去找 更不是不重要 而是水源和食物 在深渊当中寻找的难度 实在是太大了 根据一位军人的指引 众人来到了一处城堡 这座城堡 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堡 而是一座被从现实世界 卷入深渊的游乐园鬼屋 深渊并不仅仅会将人类卷进去 那些没有生命的建筑也不例外 进入城堡之后 王虎成带人 将城堡上下搜索了一番 里面并没有魔怪 但也并没有粮食跟水 倒是发现几个城堡内部的工作人员 这让王虎成不由的头大 他将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商量着粮食问题 下面我要宣布一件事 大家听后 不要慌张好吗 听王虎成这么说 那些平民百姓 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神色担忧 王虎成继续说道 很抱歉 我们这边也没有太多粮食 刚刚统计下 我们手上的粮食分给大家之后 也仅仅只够三天的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很快就出去了 顶多是 挨几天恶霸了 他的后半句 完全就是为了稳定人心 实际上什么时候能出去 他也没谱 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 如果粮食问题不解决的话 很有可能 他们都要饿死在这里 但那些平民百姓 哪里知道真假 听后不由的都松了口气 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原来只不过 是有可能要挨几天 呃 见没有出现太大的情绪浮动 王虎成这才往下说 我希望大家手里 有余粮的 能拿出来分享一些 现在这个情况 团结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也不会让你们白拿 从现在开始 谁能贡献出一斤的粮食 奖励一百万 或者是给予 一百职业工会积分 其实王虎成这话 主要是对那些学生说的 那些平民百姓们身上有没有粮食 看都能看得出来 一个个都没带包 就算有 也不够塞牙缝的 但那些学生们可不同 他们大多数都有内戒 搞不好 那戒里面会有不少粮食 不过这种时候 哪怕这些学生 身上有粮食 也不会轻易拿出来吧 毕竟他们可不像那种百姓一样好忽悠 这些学生 是清楚事态的严重的 这种情况 抢争都不行 那戒是认主的 人家说里面没有粮食 总不能把人杀了 强行包装备 看看有没有粮食吧 于是乎 他只能下血本 抛出丰厚奖励 试图通过奖励 来让学生们交出粮食 然后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无论是钱还是积分 要是出不去的话 那一点价值都没有 因此 学生们一个个都不吱声 只有陆又铭 将自己那戒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了 王将 你看这些东西够一斤吗 陆又铭 倒出了一大堆薯片 可乐 还有脆脆肠 见陆又铭那戒里 都是这些东西 吴子义都无语了 不是 你这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谁家好人那戒里全都是零食 陆又铭掰了 吴子义一眼用你管 你是不是看我这枚到处狗粮 知道没你的份 所以心声不满 吴子义气的藤弟一下站了起来 一把拎住了陆又铭的衣领 你是不是找死啊 我打不过顾瓷 难不成还打不过你 陆又铭冷冷地笑了一声 这个可真不好说 要不我们比划一下 吴子义刚想说好 但猛地想起来 自己现在就剩一百多滴血了 这还怎么打 主要是在外面简单 随便去弄点治疗药剂就好 可在深渊 就只能慢慢恢复了 想到这他放开了陆又铭 并将头扭了过去 改 改天的 我刚跟顾瓷打完 你也不是不知道 陆又铭一听 扑刺一声乐了 知道啊 那又怎么样 之前谁说的不看状态来着 你不会想自己打自己的脸吧 吴子义一听 脸都红了 恼羞成怒道 我就不跟你打 怎么滴吧 说完 他坐了回去 此刻的他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陆又铭也懒得在搭理吴子义 而是兴奋地问 正在用技能称重的商人职业军人怎么样 有一斤吗 军人苦笑道 小伙子 你这一斤是不是没什么概念 你这都三斤了 陆又铭听后 双眼放光真的吗 那我换一百五十万 和一百五十积分可以吗 王虎成笑道 当然可以 陆又铭这可是帮了他们大忙 有了陆又铭这三斤零食 他们可以多撑一段时间 虽然说和杯水车薪差不了多少 不过这是个好的开头 王虎成继续问道 就只有他有吗 其余的人呢 吴子义撇嘴直笑 这种时候 除了陆又铭那个傻子 谁会把粮食拿出来 换积分换钱啊 我出三斤 我要三百积分 吴子义刚这么想 顾慈从包里掏出了三斤鹿肉干 反正对于顾慈来说 粮食还是蛮多的 哪怕拿出来三斤 也足够他跟洛青雪吃个一两个月的 那既然如此的话 分出一点换积分 毕竟积分还是挺重要的 有很多特殊装备和道具 都是只有职业工会才有 如果没有积分的话 想买都买不到 至于别人会不会因为他这样的行为 而盯上他 这个他也不必担心 首先他相信王虎成的人品 至于其他人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吴子义一听 扑驰一声乐了 阴阳怪气道 还说我浪费 顾少这不更浪费 第0072张伙事不错 陆又铭转了转眼珠子 嘴角勾勒起一丝坏笑对了 吴少会长之前 消灭那么多寿人 想必也获得不少陆若干吧 陆又铭刚说完 吴子义心咯噔一声 吴子义恶狠狠地瞪了顾此一眼 你什么意思 想道德绑架吗 不不不 我可没那个意思哟 换不换全凭自愿不是吗 陆又铭强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 叫吴子义多嘴 看吴子义现在怎么办 吴子义左看看 又看看 他咬了咬 经过一番思想中挣扎 还是从那戒当中 将陆若干拿了出来 看看我这些够不够一惊 他奶奶的 没想到今天竟然被傻子摆了一刀 他将那戒当中的陆若干拿了出来 气得牙咬着嘎吱嘎吱响 身为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钱他自然是不会缺的 而职业工会积分他也不缺 对于其他人来说 异常难获得职业工会积分 在他这里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要是想获得职业工会积分的话 那实在是太简单了 直接找传奇工会那些强者 带他去刷副本完全任务即可 要知道 那些职业工会当中的高手 巴不得带他这个少主 因此对于吴子义来说 这比买卖亏大了 将珍贵的粮食就这么分出去 换取对他来说 哪怕出去都意义不大的东西 但他没办法 现在要是扣扣嗖嗖不肯拿出来的话 那脸面可是丢大了 对于他这种 把脸面看得比面还重要的人 实在是不想丢这个脸 在吴子义被迫交出存粮之后 再也没有人掏出存粮 这点存粮王虎城大致估算了一下 省吃俭用 也仅仅是可以多撑六天 也就是说 这里只有六天的存粮 眼前的情况依然难办 现如今最稳妥的办法就是 尽快找到世界boss 解决调好 回到现实世界 为了解决 尽快解决世界booth 王虎城和几个高层开了个小会 但最终依旧没开出个所以然 没办法 人族对于深渊的了解 实在还是太少了 每个深渊世界又都不一样 人族暂时没找出什么规律 既然找不出规律的话 那想找到世界boss 基本上就是要靠运气了 因此对于王虎城来说 最头疼的都不是击杀boss 而是这世界boss究竟在哪里 而在军人们开会讨论的同时 学生们分为小派 各自讨论起 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被分在一起的顾瓷三人组 也不例外 按照今天的排班 顾瓷三人负责城堡东面城墙的守卫 到了晚饭时间 三人在城墙上吃起了饭 吃饭的时候 陆又铭兴奋地摆弄着手中的牛肉罐头 唉 顾瓷 你觉得这牛罐头会是什么味的 我觉得会是牛肉味的 陆又铭有些无语 直咧嘴 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 顾瓷没在搭理陆又铭 而是打开了一袋自热红豆饭 一罐牛肉罐头 加上一道自热红豆饭 就是他们三人今天晚上的口粮 这自然是不够的 这点粮食对于胃口大的人来说 也就是一人量 而现在却是三人量 就算三个人胃口都算小的 那也不够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 就那点粮食 是不可能让人敞开吃的 不然别说六天了 恐怕三天都不够 但即便是面对这种情况 陆又铭还是很乐观 还有心情摆弄牛肉罐头 洛青雪不由地苦笑到 你看起来心情不错 现在情况不乐观 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不乐观更应该开心啊 不然等更不乐观的时候 连开心都开心不起来 洛青雪听得哭笑不得 你这什么歪理啊 陆又铭拆开了罐头 兴冲冲地说道 这可不叫歪理啊 人妈就要及时行乐 再说 这牛肉罐头可是军粮啊 在外面买不到的 你们不好奇是什么味道 故此摇了摇头 不好急 牛肉罐头 当然是牛肉味了 这种废话还用我说 陆又铭败了一眼故此 我说兄弟一听你就不懂得享受 那牛肉和牛肉能一样吗 不说了 我尝一口 因为没有筷子 陆又铭直接用手抓 当然了 这个时候 另外两人也不会嫌弃他 毕竟这个时候 有肉吃就不错了 谁还会嫌弃谁脏呢 陆又铭嚼了嚼 之后满意地竖起了大拇指 这牛肉罐头是不错 故此 你尝尝 保证 会让你大开眼界的 怎么 难不成这罐头不是牛肉味的 你说呢 说那些没用的 还不如尝尝 陆又铭抓起一块牛肉 也不管顾瓷愿不愿意 就往顾瓷嘴里塞 顾瓷按住了陆又铭的手 白了顾瓷一眼 之后抢过陆又铭手中的牛肉 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没想到这一嚼 竟然嚼得他双眼发亮 还别说 还真挺好吃 再吃的方面 顾瓷还真不如好吃的陆又铭了解 对于顾瓷来说 之前过的日子 不叫生活 那叫生存 想要吃碗面 都要等过生日的时候才舍得 更别提什么牛肉的品质 对于之前他来说 要是今天能吃上一块牛肉 一整天都是幸福的 陆又铭的意道怎么样 我没忽悠你吧 洛青雪柱着下巴 叹了口气 好吃有什么用啊 就这些东西 我们三个人分 晚上要是有魔怪袭击 都没力气御敌 身为洛家的千金小姐 他自然不会像陆又铭那样 对一盒牛肉罐头那么感兴趣 毕竟什么山珍海味他没吃过 顾瓷拿出了一些鹿肉干 之后又取出来一些精灵奶酒 好了 清雪 别那么闷闷不乐的 今天就奢侈一些 陆又铭见顾瓷还有粮食 不由的一正 你还有吃的呀 还以为你都拿出来了呢 我已经贡献出不少了 自己留点也无可厚非吧 陆又铭点了点头是这个道理 对了 顾瓷 你有没有米饭和馒头 今天这些菜 不来点米饭 馒头有些可惜了 骆青雪抬头 实施然指了指自热红豆饭 那不就是米饭吗 第0073章肚子里有东西 那点哪里够吃的 那点也就够我一个人吃的 顾瓷白了陆又铭一眼 你要觉得少 可以不吃 还挑上了 现在我们能吃上饭就很不错了 陆又铭一听 赶紧笑着摆了摆手 不挑 不挑 什么都不说了 感谢顾哥 我先干为敬 陆又铭说完 打开了一壶精灵奶酒 咕咚咕咚地就往肚子里灌 顷刻间 一瓶精灵奶酒 就让他灌末了 喝完之后 他那脸上笑容 那叫一个开怀 哎哟 这酒味倒是真的不错 不仅奶香味浓郁 有一种说不出的清香感 顾哥 这好像不是麻奶酒吧 顾瓷尴尬地笑了笑不是 至于是什么 你就不要问了 他实在是没法开口说是精灵奶酒 虽然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于在城堡的众人来说 现在最快乐的 也就是顾瓷三人了 此刻别人都在面对那少得可怜的粮食 愁眉不展 而顾瓷三人 不仅有足够的肉吃 还有酒 简直不要太逍遥 要知道 除了他们三人以外 别人哪怕是足够的饮用水 都分配不到 或许是老天爷看着三人过得 实在是太逍遥了 刚吃完饭 三人这边便出了事 咦 顾哥 你看那些是什么 吃饱喝足的陆又鸣 拍了拍肚子 结果一扭头 就看见一群狗形魔怪 向这里袭来 这些狗形魔怪 和常见的狼狗很像 体型要大一些 除此之外 他们身上很多处都已经腐烂 身体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顾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往城堡下面看 待看青是什么魔怪之后 松了一口气 老陆 你上课是从不听课吗 这不就是寻常的丧尸犬吗 下面那些魔怪 在世界当中也很常见 只不过是一些丧尸犬罢了 这种魔怪也就十五级 对于现在三人来说 轻轻松松 啊 原来丧尸犬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顾哥你别动手 让我爽一下 一听只不过是丧尸犬 陆明又也松了一口气 一开始怪魔怪来袭的时候 他还挺紧张 但现在他不但不紧张 反而魔拳擦掌 跃跃欲试 像丧尸犬这种魔怪 不就是 来给他送经验的吗 行啊 交给你好了 对于这些十五级的魔怪 顾瓷都懒得动手 陆又明要想要的话 那就给陆又明好了 那就谢谢顾哥了 一听都是 自己的陆又明大喜过望 直接施展了技能雷霆四女 一时之间 天地雷鸣不断 滚滚天雷 打在了丧尸犬们的身上 转眼便消灭了不少 这让陆又明兴奋坏了 他也没想到 这一招的效果这么好 看见没有顾哥 我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吧 顾瓷笑道还不错 你这招 等等 不太对 顾瓷突然眉头紧皱 直勾勾地盯着那些 被烧黑的丧尸犬尸体 陆又明看了一眼 操作界面上的击杀记录 之后疑惑地挠了挠头 没什么不对的啊 顾哥 这些就是普通的丧尸犬 一旁的洛青雪刚想问 猛得也眉头一皱 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指了指那些 死去丧尸犬的肚子 你看那里 好像在动啊 陆又明顺着洛青雪 所指方向看去 差点没吐出来 洛青雪说的没错 那些死去的丧尸犬肚子 鼓出了一个个不规则小球 什么东西正在试图 从肚子里钻出来 此情此景看着他指捂肚子 有一种好像那些怪东西 在自己肚子也有似的 顾哥 那是什么东西啊 喂 顾慈咧了咧嘴 就算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真是邪了门了 眼前的情况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甚至连听之前 都没听过类似的事情 果然在这深渊当中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有可能碰见 也就是几句话的时间 一只指蝙蝠模样的魔鬼 用他们的獠牙 咬破了丧尸犬尸体的肚子 从里面冲了出来 飞上了天 这些魔怪 一个个青面獠牙 那吉他的獠牙 比他们的脸都要大 看上去既磕尘 却又有一点丑萌 他们的大翅膀很奇怪 和蝙蝠不同 他们的翅膀鼓鼓的 真的很好奇 他们是怎么依靠 如此臃肿的翅膀飞上天的 从他们 那腐烂程度上来看 绝对是丧尸型魔怪跑不了 但具体是什么 顾慈就不知道了 总之 先打下来一只看看 只要打死一只魔鬼 就能获得这种魔怪的情报了 顾慈对其中一只蝙蝠魔怪 施展了诅咒 和顾慈想的一样 这种蝙蝠魔怪的小身板 根本就不堪一击 只用一招就打下来了 而他也如愿以偿 获得了魔怪的情报 击杀十八级腐烂炸弹服 经验加四百 掉落物品腐肉成一 腐烂爆弹成二 腐烂炸弹服吗 这很有可能是一种 现实世界没有的魔怪 攻击方式 应该是跟腐弹丧尸差不多的 都是靠自爆 不过从掉落物上来看 这玩意儿的自爆威力 应该是腐弹丧尸的一倍 腐弹丧尸是50%掉落一颗腐烂爆弹 最多也就掉落一枚 因为腐弹丧尸这种魔怪身上 只携带一枚 但这是腐烂炸弹服 则是掉落了两枚 如果顾慈推测没错的话 那臃肿的翅膀作用里 应该各有一枚 这么算的话 腐烂炸弹服的自爆威力 不就是腐弹丧尸的一倍吗 想到这他眼睛猛的一阵 这不好办啊 腐弹丧尸的自爆威力 可是1000点血量 一倍不就是2000点血量吗 也就是说 一旦样子小玩一靠近 不算防御的话 一下子就要损失2000点血量 这哪怕是他也受不了 快 清雪 放冰霜结界 落清雪剩下来的那点蓝 也就够放一个冰霜结界这种大招 但是既然是顾慈要求的 那他连考虑都不带考虑的 直接释放了出来 顶刻间由冰霜组成的巨大屏障 围住了整个城堡 这一招看起来挺牛的 其实也就一般 别看范围大 但冰霜结界的防御是相当的薄 平时这一招的作用 也就是挡住敌人的一击罢了 第0074章危机 但这一招对上腐烂炸弹符 这种自爆型魔却有奇效 像腐烂炸弹符这种魔鬼 唯一的能力便是自爆 因此 根本不需要冰霜结晶有多强的防御力 只要能挡住腐烂炸弹符 让它们爆炸即可 果然 按照之前顾辞的预想一样 这些腐烂炸弹符 在接触冰霜结晶的那一刻 为了通过冰霜结晶 纷纷引爆自身 这爆大威劣 那是相当的恐怖 一时之间 光是强力爆炸所带来的冲击波 险些将陆又鸣跟落清雪冲下城堡 待到站稳之后 陆又鸣摸着砰砰直跳的心脏 尝出了一口气 吓死我了 这玩意的爆炸效果这么猛吗 故此指了指底下那些还在狂奔的丧尸犬 不能松险 那还有那么多条呢 这些丧尸犬 肚子里肯定都有 像之前那样的腐烂爆炸服 知道了 唉 真不好办 说完陆又鸣 必要再次施展出 雷霆肆虐 却被顾瓷拦住 慢 你不能再用雷霆肆虐了 为什么 你用雷霆肆虐的话 一下子跑出来的太多了 不好解决 现在我们的控制解决丧尸犬的量 顾瓷很清楚 落清雪的蓝已经到底了 不可能再放一发冰霜结晶 要是再像上次一样 一下子出来那么多腐烂炸弹服的话 很难解决 这种魔怪 别看它们等级没多高 但自爆的威力实在是恐怖 毕竟是拿生命来换取的一击 陆又鸣听后头都大了 有些无语道 这么麻烦 那让丧尸犬接近 不也很难办吗 尽管这些丧尸犬不会飞 也跳不高 应该没办法威胁到高墙上面的它们 但这些丧尸船 要是从正门进去怎么办 要知道 这里可不是什么真正的城堡 只不过是个鬼屋罢了 因此 这座城堡的正门 可不如真正城堡那么厚重 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木门 尽管说为了安全 那正门的木门已经被堵上了 但哪里又能挡得住这些丧尸犬呢 而一旦 让这些丧尸犬进入内部 后果不堪设想 毕竟里面大多数都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平民百姓 顾慈叹了口气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大门有一对在守卫 我们现在能顾好自己的职责就不错了 不要管那些 他这话说得看似无情 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真要拦不住的话 那就只能指望走大门的那一对靠谱了 在顾此三人与魔怪大军苦战之时 其余小队多数很快便得知了 东面出现魔怪的消息 就比如吴紫义的小队 在得到消息之前 吴紫义正跟他另外两名小队成员吃饭 准确来说 应该说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吃饭 另外两个人看的 吴紫义这混蛋 霸占了本来三人份的粮食 就这样他还不满足 他一边咀嚼着红豆饭 一边骂骂着 这什么破东西 是给人吃的吗 简直是猪食 真难吃 我家狗吃的都比这好 他的话倒也不是完全的气话 他家狗还真吃的比这好 在他家就算狗 一天也能吃上一阵烧口 这红豆饭到他家 真的是连狗都不吃 实在觉得红豆饭难以下咽 他又打开了他们小队的牛肉罐头 吃了一口之后 再顾此跟露鸣右眼里 十分美味的牛肉罐头 却吃得他直翻白眼 这也配叫牛肉 真难吃 回去我一定要去欧峰餐厅吃顿牛排 好好回味一下牛 究竟应该是什么味道 欧峰餐厅是一家连锁高档西餐 一颗牛排的价格能卖到一千块钱 对于吴子义来说 那个等级的才叫做牛肉 这小子是想服想惯了 平民百姓的粮食 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 对于另外两个可怜的跟班学生来说 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两个人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 肚子都饿得咕咕叫 直勾勾地盯着吴子义手中的牛肉罐头 对于他们来说 哪怕吴子义大发善心 赏给他们点汤喝也行啊 毕竟他们都要饿疯了 没办法 他们两个是不敢反抗吴子义的 先不说打不打得过 他们两个之所以会成为吴子义的跟班 是因为他们两个的父母 都在传奇工会当中 这要是得罪了吴子义这位祖宗 他们父母的工作 可就别想保住了 不仅工作保不住 在这一代 只要是传奇工会开除的 想要再就业都很难 哪怕实力再强 毕竟就算是那些大实力 也几乎没有想得罪传奇工会的 到时候 不仅仅他们的生活质量 要大幅下降 还连累到了父母 因此 他们只能忍耐吴子义这个暴君 哪怕吴子义的将他们当狗对待 正在抱怨的吴子义 很快注意到了 他们两个跟班 那渴望的眼神 他不由得嘴角勾勒起一丝坏笑子吗 你们两个想吃这盒罐头 两个跟班赶紧摇头 他们两个不傻 就凭吴子义的笑容 就没好事 唉 想吃就跟我说嘛 大家都是自己人 正好我也不想吃这东西 两个跟班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这才欣喜地说到吴少 您真的打算赏我们一口吗 真的吗 那真是谢谢吴少了 哪知吴子义脸色 一尘放你们的狗屁 给你们吃了我吃什么 好 你们两个混蛋 连我嘴里的东西都敢惦记 今天敢惦记我的罐头 明天是不是敢惦记我的位置啊 他的话完全是不讲理 按理来说 罐头跟红豆饭 都是三人共同拥有的 他自己霸占不说 两个跟班 仅仅是眼巴巴地看着都不行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 哪怕这两个跟班 今天不眼巴巴地看着 也难逃这一劫 谁叫今天吴子义之前 在顾慈那里丢大了脸 没办法从顾慈里找回场子 就他那脾气 就他纳德性 总得招人撒撒气吧 于是乎这两个跟班 今天哪怕有一点 不顺吴子义的心 都甭想好过 而那两个跟包也清楚 吴子义这是将在顾慈身上的气 洒在他们身上 但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赶紧跟吴子义赔礼道歉 以求吴子义这位小祖宗放过他们 第0075章给我跪下 少会长 我们该死 我们该死 再也不敢了 顾波下的啪啪扇自己的脸 为了叫吴子义满意 那叫扇得一个狠 脸都让他扇肿了 而另一个比较滑的王宇 则是从那戒里 掏出一罐黑皮 一脸谄媚送到了吴子义面前 吴大少 我这没什么好东西 为了赎罪 也只能把这东西拿出来献丑 希望吴大少不要嫌弃 吴子义一把抢过黑皮 白了王宇一眼 早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我不发火 你就不想拿出来了 哎呦 那哪会呢 其实我刚才就想给吴大少拿出来了 只是一直在考虑 要是入不了吴大少爷的眼 那我岂不是好心办了坏事 这小子是真会溜须拍马屁 不过还别说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吃这一套 更别提吴子义这种 本身就虚荣到要死的类型 吴子义满意极了 这还差不多吗 你还算蛮懂事的 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吧 王宇一听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多谢吴大少 从今往后 我为吴大少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他能不高兴吗 吴子义这一句话 他就从临时跟班 身为永久跟班 虽然说伺候吴子义是个苦差事 但就这位置 哪怕再苦 也有的是人 想抢都抢不到呢 再怎么说 吴子义也是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能成为永久根本 想必到时候 好处少不了的 吴子义满意地点了点头 本来还挺乐呵 扭头看向那还在猛扇自己嘴巴子的顾波 脸一下就沉了下去 行了 别在那里扇了 你好像脑袋有病 扇个毛线 学学人家王宇 你个蠢货 顾波尴尬极了 他抢挤出一丝笑容 多谢吴少 多谢吴少 此刻他委屈极了 他能来参加本次大考 自然也算得上天之骄子 那平日来 也是他们学校的香波波 别说同位学生 哪怕校长都要给他三分薄面 没想到会碰见吴子义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小弟 成了小弟就算了 跟着吴子义 还他喵的饿肚子 受屈辱 真是到八辈子血没了 吴子义白了一眼 顾波谢又有个屁用 赶紧给小爷捶捶背 真是没一点眼力见 没东西 给小爷还不出点力 他对顾波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至于为什么 那自然是因为顾波也信过 总之 现在只要跟顾辞一个信的 他都讨厌 顾波记得握紧了拳头 但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 还是将全都放下 乖乖地去给吴子义捶背 本就是有意刁难的吴子义 自然不是那么好伺候 他一边打开黑皮的一拉罐 一边抱怨道 我说 你小子是不是没吃饭 还是在那糊弄我呢 用力啊 顾波一听人的药气疯了 他吃没吃饭 吴子义还不清楚吗 现在他都眼貌精心了 还想让他有力气 吴子义这说的是人话 就他现在这个状态 什么时候趴下都不奇怪 全身上下都是软的 哪来的什么力气 但他也没办法 一想到自己的父母 都是传奇工会的成员 他也只能咬着牙 使出提起力气 给吴子义捶背 没想到这一下子用力过猛 直接把喝正在喝黑皮的吴子义 给捶土了 气得吴子义上去就是一巴掌 好你个混蛋 是不是故意报复我不服吗 不服你你就直说啊 怎么 想谋杀我 顾波下得赶紧摇头 白手 没有 我怎么敢呢 我不是故意的 他简直要被吴子义给折磨疯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真是在伺候祖宗 所幸吴子义貌似并没想过多追究 冷哼了一声道 我量你也没有那个胆子 顾波听后 长舒一口气 连忙感激道 多谢吴大少爷体谅 刚刚实在不好意思 吴大少 我只是不小心 这样啊 那没关系 只要你给我跪下这事就算了 顾波听后一正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吴少 你认真的吗 跪下 这都什么年代了 哪里有犯点错就让人跪下的 他又不是吴子义的奴才 啪地一声 吴子义狠狠地甩了顾波一巴掌 怒到你脑子没问题吧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 我叫你跪下 而一旁的王宇 也胡夹虎威地呵斥道 赶紧跪下 顾波 你真是反了天 咱们吴少会长 也敢得罪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还真是讽刺 他刚刚跟顾波 还是患难与共的难兄难弟 却在这么短时间 便彻彻底底 变成了吴子义的狗腿子 顾波捂着脸 抢挤出一丝笑容无首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我有钱 我家很有钱 等出去 我就给吴少一大笔钱 作为赔罪如何 吴子义一听都气乐了 啪地一声 又给了顾波一大嘴巴子 放屁 你以为老子会稀罕 你那点臭钱吗 不会觉得我缺钱吧 跟我谈钱 行啊 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几个想头 磕一个 我给你十万如何 顾波 吓得疯狂摇头 连连后腿 不 我不磕 吴少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就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惹您不开心了 王宇见状冲上去 一把拽住了顾波的头发 啪啪扇顾波大嘴巴子 贵不贵 贵不贵 他奶奶的能给吴少下贵 是你的荣幸之道不 其实别看王宇那嚣张样 就王宇的水平 根本就不是顾波的对手 顾波要是想还手的话 能把王宇打到叫爸爸 但顾波现在能还手吗 显然是不能的 顾波不傻 现在王宇可是人家 吴子义身边的香波波 哪怕再委屈 他都要把这骨气 往肚子里咽 哎哟 王哥我错了 我错了 别打王哥 王宇一听插起了腰 得意到知道错了 那还等什么 跪下吧 说完他还欠欠的 踹了几脚顾波的膝盖 然而顾波握紧了拳头 站在那里 就是不跪也不吭声 这下王宇面子 上面有些挂不住了 脸色灯时就阴了下去 他呵斥道 你不是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还等什么 跪下呀 第007六章阴谋 王哥 吴少我 顾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已经不是 爱不爱面子的问题了 男子汉上跪天下 跪父母 跪他吴子义算什么事 吴子义见顾波说什么 都不肯跪 觉得自己的权威 受到了挑战 他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砰的一声 已经快要忍耐到 极限的吴子义 将那灌黑皮质 接我成了球 好你个顾波 还蛮有骨气的 那就让我看看 你究竟有多少骨气 说完 他冷着一张脸 朝顾波走去 这一下可把顾波吓坏了 全身都哆哆嗦嗦的 双腿都在打得寒战 时刻都在想 要不然还是跪下 其实不光是顾波 被吓破了胆 这边没他什么事的王宇 也吓得连连后退 生怕一会吴子义 揍顾波血崩到自己脸上 要知道吴子义的残暴 可是出了名的 有传言在吴子义七岁的时候 因为红茶不符合口味 将照顾自己的保姆 打了个半死 七岁的时候就那德行 现在有多残暴 简直不敢想 吴子义上去一把 拽住了顾波的衣领 宁笑道 哎呦 好有志气哦 还敢反抗我 你们信顾的 都挺有志气的嘛 我叫你有志气 吃老子一拳吧 说完他便要给顾波一拳 眼见的这一拳就要打上去了 突然另外两个小队 急急匆匆地往这边赶了过来 见另外两个小队这么急 吴子义意识到了是出事了 一时之间 也懒得再跟顾波计较 他放下顾波 问道爱 你们这是要去啊 其中一位小队长解释道 刚刚收到消息 东面出现模块需要支援 在深渊世界 想要用手机 那是不可能的 这里连信号都没有 因此各小队联络 只能靠军方带来的 那几台少得可怜的对讲机 吴子义转了转眼珠子 东面不就是顾瓷三人组 所在的位置吗 看来他们三个人 现在陷入苦战了 要不然 也不至于申请支援 这对于他来说 岂不是千载难逢的 复仇机会吗 想到这他嘴角勾勒起一丝坏笑 拦住了那本 想去支援的两组成员 慢着 今天谁都不允许去 那两组成员 见吴子义挡了他们的道 都不由得一正 其中刚刚说话的那个小队长 十分不满吴子义的行为 我说吴子义 即便你跟顾瓷他们有矛盾 这种紧要关头 你就不能大度点 他现在搞不懂吴子义的脑子里装的 都是什么 这个都什么时候了 大家的命都绑到了一起 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是安全的 这种时候 都不能暂时放下成见 团结到一起吗 李怒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不让你们去 自然是有我的道理 道理 什么道理 你说说看 李怒抱着手 气呼呼的 他倒要看看 吴子义要跟他鬼扯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我说 你们这些人傻吗 你们就不怕 这是吊虎离山之计吗 要我说 现在应该人缘分散到另外三面 吴子义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全都是他临场发挥的 现在他陷在脑子里面就一个想法 那就是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们去支援顾瓷 他想用这种方式 借魔怪之手 害死顾瓷三人 哪怕到时候 王虎城怪罪下来 也无所谓 到时候 顶多是在王虎城那里扣印相分 王虎城又不能杀了他 另外一位小队长张大明 在听了吴子义的解释很是猛 他不解到 就算有跳虎离山地的嫌疑 那也应该派一部分人去支援吧 东面都要守不住了 哪怕是祭 也要先稳住东面 李怒补充道 而且你这说法很不合理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魔怪 都没有什么智商的 什么吊虎离山地 这哪里是魔怪能做出的事 吴子义脚便道 首先 故此他们的实力 你们是见过的 我觉得 光靠他们就够了 根本就不需要去支援 其次 尽管大部分魔怪是没什么智商 但那不也有极小一部分魔怪 智商很高吗 就比如堕落神塔的那些boss 绝望深海的boss深海巨妖 这些魔怪智商都很高 你怎么确定 我们这次遇到的魔怪 就一定是那些智力低下呢 李怒有些无语道你纯属狡辩 什么事都万一万一的 要你这么说的话 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 干脆什么都不要做好了 张大明复合道理哥说的没错 吴大少 我实在是没发认同你的说法 见着二人不吃软的 吴子义直接一把推开了李怒 呵斥到我可是传奇工会的 少会长吴子义 今天谁敢过去 谁就是跟我们传奇工会过不去 张大明那一对一听 在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 纷纷后退 以表示 他们不想跟传奇工会为敌 而李怒则是恶狠狠地瞪着吴子义 恨不得用眼神把吴子义吃了 吴子义宁笑道怎么 李怒 你不服 我服你个奶奶腿 脾气暴躁的李怒 直接一拳砸向了吴子义的 战事会的那点拳脚功夫 在吴子义面前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我去你的吧 还未等李怒的拳头 打到吴子义面门 吴子义直接一脚 就将李怒踢踹飞了出去 这一脚的威力极大 把李怒踹的白沫都吐了出来 吓得李怒的两个队员 赶紧去扶李牧 李哥 没事吧 李哥 你可千万别有事啊 你欠我的钱还没喊啊 两位队员的询问 显然是徒劳的 现在的李怒白沫子都吐出来了 的嘎吱嘎吱响 冷声笑道奶奶的 自打上刺膝败给顾慈 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在我面前要我杨威了 一群垃圾 真以为我好欺负 他当然知道自己跟顾慈差远了 但他能承认自己的败美 没说是让故意让着顾慈 就已经不错了 张大明扭头看了一眼 昏迷不醒的李怒 眉头紧皱 吴子义 大家现在都是战友 你自己下这么重的手吗 第0077张死手 吴子义白了一眼张大明 别在那里假慈悲 怎么 你一个薄皮探路者 也想试试我的拳头吗 张大明一听 心里咯噔一声 他咽了一口唾沫 吓得什么都不敢说了 那李怒的职业 可是巨斧狂战士 那个职业写示出了名的后 而他这个探路者职业写 试了名的薄 刚刚李怒挨了吴子义一击 人都晕过去了 他要是挨上一击 那人不得没啊 于是乎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他是什么 也不敢多再多说一句 吴子义没人敢再反对他 得意极了 他呵斥到 你们这些废物懂什么 按照我说的去办就是了 出的是我担着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都不可以去支援 顾辞他们 都听见没有 没有人吱声 见状狗腿子王宇 又呵斥了一遍 你们聋了吗 不是我跟你们说话 都没听见吗 还还是说你们想死啊 张大明咬了咬牙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 不甘的小声说道 知道了 我们不会去的 吴子义抱着手 得意到哈哈 笑这才对吗 都给我去干活吧 另一边顾辞 跟陆又鸣解决那些丧尸魔怪 解决的头都骂了 深渊果然变态 这一波又接着一波的丧尸犬 根本就看不到头 落清雪又没蓝了 援兵到现在也没到 这让局势越发艰难 终于陆又鸣 忍不住了催促到顾哥 要不你再用对讲机 催催李哥吧 就这么挤不到的功夫 他们在磨蹭什么啊 顾辞皱着眉头 其实不用再联系他也清楚 这么久都没来 李怒那边绝对是遇到什么麻烦事 再打电话也是徒劳 再等等吧 别催 轰的一声巨响 一只腐烂炸弹服 在陆又鸣近前爆炸 尽管陆又鸣极力躲避 但还是被炸掉了五百多滴血 这让他更暴躁了 五百多滴血 对顾辞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他来说 那可是要老命了 他可是个法师型职业 在法师型职业 除了比较偏门的战法双修的 魔战士一脉之外 哪个不是脆皮 再说就算不计较血量 那至少疼啊 这爆炸将他炸的脑袋 刮度嗡嗡的 不是我说顾哥 就算我求你了 你去催一催好不好 再不催咱们三个 都要没命了 他大爷的 性理的究竟在干什么呀 十万火急懂不懂 他显然已经开始逐渐 失去理智了 恐惧令他滋生愤怒 犯而愤怒时 他那本就不怎么好使的大脑 变得更不好使了 毕竟人在愤怒状态的时候 智商接近为零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就危险了 实战当中最怕的 就是心态崩掉 一旦心态出问题 那各种问题会很快 被找过来的 顾慈健壮叹了口气 那好吧 清雪 你再去催一催 他本来不想催的 因为他心里清楚 李怒那边八成是出事了 援军恐怕一时半会过不来的 这是要是陆又明不知道 心里还能有个盼头 要是知道 真怕这小子心态爆炸 好吧 我再去催一下 洛清雪按了对讲机 刚说了个李字 那边便传来了 吴子义不耐烦的声音 别打了 我们这正忙着呢 没时间管你们 真是烦死了 顾慈你不牛逼吗 一面都守不住 我们这边可是要守三面点 还找我们要人 我们没找你要人都不错了 挂了 吴子义又在那湖州 他守个毛线三面 另外三个方向 又没有魔怪 不用洛清雪说什么 陆又明已经听见了 陆又明也没想到 吴子义无耻到谎暴军情 还真以为四面皆敌 一时间斗志浸尸 摊在了城墙上 双目都失去了神色 完蛋了 究竟哪来的那么多魔快啊 这些跑都跑不了 四面八方全都是 顾慈白了一眼陆又明 之后将一瓶精灵奶酒 扔给了陆又明 这东西 可以当治疗药剂用喝了它 然后提起精神 陆又明接过精灵奶酒 重重地叹了口气 顾哥 这一瓶能顶什么用啊 算了 反正早晚都是死 我放弃抵抗 顾慈一听都无语了 直接从那界倒出来一堆 陆又明一看惊的 都站了起来 这么多 不会吧 顾慈微微一笑 这下心里有底了吧 那么多治疗药的 我们哪怕拼血 也能拼死他们 陆又明激动地点了点头 嗯 而且 大门内还有三个军人在 如果我们实在顶不住的话 他们也会参战的 这人一变地积极起来 脑袋一下子便活络了 他这才想起来 他们三人并非是孤立无援 大门处还有三名军人 虽说那三名军人 轻易是不会动手的 但好歹有个盼头不是 那三人啊 对 我们还有援军不是 再说 王将他们也没出手 事态没你想那么严重 故此对于守大门 那三个军人 并不抱有什么希望 他之前了解过 那个三人小队的成员 都是近战类型 哪怕三人都是高手 近战类型 面对自暴型魔兽 可以说是被克制得死死的 因此 那三人估计是不用指望了 他正这样想 砰的一声巨响 大门竟然从内部被踹开了 还未等顾此明白怎么回事 王浩带着另外两个人冲了出去 他奶奶的 真是闷死我了 不行我是坐不住了 今天必须要活动活动 静下筋骨才行 王浩将拳头按得嘎吱嘎吱响 在之前王虎城告诫他 大门不破 不允许他出战 他才忍那么久 但是现在 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他这个人好战 一想到外面打得热火朝天 他却要是在这里守着破大门 顿时就不甘了 眼下这情况 故此做梦都没想到 他眼珠睁着大大的 直勾勾地看着王浩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 这活祖宗怎么出来了 他现在是欲酷无泪 本来没有援军也能支撑住 凭他的水平 还有陆又明配合 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但现在下面的三个进战主动出战了 事情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0078章 还是多学学吧 要知道 这三人主动出战 可不是什么好事 别看这下战力是多了 但在实战中 问题可不是一加一 等于二那么简单 身为进战 那必然手短 没法在爆炸蝙蝠接近前 将腐烂炸弹服解决 这对于腐烂炸弹服来说 跟沙包没什么区别 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就炸没血了 而一旦这三个进战被解决掉 那丧尸犬根腐烂 炸弹服便可长驱而入 到时候 城堡内那些手无腹机之力的普通人 可抵挡不了这些魔怪 血流成何时难免的事 一想到这顾瓷头皮发麻 不由地趴在城墙上 大声提醒到小心 那些蝙蝠魔怪会自爆 王浩抱着手 满不在乎地说到知道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故此都要无语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三个进战碰见自爆型魔怪 还不赶紧跑 等死吗 这个时候 他只以为王浩是个自大的蠢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是 超乎他的想象 只见王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见的腐烂炸弹服 跟丧尸犬杀到了境前 他这才提足了气 大喝了一声滚 此乃王浩的技能狮吼功 十分钟之后 形成了强力的音波 将那些冲上来的魔怪 全都镇成了渣渣 而那些离得远的魔怪 不少因为距离并没有镇成渣子 但也飞了出去 当然 这一招可没法分清敌我 城堡上的三人 也被镇得脑袋嗡嗡的 故此捂着耳朵 皱着眉头 缓了好久这才站稳脚 待到站稳脚之后 他看着地面上的一地狼藉 整个人都梦了 这 这真的是进战能干出来的吗 王浩哈哈大笑小伙子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进战 直接冲出来 过于乳莽 故此赶紧摇头 没 我没那么想 他就那么想的 但打死 他也不可能承认 王浩白了顾此一眼 现在的小孩都敢做不敢当 想了就想了呗 又没人责怪你 顾此无语 到额头都冒汗了 他尴尬地笑了笑 王队长 我真没那么想 他也是真服了 这是敢做敢不敢当的问题吗 行了 我就当是那回事吧 王浩刚说完 那些魔怪 再次重振旗鼓冲了上来 见此王浩再次用出石后弓 滚 一击下去 一时之间魔怪群中尸横遍野 到处都是魔怪横飞的血肉 当然 上面的三人也是受了老罪 陆又鸣捂着耳朵 抱怨到就不能喊的时候支个声 我耳朵都要被震聋了 王浩哈哈乐 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注意 顾此抓着城墙 满脑袋都是小星星 我说王哥 你真的是近战职业吗 这他瞄的是近战职业 近战职业还有远程技能吗 还有刚刚那两个技能究竟算什么 魔法绝对算不上吧 年轻人 你还是多学学吧 刚刚那是我的五级师后宫 我的职业巨顿铁位 的确是近战职业 但近战职业 偶尔也会出现 喜练出远程职业的情况 洛青雪不解地问道 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一般近战职业 喜练出远程技能 不都应该舍弃吗 近战职业 应该强化自己的近战能力 因为在对战的魔怪当中 每个职业的分工不同 将自己职业的优点 强化到极致 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是教科书当中的原话 而对于洛青雪 这种尖字声来说 书本上的知识就是真理 谁跟你说的 课本 小姑娘全信书 不如无书 书本上的知识 都太过于局限性 太过于理想化 你要是按照 课本上的声班硬拽的话 你是活不了多久的 洛青雪听得直皱眉 她反驳到 我并不觉得 书本上的知识 会太过于理想化 那都是前人知识的结晶 不是吗 你可别结晶了 小姑娘 写那些所谓的职业大师 哪个不是远离前线 要我说教 他们写还 不如叫我写呢 王浩跟洛青雪的思想 属于两个极端 洛青雪试认死理 书上说什么 他就怎么来 王浩是压根 不把书上的知识当回事 他甚至觉得 根本就没有必要用教科书 来教育职业者 直接拉到前线 去实战就好了 洛青雪冷哼了一声王队长 那你倒说说 看哪里错了 近代职业即便是洗出了远程技能 那技能也都是不实用的 这一点我总没说错吧 既然不实用 为什么不舍弃 你这种说法也不全对 因为职业的局限性 近战职业 确实很难洗出来优秀的远程技能 但如果资源足够的话 也能洗出还算可以的远程技能 至于为什么近战职业 要修炼远程技能 那自然是为了预防各种突发情况 就像今天这样 其实像王浩这种高手 一般技能的搭配都挺杂 他们搭配职业技能 并非如教科书讲的那般 将技能全搭配到优势方向 他们更倾向于 将技能搭配到尽量全能化 正如王浩所说 实战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而不是每次身旁都有队友 教科书当中讲的那种团战打法 很多时候都是指上谈兵 根本就是太过于理想化 很多时候 他们要被迫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 这个时候 如果说近战没有远程能力 远程单位血量过薄的话 或者说 缺少近战拼杀的手段 那将是致命的缺陷 而这些缺陷 很有可能就导致最终的败北 从而丢到性命 这一点 也只有像他们这种 常年在前线上出生入死的一线人员 才有体会 也就是说 王浩说的其实是正确的 但现在洛青雪是听不进去 他争变到王队长 突发情况是时常出现不假 但我还是不认同这种 强行弥补短板的行为 近战职业 要想修炼好远程技能 那是需要相当多的资源 把这些资源用在本职业相关的技能上 我相信会更好 王浩一听 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 他脸色一沉 我说 你个死丫头 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呢 是不是我说东 你就要说西啊 顾瓷看了一眼洛青雪 又看了一眼王浩 无奈 他只能替二人打圆场 我觉得 两位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没必要争下去 第0079章 没有你讨价还价资格 见顾瓷给了台阶 本来就没想争吵的洛青雪 借机就下了 王队 我没想吵 我只是想说清我的观点 如果让你感觉到不快 我向你道歉 王浩一听 脸色缓和了许多 他摆了摆手 行了 这点小事 我不会介意的 比起这个 还是解决眼下这些魔怪最为重要 顾瓷 这里有我守着 你带着你的队员 还有我的两个队员 去找到boss解决掉 顾瓷一正 环顾了一下四周 随后不解到王队 你怎么知道 这群魔怪有boss 惊艳之谈罢了 像这些没脑子的魔怪 能组织如此庞大规模的冲锋 后面绝对是有boss在独占 只要找到boss 将boss解决掉 这场冲锋就结束了 顾瓷 这个任务交给你没问题吧 没问题 交给我吧 顾瓷那边打着火热 吴紫义那边 却翘着二郎腿 玩着从别人那里 抢来的游戏机 又输了 这种平民游戏就是垃圾 要不是实在没什么玩的 我才不碰呢 吴紫义起的光光 直砸游戏机 一旁的顾波 看得好无语 他算是彻底看清 吴紫义这位 纹固大哨的性子 无论是什么事 永远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就连玩游戏都是 打不过去 就说游戏是垃圾 那分明就是 他自己的菜好吗 打了半天 第一关的boss都没见到 就这水平 他家那个刚上小学的弟弟 都比吴紫义强 当然 他想是这么想的 说可不敢说 玩累了的吴紫义 把游戏机扔到了一边 向负责西门守卫的队长 楚大海伸了身手 拿来吧 楚大海捂着鼻青脸肿的胖脸 没好气地说道 拿来什么 游戏机不都给你了吗 你还要什么 那游戏机是他的 之前吴紫义要他没给 结果就挨了一顿胖揍 吴紫义的脸上 勾勒起一丝宁笑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 你们的粮食了 楚大海心咯噔一声 他惊讶得张大的嘴巴 吴紫义 你过分了吧 你来做什么来的 打劫的吗 游戏机你抢走就算了 你还想要我们的粮食 你是想饿死我们吗 他做梦都没想到吴紫义 竟然这么无耻 再怎么说 他们现在也算得上是战友 吴紫义这混蛋 竟然连他们救命的粮食 都不放过 吴紫义一听 脸上的宁笑越发猙獰 胖子 你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三个好心好意地 来帮你们守城 你们出点报酬 怎么了 楚大海无语倒不是 你这不是抢买抢卖吗 谁叫你们来的呀 再说你们来守个鸡毛啊 我们这边一只魔怪都没有 需要你们支援吗 其余两个之前 没支撑的西门守卫族 也纷纷附和 就是 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好不 你们没来之前 我们请清闲自带的 现在倒好 我们三个都快成你们的奴隶了 按你们这么说 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了 感谢你们打劫 还给我们找个借口 见这三人不给吴紫义面子 王宇这个狗腿的脸色一沉 一把拽住了楚大海的衣领 王宇怒喝倒楚大海 你不想活了吗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啪地一声 楚大海狠狠地给了王宇一巴掌 这一巴掌的威力极大 把王宇打得满 脑袋冒金星 人直转圈 滚蛋 你一个走狗 还没有跟我说话的份 砰的一声 还未等楚大海反应过来 吴紫义进了身 直接一脚踢在楚大海的肚子上 紧接着 就见那二百来斤的楚大海 跟那被戳破的气球似的 搜的一下飞了出去 当的一声 落地的楚大海 脑袋磕在了城墙上 疼他嗷嗷直叫 吴紫义扭了扭脖子 那脖子嘎吱嘎吱直响 他冷笑到不错嘛 比张大明的货色还要抗揍 就决定了 你以后就是我的专属沙包 只要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给个 给我滚过来 领盾揍 楚大海捂着脑袋刺着牙 铁青着脸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那个 吴少 之前是我不对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过粮食是真的没有了 那都吃完了 现在早就过饭点了 上面发下来 那点粮食 又哪里会有剩的呢 吴紫义白了 楚大海一眼 也是 就凭你那大肚子 我看粮食到你手里 也撑不过半小时 楚大海见吴紫义 这才长出一口气 哪知吴紫义的话还没说完 既然今天的粮食没有了 那就算你欠我的吧 你们明天的那两顿粮食 都是我们的 还有 既然是欠 那肯定要有利息 你们后天大后天的粮食 都是我们的 不是 吴少 你 你认真的吗 三天不吃饭 你是想饿死我们吗 就算我们之前得罪过你 大家好歹是战友 放过我们不行吗 这样我们明天的两顿粮食 归你吴少 还不行吗 王语一听 上去就给了楚大海一巴掌 放屁 你哪有奖价还价的资格 我们吴少说什么就是什么 知道吗 楚大海捂着脸委屈巴巴的 他长这么大 也没这么憋屈过 不是 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他不傻 深知跟吴紫义这种强盗讲道理 是最愚蠢的 但他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只能期待奇迹发生 吴紫义这混蛋 突然长那么一丢丢良心 一旁遭遇差不多的顾波时 再有些看不下去了 他替楚大海求了情 吴少 要不还是算了 就收一天的粮食 让他们长点记性算了 王语恶狠狠地白了顾波也 怎么 顾波你不爱吃饭腰 你不爱吃饭可以不吃 我跟吴少还要吃呢 他们要不拿出粮食 我们吃什么 可是 可是 那也不能不管他们三个人的死活啊 三天不吃饭 真的会出问题的 王语满不在乎的说道 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三天不吃饭会出问题 那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 就他们那三个胖样 我看七天不吃饭都不会出事 第0080章无事道理 可是 可是 王语不耐烦地说道 哎呀别可是了 都说了你又不吃 那你就把你那份省出来 正好我们还可以多吃一点 是不是 吴少 吴子义坏笑道就是 再说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他们三个欠咱们的粮食 至于三天不吃饭有没有问题 和咱们半毛钱关系没有 忍无可忍的楚大海 怒到吴子义 你别太过分 我们什么时候欠你们的粮食了 楚大海 你不是说我不讲理吗 那好我就好好跟你讲讲道理 之前我就说过了 我们辛辛苦苦替你们守城 那绝对不可能空手回去的 那你们是不是得给报酬 你们给了吗 你们并没有给 所以说 那是不是欠我们的 可 可我们又没叫你们来啊 你们怎么这样 他都有些无语了 如果他可以有选择的话 他宁可来的是魔怪 都不愿意来的是吴子义 行 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 就算你说的勉勉强强说得通 我们不请自来 那你们也应该给我们粮食 楚大海都气乐了 对到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强盗 什么强盗 不是要讲道理吗 既然要讲道理 你就不要人身攻击 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粮食 原因很简单 楚大海我问你 如果说刚才你有粮食 你愿不愿意给我 如果拿一天的粮食 换你们离开的话 我是愿意的 不过我不是没有吗 你就不能等明天的 那不得了 那是不是你们答应 给我们粮食 但是你没给 那不就是你们欠我们的 王语听后 哈哈大笑 拍手就叫好 对 没毛病 我们吴少果然是讲你的人 这叫什么 这就叫以礼服人 吴子义拍了拍楚大海的肩膀 奸笑到怎么样 这下可以了吧 我可是在好好地跟你讲道理 你会听得对吧 楚大海气地 打开了吴子义的肩膀 怒到哥几个 跟他们拼了 反正横竖都是死 他奶奶的 三天不吃饭 都饿死了 他实在是已经忍耐到极限了 吴子义羞辱他就算了 要他们三天的口粮 简直是要他们的命 与其饿上三天 期待自己不被饿死 倒不如现在搏一把 反正大家都是考生 他吴子义三人 未必就是他们的对手 而其他二人和他的想法差不多 冷着脸 纷纷围了上来 王语见状后退了几步 省得一会儿太靠前 容易挨揍 他大声呵斥道 你们三个是不是不想活了 还敢反抗 谁给你们的反抗权利 你们懂不懂规矩 像你们这样的垃圾 我们吴大嫂肯吃你们的口粮 都是给你们脸了 楚大海满脸横肉 凝成了青筋 拳头握得嘎吱嘎吱响 他宁笑道 那我们今天偏要给脸不要脸 倒要看看 得罪你吴大少 能怎么样 吴子义面 吴表情地鼓了鼓掌 好勇猛呦 我好啪啪呦 不知道刚才是哪个死胖子 在我面前被打得一声不敢吭 楚大海脸色一沉 怒到老子跟你拼了 说完他便要冲上去 眼见的双方一场恶战避免不了 这时 楚大海的身后 传来了王虎成的呵斥声 你们在这做什么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内斗 楚大海听出是王虎成的声音 扭头看向了王虎成 刚想说什么 那不讲武德的吴子义 上去就是一拳 这一拳的力道十足强劲 吴子义那硕大的拳头 直接镶嵌在了楚大海的肥脸中 把楚大海的门牙都打掉了 这下疼得楚大海 熬得一声大叫 这下楚大海可不甘了 他捂着肥脸 嗖的一下躲到了王虎成的身后 指的吴子义直告状 王将 你看见没有 姓吴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你都喊停手了 他还揍我 王虎成见吴子义 当着他面行凶 脸上自然挂不住 那本就阴沉的脸 变得更阴了 吴子义 你这是拿我当空气吗 吴子义扣了扣耳朵 满不在乎的说道王将 这没什么吧 正常切磋罢了 您不是也不反对切磋吗 他也想好了 反正王虎成 对他的印象是越来越差 那倒不如 不用再一王虎成的态度好了 反正他身为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有了这层身份 王虎成也不能把他怎么的 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楚大海一听吴子义说是切磋 气得直指自己的胖脸 切磋 王将你看他给我打的 你看这 你在看这 你在看这 什么切磋 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这小子就是来我们这打劫的 张口就要 我们三天的粮食 王虎成听后 脸色差到了极点 那脸都气成了猪肝色 三天 吴子义你是想杀人吗 三天的粮食 你直接杀了他们三个多好 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 跟土匪没有区别吗 他现在对吴子义的印象 是差到极点 本来觉得吴子义只是为人傲慢 做事鲁莽不长脑袋 现在看这个人品 都有很大的问题 吴子义耸了耸肩 无所谓到王将 单挑鸭点什么 不很正常吗 他们输了 给我们三天的粮食 如果是我们输了 我们也可以给啊 楚大海气的脑袋都要砸了 你放屁 纯属胡说八道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要跟你们切磋的 别为你们的抢劫行为找借口 王虎狡辩道 你说 没说就没说啊 谁在胡说八道 难道不是你们吗 之前明明说好的切磋 三天粮食 也是你们同意的 现在不认账了 他就是仗着楚大海没证据 怎么说都行 在那里颠倒黑白 你 你 好啊 果然是物以类聚 我今天算是见到无赖长什么样了 够了 王虎城呵斥到 这件事先放到一边 我问你 吴子义 你有什么资格对别的组发号失恋 你为什么叫他们不准 援助顾辞 吴子义小声嘀咕道歉 那些人果然靠不住 竟然告我的小报告 真该死 第0081章 好好戴罪立功 王虎城大喝道说什么呢 说话就给我大声说 别跟个大姑娘似的 在那里 给我嘀嘀咕咕 吴子义耸了耸肩 别生气嘛 王将 我这么做 也有我的考虑 顾辞他不是牛逼吗 既然他那么牛逼 自己独当一面也OK的咯 我这么做 不是怕那些魔怪掉虎离山吗 啪地一声 王虎城一巴掌 甩到了吴子义的脸上 这一把巴掌 直接将吴子义给扇猛了 吴子义诧异地捂着脸 许久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删了 王将 你 咔嚓一声 吴子义的拳头都按紧了 他恶狠狠地瞪着王虎城 要不是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现在说什么 要跟王虎城拼命 他这辈子娇生惯养 长这么大 还真没有人敢善他巴掌 不服吗 吴子义我告诉你 根据我们神下帝国的 魔怪应对法 发生与魔怪造成的特殊情况 军队有权 叫所有职业者配合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现在有权利 将你军阀处置 懂吗 吴子义不情愿地说到知道了 我下次不敢了 他甚至连句我错了都不肯说 在他眼里 他就没有错 错是那些让他不痛快的人 你就这态度 真令我惋惜 吴子义 从现在开始 我取消你的考试成绩 跟你的未来说再见吧 这 这 王将 你这是不是过分了 我只不过是开了个小玩笑而已 你竟然要取消我的考试成绩 再怎么说 我也是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你这样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家族面子了 吴子义 这下是真的急了 他本以为凭借自己传奇工会少会长的身份 王虎诚即便生气 也不过是象征性的责罚而已 没想到王虎诚下手这么狠 直接取消了他的考试成绩 这要是让他爸知道 那还不得杀了他 吴子义 别人怕你传奇工会 我还会怕吗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 大可叫你父亲来军营找我 王虎诚一句话 直接把吴子义干哑火了 王虎诚说的没错 传奇工会再怎么牛逼 最多也就是个工会 人家王虎诚 可是弟弟道道的将军 那是没法比的 一旁的王语兼自己的主子 要被取消考试资格 赶紧跟王虎诚陪孝王将 吴少他也不是故意的 您看 能不能这次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吴少 毕竟以吴少的资质 要是不能得到好的教育 可以说是我们神下帝国的损失 吴子义也赶紧跟着 附和氏啊王将 你就放我一马吧 我已经知道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 王虎诚沉默良久 之后才说到 给你一次机会 也不是不行 现在就去给我支援顾词去 我要看你的表现 他其实是不想放过吴子义的 但现在情况特殊 正是用人之计 而吴子义也确实是有实力 与其取消吴子义的考试资格 倒不如让吴子义戴罪立功 吴子义一听 不由得长输一口气 表面上感激到多谢王将 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 好好戴罪立功的 别看他嘴上这么说 心里已经开始记恨上王虎诚 在他眼里 王虎诚总是向着顾词 爱他的好事 要不是因为王虎诚的身份 他早就盘算着 这么对付王虎诚 谢我就不必了 希望你可以好好反省 吴子义小队听令 给我立刻 持援顾词小队 王虎诚说完 飘然转身 先一步去支援顾词等人 顾词这一边 大门处由王浩守卫 其余人负责将Boss找出来 尽管只有王浩一个人在守卫城堡 那些魔怪想要接近城堡 也难如登天 光凭借王浩那威力强劲的施后功 这些普通魔怪们想要近身 也只能采用消耗战 将王浩的气力消耗光为止 因此 王浩这边暂时还不打紧 但顾词那边就麻烦了 正如王浩之前的教诲 那种能组成战阵情况 过于理想化 顾词四人 当初本来想四个人组成临时战队相互配合 这想法是好的 但实际应用可就没想法那么美好了 很快 顾词便跟另外三人分散 因为魔怪数量实在是太多 很快他便不见队友们的身影 这要是其余学生 恐怕当时就慌了 数之不尽的魔怪 本来带来的压迫感 就令人窒息 现在又跟队友被冲散 一般学生是很难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 但顾词不同 顾词在此之前 已经经历过多场恶战 实战经历丰富 因此 无论是多么恶劣的情况 他都不至于自乱阵脚 眼下最重要的 不是跟同伴会合 而是想办法找到boss 跟同伴会合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很有可能会再次被冲散 但如果能解决掉boss 可就不同了 按照王浩的说法 只要解决掉boss 那些魔怪自然会做鸟兽散 不过boss究竟在哪里呢 顾词紧皱着眉头 他不是侦察职业出身 想要在这乱军之中 找到boss 不是一般的困难 正当顾词一边召唤出巨魔战士防御 一边环顾四周 试图寻找boss的时候 他的脚边大地突然裂开 一庞然大物钻了出来 那魔怪钻出来 对着顾词 直接张开了血盆打口 绿了巴基的血盆打口里 飘出来的腐臭味道 差点没把顾词直接熏运 那玩意钻出来的太过突然 顾词又没有处理过类似情况 他并没想到 会有魔怪从地底钻出来 所以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要不是身旁的巨魔战士 拉了他一把 他今天就栽了 这要是被吞进去 到了人家的胃里 有在后的血都没用啊 顶多是让魔怪多 消化些时间罢了 等到躲过魔怪的致命一击之后 顾词愣了那么一愣 等反应过来 他心脏砰砰直跳 他刚才差点挂掉 就差那么一点点 深渊世界果然危险啊 他现在才对深渊世界的危险 有深切的体会 和普通世界不同 深渊世界要命 就要命在毫无情报可言 一切都是未知的 而既然连情报都没有 自然也就没法做攻略 也就没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 第0082章真正的Boss 所以 这东西应该就是Boss吧 顾词紧皱着眉头 自言自语 那巨大的魔怪掀起了沉沙 使他根本看不清 对方的庐山针面目 不过这么大块头的魔怪 还蛮少见的 这使他下意识地就觉得 那巨型魔怪就是Boss 然而带到沉沙散去 顾词才发现自己错了 那玩意根本不是Boss 首先之前差点将顾词吞了的魔怪 是一只畸形巨人丧尸 这畸形巨人丧尸高达五米 脑袋和脖子特别大 跟那个超大型冬瓜似的 特别磕沉 而长在这磕沉脑袋上的那张脸更磕沉 他的眼睛一只大 一只小 鼻子特别小 嘴巴特别大 直接横跨了整张脸 这玩意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存在的 是丧尸巨人 一种极为罕见的小Boss 这种魔怪 常出现在跟丧尸有关的副本 一般都是丧尸巨人的隐藏款 据说能掉落不少宝贝 不过这家伙可不是这些魔怪的Boss 他只不过是坐骑吧 坐在他身上的两只丧尸魔怪才是 那两只丧尸魔怪 一男一女 女丧尸长着还挺漂亮 就是皮肤已经腐烂发臭罢了 他穿着一身滑贵的黑色礼服 脚踩着一双浸泡鲜血的红色高跟鞋 眼珠跟普通丧尸不同 并不是绿色的 而是红蓝双铜 和女丧尸不同 那只男丧尸长着异常丑陋 故此从未想过 丧尸这种跟人长着差不多魔怪 还能有这么丑的 和男丧尸比 他那些轻面獠牙的巨魔战士 都算得上是俊美了 除了长相其丑 男丧尸的身材也十分的臃肿 不进肚子 脖子胖出了大圈小圈 甚至全身还长满了恶臭的浓瘤 那些浓瘤时不时会爆炸流出汁水 实在是恶心极了 这两个Boss固词 也能猜到身份 这应该就是丧尸之王和丧尸之后 说起来 这两种Boss魔怪 是夫妻魔怪 想到这固词 有点替丧尸之后惋惜 真不明白 长着那么漂亮 为什么会跟丧尸之王接位夫妻 妈 不过用人类的思考方式 来思考魔怪的行为 本来就是愚蠢的行为 带到看清敌人是什么 固词赶紧退到了前面几个巨魔战士们的身后 以保证跟畸形丧尸巨人离得太近 事实证明固词的做法 是相当的明智 他这边刚退到安全距离 畸形巨人便张开大嘴 吐出了一口绿色的浓雾 那玩意是尸毒 畸形巨人的这一招 叫做尸腐 很恶心 这一招恶心的点 不在于尸毒所带来的毒性伤害 实际上 畸形巨人的尸毒伤害有限 对于稍微强一点的职业者 来说都是没什么威胁的 但要命的 畸形巨人的毒带昏迷效果 昏迷效果 对于大多数职业者来说 是最为致命发几种负面Buff之一 这种Buff 甚至要比沉默还要恶心 沉默也就是不能释放技能罢了 这样虽然让职业者 在一定时间内变成白板 但至少还能跑 昏迷效果就不同了 那人直接晕了 连跑都跑不了 所幸的是 畸形巨人丧尸失毒 所蕴含的昏迷效果 巨魔战士是免疫的 不过即便是如此 故此也觉得十分的难办 他必须确保 自己跟畸形巨人丧尸 保持在安全距离 并且还要时刻提防着 那些杂鱼魔怪的偷袭 不幸中的万幸 是那两个大boss丧尸之王 跟丧尸之后 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他们两个此刻 正饶有兴趣地盯着顾瓷 这两个大boss现在的想法 顾瓷是搞不懂 是觉得顾瓷不配让他们出手 还是说 他们是那种 喜欢玩弄猎物心态的类型 不过这个不重要 总之丧尸之王跟丧尸之后 越晚出手越好 最好是永远不要出手 当然 那是不可能的 眼下的情况 实在是不容乐观 然而 这仅仅是开始 正当顾瓷全神贯注地对付 丧尸军团 不远处传来了一阵 震耳欲聋的嚎叫 顾瓷顺着声音来远处看去 这一看心不由的咯噔一声 竟然是寿人酋长 跟他的寿人军团 这群记仇的寿人军团 果然没放过顾瓷 天知道这群混蛋 在暗处跟踪了多久 不得不说 这些寿人还是有点脑子的 至少知道寻找机会 这下顾瓷脑袋都大了 光是丧尸军团 就已经够麻烦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寿人军团 而且这些寿人军团 明显是冲着他杀来的 那些丧尸也对寿人没兴趣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他就要一个人对付私的boss 其中三个 还是大boss 而正当顾瓷陷入苦战的时候 王虎城带着援军也杀了进来 不过这些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顾瓷等人又太过于深入 一时之间 他们没找到顾瓷等人 在冲杀的过程中 五子一三人 也面临跟顾瓷差不多的问题 他们也被冲散了 顾瓷你个废物 赶紧放技能啊 没看见那些丑蝙蝠 已经到劲前了吗 五子一气的破口大骂 身为近战 他面对那些腐烂爆炸服 可以说是完全无计可施 起初他还试图反击一下 但在挨了几几之后 他彻底放弃了 毕竟他不想跟这些腐烂爆炸蝙蝠 以命换命 那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打打丧尸犬罢了 而王虎呢 也帮不上大忙 王虎的职业是盗贼 这个职业也基本上是近战 虽然会有飞刀相关技能 但飞刀有限 根本发挥不了太大作用 这就导致唯一能制裁 那些腐烂炸弹服的 就只剩下 被二人瞧不起的顾波了 顾波的烈焰法师职业 身为远程职业 虽然谈不上克制腐烂炸弹服 但至少是能有效地 清理腐烂炸弹服 身为唯一靠着住的战力 他本来应该获得尊敬 然而并没有 五子一不但不感激顾波 还觉得十分的憋屈 他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要靠小弟自保 而且还是 一个自己从未瞧得起过的小弟 但他不知道顾波比他更憋屈 顾波能不憋屈吗 五子一跟王宇都要靠着他 但这二人完全没有感激他的意思 尤其是五子一对待他 就跟对待奴隶似的 这换作谁 谁能爽啊 他的尊严何在 第008三章 谁允许你走了 要不就把这两个人扔在这里 让他们两个自生自灭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顾波 等脑海中冒了出来 这个想法冒出来之后 顾波直接被自己吓得一哆嗦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冒出如此恐怖的想法 把两个近战扔到这里 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 不过 杀了这两个人 也是这两个人活该啊 尤其是那个五子一 根本就不把他当人看 他在五子一身旁和奴隶没区别 不仅要挨恶受累 还要忍受五子一的谩骂 那个王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明明跟他一议 都被五子一欺负 但这魂球靠着拍五子一的马屁 摇身一变 成了五子一身边的红人 这本来也没什么 拍马屁虽然让人讨厌 但那只是个人的选择 可气的是 王宇这混蛋 在得到五子一的宠幸之后 就更换了个人似的 跟在五子一屁股后面 胡假虎微不说 甚至连他这个曾经的 难兄难弟都不放过 这种小人要是死了 只能说是罪有应得吧 所以 杀了五子一跟王宇也没什么吧 再说 这也不能算是他杀的 又不是他动的手 是魔怪动的手 他只是不管这两个混蛋罢了 不过这不行吧 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或者说 五子一没死怎么办 要是五子一没死的话 就凭五子一那残暴的性格 说什么都要弄死他不可吧 就算五子一不弄死他 他的父母 可都是传奇工会成员 到时候 五子一会放过他的父母吗 绝对不会的吧 再说 他真的有那个勇气吗 如果真的要害死人 他以后的每天 可能都要活在忏悔之中 正当顾波犹豫之际 五子一压的一声叫出了声 紧接着不等顾波反应过来 五子一对着顾波的后背 就是一脚 你是不是瞎呀 怎么放过来的 五子一捂着血淋淋的脑袋 刚才因为顾波发呆 他脑袋 被爆炸腐烂腐炸开了花 一旁的王宇 赶紧去替五子一包扎 哎呦 五少 你没事吧 突然王宇猛地看向了顾波 怒骂道 你个SB 你想害死吴少吗 怎么办是的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吴少阳你有何用 顾波吓得腾地一下 从地上爬了起来 赶紧给五子一道歉 对不起吴少 都是我的错 我不会再犯这种错了 他这反应 把他自己都吓一跳 真没想到 仅仅是一天时间 他便被五子一 彻底训练成了奴隶 想想之前 他还想着 利用魔怪弄死五子一的想法 实在是可笑极了 就他 真要是敢把五子一 跟王宇扔下 恐怕五子一喊一声 他就得吓得屁颠颠地跑回去 想到这他自己 都对自己失望了 没办法 他深知自己没那个胆量 跟五子一对着干 只能继续护着 五子一跟王宇 一开始还好 但随着时间都推移 顾波逐渐开始体力不支 他之前从未打过 如此艰难的持久战 累得那是眼貌惊心 要命的是他的蓝 也要耗光了 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深入之后他们才知道 这里不仅有丧尸 还有兽人 正当顾波累得 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他突然眼前一眼 指着不远处的顾瓷 你们看 那不是顾瓷吗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此刻顾瓷正在被几个boss 逼到了悬崖边 但对于顾波来说 只要顾瓷在 希望就在 他之前是见识过顾瓷的实力的 哪怕是像五子一 这个级别的高手 也远远不是顾瓷的对手 但他这么想不代表 别人这么想 他刚想跟顾瓷去会合 就被王宇拽了回来 唉 你干嘛去啊 本就愤怒的顾波 直接甩开了王宇的手 不满到干什么 当然是跟顾瓷会合了 王宇怒喝到你傻子吗 没看见顾瓷那小子 已经自身难保了吗 你想害死我们两个吗 对于顾瓷来说 那点困难 应该不算什么吧 你也见识过顾瓷的身手吧 放你娘的狗屁 你看不出来 他身边的都是boss吗 那么多boss 就算是咱们无少也不行吧 王宇这马屁精 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不忘拍五子一的马屁 他就是故意那么说的 尽管大家谁都清楚 五子一不是顾瓷的对手 顾瓷见王宇不同意更老了 他一把推开了王宇 你爱去不去 我可不想死 我要跟顾瓷会合 说完 他便开始盘算着如何突围 尽管想要成功突围 来到顾瓷的身边很困难 但他觉得 这是活下去唯一的希望 王宇在被推到之后 亮枪地站了起来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顺便用踢开了 试图咬他的丧尸犬 慢着 你要去哪去 谁允许你走了 王宇是不可能放任 顾瓷跟顾瓷会合的 他深知没有顾瓷 他跟吴紫义二人别想活 但跟顾瓷会合 在他看来 也是死路一条 顾瓷一边突围 一边回头 怒怼倒腿 藏在我身上 我爱去哪去呢 你还能管得了我 王宇抱着手 洋洋得意道是 我是管不了你 但吴少还管不了你吗 顾瓷一听心咯噔一声 他颤颤巍巍地看向了吴紫义 吴 吴少 我觉得 我们现在应该发下成见 活 活命要紧不是吗 他被吓的话都刻扒了 尽管现在吴紫义跟王宇 都要靠他才能活 但吴紫义给他的恐惧 根本屈之不散 他现在内心很纠结 不管吴紫义跟王宇吧 他还不敢 要是管的话 吴紫义肯定不能同意 跟顾瓷会合 就吴紫义那性格 他太了解了 可别指望吴紫义 会想欠顾瓷人情 这种事 吴紫义宁可死都不会做吧 顾波是这么想的 然而吴紫义转了 转眼珠子之后 却说道 就按照顾波说的做吧 真的 顾波欣喜若狂 尽管吴紫义的坏笑 绝对有问题 尽管这件事太过反常 但他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 王宇咧嘴倒不是 吴紫义 你还真要按顾波说的做呀 这不行吧 我看他顾瓷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我们靠他是靠不住的吧 第008四章 给我们信顾的丢脸 你在叫我做事 吴紫义恶狠狠地瞪了王宇一眼 王宇吓得浑身一哆嗦 整个后背直冒凉气 对 对不起吴绍 我 我再也不敢了 王宇知道吴紫义喜怒无常 但也没想到 因此也不敢多说什么废话 总之道歉就是了 吴紫义冷哼一声 走 我们去跟顾瓷会合 说完 吴紫义在顾波的掩护下 一步步朝顾瓷的方向逼近 此刻的顾瓷 已经被几个boss弄得头都大了 眼下他的战术 只有依靠那些巨魔战士挡住攻击 自己释放技能 磨boss的血 因为巨魔战士 可以通过死掉的杂鱼魔怪补充 然而他暂时没有危险 但长此以往 他只有死路一条 他的蓝是有限的 早晚有好玩的那一刻 尽管那些boss的血 也是有限的 但很不幸的是 这几个boss 都是血后魔防高的类型 想要魔血耗死他们 简直是天方夜谭 故此估计 自己大概能带走两到三个boss 这显然是不够的 眼下他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是等待支援 说不定那个同伴就在附近 要真是那样的话 跟同伴会合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到时候 胜算就大了很多 但这种只能凭借运气 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全都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 第二条路 那就是溜之大吉 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打不过的时候 没有别跑路更简单 更有效的方式了 不过想要在眼下这个情况 溜之大吉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四只boss 可没有一直是吃素的 能不能逃出去 他也不是很有把握 而且如果这么跑了的话 实在是太可惜了 按王浩的说法 只有将丧尸之王 跟丧尸之后干掉 才可以阻止失朝 如果他现在跑了的话 再想找到丧尸之王 跟丧尸之后 恐怕就很难了 一时之间 顾瓷陷入了犹豫 他紧皱的眉头 难以下定决心 正当这时 顾瓷身后传来了 吴子义的嘲笑声 哎哟 这谁啊这么狼狈 原来是顾瓷啊 我说顾瓷 你不是特牛逼吗 怎么就这几个货色 就把你难住了 一旁正在拼死奋战的 顾波听的直恶行 吴子义还好意思说顾瓷 吴子义要不是靠着他护着 早就被那些魔怪吃了 究竟是哪来的脸 嘲讽顾瓷的呢 而顾瓷听后 倒是没什么反应 他既没有表现的兴奋 也没表现的愤怒 他不会因为吴子义 这种人的三言两语 就生气的 同时他也没指望 吴子义肯出手救他 吴子义是什么人 他了解得很 就吴子义这种人 指望着能来救他 还不如指望魔怪能救他 吴子义见顾瓷没搭理自己 眉头皱着紧紧的 显然有些不高兴 喂 顾瓷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 你一个人对付那么多boss 一定很辛苦吧 这样如何 只要你管我叫生殿 我们三个就来帮你 王宇呵斥到位 顾瓷 你聋了吗 我们家吴少在跟你说话 你听不见吗 看不见我很忙吗 你 吴少 顾瓷这混蛋瞧不起你 不用你说我也看得出来喂 那么想给他教训 你倒是上啊 难不成你只会说吗 吴子义阴着脸 顾瓷那无所谓的态度 让他很是没面子 这和他想得完全不一样 他本以为顾瓷都这样了 见到他 怎么也不得 眼巴巴地求他 没想到都到了这种时候 顾瓷一就是懒得用正眼看他 一旁的顾波剑 双方一见面 就有一股子火药味 不由得头都大了 果然是这样吗 吴子义跟顾瓷 果然不能好好相处啊 但眼下为了活命 他还是只能好生劝到吴少 我觉得咱们还是跟顾瓷联手比较好 现在大家都处于危难关头 有什么 还没等顾波说完 吴子义上去就是一大嘴巴子 啪地一声 顾波的脸都红了 吴子义怒到 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 你爸妈吃我们传奇工会 喝我们传奇工会的 没想到你竟然胳膊肘向外拐 像着顾瓷那个混蛋 怎么 你是觉得 你爸妈日子过得太滋润 想替他们辞职是吗 顾波捂着脸直摇头 不是吴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怎么可能会背叛吴少女呢 他心里那叫一个委屈 什么叫他爸妈吃传奇工会 喝传奇工会的 他父母身为传奇工会元老级成员 为传奇工会创下了赫赫战功 到吴子义的嘴里 却成了吃传奇的 喝传奇的 这话听起来 就好像他的父母 在传奇工会吃白饭似的 但即便吴子义说话态度如此恶劣 他也只能忍着 没办法 这都是为了他父母 你是顾波对吧 顾慈皱紧了眉头 死死地盯着顾波 他想了好一会才想起顾波的名字 没办法 顾波要是在别的地方 算得上是天才 但在这次参加大考的考生中 也只能算得上是普通人 顾波见顾慈叫自己 不由得一正 随后点了点头 对 我是顾波 你记得我 顾慈叹了口气 这不重要 你小子真给我们信顾的丢脸 吴子义都站在你头上拉屎了 你都不反抗 顾波苦笑道我和你是不一样的 你不会懂的 啊 我听出来了 你是因为父母的事对吧 至少你是这么想的对吗 顾波心咯噔一声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我想你应该清楚 实际上你比谁都清楚 你之所以不反抗吴子义 并不是因为怕父母失去工作 对吗 顾慈看人极准 究竟是怎么回事 都不用顾波说 光从顾波那窝囊样就看得出来 顾波紧皱着眉头 他的心砰砰直跳 因为秘密被人看穿 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 不对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因为害怕父母失去工作 还能是因为什么 那当然是因为你怕 你对吴子义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感 所以不敢反抗吴子义 我说的对吗 0085章生死未卜 不对 你胡说八道 顾波大声怒吼 不过与其说是他在发火 更不如说他在羞愧 他在恼羞成目 尽管他嘴上不承认 实际上正如顾慈所说 他比谁都清楚 为了父母什么的都只是借口 实际上他就是怕 吴子义那残暴的性格 让他不敢反抗 顾慈无奈地摇了摇头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你现在有了心魔 如果心魔不解除 哪怕等吴子义离开 你依旧是吴子义的奴隶 因为你的心是不自由的 顾波听后握紧了拳头 经过一番思想挣扎 他低下了头 我 我 他终究还是没有勇气 终究还是在犹豫 此刻他多希望自己有顾慈那本事 要是他有顾慈那本事的话 他就不用怕吴子义了 可他不知道是 哪怕顾慈没有现在那么强的实力 也不会怕吴子义的 真正的强大是强者本事 只有自身强大者 才是永远的强者 一旁的王宇见顾波 有些被顾慈说动心了 他下得赶紧把顾波拽到身后 并朝顾慈呵斥道 顾慈 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顾波 别听顾慈胡说八道 他只是想利用你 王宇现在说的话 他自己都不信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用挑拨吗 已经坏到了 不能再坏了好不 但是没办法 眼下必须要让顾波 跟他们站在一起 要不然没有顾波的话 就凭他跟吴子义两个进展 也就只能等死了 而吴子义则是毫不在乎 他笑眯眯的将手 搭在了顾波的肩上 顾慈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他就是我让的一只狗 你想让他咬我这个主人 你做梦去吧 顾慈没搭理吴子义 而是将注意力 放在了魔怪身上 就刚刚那么一回功夫 又被干掉了四肢 吴子义见顾慈不搭理自己 也不生气 他嘴角勾勒起坏笑 说到顾慈 我有个办法 能同时解决掉所有boss 你想不想听 顾慈连头都懒得抬 因为他清楚 吴子义绝对说不出什么人话 而且他也没时间 听吴子义瞎胡扯 那些boss们 可不给他闲聊的时间 吴子义见顾慈 依旧不搭理自己 他是又气又尴尬 他气得脸上的青筋都立了起来 牙咬着嘎吱嘎吱响 眼见得他就要发火 但他还是压住了火气 耐着性子再次问到位 顾慈 你真不想知道 你难道就不想脱困了吗 顾慈不耐烦到 你想说什么赶紧说 他觉得 吴子义今天更有那个大病似的 尽管之前吴子义这小子的表现 也不像正常人 吴子义一听 脸上立刻勾勒起了宁笑 其实很简单 只要这样 你跟boss就全完了 砰的一声 吴子义师斩出了技能的崩 他一拳砸向了地面 直接将地面砸出了一道裂痕 紧接着 顾慈跟几个boss所在的那块巨岩 便因承受不住重压 直接裂开 而在巨岩裂开的前一刻 顾慈其实已经反应了过来 他第一时间跳到了裂痕对面 然而还未等顾慈站稳脚跟 吴子义一脚将顾慈踢了下去 至于那几个boss 硬是一个没反应过来 全都掉了下去 这可让吴子义三人捡到了 在失去boss之后 那些刚刚还前扑后继的魔怪 瞬间失去了斗志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逃离了战场 吴子义哈哈大笑 顾慈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 这是吴子义第一次杀人 但他毫无愧疚感 甚至觉得这种感觉很爽 顾慈不是牛逼吗 再牛逼个给他看看 牛逼有什么用 人只有一条命 现在世上已经没有顾慈这个人了 今后没有人再敢 跟他吴子义做对了 一旁的王宇跟顾波看得都傻眼了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吓得一哆嗦 他们自认为已经很了解吴子义了 但没想到吴子义还是给了他们惊喜 是 他们知道吴子义不是什么好东西 知道吴子义不拿人当人看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吴子义竟然杀了人 要知道吴子义跟他们年纪差不多 都是学生 在这个年纪 应该是人最纯真的年纪了 然而吴子义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已经杀了人 这可把他们吓坏了 二人吓得大气不敢出 生怕吴子义将他们杀人灭口 而吴子义带到笑够了之后 才想起来后面还有两个人 他猛地一回头 王宇跟顾波吓得双腿一软 跪在了地上 为了活命 王宇跟调狗似的 一点点爬向了吴子义 为了讨好吴子义 王宇满脸都是谄媚的笑容 他伸出舌头给吴子义舔皮鞋 哎哟 吴少你看你的鞋子都脏了 这怎么行 我必须得给吴少舔干净 尽管他平时也恶心 但今天做这事 他自己都觉得恶心反胃 但没办法 他想要活命 只能出此下策 他要让吴子义看见 他就是吴子义忠诚的狗 为了吴子义愿意做任何事 吴子义被王宇舔得直恶心 他冷着脸 一脚将王宇踹飞了出去 滚 你恶心不恶心 本少说要杀你嘛 他本来就没打算杀王宇 在他眼里 王宇是那种很忠诚的小弟 不会背叛他 当然 他会这么想 只能说他实在是太年轻 像王宇这种小人 可不知道忠诚是什么 王宇一听吴子义没想杀他 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他也顾不得吴子义 刚刚那一脚把他 踢得头皮血流 光光地指给吴子义磕头 多谢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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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王宇来说 尊严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尊严 那玩意连换口饭吃不能 更何况是他的命呢 吴子义白了一眼拼命磕头的王宇 之后看向了一旁 摊在地上傻呵呵地看着自己的顾波 他一时之间陷入了犹豫 杀不杀呢 顾波留下来对他有用 而且顾波父母在传奇工会的地位很高 杀了的话不太好 但不杀他又不安心 第0086章 这条死狗命还挺大 吴子义又不傻 他能看得出来 顾波已经开始动摇了 一个意志不坚定的小弟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 那这个小弟和定时炸弹 又有什么区别呢 纵使杀了这个小弟 将来有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但那也是长痛不如短痛不是吗 想到这里 吴子义准备动手 一拳要打下去 而就在这时顾波猛地 给吴子义跪下 光光光地磕头 对不起吴少 对不起吴少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吴子义一听收起了手 他猛逼地看着顾波 你倒是说看看 你哪里错了 此刻即便是吴子义这位歪理一大堆 擅长给别人没错找错的诡辩大师 也是猛了 他要杀顾波 顾波却说自己错了 有意思 他倒要看看 顾波会说些什么 为了讨好吴子义 留下一条命 顾波一边磕头 一边啪啪地扇 自己嘴巴子 对不起 对不起吴少 都是我太笨 我不应该看见的 我给吴少添麻烦了 吴子义听完 哈哈大笑好狗 顾波 你果然是条好狗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么极品的孬肿 顾波听后脸不由地发烫 但他还是 抢挤出了一丝笑容 吴少爷说得对 我就是一条好狗 我是吴少爷最忠诚的好狗 和王宇的想法一样 为了活命 顾波也不要脸了 尊严很重要 但活着更重要 如果命没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命在的话 还有可能会有转机 再说自打跟了吴子义之后 他还有尊严吗 他早就成了吴子义身旁的一条狗 还是一条不受宠的狗 吴子义蹲下身子 拍了拍顾波的脑袋 笑得那叫一个邪恶 好狗 好狗 不过还不够好 你要证明 你对我绝对忠诚这些还不够 吴少请说 只要是吴少的命令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吴子义站了起来 点了点头 行 其实我不想给你机会的 但你刚才表现不错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多谢吴少给我机会 吴少请说 无论是什么事 我都会去做的 别看顾波答应的痛快 实际上顾波怕得要死 天知道吴子义会让他做什么 像吴子义这种人叫他 做什么都不奇怪 真怕吴子义来一句 叫他去死 以证明对他的忠诚 很简单 两件事 刚才王宇为了证明对我的忠诚 连我的皮鞋都肯舔 你肯舔吗 说完吴子义 将自己的皮鞋伸了出去 叫别人舔自己的皮鞋 这种行为 哪怕是他都觉得恶心 不过他真的很好奇 顾波会不会舔 同时 这也是对顾波的服从性测试 看看顾波为了活命 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当然 顾波毫不犹豫地 抓住吴子义的皮鞋 舔了起来 他甚至觉得幸运 吴子义的第一个要求 还算简单 至少吴子义没提出什么 他根本做不到的事 为了活命 他做得比王宇 还要绝 他连鞋底都舔了 这可把吴子义恶心坏了 你可真他妈的恶心 吴子义一脚踹开了顾波 之后嫌弃地用王宇的衣服 擦了擦自己的皮鞋 行了 第一件事你做到了 接下来是第二件事 这件事就有点难度了 我们当中多了一个人 你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想让别人不告密 那最简单的方法是 自己也有对方的把柄 这样 双方就形成了制衡 到时候就不用担心 对方背叛自己 一旁的王宇不傻 自然听得出吴子义的意思 他吓得说话 都支支吾吾的吴 吴 吴绍 支 之前不是 不是说放过 放过我吗 他那颗刚放下的心 就这么又悬上了 做梦都没想到 会有这么一天 吴子义会叫顾波杀了他 吴子义白了王宇一眼 不耐烦到王宇 机会都是一样的 我说过吧 我们这里多了一个人 我可没说是谁 不想成为多的那个人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对于吴子义来说 王宇是条好狗 但也仅仅是条好狗 他吴子义是什么样的人 他可是那种连人都不在乎的类型 又怎么会在乎一条狗呢 狗什么的 他要多少有多少 根本不用担心 以后会缺狗 相反 这种狗咬狗的好戏 可就不多见了 他挺好奇 王宇跟顾波 究竟谁会先动手 王宇一听更慌了 他连连后退 直白手 不不不 杀人我不敢啊 吴手 这样 要不我替你 按着顾波 怎么样 他是不是东西 是为了活命不要尊严 但这不代表他敢杀人啊 然而王宇不敢 不代表顾波看不敢 顾波一开始听吴子义 叫他杀了王宇 还有些不敢 但一听王宇说那话 就没有什么不敢的了 他直接一个巨龙火球 打了出去 那王宇想躲 却被一具受人的尸体所绊保 等他想站起来 躲这一击已经完了 直接被顾波的巨龙火球 烧成了黑炭 哈哈 顾波 你个杀人犯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王宇全身 被火焰覆盖 他痛到在地上直打滚 那杀猪般的惨叫 听着顾波心都在滴血 顾波颤颤巍巍的 看着自己的手 他的双手都在发抖 他清楚 自己的双手 已经沾上了 那看不见的肮脏血液 我 我杀人了 顾波摊在了地上 他的脑袋一片空白 还没断气的王宇 还在那里哀嚎 说真的 他动手的时候 没什么压力 只想着王宇这种人 罪该万死 但真下了杀手 他立刻 便被负罪敢所压垮 感觉自己的精神 都开始不正常起来 半天不断气 吴紫义上前给王宇补了一脚 结果还没断气 吴紫义气的又补上了一脚 哎呦喂 还挺难断气 你个死狗命还挺大 王宇抓住了吴紫义的脚踝 恶狠狠地瞪着吴紫义 他怒吼道吴紫义 我为你 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的吗 他想想都为自己委屈 为了讨好吴紫义 他跟个狗似的 甚至连尊严跟道德都舍去了 可最后呢 吴紫义竟然要他的命 第0087张古波 吴紫义一脚将王宇踹开 甚至还朝王宇吐了口兔目 我呸 做狗的 还敢顶撞主人 我看杀你一点都不圆 在王宇的生命最后一刻 他仰天长笑 如风了一般 发出撕心裂肺的笑声 吴紫义 我早就想说了 你就是个垃圾 你以为你 算个什么东西 要不是靠天赋跟家事 你还不如老子呢 不过是个 靠家里的富二代罢了 你以为真的有人瞧得起你吗 所有人都把你当成垃圾 只有你不自知 你他妈的真敢说 吴紫义一脚踹在了王宇的脑袋上 直接一脚 将王宇的脑浆踹爆 一旁的顾波健壮 赶紧将自己的衣服撕开 替吴紫义擦了擦身上的污渍 吴紫义满意地点了点头 称赞道 这不是挺懂事的吗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从今天开始 王宇的位置就由你来做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顾波装出一脸感激的样子 说道 多谢吴紫 从今天开始 我愿为吴紫乎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以感激吴紫义对我的提拔 吴紫义满不在乎地扣了扣耳朵 真的假的 我怎么记得王宇那个那条死狗 好像之前也说过这句话 不过临死前 不还是要想咬我这个主人吗 你不会跟他一样吧 顾波朝王宇的尸体 吐了口吐沫 之后说道吴紫 少拿那种人跟我比 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吴紫义对我的恩情 如同再生父母 我又怎么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呢 吴紫义白了顾波一眼 厌恶倒横了 真TMD能舔 听得我都恶心了 你当我不知道你说这些光勉堂皇的话 只是为了活命吗 吴少 我 顾波心咯噔一声 难不成吴紫义还是要杀他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也太不值了 为了能活下去 都已经做到这个分上 到最后还是死了一条吗 不过嘛 你今天表现不错 记住今天的事情 也有你的一分忧 可不能说出去 我先走了 你把尸体清理一下 记得烧得再面目全非一些 别让人认出来 之后就把王宇的事情 给我弄悬崖下 吴紫义拍了拍顾波的肩膀 之后扬长而去 他倒不是对顾波有多信任 只不过是料定顾波 不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 毕竟顾波也杀了人说出去 他们两个谁都好有好果子吃的 是 带到吴紫义走后 顾波摊在了地上 卸下伪装之后 他全身都软了下去 控制不住地开始发抖 他伸出的他那还在颤抖的双手 眼泪都差点要流出来 他只不过是在强装镇静罢了 因此等吴紫义一走 再也受不了的他便陷了原刑 一想到刚刚自己竟然杀了人 他一股强烈的恶心赶袭来 直接吐了出来 无意中他瞄见了王宇的尸体 那王宇正睁着大大的眼睛瞪着 这可把他吓得够呛 直接跳了起来 之后摔倒在地 他亮腔地站起了身 看着王宇的尸体 连连后退惊恐不已 不 不是我杀的 不 你不能算我杀的 你知道的 最后一击是吴紫义给的 再说这件事也不能怪我吧 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 我们两个人都活不了 这样做 至少我们还能活一个 他拼命地摇了摇头 对着王宇的尸体疯狂解释 尽管他知道 王宇早就死了 根本就听不见 但心理作用下产生的恐惧 令他精神已经瀕临崩溃 对 你的死不能怪我 都怪吴紫义 都怪吴紫义 都是他的错 哈哈 都是他的错 顾波发出了疯子般的笑声 终于 在这一系列折磨之下 他的性格完全发生了变化 他握紧了拳头 按下决心 早晚有一天 要弄死吴紫义 只有这样 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夺回失去的尊严 另一边 洛青雪见魔怪已经退去 赶紧小跑去寻找顾瓷 之前因为梅兰的原因 他被留在了城堡 这让他很焦急 这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只能甘坐着的感受 他这辈子 都不想再体验第二次 见洛青雪一个人出去了 王浩赶紧跟了上去 喂 死丫头 你一个人却很危险 喂 慢点跑 我跟你说话呢 现在这个情况 让一个梅兰的法师 到处乱跑是很危险的 尽管那些魔怪 已经开始溃败 但谁也说不准 他们会不会突然掉过来 袭击洛青雪 然而洛青雪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不知道是不是观战时间太久 所产生的心理作用 洛青雪的心 在刚刚一段时间 砰砰跳得厉害 总有一种很强的不好预感 这是他很难保持平日里的冷静 因此 这才会像个眉头苍蝇似的 到处寻找的顾瓷 然而就好像老天爷 要验证他的猜想似的 他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顾瓷 倒是找到了 坐在尸体堆上休息的 陆又明 跟王浩的那两位队友 见陆又明三人旁 并没有顾瓷 洛青雪心跳得更厉害了 他觉得脑袋嗡嗡的 整个人差点没晕过去 陆又明 你顾瓷呢 天知道他说出这话 花了多大的勇气 他真怕 陆又明跟他说什么顾瓷 遭遇不幸了 所幸陆又明并没有这么说 陆又明摇了摇头顾瓷吗 不知道啊 我们早就冲散了 陆又明四人之前 就已经被魔怪大军们给冲散了 在魔怪退去之后 陆又明三个人聚到了一起 但并没有看见顾瓷 不过陆又明也并没有多想 他觉得 就凭顾瓷的实力 不会有问题的 这才坐下来休息 而不是跟洛青雪一样 疯了似的找顾瓷 洛青雪一听 开始疯狂地环顾四周 他着急地直跺脚 真是的 顾瓷 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你可不要出事啊 要不然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身后追来的王浩安慰倒行了 小丫头你不要乱想 你这心态可不行啊 你再乱想 那小子没事都让你周有事了 不是 不是我乱想 这人就这么没了 我能不乱想吗 第0088章 顾瓷究竟在哪 陆又明劝道害 什么叫这人就这么没了 这里这么大 洛同学 你不要在那里胡思乱想好不好 你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这时王虎成带人走了过来 这边的情况吸引了他的注意 洛青雪剑 王虎成过来了 赶紧询问到王江 你看没看见顾瓷 我找不到他了 我 我怕他出事 王虎成回头看向了身后那些军人 我没看见 你们看见顾瓷了吗 就是之前跟吴紫义决斗的那孩子 没有 没看见 没有 这个还真没有 我看见了 不过现在 之前我之前看见那孩子 被四个boss围住了 恐怕 看见过顾瓷的那名军人低下的头 不敢往下说 生怕洛青雪接受不了 然后不用那名军人说完 洛青雪就已经接受不了 他瘫在了地上 双目都失去了神色 怎么会 难不成真的出事了 他的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对于他来说 顾瓷要是出事了 比他自己出事都难以接受 那名军人见洛青雪 接受不了 急得直挠头 他拼命解释到这个 我只是看见他被群攻罢了 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又不知道 说不定那孩子已经脱险了 他说的是事实 他只是在乱战之中 偶尔苗见过顾瓷罢了 在之后便被那些魔怪 冲到了别处去 至于之后发生那些事情 他是一概不知 陆又铭拍了拍洛青雪的肩膀 安慰倒横了 别瞎想了 顾哥那么强 怎么会出事呢 你看这些魔怪 不都散去了吗 这说明什么 说明顾哥 把那些boss都打倒了 洛青雪长撑着精神站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顾瓷那么强 绝对不会出事的 肯定是我多虑了 他这句话 尤其说是说给别人听的 倒不如 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他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 一切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罢了 以顾白的实力 绝对不会有事的 哈 你说什么 那四个boss 是顾瓷干掉的 放你娘的狗屁 那四个boss 是老子干掉的 就顾瓷那个垃圾 他有这个本事吗 吴紫义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一把推开了挡在面前的陆又铭 滚滚滚 好狗别挡到 没看见英雄回归吗 陆又铭被推得连连后退 他怒道 吴紫义 你发什么疯 就凭你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吴紫义白了陆又铭一眼 喂 怎么跟你的救命恩人说话呢 要不是有我 你们全都活不成 难怪是跟顾瓷混的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个白眼狼 王虎城怒喝到吴紫义 我看你是不长记性 我之前给你的机会都白给了吗 你怎么还是这个德行 吴紫义耸了耸肩 贪了贪手 得意地笑道王将 我刚刚可是连杀了四个boss 这么大的功 我稍微傲点怎么了 你杀了四个boss 击杀后获得的道具给我看一眼 击杀boss这种大功 可不是光凭一张嘴就行 要想证明自己击杀boss 就得拿出只有击杀boss 才能获得的道具才行 要不然光凭一张嘴 大家都这么说的话 那肯定会有人冒领功劳的 我 我把boss都打下悬崖去了 所以并没有获得道具 在那悬崖那么高 肯定摔死了 那抱歉 这不能作为 你将功赎罪的功劳 吴紫义一听极了 怒到王虎城 你耍我是不是 你根本就没想 恢复我的考试成绩是不是 我可没耍你 你只要能拿得出证据 我就算你头等功 但你连证据都拿不出来 你叫我怎么相信你 王虎城说完 袖子一甩 带着人走了 他是懒得 在搭理吴紫义 陆又鸣阴阳怪气 讥讽吴紫义道 哎呦呦 你吴大少爷 可真是了不得 你说有就是有啊 吴紫义猛地一扭头 恶狠狠地瞪向了陆又鸣 本少可没说谎 本少真的解决了四个boss 怎么你觉得 本少的实力不应该吗 他差点没忍住告诉陆又鸣 他不仅仅解决了四个boss 还顺带 将顾词也解决掉了 陆又鸣笑道 我们先不提你有没有那个实力 就你这个故事 就很离谱啊 编你也要编得像样点吧 怎么四个boss都掉悬崖下了 我去你大爷的 我叫你笑 吴紫义可不是什么讲理的人 他嘴没陆又鸣那么厉害 但不代表他拳头比不上陆又鸣 气急败坏的他 直接一拳打在了陆又鸣的脸上 直接将陆又鸣打飞了出去 陆又鸣 你没事吧 洛青雪赶紧将陆又鸣扶了起来 陆又鸣捂着肚子 嘴角一甜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陆又鸣气的眼珠子瞪着溜圆 连嘴角的鲜血都没擦 指着吴紫义怒到你等着 等我姑哥回来的 绝对要你好看 吴紫义哈哈大笑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还敢威胁我 你不过是顾慈养的一条狗吧 他刚说完 只觉得脸上一热 还未等反应过来发生什么 砰的一声 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是王浩的拳头到了 也就只有 他跟王虎城 能在近战中打的吴紫义 一点反应 机会都没有 走完人之后 王浩打了打手 之后朝着吴紫义的方向 吐了口吐沫 我呸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要不然也不会碰见 这么大个的垃圾 我说吴紫义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 吴紫义 没事吧 顾波将吴紫义扶了起来 然而吴紫义并没有领情 反而是一把将顾波推到了一旁 吴紫义指着王浩 怒到你以为你 算是什么东西 王虎城站在我头上拉屎就算了 你有站在我头上拉屎的权利吗 你谁啊 王浩黑黑直笑是 我好像确实没有那个权利管你 吴紫义不懈地冷哼了一声 没有权利管我 就一边呆着去 多管什么闲事啊 也不撒泡尿罩罩你自己 算个什么东西啊 第0089张他已经死了 王浩听后也不生气 只是脸色一沉 将拳头按他嘎吱嘎吱响 是 我没有那个权利管你 但我这个人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我现在要揍你 恐怕也没人管得到吧 吴紫义一听 脸刷了一下白了 吓得连连后退 我 我 我还是个学生 你跟我动手 那不是一小七大吗 他是傲慢自大 但他又不是傻 就凭王浩刚才那一拳他可以断定 王浩要是揍他的话 他别说毫无招架之力了 甚至是能看见王浩的技能都不错了 王浩恶狠狠地瞪了吴紫义一眼 不想让我一小七大 就给我闭嘴 要不然你那臭嘴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 知 知道了 吴紫义说完又小声嘟囔到 什么人呢 不就是拳头硬一些 拿拳头说话算什么本事 这句话要是别人说出口 那还算是没什么毛病 但既然是他说出了口的 也只能说在不要脸的这方面 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也不知道 究竟是谁最喜欢拿拳头说话 而且刚刚就在用拳头说话 骆轻雪扶起了陆又铭 瞪了一眼吴紫义之后 准备要走 见骆轻雪跟陆又铭就这么要走了 吴紫义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本来是来嘲讽这两个人的 没想到嘲讽不成 反而自己吃了扁 这他哪里能干呢 于是乎他喊住了骆轻雪 慢着 你不是想知道 顾辞跑哪去了 我知道 骆轻雪一听 身体猛的一叹 脚步一停 猛的回了头 在哪 快说 吴紫义扣了扣耳朵 幻笑到我说 现在是你求我办事 你不应该有点求人办事的态度吗 怎么跟我说话呢 至少你应该求求我了 要不然这样吧 你给我跪下 只要你给我跪下 我就告诉你 顾辞在哪里 陆又铭怒到骆轻雪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想让你出丑罢了 咱们走别离他 王浩则是将粗壮有力的肩膀 搭在吴紫义的身上 冷着脸沉声道 小鬼 你不想死的话就赶紧说 吴紫义被吓得一哆嗦 但为了面子 他还是强装正经 你 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不会说 别以为你长得壮 我就会怕你 这样 骆轻雪 你叫这个大块头给我走 只要他离我远远的 我就告诉你 王浩一听 脸上的青筋都立了起来 哈 到这个时候 你还敢讲价还价 我看你是活腻了是吧 王浩一把勒住了 吴紫义的脖子 那用力撑住 都能听见响声 疼得吴紫义 整张脸都发紫 吴紫义为了能呼吸 死死地拽住了 王浩的胳膊 狠狠地扣了下去 但对于王浩 那如铁壁一般的胳膊 这点伤害 跟没有没什么区别 顾波 你个废物 还不赶紧来救我 都到了这个时候 吴紫义对顾波的态度 依旧恶劣无比 可能对顾波的谩骂和羞辱 都已经刻在他的潜意识里了吧 而对于顾波来说 恐怕现在没有谁 比他更希望吴紫义 就这么被掐死 所以 在他内心的深处 他是不想救吴紫义的 但他不傻 知道王浩不可能 真的掐死吴紫义 因此 在听到吴紫义的呼救声之后 哪怕他再不情愿 他也要冲上去解救吴紫义 放手 快放手 顾波冲上去 倒也没做什么实际的 只是帮吴紫义 试图掰开王浩的手 这无非是徒劳的 王浩那臂力 就连吴紫义这种进展都掰不开 更何况他一个远程 当然 顾波不在乎 掰不开才好呢 掰不开我 指定就多疼一会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王浩毫不顾忌地 将顾波推到了一旁 其实按照他的身份 现在的行为 无疑是相当过激的 按正常来说 以他这个身份 怎么可以对这些学生动手 口头教育一下就行了 实在不行的话 就像王虎城那样 取消成绩什么的 这种直接动手的行为 很有可能会被投诉的 这一点他也知道的 但他性格就是这样 他那性格鲁莽得很 而同时又看不惯有人被欺负 小鬼 还指望有人救你 你说不说 你要是不说的话 信不信我决定掐死你 吴紫义脾气也是上来了 他大吼道我就是不说 我可是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你掐死我试试 他永远都是这样 遇事先报自己少会长的身份 就跟那些富二代运事 就报自己老爸或者家族的名字差不多 不得不说 这行为很傻逼 但话还得说回来 为什么他会经常用这种十分傻逼的行为 那自然是因为这办法好用 嗯 在以前只要他报上身份 没有人不给他面子的 不过在最近 他这名号 好像不怎么好使了 见吴紫义不肯妥协 这一下可不王浩给整为难了 就王浩这种性格 倒不是怕传奇工会 别说什么少会长了 就算是传奇工会的会长 他也敢不给面子 难办的倒不是这一点难办的事事 总不能真把吴紫义掐死吧 他可不是那种滥杀无辜之人 经过吴紫义 也不算是什么无辜 可要是就这么放过吴紫义 那他还是要面子的 就这么放过吴紫义 他岂不是很没面子吗 正当他犹豫 要不要放过吴紫义的时候 洛青雪叹了口气 多谢王队长 王队长 你先回去吧 可是这小子 我怕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没事的王队长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今天就便宜的小子了 他要是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就告诉我 我保证做这小子找不到牙 王浩放开了吴紫义 长舒了一口气 有的台阶下的他 不由得轻松了很多 我走了 你小子给我老实点 王浩临走 还时不时地回头 用手指吴紫义 吴紫义在王浩走之前 也一直没敢开口 等王浩走远了 早就等得不耐烦的洛青雪 赶紧问道 现在可以说了吧 顾磁究竟在哪里 这个嘛 顾磁 他已经死了 你再也见不到了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换个男人吧 第0090章还活着 洛青雪脑袋嗡嗡的 他咬紧了嘴唇 眼珠子瞪着吴紫义 我就不应该问你的 就知道 你说不出人话 尽管 他不会傻到吴紫义 说什么就信什么 但即便如此 他的嘴唇也咬出了血 多多少少 心里还是会有些动摇的 尽管吴紫义并不可信 但顾磁都消失这么长时间了 他要是不会瞎想才奇怪呢 吴紫义耸了耸肩 贪了贪手 坏笑道你爱信不信 不信拉倒 我骗你 对我有什么好处 洛青雪冷哼一声 你说呢 你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清楚吧 陆又鸣附和道就是 洛同学 咱们走 不要听他在这里胡说八道 他的话要是能信的话 猪都能上天 洛青雪跟陆又鸣说完 二人就要走 见洛青雪跟陆又鸣没什么反应 吴紫义很是不爽 他大吼到尾 你们知道 顾磁的死态有多丑陋吗 他为了活命 不惜跪在我身旁 舔我的鞋子 也想让我救他 他都想告诉二人 顾磁是被他害死的 但他不能说 毕竟他还是有脑子的 救王虎城那性格 要是知道他杀了人 肯定不会管他 是不是什么 传奇工会的少会长 一定会将他军阀处置 不过编个故事侮辱顾磁 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反正顾磁已经死了 早就死无罪证 还不是他怎么说什么 落轻血气的撕心裂肺的吼道 顾磁他 绝对不会给你这种人下跪的 吴紫义在此耸了耸肩 随便你怎么说好了 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 顾磁他不仅仅是给我舔了皮鞋 他连鞋底都舔了呢 就是为了让我救他 哎呀 其实我也不是想见死不救 只不过当时那个情况 我对付四只boss 已经很困难了 哪有空管他 要不然的话 说什么我都会救他一命的 毕竟他懦弱的样子 我还没看够呢 他的笑容越发猙磷 变成一个懦弱无能之人 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但那又如何 真相永远都是胜利者说的算 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张嘴 而那些失败的 又哪里有机会替自己辩护呢 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的 成王败寇 只有成功的一方才有话语权 此刻顾波听的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他脸上的青筋都立了起来 吴紫义编出来的这些话 不仅仅是对顾磁的侮辱 也是对他的侮辱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想现在就弄死吴紫义 但本就忍耐力超凡的他 经过性经过之前那些烂食的历练 其忍耐力早已达到 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因此他不会现在就动手的 他需要等待机会 等待一个万全的机会 如果再遇到像之前那种 吴紫义要靠他 才能苟活的机会 他一定不会像之前 懦弱的自己那般浪费掉 到那时 他一定要好好羞辱吴紫义 等他羞辱够了 再毫不讲信用地 将吴紫义杀掉 而为了那天的到来 他一定要好好地忍耐 无论吴紫义做出什么 丧心病狂的事 他都要忍耐 骆清雪你 你胡说八道 吴紫义哈哈大笑 我胡说八道 你确定你要决斗 胡说八道的话 你去找顾瓷对质去啊 啊 对了 顾瓷已经死了 你想找人也找不到了 否则你说 他死了老惨了 他被那些 丧尸犬活活给分尸了 则 真可怜啊 他现在的一级了 虽然不能把真正的情况 告诉骆清雪 难免有些不爽 但就凭骆清雪已经惊慌失措的表情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想必在接下来到日子里 他的话对于骆清雪来说 就像一块巨石 压在心底时不时就会响起 并怀疑其真假 意识到自己失态的骆清雪 强行压制住了心中的愤怒 在瞪了吴紫义之后 他飘然转身 陆又鸣 我们走 别听这家伙胡说八道 顾瓷就这么死了什么的 他在见到顾瓷尸体之前 绝对不会相信 顾瓷可是他看上的男人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挂掉 不 他不相信 肯定是吴紫义在那里胡说八道 另一边掉下悬崖的顾瓷 确实没有挂掉 他之所以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 还没死掉 倒不是像武侠小说当中 被什么长在悬崖上的 树勾住就下一命 而是他在关键时刻 指挥巨魔战士 将叠在一起替他缓冲 这种方法看似胡来 但确实是有效果的 加上他血量够厚 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然而等他从尸体里爬起来之后 一声兴奋的吼叫 令他毛骨悚然 喂喂喂 你这家伙竟然还活着吗 顾瓷的脸上勾勒着惨笑 做梦都没想到 这么快就碰见老熟人了 是兽人酋长 这家伙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竟然还能活着 简直是个奇迹 喂喂喂 我说 我们现在都是残血 这谷底的情况还不清楚 要不然改日再打 你看如何 顾瓷向后退了几步 眼睛死死地盯着兽人酋长 他也不知道 兽人能不能听懂人话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觉得 这玩意 应该是听不懂 而且就算能听懂 以兽人酋长 这种boss的性格 肯定会不死不休 今日一场恶战 必将是难免 都怪吴紫义 那个混蛋 说真的 当时吴紫义 想连他一同杀掉 这一点 他还真就没想到 等回去 他一定要让吴紫义 付出代价 也不知道兽人酋长 是不是听懂了顾瓷的话 他发出了愤怒的怪叫 之后说着 顾瓷听不懂的语言 之后一拳砸了下去 顾瓷仓皇躲过这一拳 之后又后退了几步 尽管对于 近战的兽人酋长来说 这一点距离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现在兽人酋长 听不听得懂 已经不重要了 反正兽人酋长 已经决定开战了 眼下的情况 对于顾瓷来说 是相当危险 血量上 双方倒是差不多公平的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双方应该都是残血 但要命的是 顾瓷已经没有 巨魔战士了 也就是说 他要自己跟兽人酋长 硬扛 第009 妖章奇怪的道具 这就很头大了 眼下的情况 简直是死局 他可不是什么 擅长近战的职业 不靠巨魔战士 怎么单刷近战boss 难道今天就要 死在这里吗 要真是那样 真是不甘心啊 都不是因为英年早逝 而是因为 实在是不该败在 兽人酋长手上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兽人酋长 这个等级的boss 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没想到今天 竟然要死在 不如自己的对手上 真的是很不甘心 就算是要死 那也要死得 比自己强的对手上 想到这他不甘心地 叹了口气 其实他都明白的 这种事情他没得选 而兽人酋长 似乎也看得出 顾瓷已经前驴即穷 不由得得意的哈哈大笑 他也不急着杀顾瓷 而是在那里说个没完 至于说了一些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兽人语 别的生物又听不懂 不过从他那个表情来看 那是相当的得意 顾瓷看着兽人酋长 那种臭脸 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兽人酋长好受 正当他这样想的 突然之间天降正义啊 不对 应该说天降尸体 王宇的尸体掉了下来 刚好砸死了兽人酋长 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那威力是相当大 兽人酋长被砸得脑浆崩裂 鲜血跟脑浆见了顾瓷一身 就这样 王宇在死后 成功击杀了BOSS 兽人酋长最后竟然死在 狗腿子王宇的手上 这一点 估计谁当初都没有想到 不得不说 兽人酋长死的是 真叫一个憋屈 不过谁叫他不懂 反派死于化多这个道理呢 在那里说个没完 他死的是一点都不远 如果他少说几句 就不会那么倒霉了 而活下来的顾瓷 算是减了大便宜 虽然说 经验被死去的王宇拿走了 但兽人领主爆出的道具 可都是他的 而王宇身上的道具 因为吴子怡跟顾波 不想让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 所以都没拿 那也就是说 王宇身上的道具 他想拿的话也可以拿 王宇的道具先放在一边 还是先看一眼 兽人酋长都爆出了什么好东西 首先兽人酋长爆出了一件金色武器 血迹战斧 这把看起来鲜血淋漓 秀迹斑斑的大斧头 跟顾瓷的相性倒是蛮好的 这这把斧头的技能 是牺牲一千点血量 增长一百攻击力 使用次数是无限制的 可惜的是 相信是完美匹配的 但职业是完全对不上 这是个近代职业的武器 顾瓷压根用不了 这让顾瓷有一种钱 明明就在银行 但因为不是自己的 所以不能取得新养感 没办法 用不了就是用不了 他也没办法 只能选择放弃 不过这把斧头 倒是蛮值钱的 到时候卖掉 也能换不少钱 或者是 他也可以去职业工会 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的交换大会 去跟别人换一件 本职业可以用的武器 想到这他将那把大斧头 放进了那件当中 别说还挺沉 光是拿着 差点都没让他压死 然后就是一大堆精灵奶酒 顾瓷数了数足足 有50多瓶 刚好在之前的战斗当中 精灵奶酒都用完了 现在正好补充一批 除了精灵奶酒以外 兽人酋长还爆出了20瓶 和5瓶精灵骑士 奶酒高等精灵奶酒 高等精灵奶酒的作用 比精灵奶酒还要强 足足增加了50%的生命 以及增加50%的生命上限 数量比高等精灵奶酒 还要少的骑士精灵奶酒 对于顾瓷来说 效果就比较一般 其实精灵奶酒 和精英奶酒相同 都是恢复30%的生命 增加30%的生命上限 不同的是 他还会增加10%的攻击力 这个对于近战角色角色来说 倒是比前两者还实用 但是对于顾瓷来说 那百分增加的10%的攻击力 也就是疗胜于无霸了 则 说起来不愧是酋长啊 待遇就比普通兽人好得多 天知道这帮兽人 从哪里弄来的那么多精灵 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高级精灵 想想这些精灵的现状 都不由得觉得凄惨 当然身为酋长 身上带干粮也是不少的 兽人酋长一共爆出了 100多块卤肉干 以及50多块精灵奶酪 20块高级精灵奶酪 10块精灵骑士奶酪 精灵奶酪的作用 跟精灵奶酒不同 这东西跟精灵奶酒比起来 精灵奶酒的效果都算不上变态了 这玩意效果竟然是增加寿命 虽然说增加的寿命不多 精灵奶酪是一个小时 高级精灵奶酪则是一天 精灵骑士是一天零十二个小时 这么看来 难怪精灵的寿命那么高 也难怪兽人特别喜欢精灵 理论上如果有足够的奶酪的话 那么就可以长生不老 这么看来 饲养精灵确实好处多多 而且 人类饲养魔怪这种事也是有的 那些有钱人 可以饲养一些攻击性较弱的 低级魔怪来当宠物 这种行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普及罢了 也有些学者提出过 饲养部分魔怪当作家庭和牲口 但因为魔怪的攻击性过强 很难驯服 驯养魔怪成为家庭牲口 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想法 不过饲养人形魔怪什么的 对于顾磁来说 还是太变态了 他不知道从哪找精灵不说 就算知道他也做不出这种事 虽然说 那些精灵并不算真正的人类 但那东西比兽人长得都像人 甚至高等精灵的智商还十分的高 连人语都会说 饲养会说人话的亚人魔怪什么的 简直反人类 除了这些道具跟那件大斧头以外 兽人酋长还掉了一件很奇怪的东西 巨兽之鞭 这玩意看名字应该是武器才对 但顾磁怎么看 怎么觉得 这东西就是个棍形的道具 并不像武器 毕竟谁家棍子不可能做得这么短 用这么粗吧 那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了弄明白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 他打开巨兽之鞭的介绍 结果他看完巨兽这鞭的介绍 一开始也是一头雾水 搞不懂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鬼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根本就没说明白 第009二章大风烧 上面写的巨兽之鞭的用处 是增加那方面的持久以及攻击力 尤其是持久里可长达24小时 并且服用此物之后 效果是永久的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介绍 什么玩意持续24小时 是增加自己的体力 可以24小时不累吗 应该不是 突然 故此反映过来巨兽之鞭的作用 也反映过来所谓的巨兽之鞭 是什么东西了 靠 是那个鞭啊 难怪长得一点不像鞭子 原来和自己想的鞭 根本就不是一个鞭 真有意思 去他大爷的 怎么这种东西 也可以当道具啊 他直接将巨兽之鞭扔了出去 之后嫌弃地在石头上蹭了蹭 这种恶心的东西 别说是让他用手拿着 哪怕是装在他那件里 他都嫌脏了他的那件 于是乎 平日里连一件白色装备 都不肯扔的他 今天说什么都不肯要 这金色品质的巨兽之鞭 他不知道的是 这巨兽之鞭 因为其强大的效果 一直深受那些负伤的喜爱 为了得到一条巨兽之鞭 这些负伤 甚至一度将巨兽之鞭的价格 炒到一条五千万 毕竟那可是 可以让男人 战斗一天24小时的宝贝 对于那些早就已经心有力 而于不足的负伤 那将是多大的诱惑力 全天下再也没有 比巨兽之鞭 更好的那方面的补品 别说是五千万了 哪怕是出价一个亿 搞不好都有人会买呢 因此很多职业者 哪怕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猎杀兽人酋长 而这些职业者 冒着生命危险 都很难得到 巨兽这边 就这么被顾瓷扔掉 要是让他们知道 恐怕连杀了顾瓷的心都有了吧 检查完兽人酋长的掉落物之后 顾瓷又将目标 放在王宇身上 则 这个是王宇吧 什么情况 因为怕被人发现的缘故 顾波并没有按照 吴子义的要求 将王宇烧得面目全非 这就导致顾瓷 还是从那 已经模糊不堪的五官当中 辨认出死的人是王宇 这烧伤 难不成是顾波 因为这次来犯的魔怪 并没有会火焰技能的 那最大嫌疑人 就是吴子义三人组当中的顾波了 一想到是顾波杀的王宇 顾瓷大概已经猜出 是个什么情况了 肯定是吴子义 为了让人保守秘密 逼迫他们自相残杀 而顾波为了活命 将王宇杀掉 如果真是这样 不得不说 吴子义这个垃圾 比他想象当中还要恶性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不过王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死了就死了 与其想 王宇究竟是怎么死的 倒不如看看王宇的那戒当中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顾瓷将王宇的那戒爆了 里面的东西全都爆了出来 这不爆不知道 一爆吓一跳 王宇那戒里的食物 笔录又名还多 什么啤酒饮料 矿泉水 瓜子花生 薯片 香肠 难不成这家伙也是个吃货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 王宇的那戒当中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至于王宇身上的装备 顾瓷也都用不了 正当他感叹道 收货还是一般 至少该给他来一件像样的装备啊 正当他这样想着 王宇的眼珠子掉了出来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但他很快 他意识到 那眼踪的也是一件装备 并不是真正的眼珠 他将王宇的假眼珠捡了起来 放在手里仔细查看了一番 从外表上来看 这只是个玻璃眼珠罢了 但顾瓷知道 这东西绝对没那么简单 等看了这件装备的介绍 他才知道 这件装备有多牛逼 这件装备 叫做闲者之眼 是件橙色装备 它的技能是看透对方的技能 以及在对方的技能 发动之前 先行预判对方的动作 这东西给王宇用 简直是屈才死了 毕竟盗贼职业 各方面战斗技能都属于低下 不过盗贼底职业用好装备也正常 这个职业本身就是能力低下 但是更容易获得更好的资源 是一个比较偏激的常见职业 用的好的画盗贼职业 可以跟那些高等职业媲美 用不好的话 盗贼职业连别的常见职业都比不上 是一个十分看运气跟技巧的职业 这玩意他就收下了 想想看对方还没出手 他就已经知道 对方的下一步要放什么技能 这感觉该有多爽 不过这件装备 该怎么安在眼睛里 该不会要把眼珠子抠出来吧 要真是那样的话 他还真有点不敢下手 应该不至于吧 真不是顾慈瞧不起王宇 就王宇那胆小的性子 他不相信王宇敢把自己眼珠抠出来 那不把眼珠抠出来 究竟怎么安上呢 他放了难 正当他不知该如何安装这件装备的时候 眼前弹出了一个框 问他 要是否安装闲者之眼 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么安装的 那自然是要安装 选择安装之后 闲者之眼从固执的手中消失 想必已经安在了他的眼睛上 他打开技能面板 果然多了一个被动闲者之眼技能 妈 也算可以了 捡到一件橙色装备 和这么多的道具 这次的收获算得上很不错了 嗨 其实哪怕收获一般 那都算意外之喜 毕竟要不是王宇的尸体突然掉下来 他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那么 下一步该要怎么办呢 首先要做的是很明确 那就是跟大部队会合 不过要从悬崖上爬上去 那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又不会什么飞行技能 这么高的地方 别说是他 哪怕那些身强力壮的 近战职业都做不到 再说 万一一个意外 从哪里掉下去的话 那他的小命 就要交代这里了 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案 就是 从别的地方 找到出去的路 这就很麻烦了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眼线啊 已经没有巨魔战士了 那兽人酋长的尸体 倒是可以转换成巨魔战士 但王宇的尸体就不行了 毕竟 只有魔怪的尸体 才可以转换成巨魔战士 也就是说 他现在只有一只巨魔战士 在这深渊当中 明显是不够用的 他必须得制造更多巨魔战士 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第0093张尼 眼睛有毛病 出于谨慎考虑 故此带着巨魔战士 在谷中一步一回头 时不时的 还会环顾四周环境 尽管这谷中环境 十分简单 连根草都没有 稍微一扫 便能看清四周环境 但这不代表就是安全的 深渊世界 什么事情都能碰到 哪怕是块石头 搞不好 都有可能是魔怪 在如此环境下 哪怕是平时 他都有可能翻车 更何况 现在只剩下一只巨魔战士了呢 再说 既然兽人酋长能活下来 那另外三只Boss 究竟摔没摔死的 谁都不好说 搞不好那三只Boss 此刻正在暗处养伤 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呢 因此 顾慎的谨慎并不无道理 走着走着 他鼻子动了动 突然闻到一股香味 毫无疑问 这股香味 绝对不是大自然食材 本身自有的 这股味道 绝对是经过烹饪的 那也就是说 这谷中大概率是有人的 不过也不一定 像兽人什么的 这种亚人类型的魔怪 也会简单烹饪 搞不好等他到地方 等待他的是 一群兽人呢 但话还得说回来 如果真的是一群兽人 其实也算得 尚是一件好事 毕竟他现在需要的 就是巨魔战士 而巨魔战士 只能通过魔怪的尸体 转化而来 要是真的 遇到一群兽人 反而算他捡到了 想到这 他带着那只巨魔战士 朝香味的来源寻去 等他找到地方 这才发现 香味来源是一口铜锅 铜锅下面放着火 正在煮着什么东西 而在铜锅旁 有一处水潭 一个白花花的老头在钓鱼 身旁还放了一个蓝色塑料桶 这老头应该不是什么魔怪 目前已发现的魔怪 当中最像人的 也就是精灵 也没有像老头那么像 不过老头 应该也不是什么职业者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被卷进来的市民罢了 毕竟像老头这个年纪 应该不可能是学生 哪怕是军人的话 到了这个年纪 也早就退伍了 这么看来 指望多一个帮手事 不用指望了 指 说起来这个剧情 怎么那么像武侠小说当中 主角掉下悬崖 遇到神秘老者 之后增送秘籍的剧情呢 不过 自己应该没那么好的运气吧 毕竟那种剧情 实在是太扯了 人家凭什么平白无故 送自己秘籍呢 不过无论老头 能不能帮上忙 还是打声招呼比较好吧 老人家 我 还没等顾瓷说完 老者不耐烦地打断了顾瓷 想喝我的鱼汤 门都没有 要想喝的话 自己掉去 顾瓷那叫一个无语 谁稀罕喝呀 他自己的粮食都吃不完呢 不过老头子反应也算是正常 在这深渊当中 食物是异常珍贵的 把它当成是钱来讨食的 也算是正常 老人家 我不是来要吃的 你别误会 顾瓷这话 按理来说 什么毛病都没有 但那老头听后 不由地握紧了鱼竿 脸上的青筋都立了起来 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看不出来 我年纪和你差不多嘛 就算大也大不了几岁 这个 顾瓷都猛了 这老头自己在说什么 自己知道吗 和他差不了几岁 拜托 这老头是不是瞎啊 究竟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难不成其实不是老头 而是少白头 不不不 绝对没有这种可能 虽然顾瓷看不见老头的正脸 但光是看背面的褶子 就很严重了 这分明就是个老头啊 应该是无法接受 自己的衰老吧 就像某些三四十岁的女人 还是觉得 还觉得自己和十七八的女人 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 这位特别特别严重 顾瓷也懒得 跟一个老头一般见识 他笑呵呵地 坐到了老头旁边 老 啊 兄弟 钓鱼呢 他这声兄弟 钓得实在是别扭 但没办法 要是在管老头叫老人家的话 估计得老头那句脾气 又该上来了 哼 我干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 老头说话没好气 甚至还白了顾瓷一眼 顾瓷见这么不给面子 已经有些不悦了 但还是强压的火气 挤出了一丝笑容兄弟 那你叫什么 怎么称呼 他还想跟这老头搞好关系 毕竟看这老头实在是可怜 就这倔脾气 估计是那种晚年 也没有人陪伴才导致的吧 林峰 你呢 老头的态度缓和了一些 看来没有像刚才那么讨厌顾瓷了 林峰 顾瓷眉头紧皱 这名字听得好熟 总觉得在哪里听过 思考了片刻之后 他想起林峰这个名字 从那听见过了 林峰不就是之前大考中的那个第二吗 记得是个暗影刺客 不过和眼前这个林峰 应该不是一个人吧 不 应该说 肯定不是一个人啊 参加大考的那个林峰 只不过是个学生 眼前那个的是 可是个老头啊 见顾瓷听了自己的名字 在那里愣愣半天 林峰有些不悦 怎么 我这个名字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顾瓷赶紧摇头 没有 只是想到 这次大考当中 有个考生也叫林峰 名字还不错 排到了第二 林峰乐了 看来你还知道我了 也对 你也是这次考试的考生吧 他能看得出 顾瓷是这次考试很简单 毕竟顾瓷可是穿着校服呢 顾瓷点了点头 随后就猛了 等等 你就是那个林峰 这他喵得开什么玩笑 和自己同一批的考生当中 竟然会有这种头发 都白花花的老头 怎么 不行啊 从刚才开始 你对我的意见就很大 顾瓷摇了摇头 没有 没对你有什么意见 就是一时间 没反应过来 那么同学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这声同学叫的 比之前那个兄弟叫的 还要憋嘴 说起来 从一开始就有意见的 应该是林峰自己才对吧 从一开始 林峰就对他语气不善 林峰白了顾瓷一眼问吧 那个 同学 我能问一下你 刘吉留了多少年吗 虽然这个问题问得很不礼貌 但顾瓷真的很想知道 这得刘吉留多少年 林峰头发都白花白了 估计他们学校 那些老师 都没有他岁数大吧 第0094 黑暗失财 难怪这家伙 能排到第二 卡吉未免也卡得太狠点了 该不会是 为了拿到好名次 好能进入好学校 所以一直刘吉吧 要真是那样 还真是够握心尝胆的 刘吉 你瞧不起谁呢 我怎么可能留级呢 那你是 还真是立志啊 顾瓷都有些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好了 叫我说几遍你才懂 我都说了 我跟你的年纪差不多的 啊 对 你说过的 我忘记了 顾瓷抢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 就林峰说这种鬼话谁信啊 林峰叹了口气 我说的话你不信对吗 顾瓷赶紧摇了摇头 没有你说的话 我都信 林峰皱紧了眉头 可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相信的样子 不信就说不信 顾瓷这下忍不住了 无语道不是我说你 你头发都白了 皱纹都有了 你叫我相信 你跟我差不多的 我怎么能信呢 林峰叹了口气 本来我不是这样的 但因为吃了这里的蘑菇 跟鱼 所以才变成这样 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他从那界中取出来一个 长满了疙瘩的紫色蘑菇 递给了顾瓷 顾瓷嫌弃地接过了蘑菇 一看介绍明白过来 这种难看的蘑菇 叫做黄泉蘑菇 根据介绍 本来也是应该生长在 明河一带的蘑菇 这东西看起来完完全全就是毒蘑菇 不过 其实并不带毒属性 但是会带24小时摔老buff 这种摔老buff 故此以前别说见过 听都没听说过 其效果 是使人变得苍老 身体各项机能下降 但实际上不损失寿命 原来林峰是吃了这种蘑菇 才会变成这样 而且还是没少吃 难怪一直说跟他年纪差不多 看到这他忍不住 吐槽到长得这么难看的东西 你也能吃得下去 别说有摔老buff 就算没有任何负面buff 这东西 我也吃不下去 林峰白了顾瓷一眼 你这话说的 典型的合不食肉末 你以为我想吃吗 这里又没有别的可以吃 不是还有鱼吗 你不就在钓吗 是因为鱼不好钓吗 林峰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是鱼不好钓 而是因为 算了 我不说了 你还是自己看吧 他又从铜里取出一条 长满紫色疙瘩的怪鱼 递给顾瓷 这条鱼长得那叫一个丑啊 之前的变异巨人丧尸 跟这条鱼比起来都算俊美的了 这玩意儿 全身都是疙瘩不说 那厚厚的紫色大嘴唇子 看着人就想吐 眼珠子也是密密麻麻的 说真的 顾瓷宁愿吃蘑菇 也又不愿意吃这种怪鱼 根据介绍 这种鱼叫做明河鱼 也是一种明河的特产 和之前的蘑菇与相同 明河鱼也是带有衰老buff的 看完介绍之后 顾瓷赶紧把鱼还给了林峰 同情到我现在算是理解你 为什么脾气这么暴了 叫我吃这些东西 我脾气估计也好不了哪去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这两样东西 压根不是给人吃的吧 得了 你也不用可怜我 现在咱俩处境是一样的 谁也没比谁好哪去 这些东西你也要吃 啊对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吃蘑菇自己采去 你要吃鱼的话 自己掉去 哪怕是这些黑暗料理 林峰也不愿意跟顾瓷分享 原因很简单 这个地方 食物实在是太稀有了 救命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跟别人分享呢 顾瓷了咧嘴这些东西 你喜欢你就多吃点吧 我不跟你抢 你放心吧 哼哼 你小子是没饿到 我昨天的时候也不肯去 但最后是实在是太饿了 那不还是吃了吗 而且 你别看他们长得难看 其实味道相当的好 我昨天吃一口就爱上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昨天可是没少吃啊 林峰昨天本来打算 稍微吃一点就行了 一来是这里食物实在洗手 不宜大吃大喝 二来是这里的食物 实在是不像是人吃的 根本就没有半点食欲 但没想到吃一口就爱上了 那鱼的味道 实在是鲜美无比 他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鱼肉 甚至连汤都好喝得很 明明没有 加任何调料 卖相也相当的难看 但就是好喝 蘑菇也是 他本人其实是不爱吃蘑菇的 但这种名和特产的蘑菇 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是那种说都说不出来的滋味 不过话又说回来 当时吃是好吃的 吃完之后 可老遭罪了 这些黑暗料里吃的时候 特别鲜美美味 吃完之后 就开始犯恶心 而且还在肚子一直打转 感觉吃下去的食材 在胃里又活了似的 闹得他胃疼到直打滚 故此苦笑道 这个我倒是相信 一看你就没少吃 天知道 林峰是堆了多少摔老buff 一下子就老成这个德行 总之 这是一句话 我现在的下场 就是你今后的下场 反正这里只有这两样吃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从这里出去呢 当然想过 你当我白痴啊 这种问题 怎么可能不会不想呢 但我试过了 这鬼地方 四面八方都是悬崖 根本就没有出去的路 林峰算是倒八辈子写没了 他传送直接被传送到了这里 等他摸清的刺头情况之后 人直接傻眼了 这他瞄得连各路都没有 四面八方全都是悬崖 想要出去 除非他能长翅膀飞 不能吧 你有没有仔细找过 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倒霉吧 不信我是吧 那你自己找找看了 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顾瓷没再说什么 而是自己一个人 去将谷中的情况摸了一遍 结果还真如林峰所说 这里连一条上去的路都没有 待顾瓷回去后 林峰笑道怎么样 有没有找到出去的路啊 顾瓷耸了耸肩没有 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 是出不去了 一时半会 不 我们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除非你 或者我谁能张个翅膀飞出去 要不然的话 咱俩就要在这孤独终老了 唉 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想选个妹子 陪我孤独终老 第0095章 没鱼儿 也能钓上鱼 顾瓷白了林峰一眼 你还挑上了 有我陪你都不错了 林峰叹了口气势啊 虽然说这人说话 有时候很没礼貌 但这就咱哥俩了 也就只有你能陪陪我了 是啊 不过放心 我们一定能出去的 林峰听后 苦笑着摇了摇头 兄弟 你别怪我打击你的积极性 在这里是不可能出去的 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弃这念头 有的时候啊 希望越大 到失望的时候就越难受 顾瓷没搭理林峰 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 无论身处何等烈士 他都不会轻言放弃的 见顾瓷不搭理自己 林峰有点尴尬 为了找点话题 他问道 喂 你小子叫什么 顾瓷 顾瓷 好家伙 你不就是认识的第一名吗 林峰猛的一惊 做梦都没想到 会有这妖巧的事情 第一名跟第二名 都困在这小破地方 是啊 不过我只是运气好罢了 林峰咧了咧嘴 你是真敢说 你不知道过分的谦虚 就等于骄傲吗 就你那个成绩 跟运气没有一点关系 他和吴子一不同 他十分清楚 顾瓷跟他的差距 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就是十个他绑在一起 都未必是一个顾瓷的对手 不得不说 虽然他不怎么会说话 但是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也不算谦虚吧 大家都还年轻 以后的事情谁能知道 只不过是暂时领先罢了 林峰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还年轻 大家在这个年纪 都是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搞不好真有一天我能超过你 他这么说完 自己都有些憧憬起来 顾瓷看向了苍老的林峰 虽然说林峰的苍老 只不过是负面buff 造成的临时效果 但他怎么听林峰的话 怎么别扭 你看我干嘛 林峰注意到了顾瓷的视线 但他也没多想 仅仅是随口问一句 然而心虚的顾瓷 直接将头扭了过去 眼神都有些飘忽 没 没什么 他可没法 跟林峰说实话 毕竟那个想法多冒犯 哈 什么叫没什么 怎么觉得你有点奇怪呢 啊 没什么 对了 你那钓鱼竿用的是什么耳啊 没有鱼儿 这破地方上 哪里寻找鱼儿去 我出门太急 也没带 鱼儿 只带了个钓鱼竿 就算是蚯蚓 对于林峰来说 那也早就吃了 毕竟哪怕是蚯蚓 那也比这里的蘑菇 跟鱼 长得更像食物吧 什么 没有鱼儿 你能钓上来鱼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没听过江太公 钓鱼院者上钩吗 我说 你别跟我来这一趟 那是神话传说 没有鱼儿针 能钓上鱼吗 你不会忽悠我吧 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些鸣和鱼 哪怕没有鱼儿 也好钓得很 一两个小时 就能钓上来一条 你看 这不又要上钩了吗 凌峰说话间 已经有鱼开始咬钩了 不过这鱼的力道极大 眼睛的凌峰 就要被鱼拽进水潭 救 救命 我去 这是什么情况 凌峰吓得脸都白了 这鱼的多大 他拉都拉不动 顾瓷赶紧拽住了凌峰 同时召唤出了巨魔战士 还好顾瓷够召唤出了巨魔战士 要不然 顾瓷跟凌峰两个人 拉着都费劲 其实加上巨魔战士 二人一模怪拉的 也很费力 凌峰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忍不住抱怨道 这鱼究竟吃什么长大的 怎么这么肥啊 我钓鱼竿 今天不会要陪这里吧 陈薇不会游泳的汗鸭子 要是平时的话 他这钓鱼竿就不要了 但今天不行啊 要是这钓鱼竿丢了的话 他以后就别想吃鱼 只能吃蘑菇 本来选择就少 要是以后还钓不上鱼的话 那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于是乎他说什么 都不可能放弃钓鱼竿 加油吧 咱们往好处想 这条鱼应该不是鸣河鱼 我们可以吃新品种的鱼了 凌峰一听 眼睛里亮不有的期待了起来 虽然说鸣河鱼好吃 但那碗一吃完就坏 肚子疼也是真的疼啊 要是能钓得出来别的鱼的话 那就可以不用吃鸣河鱼了 真的吗 那实在是 卧槽 顾辞你个乌鸦嘴 你告诉我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还真如顾辞所说 这次钓下来的不是鸣河鱼 而是一条Boss 这条巨大的Boss剑 半天拉不下水 直接浮出了水面 好家伙 这家伙大的很 长得有点像草鱼 他有着两条 又粗又长的黑色胡须 张开嘴嘶吼的时候 能看见血盆大口 与一排排钢牙 顾辞见这么大的家伙 不由地感叹道 还是你牛 没放鱼儿 都能钓上来这么大的鱼 凌峰咧嘴说道喂喂喂 哪里是没放鱼儿啊 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他来说 咱们两个就是鱼儿 谈话间 两个人已经推到了安全距离 毕竟要是在水旁边闲聊 容易被这boss直接给了一口 凌峰 这是什么魔怪你知道吗 凌峰摇了摇头不知道 不过看这体型 看这出场方式 是个boss没跑了 管他boss不boss的 再怎么说这家伙的肉 肯定要比那些鸣和鱼的正常 不是吗 你要狩猎他 不太好办吧 我可先告诉你 我是汗鸭子 这家伙要是把我拖下水 那我就得宣告完蛋了 凌峰这个级别 当然是刷过boss的 但水里的boss 对于他来说还是算了 别看他会钓鱼 但这小子怎么学游泳都学不会 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还是个汗鸭子 先不说人族在水中作战 本来就困难 叫一个汗鸭子 去对付水里的boss 一旦一个不注意 被对方推下脱下水 那就宣告完蛋了 好巧啊 我也是汗鸭子 喂 你自己都是汗鸭子 你还想狩猎他 我看还是算了 我是想吃他 但是我更想要我这条小命 放心 我是远程职业 咱们可以在远程耗死他 反正他上不了岸 第009六章击杀怪鱼 顾磁刚说完 那怪鱼纵身一跃 竟然直接跳上了岸 最要命的是 这玩意底下 竟然长了八条蜘蛛腿 一上岸就朝顾磁跟凌峰狂奔 顾磁跟凌峰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两个人吓得掉头就跑 顾磁 你不是说 这玩意上不了岸吗 你给我解释一下 它究竟怎么上来的 你问我 我问谁 谁知道这玩意儿还能长腿呢 我说 现在你还是打算吃它吗 这么奇葩的东西 我才下不了口呢 现在是我们吃不吃它的问题吗 应该是它吃不吃咱们的问题 顾磁宁可饿死 也不要吃这怪鱼 这玩意儿 实在是太奇葩了 之前虽然长得也奇怪 但好歹还正常 现在一看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跑到一半 凌峰一个急刹车 停下了脚步 等等 我们为什么要跑 不就是一个boss吗 听到这顾磁也停下了脚步 对啊 有什么好跑的 搞得好像我们怕了它似的 经凌峰这么一提醒 顾磁才反应过来不对 顾磁停下了脚步 命令巨魔战士冲锋 并吩咐到凌峰 我负责远程 你负责进站没问题吧 凌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放心吧 没问题的 包在我身上 尽管不知小鱼怪的身份 但凌峰还是有把握的 他解决掉的boss也不少了 和顾磁一样 他也是个单独行侠 因此大多数boss 都是他一个人解决的 所以 别说有顾磁这个第一名在 哪怕就他一个人 他也不会害怕的 之前只不过是被这鱼怪吓了一跳 毕竟能长腿鱼怪 实在是吓人 分工完后 凌峰便冲了上去 他掏出一把糖刀 朝着鱼怪的脑门就是一刀 没想到那一块张开钢牙大嘴 死死地咬住了凌峰的糖刀 不肯松嘴 切 这身口的力气还不小呢 凌峰也没想到 鱼怪的牙咬合力这么强 速度还这么快 身为暗影刺客 他本来就不是力量型 一时之间竟无法脱身 更要命的是那鱼怪 还试图用蜘蛛爪子 将凌峰勾下去 危机关头凌峰 只能砌刀撤到顾磁身旁 小心点 这家伙可不好对付 知道 看得出来 这大家伙 还是有点本事的 其实 要是正常情况 顾磁根本不怕这鱼怪 平时顾磁身旁 一大堆巨魔战士 一拥而上的话 想必拿下这一块不成问题 毕竟按照经验来看 这鱼怪虽然长得怪异 但攻击方式应该不多 除了可能会的水系魔法以外 要命的 应该就那张嘴罢了 顾磁这样想着 连忙对着凌峰说到凌峰 试着攻击这丑八怪的嘴 没准那地方 就是这家伙的弱点 他这样说 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 不过根据经验 或许是可行的 你确定 凌峰狐疑地看着面前的鱼怪 眼看鱼怪距离他越来越近 他也没时间思考太多 管他的 试试就试试 我要是一不小心 被这玩意一口吞下去 顾磁我和你没玩 他现在只能期待顾磁 说的方法有效 不然这个距离他是躲不开的 凌峰话音落下 扭头就又抽刀 朝着银面来的鱼怪冲去 鱼怪正好是张嘴咆哮着 凌峰抓住这个机会 狠狠将手中的刀 朝着鱼怪的嘴巴刺去 鱼怪看到凌峰的动作 当即必要将嘴合上 不过他的动作 终究是慢了一拍 这也导致鱼怪的嘴巴 闭合的时候 满嘴尖牙 严严实实地将凌峰的刀咬住 凌峰剑抽刀无望 干脆一咬牙 将刀柄猛地一拧 试图搅碎鱼怪的牙齿 将刀抽出 没曾想 在凌峰的发力下 这只鱼怪满嘴的尖牙 居然齐刷刷地断了 只能说 凌峰不愧是暗影刺客 攻击力就是强 而顾磁说的也没错 鱼怪的嘴巴的确是弱点 鱼怪哀鸣一声 张开嘴做事 就要从凌峰身边抽离 顾磁见到这一幕后 双眼一亮 这只鱼怪的反应再明显不过 他的嘴巴 就是他最大的弱点 丑八怪 你还想吃了我们 做你的美吗 顾磁抱贺一声 连忙发动技能 配合着凌峰对鱼怪进行阻挠 他将自己的诅咒发动 鱼怪当即发出 更为凄厉的哀鸣声 活动速度明显下降 顾磁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配合着凌峰 发动了更为迅猛的攻击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鱼怪反抗的驾驶愈发无力 动作也愈发变得缓慢起来 毕竟哪怕是魔怪 血量越下降 身体素质就会越差 除非说是有那种血量量越低 攻击越力越强 或者防御越弱的特殊能力 要不然的话 他们也和人一样 受到血量的影响 这时候 鱼怪的双瞳 瞬间被血液充斥 他哀鸣着挣脱不断在他身上 留下伤痕的顾磁和凌峰 纵身高高跃出水面 正如鲤鱼打挺这个成语描述的那样 位于半空的鱼怪 拼命甩着尾巴 蓄力之后 重重朝着顾磁和凌峰砸来 想要将二人中创 凌峰健壮 瞳孔骤然收缩 顾磁 快闪开 这怪物要速死一搏了 然而 顾磁只是冷静地站在原地 冷漠地仰视着不断下坠的鱼怪 他的身体已经被鱼怪庞大的阴影遮住 喂 顾磁你不要命了 赶快闪开啊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将这丑八怪击杀的好机会吗 凌峰无奈福啊 你怕不是会被人家泰山压顶 活活碾成肉酱哦 他一个暗影刺客 都不敢玩这么大的 顾磁未免也太乱来了 然而 顾磁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身旁的巨魔战士 则是冲了上去 在鱼怪的躯体 距离他不到一米的时候 顾磁自认终于等到了绝佳的出手时机 他抱喝一声 往后退去 在鱼怪下落途中 脑袋和顾磁的脑袋平齐的时候 巨魔战士突然举起一块石头 并猛地用力一扔 送入鱼怪的嘴巴位置 扑斥一声 血液飞溅 顾磁并不敢放松 把能用的技能全都打了出去 将一切收入眼底的凌峰 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视野前方 鱼怪在杂中顾磁身体的千军一发之际 鱼怪的脑袋和身体竟然炸裂开来 各自错乱地落向地面 第009七张碧水珠 沉重的尸体 震得大地都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庞大的躯体 更是喷涌出巨量的血液 天空下起了一场血雨 而有惊无险 没被鱼怪尸体砸中的顾磁 正沐浴在鲜血之中 静静地看着凌峰的方向 凌峰痴呆了好一会儿 这才回过神来 心有余悸地不断喘着大气 你这个怪胎 未免也太 要知道 刚才顾磁发动的技能 要是稍有差时 会死的就是顾磁 假如把凌峰 放在顾磁刚才的处境中 凌峰的第一反应 绝对是跑得越远越好 就连他这个暗影刺客 这种这种实力十分强的近代职业 也不敢像顾磁那么冒险 这家伙简直是个疯子 比那些魔怪都像怪物 正常人哪里会干出这种事呢 这时候 顾磁也是不断地常常吐气 呼 刚才还真是蛮吓人的 别看他嘴上说的什么 刚才还蛮吓人的 但从他的表情上 倒是看不出来 有过多的惊吓 反而是波澜不惊 亏你好意思吐槽 谁让你这么喜欢装的 凌峰都无语了 知道蛮吓人 还要那么敢 真不知道这个人脑子里 究竟在想什么 虽然说吧 他也不是那种求吻的人 但顾磁的刚才的行为 实在是太疯狂了 不行 以后得拦着点这个人 别让这个人再做傻事 要是顾磁出了什么事的话 那这里就让他一个人 想必在深渊世界BOSS 被干掉之前 他也都是一个人 他可不想 以后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顾磁笑笑 看着鱼怪的尸体说道 好不容易才弄死 这讨人闲的东西 先看看他身上 有什么能用的东西没有 其实他不是装 只不过是实战经验丰富吧 像这种BOSS 他已经杀过很多了 虽然说鱼怪是第一次杀 但很多东西都是通的 之前怎么杀别的魔怪的 现在就怎么杀鱼怪 也就是说 其实是一高人胆大罢了 要是没有那么多经验 他也不傻 不可能那么贸然的 他可不是那种鲁莽的角色 说的也是 鱼峰连连点头 连忙跟着顾磁 来到了鱼怪的尸体前 无论是 对于顾磁还是鱼峰来说 这一刻都是快乐的 尽管这鱼怪看起来 根本就不能吃 但想必 身上有不少好东西 没准还能掉出来 什么可以吃的口粮呢 或者说是什么金色 橙色的武器道具什么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毕竟这一看 就是指BOSS 想必好东西少不了的 一想到这里 就觉得之前的苦难 完全是值得的 毕竟有风险才能有收获 这就是身为职业者 最大的乐趣 为了这份乐趣 这些职业者 才肯冒那么大风险 谁也不知道 下个BOSS 能开出什么 没准开出来的东西 能让他们的实力 更近一层 或者是说 让他们富可敌国 都是不好说的 一番搜刮之后 鱼峰兴奋地欢呼出声 好东西 好东西啊 这回可是让我们 捡到大宝贝了 原来 这只鱼怪的两只塞只中 各自有着一枚血色宝珠 按理来说 道具应该是爆出来的 当有的时候 也会是像这种 长在魔怪的身体中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说 在击杀魔怪之后 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 这是稍微有点 实战经验的都知道的事 当然 在检查尸体的时候 也一定要小心 天之道道 这些魔块身上 有没有什么毒气之类的 顾瓷还在疑惑于怪的塞里 能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铃峰已经鄙夷地看着他 高声嚷嚷其宝珠的来历来 原来 这血色宝珠叫做避水珠 是只能在极其特殊的地方 极小的概率 才能产生的宝贝 先不说这避水珠魔成粉魔服用 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且治疗顽疾 光是随身待在身上 就可以轻易做到在水下呼吸 并且在水下 也能像是在陆地上 一样自由行动 哪怕是像这两个汗鸭子 也能在一定时间产生效果 当然 对于战斗狂人来说 将避水珠魔成粉服用 无异于是暴殿天物 有了这宝贝 他们在水下的战斗无往不利 更有传闻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刺客 曾经依靠着避水珠 在水下成功刺杀了一名 颇有名望的人物 故此听完林峰的这一番话 不由地吃了一惊 原来如此 看来这次捡到宝了 这个东西可有大用 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下 他们有这个东西 就不怕水里的东西出来 找他们麻烦 原本来如此 林峰阴阳怪气地 学着顾瓷的口气 除了避水珠以外 鱼怪还爆出了一个 橙色道具水龙旗 这也是个好东西 可以隐藏气息 这东西拿来偷袭再好不过了 尤其是顾瓷 顾瓷的诅咒 一开始是察觉不到的 慢慢才能察觉得到 有了这东西了之后 对面扣血一时半回都察觉不到 想想都觉得特别爽 只可惜 看这枚水龙旗的品质 冲击量 也只是能让强者 暂时无法发现他们而已 而且 这东西只能在水里产生效果 在陆地上是没有效果的 也就是说 这件道具算得上 是水下专用道具 这就很可惜了 但那俗话说得好 聊胜于无有 怎么说也要比没有强 还有 除了隐藏气息以外 水龙旗还有其他的作用 将这水龙旗固定好的话 水龙旗还能在水下 发挥阵法的作用 不说将使用者强化多少 至少也能让使用者的攻速 和力量提高几分 虽然这点小强化 其实有和没有都差不多 只能说 是个附加的小buff 但还是那句话 聊胜于无 有就比没有强得多 顾瓷啊顾瓷 你可真行啊你 有了这两样东西 搞不好 咱们就可以逃出这鬼地方了 凌峰激动地看着顾瓷 脸上满是夸赞的意思 现在顾瓷和凌峰的处境 实在是难以恭维 他们两个被困在这种鬼地方 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不过这下子 有了水龙旗和碧水珠 起码他们可以探索水域 没准就能从中 找到什么脱困的办法 第0098章 杀千刀的鬼东西 顾瓷对凌峰的想法 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我想 我们说不定 可以从水路找到出口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 我们就行动 凌峰点头 抓紧时间休息 第二天一早 顾瓷和凌峰 就各自携带着碧水珠 潜入水潭深处 果然 在水潭的深处 有着一个不起眼的小洞 刚好能容纳 一人弯腰通过 只是小洞狭窄而又冗长 就算是碧气高手 贸然前往这里 也会轻易窒息而死 碧水珠起到了极佳的作用 也不知道从水下 走了多长时间 顾瓷和凌峰 总算是出了狭窄的洞 来到了一处较为宽敞的位置 不过视野望去 周围除了黑压压的水草之外 也是苍茫一片黑色 近乎双手不见五指 顾瓷把水龙旗取出来 插在水底下 水龙旗启动后 淡淡的光运 缓缓朝着周围扩散 勉强将周围照亮 而就在顾瓷和凌峰的视野 渐渐清晰之间 二人看到远处的一道轮廓后 都是脸色巨变 黑压压的水草之中 赫然耸立着一道高大的身影 那是一头三米之高 有着海马的外形 却生长着类似人的双臂的怪物 这家伙的手中 甚至抓着一把沉重的 秀迹斑斑的三叉戟 海马和顾瓷二人对视的瞬间 两只突出的眼珠一转 迸发出星红骇人的光芒 接着 他挥动手中的三叉戟 狂暴地朝着顾瓷和凌峰冲来 速度之快 甚至在水下产生了阴暴 就连水底下的海草 也在水流的剧烈震荡下 连根拔起 胡乱地被气流携带着 一并涌向顾瓷和凌峰所处的位置 这杀千刀的鬼东西 凌峰惨叫一声 和顾瓷朝着相反的方向快速后退 接着 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 凌峰和顾瓷原本所在的位置 此刻已然出现了一个 深达十几米的坑洞 被海马突刺所 携带过来的水草 也在爆炸的瞬间 悉数破碎成渣 宛若黑泥一样 缓缓上浮 如果是在陆地上的话 此刻的凌峰和顾瓷 恐怕都要被惊出一声冷汗来 顾瓷深吸了一口气 连忙道 这家伙 也是个不能硬碰硬的主 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那就看你的了 凌峰低河一声 优先充当海马的目标 在他的刻意引诱下 海马愤怒地嚎叫着 不断地朝着凌峰猛攻 得窥避水珠 能让凌峰拥有和陆地上 同样的速度和力量 要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可即便如此 凌峰也只能和海马 勉强僵持着 他身体紧绷 竭力看清海马的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不这么做的话 恐怕他稍有疏忽 就会被海马手中的 三叉几次成肉泥 我说顾瓷 你为什么只是看着 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 你再不想办法 我可就要被打死了 凌峰刚吼完 就乖乖闭上了嘴 顾瓷到底是顾瓷 在他和海马颤抖间 顾瓷已经利用水龙旗的特性 让巨魔战士的气息隐秘 此刻 海马对于出现在身后的巨魔战士 浑然不知 已经和海马 拉到极限距离的巨魔战士 猛地将双拳重重 砸向海马的后颈位置 然而 并没能像是预料的那样 成功将海马重创 巨魔战士岩石一样 坚硬的拳头 砸在海马的后颈上 发出的声音 像是钢铁和钢铁撞击的沉闷声响 而这一击下 终于反应过来 后背还有敌人的海马 勃然大怒 怒吼着 就要转身一击 将巨魔战士的身体刺穿 速度之快 巨魔战士根本闪躲不及 好在凌峰及时出手帮忙 勉强用刀 拦下了海马的致命攻击 不过海马的三叉戟 可不是那么好扛的 在凌峰手中的刀 和海马的三叉戟接触的瞬间 凌峰和巨魔战士 就双双断线风筝一般 倒飞出去百米开外 也没剑停下 顾磁心里一横 抓住这个空档 冲到海马身前 试探性质地 对着海马的身体各处接连出拳 顾磁再怎么出拳 对于海马来说 也只是以卵击石 就在顾磁焦躁地 想找寻到海马的弱点的时候 顾磁敏锐地注意到 在他要攻击海马 腹部往下的位置的时候 海马会近乎本能地 做出闪避动作 顾磁心里暗地 泥南一声 也就是说 腹部往下的位置 是这家伙的弱点吗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远处的凌峰 惨呼出声顾磁 别愣着了 快点闪开 不然要来不及了 那时候 只见海马已经将三叉戟 重重帅 向顾磁所在的位置 顾磁就算能勉强躲掉这一击 也绝对躲不掉 海马接下来的追加攻击 可就在顾磁 勉强躲掉海马的突刺 在海马打算将三叉戟往上撩 将顾磁整个人 从中间切成两半的时候 海马惊愕地发现 顾磁这个人 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完全找不到他 寻找敌人无果的海马 愣在原地 懊恼地吼叫着 泄愤一样 胡乱地挥动着手中的三叉戟 隐匿气息的顾磁和林峰二人 冲着呆子一样的海马连连摇头 这鬼东西虽然够强 但是到底不是人 林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没脑糟 林峰眼珠子一转 正要对顾磁说 什么的时候 顾磁无情地摇了摇头 他当然知道 林峰想要说什么 林峰想靠着水龙旗 隐匿气息的能力 从海马的眼皮底子下溜走 打不过还不能跑了 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这次得到的水龙旗品质 可以说是最低级的那种 他们固然可以隐匿气息 不被擦绝一段时间 可恐怕实现也就一分钟出头 等海马反应过来的话 他们照样完蛋 林峰听到顾磁的解释 略敢颓废地叹了口气 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 那要怎么办 谁说我们打不过了 顾磁紧紧盯着狂乱挥动 三叉几发火的海马 一字一句道 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林峰双眼一亮 你有办法 顾磁点头 有道是趁你需要你命 既然逃不了 那就只能打 既然要打 那肯定要挑海马最虚弱的时候打 现在海马正在傻乎乎地 乱挥武器浪费体力 等他停下的瞬间 就是他最不设防的时候 顾磁和林峰 必须要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 在海马停下的瞬间 他们的和海马拉到足够的距离 控制住海马的同时 利用水龙旗发动阵法 强化自身后 一口气攻击海马腹部 往下的弱点位置 争取一口气将海马干掉 第0099章死战 这样想着 顾磁和林峰双叙息凝神 缓缓接近海马 焦躁地等待着海马 停下动作的瞬间 海马愤怒地嚎叫着 胡乱挥武了一番三叉戟 找不到敌人的他 似乎有些疲惫 手中的三叉戟 刚刚收回的瞬间 抓住这个机会的顾磁 爆喝一声 就是现在 动手 巨魔战士在顾磁的命令下 从海马背后现身 用双臂将海马的身体锁住 意识到不对的海马挣扎间 顾磁将水龙旗插在地上 得到水龙旗对于战力的加成后 立马对着海马发动诅咒 让海马的动作越发缓慢 而凌峰则是趁着这机会 挥一刀上前 对着海马腹部往下的位置 疯狂挥刀 一时间 利刃切开皮肉的刺耳声 响不断爆出 海马的腹部出现一道 接着一道肉眼可见深浅不一的刀伤 海马当即发出了凄厉的悲鸣 显然 他不会甘心 就这样被偷袭 他的无耻之徒打垮 在海马的奋力反抗下 海马硬生生 挣脱了巨魔战士 在水中的力量是相当的大 而巨魔战士在水中 则是相当受影响 要不然 也不至于控制不住海马 不过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现在可是在对方的主场 要是在水中都混不到优势 这些水下的魔怪 那该多没面子 海马在双臂得以活动后 当即便狂吼着 挥动三叉戟 对着凌峰发动猛攻 这畜生的智商 在魔怪当中 算是比较不错的 他看得出 凌峰要比那巨魔战士还要强 与其先解决掉巨魔战士 还不如解决掉凌峰 只要凌峰一解决掉 那他的危险将大大地下降 等到时再解决掉 那巨魔战士又简单多了 面对海马的反击 凌峰被迫只能放弃进攻 狼狈地抵挡着海马 如同雷霆一般的攻势 这鬼东西的生命力 怎么这么顽强呢 都到这时候 居然还能反抗得这么激烈 他都有些急躁了 这该死的东西 看起来也不是很强啊 怎么生命力这么顽强 按理说 身为暗影刺客 无论是攻击还是速度 那都是一等一的 这样在之前的战斗中 哪一场也没有像今天这么艰难 这么难缠的对手 他还是第一次见过 不出十几秒的时间 狼狈的凌峰 就被海马用三叉戟 在胸膛上 留下一道骇人的伤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人的心态很重要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尤其是在战斗当中 一旦心态崩了 那想不出事都很难 不过面临强敌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心态不崩的 也没有几个 凌峰这种 已经算心态特别稳的了 毕竟实际上经验还算丰富 倒是换成一般学生 根本就打不到这个地步 早就心态崩得丢亏弃甲了 人和魔怪是不同的 在心态上 魔怪战的优势 实在是太大了 大多数魔怪 虽然说也会有胆怯的时候 但他们嗜血的本性时 他们比人类的表现好得多 没办法 人族其实是相当薄弱的种族 从整体上来讲 人族的综合水平 远远不如任何一种魔兽 要不是有职业者的存在 人族早就灭亡了 故此 大势不妙 我们失守了 故此咬牙不用 你说我也知道 他当然知道眼下的情况 已经开始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 他之前就想过 谁底下应该还是会有魔怪的 但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强 该死 这鬼地方 有一条怪与挡路还不够吗 竟然还有 深渊果然是深渊 还真是什么鬼情况都能碰得到 难怪即便是那些 惊艳老道的职业者 大部分也不愿意下深渊 现在怎么办 我顶多再撑住三十秒 到时候我就完蛋了 故此 快想想办法 凌峰的惨乎下 故此的牙齿咬得啰啰作响 现在他们的处境 和被逼到绝境的兔子 没什么两样 兔子被逼急了 还会咬人 更何况是他们 事到如今 只能拼死一搏了 没错 只能拼死一搏 再没有别的办法 今天不是这该死的海马死 就是他们死 他们连逃跑的选择都没有 而且就算能跑得掉 那又如何呢 避水珠的数量有限 如果放弃这次机会 选择逃跑的话 那么他们是有可能逃回岸边的 但那样的话 他们大概率是 不会有下水的机会了 深渊中的魔怪 跟副本中的魔怪是不同的 副本中的魔怪打完之后 还可以刷新 深渊中的魔怪 一般是不可刷新的 也就是说 那怪鱼八成是没了 以后也不会刷新了 既然没有怪鱼上 哪弄避水珠去 而没有避水珠 下不了水的话 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还能离开这里 到时候他想出去 就只能等待 有人击败世界boss了 那可就没日子了 搞不好这辈子 都没有人击败世界boss 他们这辈子都不用出去了 到时候 他们两个大男人 就要在一起孤独终老了 想想都恐怖 他可不想 跟一个男人 一起孤独终老 想到这顾瓷 静止冲向海马 不断对着海马 施加诅咒的同时 配合剧魔战士 齐头并进 一起奋力 将双拳砸向海马血肉 模糊的腹部 看来王浩之前说的没错 他回去怎么说 也要洗出一个近战技能 要不然碰见 现在这种情况 他的攻击 跟刮痧没什么区别 实战真的是 什么情况都能碰得到 没想到 自己一个远程 有一天竟然倒轮起拳头 一拳一拳地砸向魔怪 所幸的是 海马虽然邪厚 但防御力不高 他的拳头还是奏效的 这也算是一点欣慰吧 尽管他的那点攻击 可能对胜负没有任何帮助 毕竟现在的主要输出是巨魔战士 指望他那点 攻击力打到猴年马月都打不完 海马的惨嚎声更为凄厉 顾磁和巨魔战士 配合着重拳下 原本海马腹部 藕断丝连的皮肉 一块块落下 内脏也在拳头下接连爆开 血浆蹦剑 我说顾磁 你还没好吗 我可就要撑不住了 不管怎么样 也给我撑住 我已经在努力了 第0100章来之不易的胜利 顾磁狂吼着 不管不顾地对着海马出拳 他也是没办法 他现在是 一边释放诅咒技能 一边用拳头打海马 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要是还不行的话 他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他和巨魔战士的拼命下 海马的腹部往下肢体 终于硬生生 从海马的躯干上脱离 那个瞬间 海马发出了足以震碎 常人耳膜的哀鸣 整个水底都跟着剧烈震荡开来 刚刚这家伙都被打成这样 还没死 简直是个奇迹 牵制到这家伙究竟多顽强 尽管魔怪什么的 跟野兽一样 抗痛性都超强 但打成这样还没死的魔过 还真是少见 濒临死亡的海马 爆发出比先前超出几倍的杀意来 他疯狂地 扬起自己手中的三叉戟 倾尽最后的力气 朝着顾磁一行奋力扫来 他心里清楚的 自己是活不下去了 哪怕杀了这两个人类自己的伤 也慢慢会流血而亡 但那他也要杀掉顾磁跟凌峰 要死的话 也要同归于尽 糟了 顾磁瞳孔骤然收缩 闪开 快闪开 凌峰的脸上已经满是绝望 就算你这么说 我也 此刻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 还真是不甘心啊 本以为能出去的 没想到今天竟然要死在这个鬼地方 眼看着三叉戟 已经距离顾磁一行 只有一线之隔的时候 顾磁极为惊险地将水龙旗罩了过来 水龙旗充当武器 试图拦截三叉戟的横扫 纵然如此 水龙旗也只是勉强抵挡了三叉戟一顺 也就是这一顺 刚顾磁一行 有惊无险地闪过了三叉戟的正面横扫 可即便是 擦着三叉戟过去 三叉戟上所携带的距离 也是无比惊人 顾磁一行 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样 被这股力量狂乱地砸向水底 硬生生轰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水底的污泥 胡乱地满天飞舞间 海马那沉重庞大的身躯 也终于缓缓栽倒下去 这他 但凡是再有点体力 再多支撑一段时间 顾磁跟凌峰 今天就要把小命交代在这里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的时候 顾磁和凌峰 才艰难地从坑洞里爬了起来 二人的身体 都受了严重的内伤 凌峰心有余悸地 看着海马落在水底的尸体 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刺客而已 这种生死搏杀 还是不要再来的好 老天保佑 再来几次 我没死都要被活活吓死了 因为暗影刺客 他其实更适合偷袭跟暗杀 这种正面的搏杀 其实不怎么适合他 实际上大部分刺客职业 比起猎杀魔怪杀人更合适 这就导致很多刺客职业 离开了职业工会 加入了不合法的刺客联盟 没办法 那些刺客联盟给的价格更高一些 也更适合刺客职业 这就导致很多刺客 明知道加入刺客联盟是非法的 也会因为利欲熏心 而加入刺客联盟 贪软在地的顾瓷 也是盯着海马尸体 正正出神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视野远方 海马尸体的一旁 刚得到不久的水龙旗 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再也没有修复的希望 可惜了这面水龙旗了 刚得到就废了 他已经记不得 自己经历过多少次恶战了 但除了被四个boss围攻那次 数这次要惊险 凌峰听到顾瓷的话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就知足吧 咱俩能把命捡回来就不错了 你看看 就连水龙旗正面 接触了海马的那一击 都破碎成了这样 换我们的身体还了的 要不是水龙旗正面 抵挡了三叉戟一顺 我们都得完蛋 他现在就挺知足的 那道具 没了就没了吧 反正离开水龙旗 也没有什么大用 小命留着比什么都好 只要这条命还在 他就有希望离开这里 而且 就算离不开这里 那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你说的对 至少咱们的小命还在 这就比什么都强 赶紧看看 掉没掉什么好东西 顾瓷说完 先一步游过去查看 果然这家伙是个boss 叫海马尾神 不得不说 boss长得不像boss名字起的 倒是蛮贴合boss的 经过一番搜查 两个人把所有的 道具装备都捡了起来 这boss掉了一件 海神套装 海神套装一共有三件 武器是海马之前用的 那把海神三叉戟 这东西 两人都用不上 因为职业对不上 这玩意必须是魔战士 相关职业才能用 因为用不上 所以顾瓷很大方地 给了凌峰 而海神套装当中的 魔法软凯 顾瓷倒是能用得上 这件装备 是魔法系列职业都能用的 装备效果也是比较逆天的 因为是软甲 所以防御加的 并不是很多 只有300点防御力 这一点防御加的 并不算多 但之所以 说它效果逆天 是因为这玩意 每一分钟能恢复300滴血 可不要小看这300滴血量 那可是一分钟 更何况 这对于顾瓷来说 一般情况下来说 前面都有巨魔战士撑着 很难出现回血 不及时被干到的情况 想一想都爽 这样又可以 多放好几个技能啊 而且有这装备 又能省下一大堆药剂 相当于节约很大一笔钱 当然它也不缺钱 除此之外 这件名为海神软铠的装备 还有个海神套装 都有的水下加持buff 而它的加持buff 是增加100%的防御 以及增加3000点血量上限 这玩意可以说在水下 能让顾瓷横着走了 不过很可惜 这个效果只能限制在水下使用 顺带一提 海神三叉戟的水下buff更逆天 直接增加 100%的魔法攻击 100%的公物力攻击 以及100%的蓝 只可惜 只有罕见的魔战士系列职业才能用 顾瓷跟凌峰都无缘了 这件海神软铠 毫无疑问是归顾瓷了 毕竟凌峰拿去也用不了 最后一件海神装备 是海神蓝宝石头盔 这件装备也是魔战士系列职业专用 顾瓷跟凌峰都用不了 所以也归凌峰 为了弥补凌峰 没有拿到有用的装备 那些杂七杂八的道具 顾瓷也都给了凌峰 没关系 之前与港伍最强的 监制